第32集 那么刚才我撞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有心想去看看车头 可转念还是压下了这个念头 先处方都做了判断 而林小林似乎也没有反驳 更重要的是 我的手机QQ里真的多了一个叫做 王新蕊的账号 好吧 我对着车头的方向说了一句 想要再有这事 能不这样提醒我吗 我也会听到处方的声音 从车里飘出来 白痴 白痴就白痴吧 我小声地嘀咕里去 然后放下心思 不再去管车头上 是不是真的撞到东西的事情 而事实上 当我倒着走向那些油混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车前面 一脚露出的东西 真的是一个真人大小的 指人 悔气 我低声地说了一句 真的很悔气 这东西 这东西要不是王先蕊弄来的 我把后脚根摘下来 烤了吃掉 在一群油混里 走来走去是什么感觉 恐怕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侧目看去 周围空无一人 却在透过道士镜里看到 人头晃动的感觉 真的不要太好 随着这几天的接触 我居然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 也不知道这种心态算不算正常 反正三个处方口中还活着的生魂 被贴了纸条 然后消失在道士镜中 变成三张纸条晃悠悠地 滴落到地面上 而剩下的油混似乎毫无察觉 依旧站在这里 然后摇摇晃晃地冲着车的方向 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 知道他们如此执着的 后来才知道 油混如果有一个寄托存在 是可以避免快速消散的 寄托存在 自然指的是王先锐带来的那句旨人 再弱小无知的生灵 也会对死亡有着天生的恐惧 哪怕只是残魂一致 我在油混的中央 念起了杜仁经 千把字的杜仁经 我只念了十几次 就已经全部记住了 虽然不敢说倒背如流 但正常的背诵完全可以做到 怕自己念错 还是照着手机一次次地念杜仁经 而后令我惊讶的是 通过后视镜看到的我脑袋后面 竟然升起一圈微微白色的光圈 然后随着我念动杜仁经的频率越来越快 随着我不断涌送杜仁经 脑袋后面的白色光圈不断地向外释放白光 当起一阵阵波澜 拘留我最近的游魂 就会在这波澜过后 先是对我微笑着鞠躬一礼 然后化作一点绿光 顿入地面 当最后一个游魂消散 我故意尝试着继续念杜仁经 却惊讶地发现 什么白光都不存在了 古怪 我微微摇头 却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文打算回车里的时候 问一下楚方 却发现他似乎真的睡着了 而我回去之后 竟然也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到了酒店的门口 我叫醒楚方 到家了 酒店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 楚方爬起来 看了眼周围说 那就回你家呀 正好把鱼缸送上去 我只是这里说 我想在这里住一晚 明天给你回来住 现在去新房子 楚方躺过去 有点懒皮 好吧 白白浪费一段时间 赶紧再去车赶回去 等到以我的名义 买下的房子时 已经是月挂中天了 厨房哥我把鱼缸抬了进去 按照之前找到的材尾压在上面 搞定收工 然后一人一间房 倒头就睡 不过 厨房是真的睡了 而我则是被手指上传来的冰冷气息 给动精神了 李小良 我要睡觉的 我有一些郁闷 冲着手头撒起 实际上 我心里清楚 他把我动精神 是为了什么 而我现在 还不能给任何的承诺 手机 不适时宜的 发出嘀嘀声 乃至口口好友 来信息时的提醒 左手不自然地抬起来 直指手机 我郁闷地拧了下眉头 血香越窝火 一屁股坐起来 也不过手机 冲着手指低吼 李小良 你和我是平等关系 不代表你能随便给我找事情做 你这样算平等 你是帮王歇蕊来求我的 对他来说 一点付出都没有 就想获得我的帮助 你去商店买东西 不给钱试试看 我是挺窝火的 李小玲是主动要求的部家 但最主要的是 她和这种房子有直接关系 如果不处理好 肯定没办法卖掉这个房子 纵然我和楚方 各自都有保命的手段 可房子就不能出手了 这对于投资来说 就是亏本的 所以楚方答应李小玲 而不是消灭她 第一个严肃在我 我找到了一条可以和怨魂沟通的方式 楚方也曾经说过 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值得一探 但必须有底线 至少现阶段不能渗入的 正所谓 饭一口口吃 路得一步步走 林小玲擅自帮我弄来第二个怨魂 我已经忍了 楚方的态度其实在车里就表达得很清楚 冷着 我要马上接触王新锐 可没想到林小玲竟然有些得寸进尺 再者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是否有价值 不是我冷血 也不是我太计较得失 我发现楚方处理这种事情 所用到的道具 通常都价值不费 这一点其实真的要算里面的 如果真的可以灭掉亡魂得到的价值 和这帮助性质后 送走的亡魂价值几乎是一致的话 说心里话 我可能会选择灭掉 我想楚方也在衡量吧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去判断 我估摸着 这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轮到具体的 却需要楚方这种专业的人士来判断了 所以 这个时候 林小玲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让我出头 本身就不符合楚方的利益 而我呢 我只是楚方手下的一个打工仔 见一拳好像都没有 失忆就难怪我发魂了 有本事 去摸楚方呗 在这儿跟我磨叽干嘛 林小玲 没有再让我抬起左手 却好像发脾气一样的 直接扯掉了那骨子 拽起我左手的力量 啪 左手摔在床上 手指甲上的黑色 现在更加阴厌 我哭笑了一下说 我们还要慢慢磨合呀 同伴知道吗 现在来说 你是我的同伴 我也是你的伙伴 找麻烦的事情 下回给我商量一下吧 手指没反应 我扬扬头 跟个小女生来说这些道理 我也是有病 不过还是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我心里知道 王新瑞现在能发的 也只剩下那几个字 除非我把平反电脑拿出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王新瑞并没有在我的面前现行 也就意味着 根本就不信任我 他身为怨魂 之所以找我 最信任的其实是林小玲 和林小玲一样 在怨魂的眼中 我就是个普通人 肉票的那种 所以看到我手机上 还是那几个帮我的字样 我直接关掉了手机 这回才沉沉地睡去 直到第二天 被嘈杂的声音吵醒 我穿好衣服 推开房门 看到处方正领着一对男女 看上去就是那种有钱的 气度沉稳 穿着考究 门语之间 倒是没有什么 瞧不起人之类的神色 反倒是给我的感觉 是跟处方说话 和走路的时候 都是微微落后斑驳的样子 处方正说道 胡总 这房子还满意吧 能让你打听到这里 也算你本事 那是 那是 出四叶的名头 早有耳闻 只是 一直不曾得见 好不容易通过老猪的关系 才联系到四叶年 这就 干嘛上来了 自从知道 老猪的宅子 是四叶国国手号 定了方帅 老猪的运道 网就一直不错 我就惦记了 可不止一次啊 这次可算也如要以偿了 这是要托四叶的福 这房子 我当然满意 不过 不知道能不能重新装修一下 这位北称左 吴总的人询问处方 口吻中带着谦卑 和刚才宛若两人 而吴总身边的女人 则还在打量周围 正巧看到我 我也看到她错眉 似乎可能是因为 身边的吴总说话太软 而是太过谦卑 而感觉到失望 一或者 其他的什么情愫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看到我后 她好像找到了 喧血口一样 冲着我就大声质问 你什么人 怎么在这里 赶紧出去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弄起来 我先是一路 然后反过来 哦 这是 骂我呢 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衣服 穷了点 看着土了点 平日里做服务员 也没少受气 其实我还真不在乎 可今天好像不一样吧 这房子名义上是我的呢 楚方也笑着看向我 对我微微点头 我立马心领神悔 这是要坑啊 多好的借口 多好的由头 前脚这个吴总 还拍马屁呢 紧接着 他家的败家娘们 就给我送来了这么好的借口 老子不攒腻道 我都跪不去 我发现自己可能真的 有这方面的天赋 亦或者说 昨天楚方让我 加个鱼缸 提升采用的方法 正在起作用 反正这会儿 脑子清醒的喊 跟小马达一样 转得飞快 把身体靠在门框上 做出懒得搭理的表情 问楚方 老楚 他们谁啊 肯定不能叫四爷啊 不然丢面不说 肯定也不是 楚方需要的表达方式 楚方呵呵一笑 就跟说相声 捧个一样 磨叽地说道 天天发物流公司的吴总 本是最大的物流公司 那位骂你的 是吴总的太太 然后楚方对吴总介绍道 这是我朋友 杨某 杨四爷 楚方在介绍吴总的太太的时候 特意提醒了我一下 我立马心领神会 同时心中暗息 咱也是四爷了 我心里大响 但表面上非常的壮 冷着表情 看了一眼 那个张扬的女人 说 买房子的 就他们 我拿手一指 面露不屑地说 满身晦气 一头黑的 昨天刚给这房子下了 三顶风水局 招财保平安 但架不住 祸从口出 裁不住 这种人住进来 没事还好 一旦出事 咱们招牌就砸了 不卖 让他们出去 说完 我立马转身 剩下的表演时间 归处方 再说下去 我该露馅了 转身的时候 我看到处方偷偷对我 挑了个拇指 我黑黑一笑 关上房门 还故意摔得很响 这种高档小区 高档装修的坏处就在于 我上门了 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而之前之所以觉得吵 是因为我门留着一条缝 所以为了给处方 留下足够的时间去宰客 我干脆躺在床上 刷微博 忽然 我的左手的中指动了一下 紧接着 房门就被敲响了 我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中指指甲 难道刚才林小玲 是告诉我 有人在门口了 我站起来打算去开门 本来是像海上寄来的 估计外面也听不到 就这么短暂的功夫 手机QQ 忽然弹出一个窗口 处方发来的信息 该你表演了 得嘞 我立刻跳起来 咳嗽了一声 走到门口 拉开房门 楚方正在外面 看到我挤了下眼睛 我的目光越过楚方 看到那个吴总和他的太太 还在客厅里坐着 我立刻冷着脸问 怎么他们还没走 楚方还没说话 沙发上坐着的吴总 立刻站起来 揣着笑脸 走到我面前 杨四爷 刚才是误会 误会了 我太太今天起床给我生气 也不知道您也是高人 这就误会了 您大人大量 别跟那老娘们一般见识 我发现个问题 似乎吴总知道 楚方的神秘之处 而那个吴太太似乎并不懂 也似乎 屡次见到吴总这种 低人一等的态度 让他觉得委屈了 还是觉得高高在上的 富家太太 自尊心 受不了了呢 反正这一次 吴太太 炸毛了 嗯 就是啪的一下 把手包 摔在了本来 就剩下半截的茶匙上 怒道 吴天 你他妈 还是个爷们吗 跟两个毛头小子 第一次吓死的 你他妈 还打算当孝子不长 当年没有我爹 你就是个物流公司 打工的小别三 我看到吴总的脸 在这一段话后 立刻是青一块 白一块的 身体 都开始发抖了 得嘞 内讧了 典型的 欺强家庭 说不得 这人还是个 上门女婿呢 那位吴太太 还没完了 骂了她老公之后 手指一转 指向我接着骂 而且这次 是连楚方 都中枪的骂上 两个小别三 整天装神弄滚的 骗钱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就骂你了 小别三 土别 乡八老 你们这种人 我见多了 整天装神弄滚 做个什么东西 这房子 我还不买了 吴天 给老娘回来 我陪您在这里 丢人现眼 你要是不走 别个老娘更离婚 楚方本来是 悖绝着他们 这会儿 听到被骂 脸色也跟着不好看了 而且非常的不好看 呦 难得见到楚方发火 楚方忽然 呵呵一笑 说 房子还真不卖 从此以后 吴总的太太 会成为我名单里的 黑用户 吴总 你们请回吧 楚方头都没回的一句话 竟然让吴总浑身哆嗦 脸色一下子 变得极其难看 甚至额头上 都在那一瞬间 见了冷汗 你TMD 给老子闭嘴 吴天也是气疯了 这老娘们 怎么这么不懂事 楚方这种人 是能得罪的吗 如果能得罪 不用装孙子 自己这个 身价亿万的人 会在这里第三下四 你再跟老娘说一句 吴太太显然 没想到这个 二十多年来 一直对自己 听话顺踪的男人 竟然敢当着别人的面 骂自己 他气得直哆嗦 几乎是跑到吴总的面前 在我看来 是完全在吴总 惊恶的目光里 抡起手 就是一巴掌 打的那叫一个响 直接把吴总 打了一个劣性 楚方都惊讶了 赶忙回头去看 吴总这会儿 也回过味儿来了 直接就是一脚 好嘞 家庭暴力 就是这么上演的 而导火索 好像是我和楚方 我跟楚方对视眼 都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首长 先不说 这房子卖不卖了 反正 这两口子的婚姻 估计是要完蛋了 也不知道 楚方会不会算命看相 是不是能看出 这二位婚姻不邪 破损在即的 不过嘛 我看到楚方转过身 双手抱在怀里 人靠在了 我另一侧的门框旁 非常认真地 看着他们两口子打架 我觉得应该 向楚方靠拢 所以呢 也跟着双手 抱在怀里 靠在门框 关心吴夫人 是不是练过 九阴白骨爪 好家伙 招招直扮 练担子 不破相 不罢羞啊 吴总弹腿功夫不错 已经揣翻了 吴夫人两次 看两口子 刚才还挺恩爱的 没想到下节少来 这么黑 楚方点了根烟 然后把烟盒 留给我 学一下 我黑黑一笑 点点头 学楚方的样子 坠出一根 挂在嘴角上 楚方似乎是故意的 拇指和尸致 搓了几下 一缕火苗 就出现在 两根手指中间 这个比大伙 记忆方便多了 当然 正在激烈搏斗的 夫妻是看不到的 我也不点烟 只是叼在嘴里 问厨房 差不多了吧 再等会儿 然后你叫小灵 出来干活吧 啊 小灵出来 我惊讶 林小灵可是怨魂厉鬼啊 拿出来吓唬人吗 厨房道 放点诡计 弄个恐怖的幻想 丢个那老娘们就行 我点头懂了 果然是高人 下手比装画 人家脸还狠 厨房黑黑 低声笑 怨气最大的作用 就是勾出一人内心 最可怕 最恐惧的东西 让你看到 你最不愿见到的一面 所以 其实 约魂厉鬼想要杀人 与其说 是他杀 不如说是 中招的人 因为恐惧而自杀 甚至 是吓死的 厨房笑了笑 一副 如此可笑的样子 看来 我又蒙对了 我抬起左手 对林小灵道 来 出来工作了 跟厨子爷混日子 可不能只闲着不干活 你给我找了事 现在 轮到你做事了 厨房惊艳于 我对林小灵的态度 那也仅仅是惊讶地 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再说什么 接着 我就感觉 手指的指尖一凉 冷冷的气息 顺着指尖 开始散发出去 还没等我察觉到 什么的时候 猛人看到 那老娘们 忽然一个哆嗦 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抱着脑袋向后跑 我举着手 刚打算嗨一句 门子 吴 吴福瑞京 一头撞在了墙壁上 额头渐歇 转了个小半圈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眼呆直直扣扣地 看着窗外 第三十三集 吴总也一愣 然后 刚才还打声打死的呢 忽然跑过去 抱住吴夫人 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 我忽然有些不忍 毕竟 这不算什么正经手段 于是我低声对林晓玲道 小林 差不多就行了 我的左手中指中的林晓玲 并没有回应我 反而是处方 替他回答 和林晓玲没关系 他只是用怨气 稍微刺激了一下 勾出了这老娘 内心的恐惧 林晓玲要是 附加在他身上的怨气 太多 除非我出手 否则早就跳楼 抹脖子上吊了 我这才真正第一次明白 怨魂厉鬼的怨气 有多恐怖 仅仅是刺激一下 一个好好的人 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微微蹙眉 道 那 先怎么办 无所谓 我刚看了 吓丢魂的 可能性很低 昨天那几张纸呢 你还留着吗 处方问我 我一愣 连忙点头 那三张小纸条 依旧在我兜里 还没来得及 问处方怎么处理 临时当这混的也可以 天的老娘们 脑门上去果用了 处方哼哼了一下 能听得出来 这家伙其实也挺不乐意的 我灵机一动 问了一句 多少钱 处方竖起一根手指 我惊讶地说 一千 笨 一万 崇方白了我一眼 我一激烈 好家伙 抢劫呀 我俩正说着呢 吴总忽然转头 就冲我们喊着 脸上露着惊恐 额头一满汗水 四爷 两位四爷息怒 五天知道四爷不能招惹 会遭报应 但是念在我太太 真的是不通这规矩 这才得罪两位四爷 五天待她 给你二位赔不是了 咚 一个头 就磕在了地上 这次是我震惊了 我从未想过 四爷的名头 会如此的可怕 让一个成功的商人 竟然如此的惊恐 随之而来 是我惊讶地看向楚方 四爷真的在 普通人的圈子里 这么可怕吗 楚方对我点点头 使了一个颜色 其实这就是个套路问题 同时也就是人 能站在怎样的高度 才能说什么话 比如五天这个人 如果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可能还好点 但如果单纯地去求他 恐怕 嘴脸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而四爷这个圈子 似乎更加令人惊恐 我感觉到五天 是那种真正的恐惧表情 完全看不到一点犹豫 很显然 楚方 也或者楚方之前的四爷们 曾经做过一些令人恐惧的事情 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呢 我恰好现在正站在四爷这个圈子里 属于真正高高赞上的那类人 至少在牛皮被人戳破之前 我是杨牧 杨思雁 楚方歪了一下头 再次示意我 我咳嗽了一下 走到吴总的面前 高人啊 得装才行 起来吧 只是稍微教训一下他 不是每个人都有我的好脾气 如果碰到个脾气不好 明天你或许 就是给他送中了 我站在吴总的面前 伸手示意他起来 同时从洞里 掏出皱巴巴的符纸 伸出手 指点在符上 说道 踢在额头 定魂醒身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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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四爷上次 吴天还算懂规矩 翻了翻口袋 然后看到手表 直接粘下来 双手托在手心里 递过来 我偷偷地瞥了眼楚方 发现他摇摇头 看来他另有想法了 我就顺水推舟 说道 守护姐 这只是一次教训 以后有你孝敬的时候 拿去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四爷 吴天赶忙收回他的手表 恭敬地借过 我手中的那张符 小心翼翼地 贴在了他媳妇的额头上 说来也奇怪 小指幅贴上去 这位吴夫人 立马浑身哆嗦 本来呆滞的眼神 立刻转动起来 接着 看到吴天蹲在他面前 二话不说 啪的又是一巴掌 打完就哭 吴总这会儿 也不弹腿了 抱着自己媳妇 低声地在他耳边 说了一些什么 接着 吴夫人抬头 轻孔地看着我 从开始的嚣张 到现在的恐惧 也不过就是 分分钟的事情 变化真大 其实 我对吴夫人的感觉 真的不是很好 况且我相信 楚方 不会只有一个买家 所以 我自作主张地说道 既然 尊夫人没事了 还请回吧 吴总立刻站起来 面带谦卑地说 四爷 四爷 再给我一个机会 最近确实生意出了问题 需要您这套房子 改改运势 加个好商量 您就当 交我一个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 以后吴天 也感激您大恩大德 只要以后您有事 一句话就行 吴天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楚方的声音 从身后 就这么突破地响起 没说话 只是飘出一声冷笑 吴总也是个明白人 立刻转头 对着楚方鞠躬 丑四爷 请您给个面子 这房子我要了 多少钱 您开价 就当您 折柜 交我这么个朋友 行不行 楚方冲我挪挪嘴 呵呵一笑说 这房子是他的 吴太太这会儿还哭呢 我微微醋梅 继续演 先让你媳妇别哭了 哭的人心烦 吴总连忙哄媳妇 低声在吴太太耳边 说了什么 结果 吴太太抬头看向我 在一个哆嗦 跟受伤的小鸡仔一样 坐在吴总的怀里 缓缓地站起来 身上 脸上 再没有了刚才的 桀骜表情 和凌人的态度 他在吴总的搀扶下 嘟嘟缩缩地对我行礼 口吻 勤俗未有的恭敬 杨 杨四爷 对不起 刚才冒犯你了 我给您赔罪 你大人大量的 千万别跟我 这个女人计较 说着说着 就有了哭音 我绷着脸 这阵门说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 没事的话 就出去吧 你刚才惹了一些鬼气 回去 自己喝点姜汤 在屋子里 点上几根蜡烛 保持一些明火气 三天之后就没事了 四爷 吴总表情有些苦闷 两个嘴不过去 他的嘴角 已经明显肿了起来 但一双眼睛 还是死死地看着我们 但有一种 你眼不大样 我死给你看的色彩 楚风微微粗眉说 我很讨厌被人威胁 我松松肩膀 知道楚风要拔刀了 反正我觉得 我穷了这些年 仇富是肯定的 除了因为林小林的关系 有点小后悔 现在倒是 很想看看楚风 是怎么宰一刀的 吴总 可能也看出了一些由头 但这时候 深脖子一刀的事情 不敢说 这是一锤子买卖 但吴总已经知道 四叶不能招惹 绝对不是一句 假大空的话 他干脆直接道 楚四叶 杨四叶 您二位开价 只要我老吴能承受的 我一毛钱都不跟你还 诚意是有的 楚风点点头问我 娘墨 你看呢 我这时候 当然是顺干的下 楚风那句话 说的就是给我听的 我便说道 按照你开的价格 翻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 楚风开的 到底什么价格 反正 他一定 在这个房子的价格上 黑了一下 我就不如 再黑点 而且 楚风也说过 跟富豪们打交道 千万别让他 去斤斤计较 那样的话 只能触碰到 他的底线 现在这种情况 好像不是他 计较了吧 至少楚风的意思 我听出来了 楚风对我 微微地挑了下眉目 看一下 十分满意我的答案 行 我这就签合同 吴总道士 一点都没差事 一口答应了下来 楚风道 这房子是和你住 但是记住了 只能住三年 三年后 按照市场价卖掉吧 房子除了地面 不要动 其他的地方 随便你改 我虽然不知道 厨房的价格 但是 我感觉自己 要发了 四雅 为什么他那么怕你 送走了 被吓坏了的 吴总夫妇后 我问油人 坐在沙发上的厨房 刚才一份 房产转让协议 就那么几乎 草率地签了字 当我看到 那个数字的时候 我几乎是心 都要跳出来了 楚风挪挪嘴说 你知道 我连忙点头 楚风呵呵一笑 泡啥去 伺候好了 就告诉你 这会儿 我也没计较 赶忙伺候这位爷 茶水泡上一壶 放在楚方面前 楚风 黑黑一笑说 表现得不错 你知道四爷 在这些有钱人的眼中 代表什么吗 我摇摇头 这可真不清楚 至少我觉得四爷 应该不是什么 恐怖生物残事 而事实上 楚风的回答 却出乎我的意料 你以为他愿意接触我们 那才是笑话 我对外是风水士 是给普通人 补羊宅 顶一幕的 只有在真正见鬼了 碰到麻烦事的人群中 才知道四爷的存在 你真以为四爷是个好的生活 对于那些见到鬼的 碰到麻烦事的 四爷 虽然是解决麻烦的手 同样也是可以制造麻烦的人 他们害怕 就理所应当了 哦 所以他们宁可花钱买平安 也不愿意得罪四爷 这个群体咯 因为四爷之中 可不都是什么好人 楚风呵呵笑了笑 但却让我 脊梁骨一阵发麻 怎么弄得跟武侠小说一样 还分好坏了 但转念一想 可能还真是这么个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必然有纷争 纷争起来了 自然也就分了正邪 我也算明白 为什么吴天 这位老总监人 对楚方和我 如此的恐惧 四爷啊 多可怕的一个称呼 能够救人杀鬼 同样也可以 驱鬼害人 比如 我今天做的事情 是否就是一个 坏人的角色 或许在今天看来 我比楚风更可怕 知道就好 如果对外的话 还是说 自己是风水师吧 真到了确认 你是四爷的身份 就意味着 你要没朋友了 楚风勉力给我 插推我说 我耸耸肩膀 不在乎的说道 一直没什么朋友 再说 我的朋友都是穷光蛋 一辈子能碰到 四爷的几率太低了 楚风翻了一下白眼 说 你是不是觉得 四爷就是在一个 有钱有钱的人群中 下刀子 实性宰人的吧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 有钱的 在下吴光通洋 也可以给自己的生活 提升一下质量 但穷人的基础更大 想让自己下辈子好点 或者这辈子活得长点 基础上的穷人 才是主力军 可他们没钱啊 我在那边 跟你没话说了 楚风指着门 对我说道 我呵呵一笑 其实也懂楚风的意思 只是穷怕了 这一次 看到那么多钱 有些按捺不住 心中的那种冲动 楚风站起山来 往他之前 睡觉的房间走过去 我忙的 四爷 咱们今天 没别的事吗 楚风没搭理我 开门进去 我郁闷的一屁股 坐在沙发上 翻出手机 打算看看小说 却听到 楚风的门又响了 他的手里 还拎着一个 一纸长的草人 楚风对我做了一个 晋升的手势 然后示意我做好别动 我不已有他 虽然心中 还是会有疑问 但现在我不清楚 楚风的目的 还是规规矩矩的好 楚风手指中 夹住一张红色的纸条 我十分肯定地说 那是一张灵符 只是不知道 为啥有红色 楚风将小草人 放在我面前 手中灵符 对天指 眼睛和手 同时对我示意 意思就是 让我把左手的中指 压在小草人上 在我照做后的一瞬间 几乎没有任何间断地 从他口中 速度极快地喝到 请灵请出宅 暂且安身一刻 送神送回宅 无关痛哑 不生气 去 这也不像什么着 反正处方说完 啪的一下 把那红纸贴在 我的中指的关节处 紧接着 我感觉到手指 一阵阵冰冷 先是我的手指 滚出一道黑烟 紧接着 黑暗中传来 一阵尖叫 楚方一只手 需要在小草人上面 做了一个用力的动作 口中喝道 进去 只感觉黑暗 全部滚入了 小草人中 原本金灿灿的 小草人 就在下一刻 变得乌黑乌黑的 楚方的手 顺势一压 压在我的手背上 向下一滑 红色的小纸条 就贴在了 小草人的额头上 楚方拿起 小草人 和我的手机 转身 就走回他的房间 绕出来的时候 他关闭了房门 但我的手机 和那个小草人 却没有带出来 我一阵疑惑 楚方说道 好了 现在可以说话了 我不急地问道 四爷 你这搞什么 楚方说 我昨天清理了一些东西 但是需要避讳下他们 所以 只能这样做 全意之计 精子一辞 我打算 做一个好的听证 楚方也好像 自顾自地说道 楚方如同 自顾自地说话 并没有给我 插嘴的空档 我昨天晚上 琢磨出整个事来 我说出来 你可以作为当事人 分析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跟一旁点头 根本没打算 这时候插嘴 怨魂这种个体 其实是灵魂类别中 比较让人头等的 它在你之前 最大的缺陷 就是无法沟通 就算是可以像你一样 获得怨魂短暂的信任 但是没办法沟通 就是最大的硬伤 影响到了 为怨魂解决生前愿望 消散怨气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 怨魂的怨气来源 取决于人心 所以 在怨魂没有达成所愿之前 除非 用超越怨魂的力量 在短时间内 暴力灭掉之外 几乎不存在 任何的解决办法 曾经有人也像你一样 和怨魂达成协议 在短时间内 记住怨魂的力量 确实有些 所向披靡的感觉 但最后 因为无法为怨魂 解决掉麻烦 而被反噬的例子 也不是一次两次 所以圈内 公认的方法 就是看到怨魂 直接灭掉 但是这一次 我好像看到了一条希望的路 曾经有人传言 帮助无法言语的怨魂 达成愿望 获得的功德犀礼 可以跟修一座百年桥 相提并论 其中的因果关系 我说不清楚 但有一点 我觉得靠谱 就是之前提到的 怨魂的怨气 来源于人心 那么以这种 非常人道的方式 化解掉的怨气 是否就是 化解了其他人心中的怨气 这个数字就广泛了 虽然没办法深入研究 但我觉得 有这个可能性 并且很高 说到这里 楚方顿了顿 解释了一句 这句话 原本是因为高僧说过的 是真正的顶尖高手 所以 可信度非常高 我接着点头 并不打算这时候 插嘴说什么 反正一会儿 有的是时间 让我说话 楚方看了我一眼 结果认真听着 就接着说 所以 根据这个来推断 我们现在应该是 头一回 掌握这种 可以跟怨魂 沟通方法的人 现在我们 或者说你 需要赌一把 赌什么 赌一把 帮助怨魂来 达成心愿后 得到的功德洗礼 比修桥不禄 来得更多更快 就好像 游戏中的外挂 让我们可以 比正常的圈内人 走的路更少 获得的更多 楚方眼睛 闪着出一道光 是金钱如粪土的 楚方 原来 也是个贪婪的人 果然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忠诚者 他所在乎的 只是价值的高低 楚方也一样 在面对金钱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 做到事作粪土 但如果面对 另一种东西呢 功德呀 在我的理解中 就好像 这人间 就是一个 巨大的游戏世界 老天爷 让圈子里的人 来刷鬼怪亡粮 给的不是 游戏中的金币 而是功德 没有一个游戏玩家 会不在乎吧 这样的理解 也就明白了些什么 我也跟着 有些急促呼吸 毕竟 这个 也关乎到我本身了 楚方见我也这样 反倒是 开花的笑了笑 说 你考虑好了吗 这是一次尝试 如果现在你放弃 我有办法直接 灭掉林小玲 和王歇蕊的怨魂 再删掉你的QQ 我想 应该可以斩断 这个因果 但 如果你选择接受 因果的线 一旦 现在立即 到最后 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而你最后 会得到什么 我也无法说清楚 毕竟在现在看来 你一身无债 四世不欠 本身 就非常的不合理 有没有功德 落在你的身上 是否对你有影响 我一概不知道 而且这种事情 我暂时不想传递出去 所以 也就没办法 托朋友帮你补算 说这句话的时候 楚方是真的 带着歉意的 虽然我明知道 她的自私之处 但毫不否认 我对她这样自私的安排 感到满意 也许 从这一刻起 楚方才没有 把我当做 一个普通人吧 第34集 难怪人家怎么说 只有被利用 才说明你有价值 你连被利用的价值 都没有的话 那就只能说 你是个废物 你打算见我奶奶 是为了什么 我跳过这个问题 反而追问楚方 事实上 这是我们两个 认识以来 第一次 几乎平等的对话 我需要她老人家的帮助 楚方开口说道 我眉头微跳 说 我奶奶只是一个 瞎了眼睛的老太太 你真的这么想 楚方 玩味地看着我 我感觉自己的瞳孔 猛然缩了一下 哭笑了一声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我现在感觉 你对四季哥的渴望程度 并非那么强烈了 所以我很好奇 因为我感觉自己学不会 四季哥之所以被你学会 我猜测和你四世无债会交关 那么对我来说 或许就成了鸡链 不过同时你拥有了四季哥 其实已经可以和我比肩 至少现在是这样 除非我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更高的层次 否则我不认为 咱杀鬼 杀人 还是杀妖怪杀 我比你强多少 楚方释怀地 对我摇头笑着说 我觉得 你还有一些事情在瞒着我 不是不想说 而是现在对你说 没太多的好处 有时候知道多了 也是一种烦恼 楚方敲了敲手指 发出大大的声音 倒也不是说 这种话是警告我 反而 我能从这里 听出一丝关心 我觉得可以试试 既然我已经踏足到 这个圈子里了 就该为自己做些什么 小说中的主角 不都是这样 先倒霉 后牛逼的 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 那为前辈高僧的 因果关系推测 也是正确的 那么就等于 老天给我迷茨 刷副本 刷到报复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不把握住 我觉得 不把握住 都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我终于 豪言重置了一次 楚方 却摇头说道 不要太乐观 你口中的因果关系 就好像一条线 通常会在你得到 丰厚奖励的同时 也会给你一些 你之前想都不敢想的障碍 让你去闯 我不介意地笑道 怕什么 不是有你的吗 你倒是真的信我 我指着房子说 等你把 当分给我的百万大价 分给我号 我就更信任你了 楚方忽然苦笑一下 要是我先给你两百万 然后让你答应我的要求 你会同意吗 我立刻点头说 当然 你是老板啊 楚方郁闷了 说道 早知道 我直接跟你谈钱好 谈什么因果关系 因为 你开始把我当做兄弟了 我在心里这样回答了他 下午 吴总带着合同 过来够我亲子 然后交给了专业人士 去转房子的 反正就是两个小时的事情 到了晚上 我的银行卡里 多了一百八十多万 老天爷呀 我有点哆嗦 之前我还是个穷光蛋的 这才几天的空谈 成百万富翁了 然后再看 出风 淡淡然的样子 这差距 算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曾经属于我的房子 嗯 又没房子住了 不过 我很好奇 为啥处方让我 把鱼缸拿回来 这东西 还要干嘛 我指着后面的鱼缸 奔处方 你傻了 这一缸鱼 代表你的残缘 当然要带走了 以后你住什么地方 这鱼缸 就跟你在哪 处方白了我一眼 哼 这倒是个好事 处方送我回到酒店 把鱼缸 帮我抬到了客厅之后说 明天找几个人 把这里东西都扔了 然后我带人过来装修 四爷 你打算拿这个做什么 开店啊 这么大的地方 不开店多浪费 饭店 谁开内 有泪有操心的 对了 这里有个地下室 你可能不知道 明天再来找找 里面据说有点东西 需要处理一下 说完 厨房推门出去 我太介绍想问 到底开啥呀 可厨房潇洒的 开车走了 就留我一个人 在这空荡荡的地方凌乱 看了一下时间 确实有点早 才刚下午三点 想着既然处方说 把这里的东西都清理掉 那就不如现在好了 也算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思索了一下 上楼 把之前早就给自己 打好的心卷 拿起来 但在一想 我现在也是个 百万富豪了 这些破烂 还要了做什么 挑了几件衣服 剩下的丢掉 丢掉 土豪了再也是 拎着个小朋友出门 拐弯 这里有一家快捷酒店 平日里 孤男广女的 没少往这里钻 跟吧台里的妹子 说开个房间 把东西放进去之后 想了想觉得 小说里可能 也不一定是骗人的 就把电话先拔掉 出门 我记得过两条街 有个天桥 那下面 很多收旧家店 旧家去的人 马路边上 有很多的电动摩地 就了一个五块钱 直奔天桥下 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 酒店里 被扫当了一个干净 估计 连耗子窝都没放过 反正这回 是真的空荡荡 但是 储方说的地下室 我始终没找到的 揣着两万块钱 储方根本看不上 这袋钱 我是知道的 但是 我也不能就这么拿着 看看时间还早 就给储方打了电话 说酒店被我卖空了 除了房子 骂都没了 储方也没问多少钱 只说 卖掉的钱亏你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我去贴面膜 得嘞 这些当奖金了 找了个小吃店 自己给自己点了两个小菜 顺手拿出风水基础液 打算边吃边看 吃完 回去睡觉 这时候 旁边的座位上 坐下了几个人 我歪头看了一眼 竟然是警察叔叔 他们年龄都不大 也不是 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 储叔 就在这儿 混那口吧 行 点几个菜吃完了 赶紧回去睡觉 被教授陈叔的人 就是我看到年龄最大的一个 估计四十左右 剩下的都是二十多岁 跟我差不多的 我本来也没在乎 打算吃完了就走 今天这个小饭店的人不多 上菜很快 我吃到一半的时候 那面已经开始上菜了 几个警察也就闲聊了起来 陈叔 今天下午 这个您怎么看 有个人开口问道 什么怎么看 自杀呗 陈叔不介意地回答道 自杀 陈叔 咱们就在这里说 如果判定自杀 真的是 没良心的事情 明眼人看着就知道 不是 年轻的警察 激动地低声说道 陈叔 放下筷子说 我从警二十多年 风风雨雨地经过不少 这种事情 不是咱们能处理的 我听说上头 已经找人来了 找人 找什么人 这是谋杀 怎么 咱们不能处理 小年轻的 很激动 眼看着就要站起来 陈叔 手压在他肩膀上 低声说道 很多事情 不是咱们能处理的 你要只想知道 就先学会 别过问太多东西 那年轻的 低声怒道 陈叔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不该找出凶手 为死者讨回公道吗 周围有人劝他 妈 别闹 陈叔也是老前辈来 注现你的态度 我态度没错 我想要给死者 讨回公道 我想让凶手 逍遥法外 这个王姓的年轻警察 郁闷地坐了回去 这时候 陈叔忽然低头 用极低的声音说 如果凶手不是人呢 一桌子的人 多数都倒吸口凉气 有人说道 陈叔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陈叔摇头说道 低声再大 两年前 那个灭门惨案 都知道吗 在夫人群里那个 几个年轻警察中 有两个赶忙点点头 陈叔说 那就不是人做的 这事太多了 千万别以为 咱们披着一身披 就能哪儿都去 一些地方 不要命的 知道吗 想好好地 安安稳稳地活到牢 该听话 该听话的时候 就得听话 该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要什么都不知道 行了 吃饭 吃饭 吃完了 快回家 回家 千万别再回去 动不该有的心思 我在一旁 微微点头 这个陈叔做得还不错 万一这是哪些东西 招了事 比如说你是警察 你就是超级警察 都得死 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吃过饭 我叫来老板娘结账 在结账的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那个姓王的小警察 好像满脸的不甘心 虽然我不会看下 但我觉得 如果老警察陈叔 说的是真的的话 这玩儿 今晚上 说不得就得没了 本想着提醒一下 不过 看看自己 算了 人可有命 随随然 拿着老板娘 找回的零钱 出了饭店 拐了一个味 回到了自家 把快捷宾馆 咦 就在我进门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门口竟然 停着两台警车 外面不远处 还有一圈警戒线 地面上 还用白色的笔 画了一个人形的图案 这让我下意识地 抬头向上看 正好看到 一扇玻璃窗打开着 接着 一个人影 在窗口闪烁了一下 就不见了 别不是刚才 他们说的他杀 自杀的 就在这里了吧 进了宾馆 门厅里的沙发上 坐着两个警察 叫我进来 其中一个直奔我而来 请出示下你的身份证件 这位倒是挺有礼貌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蛮 我指着巴胆说 我住这里 今天下午来的 请配合工作 另外你像个姓宗 能提供一下吗 我说 下午卖了点东西 我就在旁边不远的 那个酒店工作 老板让我把酒店里的东西都卖掉 重新开车 一直忙活到了 十点左右 很多人可以作证了 说完 我从兜里翻出一张名片 递给这位警察 继续捉到 这是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打电话 咨询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回去休息 太困了 警察收了名片 对我点点头说 留下你的手机号 随时需要找你 我指着巴胆说 那里都有我的信息 包括身份信息 警官对我点点头 我转身乘坐电梯上楼 到了我所在的楼层 我才惊讶 感情真的是这一层 这倒没催的 不但是这一层 还就在我隔壁 这日子没法过 咱们从认识处方 开始的那天起 我不是跟死人打交道 就是跟鬼叫这 歪头看了一下 门上贴着封条 我压下好奇心 琢磨着还是算了 有些事情真的 不能主动去招惹 说得难听点 我现在都是一身的麻烦 所以不管是他杀 还是自杀 都跟我没关系 可有的时候 你不去找麻烦 并不代表 他不来找你 这不 我正洗澡的呢 就看见门外 忽然多了一个人眼 要知道 多数宾馆的浴室门 都是那种磨砂玻璃的 而且我所在的这种宾馆 就更是带着那种 朦胧的光 从里到外 都可以看到身影 小情侣们 算了 我没啥经验 也就是个歪歪的角色 不过 现在就不同了 我是单身啊 我问了一句 谁在外面 我以为是服务员 或者服务生进来 他那人眼晃了晃 没有回应 猛然 林小玲所在的中指 忽然一寒 一股子寒气瞬间 就让我周围的水雾 化作冰茬 从周围落下去 这真的是 动作我一个哆嗦 脸都在一瞬间 被冻白了 我哆嗦着嘴唇 冲着手指都喊 林小玲 可能林小玲也知道 这算是惹祸了 寒气一收 可就在这档口 门外的人影 猛然一晃 消失不见了 我这才意识到 出了问题 恐怕 我又遇到那些东西了 来吧 老一辈的说法 这属于脏东西 之前我也挺认识的 自从看到 林小玲可悲的一面之后 我尽量的 不去说这样的话 小玲 跟你一样的 我林王擦了一下身体 推门走出去 现在我也算是 大胆 有护身符 有四季各 好一个 云魂厉鬼的林小玲 真的 来什么东西 咱还真不处 我问小玲 能出来吗 下一刻 一道黑物 从我的手指中 窜出来 徐徐落地 化作 林小玲的模样 冰冰的毛子 血红色的 整个身体 看上去 半透明 她悬浮在 距离地面 一指左右的高度 左右看了看 然后抬起一只手 指了指 窗口 我眼皮一跳 对林小玲说 妹子 这可是八老 林小玲眼皮一翻 悠悠然地 飘到了窗口上 她的手 轻轻地 一拍窗摊 结果 窗摊上 就出现了一双脚印 真的假的 我惊讶地 站在窗口 看着林小玲 以怨气催动之后 形成了脚印 刚才那个东西 就这么进来的 我指了一下脚印 然后指着卫生间 问林小玲 林小玲点点头 用手指了指地面 紧接着 地面上浮现出 一排脚印 正好停留在 卫生间的门口 看来 还支持来找我的 不是你找来的吧 咱们可是说好的 以后没我的同意 不许主动给我 找麻烦 我扭头去问林小玲 林小玲 缓缓地摇摇头 这费劲的 我从行李里翻出平板电脑 打算丢给林小玲 还是文字沟通 比较方便 可打开一看 怎么没电了 我咧咧嘴角 想到昨天晚上 林小玲 召了王仙瑞过来 肯定就是通过 这个给我发的信息 和家的好友 问题是 他没关平板 这会儿没电 我说 不是害我吧 那就算了 这个充电 我睡觉 你要乐意出去溜达 就出去溜达一圈 别走太远就行 说完 给平板和手机 都接上充电器 人跟着 一头扎在床上 至于林小玲 到底是回到我熟悉里面 还是真的出去玩了 我也不知道 昏昏沉沉的 我就睡着了 只是 我以为事情 就算这么结束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感觉自己 一个晚上都在琢磨 一次次看到一个 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孩 站在八楼的窗口 跳了下去 我竟然记不住 那张脸的模样 却偏偏记得她在笑 张开双臂 似乎在迎接谁的归来 然后一步迈了出去 哪怕是跌落在地面上 睡得头破血流 脑僵崩裂 那张脸上依旧带着 幸福的笑容 我一次次的被惊醒 然后又被固定在床上 泄入沉睡 如此的反复反复 一直到我感觉有一缕阳光 照在我的眼睛上的那一瞬间 我猛然坐起来 不停地喘息 摸了一下额头 全都是汗水 一次次地跟着那个红衣的女子 体会死亡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这时候 我撑着自己身体的手都在哆嗦 心跳的速度很快很快 但是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被鬼压床呢 可能性很大 也就是说 鬼压床了 这倒是头一次经历 问题是 为什么 而且还有个事情 鬼压床应该有鬼吧 昨天晚上的人眼 应该就是罪魁祸首 这个无庸置疑的 而昨天正好还在隔壁死了人 这或许也对得上好 问题呢 问题在于 为什么鬼压床 我的护身符 没有起作用 林晓菱呢 她可是约火力鬼 说难听点 林晓菱可算是 我的保镖吧 她似乎也在这一晚上 没有任何的动作 任凭一只鬼出现在我的身边 这本身 就有了疑问 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 这东西比较奇怪 似乎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 我要是没有受到威胁 她几乎是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 问题出在哪呢 再次把疑惑的目光 投向左手的中指 黑如墨的支架 显示着林晓菱还寄居在里面 林晓菱 出来给个解释怎么样 我拽出出满天的平板 开机放在我面前 磐腿坐在床上 问指甲里的这个娃 可我等了一会儿 发现林晓菱竟然不出来 我使劲的甩了一下手指头 怒道 林晓菱 给我出来解释一下 我还就不信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气哭哭的等着林晓菱出来 但她始终没动静 这让我越发相信 这件事情跟林晓菱有关了 我冷笑一下说 吐出来是吧 不解释是吧 行 我这就给楚方打电话 我收拾不了你 楚方一定可以 我做事拿手机 而且还是用左手去翻电话 这时候 左手忽然一兵 紧接着 感觉自己的手 失去了控制 第三十五集 随后 左手抬起来 指了指窗口 我灵魂了一下 站起来 拉上床帘 紧接着 黑鹰从指甲中飞出来 落在床上 林晓菱坐在平板电脑前面 手指熟练的点开电脑 然后对我发送了可口信息 那姐姐很可怜 她不是要害你 这是林晓菱 给我发的信息 发完之后 她扭头看了我一眼 再次化作黑鹰 回到我的指尖里 这样吗 我捏着下巴 林晓菱肯定 有事情瞒着我 这句话 我最多信一半 至少昨天晚上 如果她留在这里 我不相信 哪个鬼敢来 对我压床 给我不停地 在脑袋里 重复死亡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找我 我呆呆地看着手指 或许 林晓菱是诱因 这个可能性很高 对于他们来说 林晓菱能寄居在我这里 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而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 本身就不是人所能够明白的 也就意味着 只要我带着林晓菱在身边 这种事情 以后会不停地发生 而恰恰如此的 就是这一点 林晓菱似乎退去了 大部分怨气之后 变得理智了许多 可理智之余呢 似乎是在为我找麻烦 从王先蕊 到这个红衣跳楼女子 直接或者间接地 都跟林晓菱有关 我苦笑了一下 不知为什么 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一点 就对着林晓菱 继续的手指说道 看来你的存在 才是我这条路的根本啊 行吧 既然找我了 咱们就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那窗口和地方 就是隔壁了 咱过去看看 他既然没有害我的心思 那剩下的 就是别的事情了呗 我自己嘀咕了一阵子 看了一下时间 才早上七点多 厨房这会儿肯定没醒 你就不打扰他了 去洗了个澡 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后 我推门 走了出去 左右看了一下 走廊上 静悄悄的 我一个闪声 就窜到了隔壁的门口 正打算 偷偷地撕开封条 却惊讶地发现 封条被撕开了 难道有人进来这里 我扭动了一下门把手 发现门是虚掩着的 透过门范 看到里面有一个人 正在悄悄地翻着什么 要不要打扰一下呢 看来这一货 也不是个好东西 只是打算 发死人财 我现实地觉得 这个人应该是 宾馆里的服务人员 所以我咳嗽了一下 结果 我咳嗽声音落下去 下一刻出现在我面前的 竟然是黑洞洞的枪口 别开枪 是我 不知怎么的 我忽然就从嘴里 冒出什么一句话来 难尔也是一愣 然后表情很纠结地 拧在了一起 就这么个功夫 我看清楚 他穿的竟然是警服 不过我可害怕 赶忙一转身 先从门口转过去 躲开枪口再说 你是什么人 男人没出来 反正是在屋子里 大声问我 你用谁 我一边问 一边往边上挪脚步 慢慢地接近自己的房间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竟然没带手机 现在回去拿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打是打不过人家拿枪的 尤其是穿着警服 也不知道是真警察 还是个膝背后 真的 我还能周旋一下 万一是假的 我可不想陪李小玲 过日子去 想到这里 直错牙画子 心塞塞的 难道从此以后 我就开始走梅约呢 可转念给自己一个 莫大的安慰 要不是因为这个 哪能几天 就成百万富豪的 虽然我一直疑惑 凭啥处方 带着我赚钱 弄得我跟小说里的 主角一样 光环缠绕 但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 我会知道原因的 那个跟他打工半年的 口头承诺 我是不信的 好歹 我也是换了几年 社会的小油条 门内的那个人脚步声 逐渐传过来 非常急促 实际上 从我看到他 到他脚步急促地追出来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我是警察 你不许跑 我不跑 你大爷 你一样 领着枪在后面追 我不跑 不是傻吗 这时候也知道 钻进自己房间里 是多傻的事情 顺着楼道 趁着他还没冲出来 我赶忙冲下去 电梯都不坐了 顺着安全通道的楼梯 六七步就能从一层 下到另一层 果然 只有逃命的时候 才能跑得最快 难怪段子手经常说 咱们国家 想要拿短跑第一 后面弄几条稿 往死里追着咬 我没别的意思 绝对不是说 后面那个是披着狗皮的 绝对没暗指之类的一头 宾馆前台的小姑娘 只感觉到一阵风 从前面刷的一下掠过 正偷懒睡觉 抬头再看 又看到一道黑影 刷的一下子冲了出去 吓得小姑娘 哇的叫了出来 我前面跑 后面那个拎着枪的 紧紧的跟着追 我不停 他也不停 行 为了也不死你 我仗着自己 是村里娃娃出身 小时候没啥事 跑山断裂出来的体力 小爷给你好声 就这么着 我俩特默起来 从锁住的地方 一路开始跑 头半个小时 都是不停地冲刺 然后缓缓气息 再冲刺 后面 等跑到河边的时候 我顺着低暗 又跑了半个小时以后 实在是跑不动了 扶着一棵柳树 大口大口的喘气 侧头往后一看 那个人 跟着我不远的 一棵树前面抱着 指着我嘎巴嘎巴 嘴巴 愣是一个字 没说出来 我先说 我现在跑不动了 这家伙要是这时候 掏出枪来 给我一下 我不是死定了 寻思了一下 觉得这父亲人不少 他应该不敢 就对他张张手 气喘吁吁地说 你在这里不敢杀人 要不咱俩喝 好聚 好散吧 男人使劲地 吞了几口口水 眼睛瞥了一眼 旁边无浊的河水 我姑妈 他都有跳下去 喝几口的冲动 然后 我看他忍住了这种 没啥功德性的冲动 费力地对我说 我 我干啥要杀你 我 我都跟你说了 我 我 警察 我这才仔细地观察这玩 还挺眼熟的 好像在那见过呢 他说他是警察 我去 我一拍脑刮门 指着他说 你 你是 是不是小王 没错 就是他 昨日晚上 在小饭店里 看到了几个吃饭的警察之意 那个正义赶爆棚的家伙 他一愣 问我 你怎么知道他 我苦笑一下说 早说 我就不跑了 昨天晚上 咱冰果连接的小饭店 你们一群人过去吃饭 我就坐你们旁边 我这会儿 要晃过来了 干脆 往他身边走 直到是真警察了 我倒是安下心了 没了黑枪 我还真不出乎他 王警察也是一拍脑刮门 说 是你啊 紧呼之后 也跟着苦笑起来 这事闹 那你跑啥 他追问我 我翻着眼 别说 你拿着枪呢 我不跑 等死啊 我以为你是凶手 我还以为你是凶手 你怎么出现在那里 说实话的功夫 王警察就跟着向我走过来 这时候 我俩的距离只有几步之遥 他的手已经向后背了过去 我吐槽他 知道他这是准备掏枪 但我已经不在乎他这个举动了 笑着说 兄弟 我住在那个房间的隔壁啊 一早上起来 就看着有人在里面鬼鬼祟祟的 我就想看看 结果 你知道了 你举着枪冲着我 我要是不跑才怪了 王警察说 你真的住隔壁 这废话嘛 你们还有同事 昨天晚上 在楼下的打听里 读着我 问东问西的 让我配合呢 你要是不信 就问问同事去 我昨天的行送问题 也交代的很清楚 我就是个住户 老板跑了 换了个新的老板 昨天让我把酒店里的东西卖掉 今天早上 过去等他 王警察翻腰 双手扶着膝盖 抬着头 狠狠地瞪了 吴远叔 你就不该跑 我白了他 言说 你就不该套枪 你是警察 不是土匪 我以为你是嫌疑人 拉倒吧 我冲他白白手 哪个仙人杀人之后 第二天 跑回现场的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 笔拭了他一下 然后问 你又跑到现场干嘛 你那个昨天的 陈叔 对 他不是说 是排除了他杀吗 那是自杀的 我总不能说 隔壁死了个倒霉蛋 昨晚上压了哥们一宿 竟跟着跳楼了吧 反正这事 说出去 能有几个信的 我就是怀疑是他杀 所以 我找到证据 王警察一脸的正义感 这大白天的身后 都冒金光 哦 是太阳在他身后呢 我这会儿 也彻底划回来 深吸一口气 拭了个懒要说 没事咱回去吧 我请你吃早饭 然后你继续 找你的踏上线索 我回去等老板 我请你 王警官这会儿 倒是露出了 不好意思的表情 估计 他也是郁闷 我也不跟他客气 跟狗一样 追了我好几条街 请我吃顿早饭 也是理所应当的 吃过饭后 打个地 直奔宾馆 回到八楼 拿着手机 歪着头 看了一下隔壁 王警官还在里面 绝着屁股找线索 很自然的招呼了一下 下楼去酒店门口等处方 昨天晚上休息的 其实不怎么好 所以 我找了个太阳光 晒不着的地方躺下 打算睡个昏龙间 迷迷糊糊的 就感觉有人站在我面前 我冷不定的睁开眼睛 就看见楚方 正一脸笑眯眯的 看着我 我连忙走起来说 四爷 不好意思啊 昨天没睡好 楚方点点头说 昨天辛苦了 不过你今天 还得辛苦些 你说 咱们今天 要自己找一找 那个地下室 楚方对我说 我站起来笑着说 没问题啊 不过我昨天 已经翻了个底朝天 别说地下室了 连个缝都没看到 我觉得可能是疯死了 想要找到地下室 估计得把地面都翻一遍 这工作量可能有点大 我自己扛不住 楚方道 就咱俩找 这个地方 不能让别人知道 宝藏 我惊讶了一下 然后不由自主地 想到了关于很多 宝藏的电影 脑海中闪烁出 国家宝藏 这类的题材 楚方摇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老一代人只留下 只字片语 所以先找到地下室 看看到底是什么 我好奇地追问 那您家老一代人 留下的只字片语 是什么 楚方说 有藏 不可轻取 以三尊 镇压百年 曲张出力 没了 没了 就这个 我抬头翻着眼睛 思索了下说 当初王老板 在一二三层楼 分别放了三尊 不同的神 一楼是财神 二楼和三楼的神 我没见过 和这个有关吗 楚方点到说 有关 二楼和三楼准确地说 是巫神 远古时代的神明塑像 二楼的叫做子孙神 正门庇护子孙的 现在几乎 没人知道这个神 供养这样的神 需要大义力 从供养的那天起 就必须每天滴血供奉 你可以不烧香 但一定不能忘记滴血 王家三代人 供养了百年之久 我倒吸一口气 这个够狠的 谁像呢 王老板拿走了 被我送回家了 已经通灵的神像 他改了姓之后 不配拥有 楚方说得很淡然 好吗 跟强盗一样 不过 关我屁事 我笑了笑 接着问 那三楼的呢 三楼的是牧神 运古支带 兴奉的神灵很多 牧神是一种 很高级的神帝 具体的 我也说不清楚 重要的方法 和子孙神差不多 我也拿过去 送家里了 财神曾经在 那个年代 被打碎过一尊 所以 遗留的财神 去了灵气 我让汪家的 倒霉袋拿走了 楚方 松松肩膀 四呀 咱们现在 就去找地下室不 我看了一下 手机上的神仙 发现 已经接近十点钟了 就开口 询问楚方 楚方说 去买点东西 竟然是藏起来了 我相信 我那位老祖宗 一个是用了 手段 隐藏了地下室的住口 咱们需要用点东西 来确定 这个地下室的位置 我嗡了一下 这方面 楚方是专家 然后我们去买了些东西 折返回酒店 看着空荡荡的酒店 只有一个鱼缸 摆放在前壳 我说 能找到吗 楚方到 应该可以 老祖宗的手段 也不过是利用风水中的 巡龙点穴的手段 进行逆转 将入口风存 成为密室 我打算尝试着 逆转五行 扰论这里的风水 从中找到 最不和谐的地方 然后 他指着门口的 大铁锤和电稿说 我说哪里 你就往哪里打眼 记得 打了眼后 立刻用沙子灌进去 一直是吧 之前楚方提示给我 楚方点头 严肃地对我说 行 你就站在门口等着 剩下的事情 不用你 看着就好 我现在做的东西 是风水基础 三里面的 我自己用的也不熟练 安全为上 万一我控制不住 不至于伤人 我认真地点点头 这几天 我可是明白了 风水的厉害之处 楚方都严肃认真起来 更别说我了 更要小心翼翼地应对 我和楚方之前 去买了一些东西 这一次的东西有点奇怪 直到刚才楚方说完 逆转五行 开始摆放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他的目的 几块烧烤摊 用过的木炭 在燃烧的时候 被楚方用水淋湿 装了回来 在一家废品店里 搜出来的破铜 还在一家文物店里 买了一根一米长的 老宅上的房梁 上面 手指头粗的方钉子 就有好几根 钉子上 还有残留的 也不知道多少年前的 红布条碎线 最正常的 就是一个盆栽 里面是微型的景观松 然后 还有一大包 从河边挖回来的土 当然 B一倍的还有红线 这个东西 我发现 楚方用的频率很高 在《风水基础一》 这本书里 却没看到过太多 我想这东西 应该在 楚方的笔记中 能够找到 只可惜 最近两天 我跟楚方 跑来跑去的太忙了 也没个时间 认真的去理解 和吸收这些知识 此时似乎 对楚方很重要 所以 我看到楚方 在让我站在门口之后 严肃的拿出来 这些那个罗盘 左手托着罗盘 嘴巴里念叨着什么词 右手十指 无名指 并在一起 在脑门子前面 上下左右拐弯的 冲着面前 画着什么 然后 我听到罗盘 嗡嗡的发出声音 楚方很认真的 端着罗盘 在大厅和楚方之间 走来走去 时不时的停下脚步 用一根牙签 缠绕红线 固定在一个地方 这一手 始终是我想学的 红线不断 楚方端着罗盘 接着走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后 从楚方到打厅里 已经被楚方 布满了红线 这时候 我发现楚方 已经额头出汗 应该是通过 计算风水较位 脑子运转的 太快造成了 最后 楚方的红线用完了 线头落在了 我的面前 距离我不过一米 他对我点了下头说 进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踩到红线 我嗡了一声 表示知道 楚方把罗盘 放在了一个地方 那里是红线 最密集的区域 他放得很认真 几乎恭敬 最后 拿起之前准备好的东西 一样一样的 摆在特定的区域内 最重要的是 他把我昨天 招踩在鱼缸里 塞满了土 也摆了进去 至于如何确定 特定的区域 我并不清楚 只是有这样的感觉 当这些 都准备好之后 楚方直接 咬破了手指 确实对这四周 弹了几次 我心中数了一下 正好五次 五次过后 他一指 按在了门心处 口中喝道 众生广 故水生火 五行逆转 水翻土 烟气息断 七 他怀而刚露 我只觉得 屋子里一下子 湿上了许多 地面上无缘无故地 出现了许多 凝结的水珠 像极了梅雨天时 窗口的露出 楚方接着喝道 金圣剑 故火圣金 五行二转 金气散 火来半 再起 接着是怀烟落下 地面上 再次浮现出 一层蓝色雾气 只是 这蓝色雾气 有所不同 带着些许的 逐热感 如火炉中 蓝色的高微火焰 与此同时 天见地面的水珠 似乎也因为 这炙热的气息缘故 散发出 蛋白色的雾气 刚圣楼 过金圣木 五行三转 圣金敏 杀气重 三起 一层带着 血色的东西出现 好像是 红升上 散发的光 透过白雾和蓝雾 重叠在上面 在我看来 切开的角度 很奇怪 这些雾气 都没有散发出 红线圈顶的距 我的角度 可以清楚地看到 如同刀剑一样的 三种颜色 叠在一起 像结了一杯 鸡尾酒的色彩 只是 它悬傲 诡异 神秘 第一三十六集 楚方的声音不断 接着合道 转圣伞 木圣土 五行四转 流土不见晴天的木 四起 一层大约 三指厚度的绿色气息 覆盖在上面 竟然有着草木的清香味道 散发出来 这一发让我觉得 风水的可怕和神秘 又更加坚定去学习它 掌握它的信念 十胜虚 故土胜水 五行五转 逆天平 长水不上头 无起逆五行 楚方的声音 质地有声 可我却看到它的鼻子里出血了 但它的眼睛里充满着执着和坚定 第五层机关的雾气再次出现 这一次是金色的 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 散发着泥土的清香 五种颜色 代表着五种不同的属性 而这一刻 我才真正知道 为什么楚方会要逆转五行 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地下是 宝藏 他就是想要看看自己 到底是什么实力 和当年部下 这里风水局的前辈高人 差距到底有多大 相隔百年 一场较量 一场自我的磨练 我暗自在心里嘀咕 这一家伙太骄傲了 骄傲得印在了骨子里 楚方双手撑开 向前推 然后抬起来 就好像手中拖着什么东西一样 我看到 他的额头轻轻炸起 整个身体都跟着微微颤抖 不过 他的嘴角却露出笑来 五行逆乱风水 寻龙不见点 木门不见风 给我开 然后我就听到 那五层五色雾下面的地板 似乎炸开了一样 发出嘎嘎嘎的碎裂声响 但我还来不及惊呼 就看到五色的雾中央 忽然下沉了下去 紧接着 如同水漏一样 搅动起周围五色的雾气 旋转着 冲向中央下沉的局 杨莫 准备好 楚风冲我喊道 我联盟高声回应 没问题 楚风急步在红线之中跳跃 宛如舞蹈 你很难相信一个男人在跳跃腾转之间 给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美感是一种怎样的错觉 高大上的说法就是好像蕴含了某种东西在他身上 接天引地 那一刻好像他就是整个天地一样 通俗点的说 真神咯 随着漩涡的不断扩大 我终于透过缝隙看清了地面 其实没有任何碎裂的地方 只是凭空的好像漏了五个地方 正好形成了可怕的漩涡 正在猛烈地吞掉这些五色雾气 楚风的一妹烈烈作响 宛若成风 她站在一处手指一点 反手也不知从哪弄出一根箱 顺手一甩 一根箱就毫无声息地 戳入坚固的瓷炙地面上 这边 楚风一声低喝 我赶紧拿着冲击钻 这种手提式的冲击钻 因为不需要外界的电源 所以它其实挺重的 腰里还拴着几个带子 装满了黄纱 挑着路走 走到处方插下地根箱的地方 冲击钻直接打了下去 刚毕业那会儿去工地做过学徒 这玩意儿也用得不错 直接把钻头打到底 一股子怪文在我拔出钻头的一瞬间 就冲了上来 冲得我一阵头晕 左手一凉 一股子冰寒的气息 从手臂窜入脑袋里 我一个哆嗦就精神过来了 来不及敢接林小林 敢忙拽下沙袋 就帮你倒 这时候处方第二只枪 也确定了位置 我马不停蹄地继续打眼 倒沙子 当第五课完成了一刹那 处方拉着我 就往后面跑 大约跑出去四五步的距离 贴近墙根 就感觉地面一阵抖动 紧急着 咚的一下 就眼看着眼前的地面 垮了下去 一个巨大的五角形的洞口 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 太夸张了 紧急着 我感觉到一阵阵恶性 楚风的脸色 也不太好 他抓着我贴着墙根 然后那个五角形的洞口 直接走出了酒店的大门 出门极好 也是外 里面五星乱了 人受不了 等等吧 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好了 楚方弯着腰 手扶膝盖 看来累坏了 我看了一眼楚方 直接坐在了酒店门的旁边 楚方瞄了我一眼 也跟着坐到旁边 我在想 要不要和楚方说一下 昨天晚上的事情 在我想来 林小玲就好像一颗 不固定的炸弹 这一次只是鬼压床 下一次呢 我可不敢肯定 林小玲会做出什么来 毕竟他才八岁 就算是上天 为了补偿一些 给他开智 也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年龄 这个年龄的智慧 毕竟还是太低了 我正打算开口 楚方的电话 快而响起来 他站起身 举电话 算盘 你怎么想起 给我打电话呢 电话难里面说什么 我听不到 但我第一次 看到楚方是 打心里开心 如同面对老朋友一样 他接着说道 真的 行啊 来一杯 我去接你 晚上 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挂掉电话之后 冲我一笑说 有个朋友来这里 晚上一起去接一下 怎么样 这是个不商量 一是觉得来的是女人吧 楚方可能是朋友来了 太高兴的员虎 将人接着说 这家伙是一个贪财 又无法底线的家伙 你见到就知道了 知道为啥叫他算盘吗 这小子的虎身发起 就是一个 当个巴掌大的肩算盘 上面都是 玉珠子的那种 这倒是让我感觉到了好奇 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也是四眼 这个圈子中的人 好像还混得 风声水起 鸣声不跌的样子 而我看得出 楚方的骄傲 能够跟楚方成为朋友的 恐怕也是 实力很强的才对 楚方笑呵呵地 打了一个响指 说 一若搞定这里 你回去收拾一下 对了 你住哪呢 我苦笑一下 大哥 你才想起来 你家伙计连住的地方 也没有了他事情吗 我指了一下 旁边的快捷宾馆说 暂时住那里 楚方拎了一下额头说 不方便吧 我住的小区里 房子不少 你找个 买了落脚吧 我笑着说 好四眼 也不可 找财劲宝的 风水去咋呀 自己学去 学会了就弄 学不坏 就忍着 楚方白了我一眼 一副跟我混 还要我身手 真瞧不起你的样子 我差点没抱起掐死他 我才学几天 楚方补了一句 这样 最多我帮你选一个 风水不错的房子 至少会很干净 行吧 我点点头 这还像个老板的样子 虽然我觉得 我和楚方之间的关系 根本不像一个员工 和老板该有的 就这么闲聊 我也把刚才 想要说的事情 给忘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后 楚方说 行了 咱们快进去了 再进去 果然屋子里 那种令人恶心 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 我也真正看到了 那个五小星的地洞 到底有多大 其实 真不是很大 哪有只景 两米的样子 深度不可知 里面黑乎乎 楚方说 去把大厅的灯都打开 酒店的大堂灯很亮 我打开之后 看到楚方 已经站在了那个 五角形的坑旁 正低头往下看 我凑了过去 看到之前的地板 碎块都堆积在下 距离地面 大约两米高 里面黑洞洞的 还有一股子怪味 偶尔飘上了 怎么搞这音色色 我捂着鼻子 冲着洞口里说 没想到 洞口里还发出了回音 我脱口而出 够深的 楚方摇头说道 不是光是深 恐怕这下面 有很大的空间 我吐槽道 您这算转了吗 三层楼 这下面还加了一个 浮衣层 按照咱们这个市的房间 多出一百平米 你凭空 能多出两百万来 楚方摆了我一眼 撇嘴道 就知道钱 等一下我卖了房子 你要拿出一部分 给我去修桥 你家里的那座 我是以为人 点头应道 这是我应该的 把手电筒拿来 咱俩下去看看 楚方指挥 我负责跑腿 这本来就算是 分内的事情 之前也有准备 不过当时判断的 只是一个 比较大的地下室 现在看来 好像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 所以 我拿来手电筒说 所以 恐怕咱们准备不充分 厨方点点头说 小心为上吧 一个需要用风水五行 风藏百年 还要用三尊神 压百年的地方 更要让我家那位祖宗 如此小心谨慎 苦怕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过 现在就看看总没错 大不了 再出来 我嗡了一下 手电筒打开一道前光 射入黑暗 可我揉了揉眼睛 怎么就看不到里面 楚方发现这一幕后 从没说到 杨梦 你在这里 我自己下去看看 那怎么下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下去 咱俩下去 皇带有个照应 我晃动了一下手电筒 让光向下 可以看清楚了 掉下去的碎了地砖之外 还隐约有台阶 在碎块下面 完全 楚方摇摇头 我见他说的坚定 知道这种人 一旦定下了什么心思 恐怕很难一时之间改掉 别收到 那 我在这里等你 给你半小时时间 超过了 我就先去找你 楚方思索了下说 我把手机留给你 如果一两个小时后 我还没有出来 你就给算盘打电话 我惊讶 这么严重 地下多密 天上多奇 这种地方 本身就不合常理 放心 如果这有什么妖魔鬼怪 肯定弄不死我 顶多是困住我 算盘来了 加上你 应该就足够 把我弄出来了 楚方谨慎的说 我咧嘴说道 四眼 那咱俩下去 不一样 我们一起下去 肯定也困不住我呀 楚方摇头说 不同 算盘走的路 和我不一样 你俩搭配一下 反倒是比我更好 我也不再跟他顶牛 说 行 那我把我的手机给你 万一能接到电话 更好不过 说着 我拿出手机 递给楚方 楚方点点头 结果手机 又把他的电话给我 然后楚方再说 我再准备一些东西 放心 我不会把自己 置于险地的 我说 就是 发现危险就跑 小面最重要 经历了这些天的事情之后 让我深刻的明白 生命的宝贵 楚方回到车里 拎着一个小箱子 也不知道 从哪弄来个安全帽 也套在了脑袋上 帽子上 还有头灯 只是头灯上喊了花 我正准备帮他擦掉 楚方一歪头躲开 说 别打 我好不容易再画上去 哦 原来这也是个 符咒一类的东西 我善笑一下 说 行吧 那你注意安静 楚方点了下头 纵身跳了下去 我打着手电筒 算给楚方照过量 结果楚方的身影 下去没几步 就不见了踪影 而那个位置 正好是黑暗中 吞掉手电灯光的分界线 我哭笑 没想到 在这里工作一年半 就这么个破饭店 竟然接二连三地出问题 最重要的是 似乎人家 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开始布置这里 楚方的意图我不清楚 但是我猜测 恐怕这里的秘密 完全不像楚方说的 那么简单 要是真简单 用得着 奉上一百多年 也不知道楚方 凭什么那么自信 还是他本来就知道 亦或者 我看了看了一面 想到或许这下面 有什么是不想让我看到 或者知道的东西 也不是没那种可能 总之我和楚方的关系 还没那么近 这点 我一直都知道 而且我也在不断地提醒自己 一小时很快过去 中间我冲着空洞里面 喊楚方的名字 但是始终没有人回应 偶尔脑子里 会冒出下去的想法 但都被我生生地遏制住了 时间再过去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当第四个小时的时候 我真的坐不住了 使劲地 冲着低洞里面 喊楚方的名字 久久无人回应 只有空荡荡的回声 不行 我得打电话 给那个算盘 我赶忙拿出楚方的手机 可下一刻 我郁闷了 有密码 大哥 你能不坑吗 让我上哪儿救援 我使劲地冲着地洞里喊 太让人郁闷了 我绕着这坑口级的直着头发 最后实在想不到好办法了 只能坐在这里干等 幸亏 楚方之前让我开车 车钥匙还留在我这里 心里想着还好 楚方那个朋友 算盘 应该也算一个后手 只是不知道他几点钟来这里 是坐飞机还是火车 也幸亏楚方的电话 留在我手里 显然打不出去 但我还可以接 我忽然跳起来 忽然想到 可以用别的电话打一下试试啊 我真是个猪 赶忙从原来吧台的角落里找出电话来 好在这玩意儿没丢 当时想着以后处方能用到 就没扯掉电话 拨通自己的号码 结果连这三次 都是提示我不在服务区 忽然想不通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给我奶奶打电话 按照处方的推测 我奶奶应该也是个高手 可是这个电话怎么打 我现在根本没办法跟奶奶说 我也踏足到这个圈子里来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 奶奶不让我接触这个圈子的人和事 是不是和她有关 我根本不敢开口 倒不是显得五思思 我是怕奶奶要是真有本事就坏了 我现在身上的秘密可不少 学了符咒基础义 学了风水基础义 指甲里好一个运魂机的小鬼 而且我唱出了儿师 奶奶拿着棍子 逼着我学的四季歌 问题是我从来没唱过 这些还不算 我还认识了处方 直到了这个圈子 几乎是一只脚迈了进来 处方身上发生的种种神秘 已经让我有了高山洋志的错觉 可处方说我奶奶 很可能是最顶尖的死奶奶 那什么 处方是小山包的花 我奶奶就有可能是珠穆朗马峰 林小林鬼杖中呈现出的一幕幕 那个神秘的杀奸的老头 处方也只给了一个四爷爷的标注 距离顶尖还差了很远 可就是那样 处方都会恐惧 直接承认不敌 所以在某些时刻 不知道是处方 还是林小林鬼杖中的老头 以后这是我自己 把自己给催眠了 让我觉得奶奶高不可攀 无比神秘 同时的应该也是无比的神奇 也隐隐约约之间 让我对自己的奶奶 有了一层深深的敬畏 我都快咬破嘴唇了 最终还是没敢给老家打这个电话 因为态度的不可测的因素存在 即便是我现在屁都不懂 也能感觉到 这中间似乎有很大的 我不能去接触的存在 至少 现在我不能去接触 思来想去 在那个算盘没来之前 我还剩下最后一招 就是把林小林叫出来 当时历魂怨鬼 肯定比我强 思索到这里 我低头用和蔼的语气说道 林小林啊 帮个忙呗 楚风进去很久了 你能不能进去看看 我本以为呼叫林小林的成功 可能性不大 却不想林小林在我花园落下 就飘了出来 迅速地从黑雾凝聚成半透明的小丫头一样 我问他 你能下去吗 林小林飘到五角形坑洞的旁边 低头卡了卡 然后转身面向我摇摇头 我没推一跳 忙问他 有危险 林小林先是摇摇头 要跟着点点头 这倒是让我为难了 这会儿没有平板电脑 我和林小林的交流方式 纯粹靠梦 那倒是有危险 还是没危险 我郁闷地抓狂 发现没了处方在身边 我连个主心果都没有 感觉日子没法过了 那你进不进去 我问林小林 他摇摇头 直接化作黑烟 摄毁了我的指甲里 我满头黑线 看样子是没指望 但却是满心地担心 给林小林这样的厉鬼 都不敢下去 楚方一个人在里面 四个多小时了 让我有些恐惧 就在此时 楚方的手机 忽然响起来 在我看来 如同旧事一样的美妙 上面的名字是 糖蒜吧 我几乎激动地 滑动手机 急听电话 电话那头猛然传来 一阵哈哈哈哈的笑声 接着是一个 十分充耳朵的声音出现 嘿嘿嘿 楚海信 小爷我到了 说个例子 小爷过去找你 嘿嘿嘿 惊喜不 小爷还给你带来了点好东西 我家老爷子 送到你最近有一截 需要这宝贝话去 我这个亲孙子都不如 你这黑心肝的 快点说谢谢 不然小爷 转身就回去 我愣住 愣是没敢搭话 这位爷 也太猛了 楚海鲜 黑心肝的 楚风之前解释 这个糖蒜般的时候 也没说什么好听的 这他的朋友居然 也这个德行 相互吐槽的 很开心啊 电话那面先是 一吝声 然后立马 吝嗣喝的 孙子 妈的 是不是偷了 黑心肝的手剑 道理 小爷一个挂项 送到你孙子在哪 晚上着几十个小魁 压死你狗日的 第37集 我吞了口口水 这位爷好像 也不是个好脾气 这脾气抱着呢 那个 那个个毛 说地方 小爷过去拿手机 赶放小爷鸽子 今天晚上 你就等着哭呗 金蒜把一顿喊 我都能感觉到 唾沫星的在飞 手不自觉的 把电话从耳边 拖开一些位置 等到喊完了我才说 那个 蒜帆大哥 你要是有空骂我 就赶紧来 中盘路19号 过来救赎吧 卧槽 难免 嗷嗷的叫了一声 吼道 咋事 你可没有谁 语气中带着愤怒和惊恐 这或许 才是真兄弟 我在心里 暗自感叹了一下 也不因为 他骂人而恼怒 直接说 你赶紧来吧 我在这里等你 这时候不知道 开车去 再回来 远不如糖算盘 自己打车来得快 在糖算盘来之前 我只能在这里等着 别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又是半小时过去 我忽然听到有人 在外面喊处方的名字 马上反应过来 糖算盘到了 心想 这家伙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连忙推开酒店的大门 看得不远处 一个穿着一身白色的练功服 背着个大大的双肩包 正养着脑袋好 人很胖 个子也不算高 最吸引人眼球的 莫过于他脖子上 那手指粗的金链子了 跟狗链子一样 糖算盘 我招呼了一下 那胖子赶忙看向我 咧着嘴就跑过来了 问我 你是 储黑心招的小弟 他上下打量我 说 挺帅的 储黑心什么时候 换口味 喜欢小男孩了 我真想吐他一两口水 那是有轻重缓击 我急忙问他 你是糖算盘 什么算盘 叫我胖哥 你要不高兴 叫我糖棺水也行 说着话 他拍着我的肩膀 绕过我就往酒店里钻 我发现个问题 刚才电话里 还火起火了的糖算盘 现在竟然一副 很清闲的样子 完全没了刚才的简章 这让我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急忙跟在糖算盘的身后 开口问 糖 胖哥 这处方的 糖棺水 黑黑一笑 扭头说道 没事 刚才被你吓到了 坐车的功夫 我给他算了一挂 现在还没危险 再等等 也来得及 让这家伙吃点苦头 也是好的 还真是兄弟 算挂 我怎么现在觉得 这个胖子不靠谱呢 那胖子绕着五角形的坑洞一圈 嘴里嘖嘖作响 感叹道 老土就出人才 这风五行的风水菊 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起码是风水四段的范畴 国际的处方 可还在研究三段吧 以三段强行破四段 还用逆转五行破局 这小子也是拼了 他扎嘴接着说 跟个老东西比 不过算算年龄 那时候好像也差不多吧 要不是我刚才打了电话 给自己老爷子 还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个道德 这楚费心 好胜心太强了一些 这次吃点苦头也是对的 他们家那位老祖宗 可是号称三百年来第一天才 我就听着胖哥在那里 自言自语的唠叨了 这一货唠叨了好半天 才猛人注意到这一点 很不自然但善笑一声 让老弟你见笑吧 我摇摇头 这会儿可没笑的感觉 完全体会不到 这位胖哥的轻松 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胖哥 差不多就得了 咱们下去找处方吧 我怕他出事 我实在是担心的很 但是奈何自己没本事 这更加让我坚定 自己学本事的决心 求人不如求己 难怪菩萨都拜自己 行 跟我拿点东西 我们家老头子 让我带来这一玩意儿 看来是算到 楚黑心的结束 就在这里了 我也好奇之下面 是个什么东西 唐棍水放下了 他那个硕大的双肩背 从里面翻出一个 红布包的东西 打开红布 赫然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 同志八卦镜 这样没有 好东西 传了上千年的宝贝 这一玩意儿丢了 我可以直接 把自己拆了埋去 唐棍水 挑着嘴角说道 古董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唐棍水 猛人冲出我一瞪眼 何道 你小身上有什么东西 啊 我一声惊愕 却看到唐棍水 一只手一惊 冲出我 高高举起八卦镜 口中何道 鬼魅王俩 给小爷献行 赤令献身光 紧接着 我感觉手指一凉 一道鬼吼 林小玲是猙獰的 出现在我面前 坐视扑击 我连忙大叫 都别动 胖哥 林小玲 就这功夫 林小玲的爪子 都要抓到胖哥的心口上 我可知道 他那爪子是可以捏到实体的 也就是说 不光看着吓人 而且是真的吓人 至于胖哥 他已经把手指头 塞到嘴里了 这家伙下去 肯定 肯掉快手 这两个见面 就要死磕呀 可算 在关键时刻 两位爷 都没在死磕下去 我赶忙绕过林小玲 站在他俩中间 头上 冒着嘘汗说 两位 都别冲动 胖哥怒当 小子 你竟然养鬼 还是这种野生的厉鬼 你不要命了 让开 我帮你消灭了他 不然早晚有一天 害死你 林小玲那边 发出鬼笑 不用说 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让我躲开 他要弄死这个死胖子 憋着呀 这两位见面就死磕 我咋办 处方还在下面呢 我急忙说道 胖哥 这是林小玲 他给我签订的是平等器 是处方帮忙的 他知道真相 然后 我又转头 对林小玲说 小玲 别闹了 乖乖回来 这是处方的朋友 来救处方的 林小玲冲着糖棺水刺牙 胸向十足 接着化作黑烟 回到我之家里 糖棺水 黑黑一笑 哪里还有刚才的兄弟神色 说道 小家伙 脾气还不小 不过 你怎么沟通的 这可是 冤魂厉鬼 天生就无法 与任何人沟通 难道 你天赋一饼 这家伙 哪个正行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还低着头 往我下面看 想到我赶紧 加紧大腿 生怕出点什么意外 糖棺水 鄙视了我一眼 说 看把你瞎的 胖哥没那爱好 不过你这么紧张 别不是真的 跟楚黑心 有一腿吧 我接着 黑着脸不说话 这死胖子 怎么这么画牢呢 总官宣这干嘛 难道他针对 楚黑心 呸呸呸 是楚方 有什么念想不是 糖棺水 好像是贵恶性 拍了一下 我的手臂说 好嘞 我吓唬你了 让我看看 这里 到底是个 什么鬼东西 咱们下去 看看楚方的狼狈样子 也不错 手机 你有手机没有 记得 到丑陆下的主宫样子 我拿去换钱 咱俩对一半分 说完 还对我 挤挤眼镜 这算什么 真的是好兄弟吗 再一拍 吓得我一个嘟嘱 但唐棺水 却在此刻 轻轻地推开我说 好推荐 我要看看这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不管 当年楚家那位老祖宗 特点留了这么个地方 恐怕也是想磨砺 后人用的才对 我赶忙后退 而唐棺水 则拖着铜镜 面色严肃的 绕着五角形的地洞 走来走去 我才意识到 这个表面 嘻哈哈画牢一样的 唐棺水 绝对不是棺水的货色 也同样 没有否定之前 对楚方的朋友的判断 楚方那么骄傲的人 怎么可能他的兄弟 是水货呢 没点硬气的本钱 恐怕也入不了 楚方那种骄傲人的眼睛 只是不清楚 为什么他带上我 是真的当我是朋友 还只是一种另一关系 我甩甩头 实际上是自己想的太多 一个认识几天的人 可偏偏又让你兜里 多了一百多万后 你的想法也会和我一样 不知所措 我看着唐棺水的举动 隐约间觉得 他们似乎都学过风水符咒 套路好像也差不多 他捡起一些 处方之前用过的红水 反手拿着一些牙签 就插在了地面上 轻松无比 看得人轻恶又羡慕 似乎他们俩做这种 不但轻车熟路 而且非常的轻松 前车有影 后朔寻方 得令乾坤倒转 让我看到先前是 骑 唐棺水在地上 用牙签和红线 戳出一个图案 看不懂那是什么图 只是中间被唐棺水 很认真地放下那枚八卦筒记 他置地有声地念动咒语 随后一言不发地看着同镜 在我看来 同镜里什么都没有 可我偏偏注意到 唐棺水眼珠子 滴溜溜的转动 却好像在看电影一样 深色专着 可只有几秒钟 唐棺水就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打火 不行了 不行了 功夫不够 只能看到几个小时前的影像 我眼皮子跳了一下 如果我没猜错 唐棺水的意思是他看到了之前 我和楚方在这里的影像不成 那不是逆准时间去看过去发生的事情 虽然只有几秒 可可这也太恐怖了 想虽然是这么想的 可我还是连忙几步跑上去 搀扶着唐棺水 胖哥 你没事吧 我嘴上问的情况 也确实担心他的状况 还指望着 唐棺水救人呢 唐棺水摸了一下鼻子 放在眼睛前面 看了一下 黑黑小的 实际长得正好 就差一点 就见红了 我松开手 听他道 行了 别扶着了 胖哥身子裹 撞着呢 让我起上一挂 看看这下面 到底有多大的危险 胖胖子的双肩背 就好像一个白宝箱 我就看着 他从里面翻出了好几个 八成大的乌龟壳 还有一个扶入瓶子 军扭开了瓶子 倒出几十枚方孔铜钳 又在包裹的侧盘口袋里 拿出一个茶杯大小的竹筒 里面都是筷子差不多的竹签 接着又在里面翻出一个 拳头大小的黄布 很轻松的扑在地面上 最后 我不得不提 最后唐胖子竟然从 巨大的双肩背的背包底部 拽出一个蒲团来 我都没话说 除此之外 唐胖子还在包里 翻出来一身道袍 连道观都扣在脑袋上 一身道袍 怎么穿他身上 就有那么点 不伦不类的感觉呢 就好像看到个矮南瓜 在地上打滚一样 阿弥陀佛 我就是个名语 绝对没有坏心思 放在心里打死 我都不说出去 唐胖子表情很认真 非常认真而且严肃 他的表情就好像在做一件 十分严肃而且庄重的伟大事情 唐胖子的扑团 摆在红绳团的前面 隔着大约三十公分的距离 他庄重严肃地坐在扑团上 左手扶着右手的手肘 右手则搓指成蓝 如蓝花指 但不是那么娇柔 反而带着一种神圣的味道 他低声喝道 一命二远三风水 四级功德五读书 六名七相八境神 九交贵人十养生 十一择业余择偶 十二趋极要避凶 我来请瓜问一问 特上敬天香 他反手之间 拿出三根香来 顺势插在他面前 这一香我也没见过 是筷子粗细的 黑白两面的 他用手指虚点 口中喝 敬天 三只香上 立刻燃起红光 一阵阵黑白相见的香物 从燃烧的地方 缓缓升起 若我惊讶地发现 那些武器 凝结在半空中 扩散出去 正好形成一个 大约直径三尺的圆 且在我惊讶的时候 云中分割出一道曲线 赫然是一个太极图 图案悬浮在 唐庞子的脑袋上 这真的是 我不由得感叹到 四叶圈子里的种种神奇 如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难以想象 唐胖子一动不动 等到三只香燃过了三分之一 我见他头顶上已经是 几乎完整一张八卦图的时候 他开口了 景香问苍天 命运何臭流 前途是否有险阻 是硅甲还是金钱 说着 他丢到地上一只乌龟壳 还有三枚铜钱 我只看到他丢 接着他却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冲我道 小老弟 过来 抽签 说完 就把竹筒子推到我面前 我不已有他 现在只能听之认之的时候 况且看唐胖子的样子 可不像是普通的神困 更不是天桥下的大师 真本事是一定有的 我问 需要说出愿望吗 唐胖子点头 说 按照我刚才问的 问题就行 我连忙说道 请问 下去之后是否能平安回来 然后抽出一根签来 我看了一眼 上面不是大街上那种 写着很野惑的句子 只有四个字 龙困浅滩 就算我不懂解签 也能猜出啥意思 不由皱眉 问道 胖哥 这个 胖子接过去看了一眼 对我微微摇头 示意我不要说话 然后 他肃目庄严的 冲着八卦镜方向 继续说道 请到上千一枚 还请苍天示意 说完 他跪在不断上 冲着八卦镜的方向磕头 很响亮 而且很认真 额头 剑出阴红 随之而来 谁丢出三枚铜钱 好巧不晓得 正好压在桌尖上 正好将 龙 浅 瘫 三个字压住 只留下 单单的一个 鲲子 唐胖子看到这里 不由得皱起眉头 叹息一声说道 哎呀 得不偿失 我忙着问 胖哥 到底怎么了 唐胖子苦笑一声说 楚方被困在下门了 咱们此行危险肯定是有的 应该不算太大 可困子一出 就有些麻烦 想要出来 不容易 我这才明白 唐胖子不逛的方式 是我所不知道的 竟然是一种组合逛方式 来做战卦 那怎么办 处方已经下去五个小时了 他可什么都没带进去 要是困上几天 别说出来了 不饿死 也得渴死 我着急的说道 唐胖子看了我眼说 走 咱们出去 买东西 买啥 吃的 既然是个困子 就说明危险不大 可万一咱们进去了 也几天出不来 你是打算 切自己一刀啊 还是你和楚黑心 把我弄死 添肚子 我咧咧嘴 这个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走 这附近哪里有超市 咱们去弄水 买电池 买这袋罐头 喝点茶 和鸭子饼干 最好再弄个酒精炉 做好最好的打算吧 唐胖子站起身 将身上的刀袍 刀罐 斩下来 塞毁双肩 我说 我这里有车 主方的车钥匙 在我这里 唐胖子眼睛一亮 说 去打开 楚黑心一定有 好东西 留在这里 咱们都带进去 一人 一个大包 再带上个铲子 搞什么的 总归是错不了 我苦笑 怎么说的 跟出去野营差不多呢 不过转天一想 多准备一些东西 并非这坏事 这个唐胖子 看着唠唠叨叨 可没想到 在做事上面 这么细心 我们俩也不废话 先打开车子 让唐胖子使劲地翻 他在里面 只找到了 我之前见过的墨盒 剩下的红纸之类的 随便 揣了一打 放在兜里 然后让我开车 先找了一家 军用品商店 在里面刷卡 买了两个 最大的双肩包 以及一套 领人睡袋 和几个水袋 以及一些 军用自热型的罐档 和压缩饼干 另外 还有两把 多功能军用铲 可以当刀 当铲 当饭锅 当武器 又在药店 买了一些 维生素泡铜片 最后驱车 在直奔 最近的大润发 在里面 一顿扫荡 买了不少的 铁盒罐头 和瓶装水 等再赶回 酒店的时候 距离处方 失联 已经超过了 六个小时 我看到 连唐胖子 都开始着急了 时不时 他催促我 快点 再快点 就知道了 正式下去的时间 今天是晚上 七点四十分 距离处方 在下面 失去联系 已经整整 六个半小时 我和唐胖子 每个人 都准备了一个 大的包裹 还有一个 导演一样的 小马甲 里面 塞满了水和食物 唐胖子的说法 这叫应急的 万一出了问题 丢了包 也不至于 饿死砸死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动 我身上的东西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 随后 我们把两个 大包丢了下去 唐胖子 直接跳下去 没想到 那么肥的一个人 竟然可以 做到这样 他在前面 抬头说道 掉下来 我接你一把 我说 不用 我农村孩子出来的 这点高度小意思 说完 我一个纵身 跳了下去 寻好的 落脚点不错 非常的平缓 避开了之前 滴落下来的 地板砖石碎块 唐胖子对我笑道 不错 伸手挺利落 会打架吗 我谦虚的说 不太会 你谦虚了 唐胖子似乎 能看穿我一样 对我黑黑一笑 然后扭开手电筒 背上个双肩包 对我说 跟着我 里面情况不清楚 但是能困住 楚黑音的地方 咱俩 必须小心一些 你那个小鬼呢 放出来 在前面探路吧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摇摇头说道 不行 小灵不能做这个 一只小鬼而已 就算有损失了 以后 胖哥哥帮你再弄几个回来养着 诶 唐胖子说的一脸轻松 这或许 就是我和他们之间 最大的不同 在他们眼里 普通人和鬼之间区别 好像并不大 但是在我眼中不同 我尊重林小灵 就好像尊重 普通人的生命一样 第三十八集 不 我直接拒绝 而且只要唐胖子再说 我就会直接翻脸 唐胖子看了我一眼 笑了笑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纠缠 转时说 行吧 那胖哥在前面探路 对了 绳子 刚才准备的登山绳呢 再来拴上 之前准备的登山绳 是唐胖子要求的 只说里面情况复杂 拴在一起比较安全 我当然没有意见 只要跟安全挂钩的 我保证不会反对 挂上绳索 唐胖子看了看我 问了句 你跟楚黑心混多久了 喝什么 我哑然 摇头说道 一共才不到一周 基本上 什么都不会 他给了我风水基础衣 和符咒基础衣 我刚看了两天 身上有一个护身符 还有小鬼 现实的 我把我回四季哥的事情 隐瞒了下来 唐胖子敲了下自己的脑门说 第一段都没学会 这可糟糕了 你护身符给我看看 我从灵口里 拽出护身符 唐胖子看了眼说 好东西 灵气十足 拿好它 这不定会救命它 我摁了一下 脖子上 摘下护身符 将绳索 托在手边上 护身符 抓在手心 我用另一只手 抓着手电 向四周照射 却发现 四周黑洞洞的 灯光距离 我不到三米的距离 就什么都看不到 唐胖子说道 别找了 这里风水被困 乾坤倒转 昏光纳盛 除非走出这边区域 才能见到 我们想见的东西 我眉头跳了一下 隐隐觉得这里不简单 却没想到 唐胖子说的东西 我竟然听不懂 唐胖子可能知道 我在这方面是白定 一边走 一边解释 这里乾坤倒转 风水被困 实际上 就是脱离了 我们外面的自然定义 一定要解释的话 就好像 现在我们踩的泥 感觉是地面 但也许实际上 我们是倒过来 踩到棚顶 也说不定的 我追问他 我记得楚方 不是走在这个方向 唐胖子回头 看了我眼笑着说 走哪个方向都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到时候看到的路径 是不是能够选对 你可以当这里是一个障眼法 如果心性不定的话 就不敢坚持往前走 其实也算是针对普通人的一种保护 那肯定是有方法的 我想如果是普通人 怎么走都找不到路 对不对 我举一反三 想到这样的答案 唐胖子在前面打了一个响指说道 没错 从某种意义上去 这确实是一种保护 当然 我现在肯定的说 这个逆转乾坤的东西 是楚家那位老祖宗 设置下来的 说到这里 他停止了一下说 看着你脚下 这也是个窍门 不需要什么手段 这要是跟楚家熟悉的 都知道一些 我低头 去跟着唐胖子的脚步 却发现 他的每一步抬脚后 脚下都会出现一道痕迹 很淡 如果不是仔细的观察 根本看不出来 看到了 他问我 看到了 好像是脚印 对 故意留下的淡淡脚印 这份功力 我最少要在三十岁以后 才能拥有 唐胖子感叹说道 我则记得楚方说过 越是细小的东西 对功力的要求则越低 就好像当初林小林 用鬼杖弄出的墨具中 那个老头用拐杖杀人的一幕 而脚掌的面积 肯定比拐杖更宽 能够在脚下坚硬的石砖上 留下这么一层淡淡的脚印 好啊 我根本无法去评价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功力 而事实上 我根本就不知道 四爷这个圈子里 是如何定等级的 看来 以后有空 应该问一下楚方 大约走了十几分钟 前面的唐胖子 忽然停出脚步 转头问我 不要用吗 我说 会一些 小时候没少再喝里摸鱼 那就行了 我小看这里了 估计咱们带的东西 可能要丢掉一些 唐胖子说道 我很好奇 问他 胖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啊 这他们是困龙局 前面有一个乾坤道转 紧接着来一个困龙局 这明显是不想让人进去的地方 我只要再往前走一步 就要进入困龙局的范畴 现在摘下包 把里面的东西 除了水和吃的以外都丢掉 对了 留一把就用铲 我这里装的大部分 是水和食物 但也有一些别的东西 唐胖子的背包里 则是一些符纸 道具之类的 但也有一些食物和水存放 困龙局有什么 我不清楚 不过 看到唐胖子 如此认真的表情 我知道 肯定不简单 刚才那份轻松 在他的脸上 彻底的找不到 我俩摘取了一些之后 将背包的重量几乎减了一半 一个人身上顶多十斤 这个重量可还是包括行军产和背包本身的 胖哥 你说怎么做 我这里虽然帮不上你忙 但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我严肃的说 这唐胖子也是个洒脱的人 就这么说 一百首当 简儿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我虽然听在耳朵里 实际上 就为他的回答感到一丝丝冷漠 说到底 楚方才是人家兄弟 只要是遇到危险 我的死活在他眼里 就只能呵呵了 前面是困隆局 但怎么个困法 我却根本没办法理解 唐胖子向前迈出一步 整个人就突兀的 消失在我的面前 若不是还有绳索牵连 那感觉就好像是 凭空消失了一样 绳索那边动了动 实际我赶紧过去 我便放下了这个念头 跟着地上浅薄的脚印 迈出寂寞 下一刻 宛如场景被去做切换 眼前不再是黑暗一片 反而带着徐徐灵光 耳畔传来细碎的水花之音 我倒吸一口气 这什么地方 困隆局的所在 一百多年前的手笔 风水四段的顶尖之座 真吓人 唐胖子赞予了一口 却跟着皱着眉头 左右看了看到 楚黑心对自己真狠 要是我不准备周全 绝对不来这里送死 我眼前的困隆局很诡异 但又只有水缸粗细的水道 不知道多少个 就好像一个个的全眼 偏偏固定在一大片完整的石板上一样 每一个眼都是五角形的 这是人工的 我惊讶于这场景之中 目凑一下 方圆最少两百个平方 手电筒前光下照射到远处 依旧可以看到光的折射 想要举手之间 布下昆龙局 没有风水六段是做不到的 看来当初不光是那位 楚家的老祖宗出手啊 恐怕当初还有老一代人 跟着才对 这里有人工打磨的痕迹 应该不是六段高手所为 不然别说楚黑先下去 咱们下去 敌人死 胖子郁闷了一下 但仅仅是一下而已 看来他和楚方一样 对自己都有着超乎常人的自信 我听得有点云山无照 他们圈子里的道道好像挺多的 什么六段四段的这些 我勉强可以听懂 可说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布下眼前的这个东西 打死我都不信 可看到唐胖子说的又非常认真 我还真有点没底气 毕竟他们所在的那个圈子 有太多神奇的事情存在了 胖哥 你的意思是 楚方钻进去了 我指着眼前 只有水缸粗泄的水洞问道 感觉楚方是不是缺心眼啊 这要是潜下去 万一出不来怎么办 唐胖子笑道 这上面的石头顶多五十公分后 下面应该是一个水潭 只不过被强妙的石头扣在了下面 困龙嘛 故名思义 让龙出来 全盖上不行 只能用这种网状的方法扣死 再加上一些福禄风水局组合在一起 就算是条龙也出不来 接着他缓止了一圈 九九八十一个骷髅眼 阵阳在上面 下面是水稻暗帘 工程量巨大呀 现在猜测一下 恐怕楚家那位老祖宗的目的 恐怕不是李安子孙的 说不定 这里真有什么大秘密存在 说完这个 他转头问我 刚才问你会游泳吗 其实我就想到了这点 只不过没想到布局会这么大 本以为顶多是个小水滩而已 现在看来 恐怕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多了 真正的门就在水下 希望楚河县多长个鲜眼 进门之前留记眼 不然下去以后 可真抓下了 我点点头 我也希望楚方别犯案 不过看楚方交代的事情 应该不会出多大的问题 你绕一圈 看看楚河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我来准备一下东西 天知道我在下面 养了什么东西 我可没有楚河县的本事 咱俩下去 还是小心为妙 唐胖子指挥我 我欣然接受 而我则接受了唐胖子的另一种说法 那就是他们走的路不一样 依照唐胖子含糊的说辞 楚方应该是偏向于进攻类型的 而唐胖子似乎更多的像是一个符合型人才 却偏若奇一些 那我呢 我记得楚方曾经说过 我和胖子相互配合 会和互补 可互补到什么地方 你却没有提及过 是林晓菱 还是我的四季哥 一或者是我的护身符 我想楚方的话绝对不是无地放矢 只是他没有明说 又是为了什么 疑问很多 却无法跟楚方明智说 那种人就是这样 即便你问了 他依旧会给你一个非常模糊的答案 最终的结果还是要自己去想 猜对了 跟他混 猜错了 以后各走各的路 这个圈子不适合你 在楚方的世界观中 就是这样直径 说的难听点 四爷这个圈子 就是个聪明人玩的圈子 弱智和傻蛋早就被剔除了 就算留下的傻蛋和弱智 也会被他们玩死 别看唐关水 一副人畜无憾的样子 可他冷漠起来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 不也是一样 说到底 他们的圈子 不欢迎弱智和蠢蛋 只有实力强大 智商足够玩得开的人 才能加入 我呢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蠢蛋 几年的社会历练 也能让自己在聪明上加上几分 可实力呢 如果四季哥算实力的话 如果林晓菱也算错 我实力的话 或许 我已经有资格介入了 我就这么 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绕着这些水洞 还没绕到一半呢 手电筒的灯光 我一中 落到了一些东西上面 钱包 手机 还有皮鞋 我看到手机 紧紧确定 这些都是 处方留下的 联盟喊道 胖哥 我这里发现 处方留下的东西 那位唐胖子 哀了一声 因为相隔太远 我直接用手电 冲着来的风向 打圆圈 很快 唐胖子 跑到我这里 看了一下 地面上的东西 说道 这些是 储献的 我嗡了一声说 嗯 我他之前 交换过手机 这手机是我的 其他的东西 没动过 唐胖子弯腰 捡起钱包 打开 看到处方的身份证 就夹在里面 不错 是他的了 看来他不是 随便选个坑 就下去的 唐胖子捏着 就得下不劲 眯着眼睛说道 找找看 他父亲肯定 还留下了东西 唐胖子 眯着眯着眼睛说 手中的手电筒 开始撕下弹照 我跟着四处找 可什么都没找到 和唐胖子 会合后 我俩 甘瞪眼的 郁闷起来 唐胖子 哼哼的 嗯 不会呀 楚黑心 按道理 不学斜眼 怎么能 不留下点什么 说着他还不死心的 用手电到处找 我没偷背照 按照处方的一贯表现 除非这下面 真的的确安全 否则根本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 是唐胖子判断错了 显然不是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问唐胖子 胖哥 你最讨厌什么 唐胖子一愣 思索了一下说 爱干净算不算 算 我肯定的点点头 然后拿起 楚方的鞋子说 那我保证 你要找的东西 在这里 说着话 我把楚方的鞋子 举到唐胖子的面前 他脸色微变怒道 楚爱仙 你个黑了心肝的 算你疯子很 显然 我很有可能猜对了 就刚才 我们俩找过所有的地方 拿过钱包 翻过手机 唯独没有动过 楚方的鞋子 看来楚方 给我们耍了个小眼 都这时候了 他玩些还这么重 我吐槽楚方 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唐胖子 接着捏他呢 唯一的一丁点下巴尖 说 习惯了 其实 我早该想到 这一伙 就这么个东西 黑心肝 你以为白叫他 以前没少被他黑到 论心肝黑的程度 我们一大群 都比不上他一个 他 一大群 我惊讶于这句话 看来 楚方他们的圈子 和我想的 还有些不同 世家传承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的 找找吧 我说着 要接过鞋子 从心理上来说 我对翻边的鞋子 没那么大的抗拒心理 唐胖子 摇头说道 别见 还是我来吧 这小子指不定 又做了什么手脚 他在下水之前 可是有的是时间 玩一道的 说完 他屏住呼吸 把鞋子的正反面 乃至于里面的鞋垫 都翻出来了 唐胖子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 我隐隐约约似乎 感觉到唐胖子的怒火 在脑袋上 搜搜的烧着 我意识到 我俩可能又被耍了 手动的飞快 拿着手电 就照到之前 放鞋子的位置 看到石板上 刻着几个字 下挂 生水 胖哥 你看 我立刻提醒唐胖子 唐胖子眯着眼睛 看到那四个字 牙齿咬得嘎嘣响 尸手一丢 我就看到 处方的两只鞋子 被唐胖子 丢到水坑里了 打了个转 咕咚 沉了下去 唐胖子拍拍手 哼道 哼 让你狠心肝 这臭包的 真的是 有小人风范 一点都不吃亏 胖哥 这什么意思 我懒得大理 被丢下水的鞋子 管我屁事 却十分好奇 这四个字 代表着什么 唐胖子解释道 看到这里的昆龙局吗 实际上 就是个挂 你可以当做八卦看待 下挂 就是八卦中的一挂 代表着方位 生字 代表着下面路 走到哪一条 楚黑心不简单 这小子进步速度 让我观目相看 我依旧听不懂 只觉得好深奥 好难理解 最后一个字 是他在传递两个意思 恐怕这些 都是他第二次上来写的 而不是先留下的东西 第一个意思 恐怕和水有关 我怀疑 我猜测 这里面一定养着什么东西 而且个头 恐怕还不小 唐胖子狠狠的 第二个 下面应该是 五行风水局中的水字局 这一局局 相讨在里面 我越来越好奇 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说完这些 唐胖子对我道 你憋气的本事怎样 我说 七八分钟没问题 小时候憋气 专老憋 跟城里的贩子换钱 没少做过 差不多够了 拿着咱们的包 把灯伸绳 放长一些 咱们下水 唐胖子说道 我跟着点头 这时候脚想是没用的 以后 想要跟上四野的这个圈子的脚步 就不能有退却的心思 出现在我的脑袋里 唐胖子按照八卦的方位 找到了处风 留下线索中的孔 这个似乎 比别的孔要小一些 我看了一眼 挺着圆肚子的唐胖子 十分担心他 钻不下去 唐胖子也郁闷地 看着这个孔 咬牙切齿地说 赵黑心觉得是鬼 我说 换个地方进去不行吗 唐胖子白露眼 胡笑说道 嗯 我之前以为可以 现在看来不行 这下面 五星混着呢 不按照上面的水道下去 一准 被绕到什么地方去 想要找到 就更不容易了 算了 胖子我忍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找回厂子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是咬牙切齿地 咬多狠 咬多狠 就跟处风 是他杀父仇人一样 算了 我是真搞不懂了 在他们面前 我就好像刚接触 数学题的小学生 实在是搞不定了 跟着走 才是真理 相信 在没有巨大危险的时候 唐胖子也不会 轻易地丢了我 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想要踏足他们的圈子 首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无论是身体 还是内心 胖子忽然转头问我 兄弟 跟你商量个事 行不行 我好奇这家伙 或者用这种口吻 跟我说话 冷不定的 还不习惯 啥事 要不 胖哥 我打头吧 我水性也不错 我在前面跟你探路 我干脆 主动点数 省得人家觉得 胆小怕事 没想到 我想错了 唐胖子摇头说道 你不行啊 跟着胖哥就好 那您的意思是 把你指甲里的小鬼 紧出来用 只是 唐个水路 它是鬼妹 在水里没啥问题 而且这有危险了 它只要试井就可以 完牛可以试井之后 回到你指甲里藏着 怎样 第三十九集 唐胖子对我说 但与其是对我说 不如说 是跟指甲里的林小玲商量 我一阵无语 我叹息手 看了一眼 黑色的指甲 问林小玲 能出来帮忙吗 如果没处方 咱俩也干不成啥事 你的仇 还指着处方报呢 胖哥说的也不错 这有了危险了 你就回来 我保护你 这算是商量吧 希望林小玲 这一会儿 别闹什么脾气 毕竟我知道 胖子和林小玲之间 刚才的冲突 只是暂时过去而已 胖子似乎 更像是骨子里的味道是 看不起任何的 鬼魂历魄 而林小玲似乎 好像也比较 讨厌唐胖子 好在 林小玲现在情况 并非完全没有理智 更像是一个 小孩子在闹脾气 但又懂得 事情的轻重缓急 我指着话而落下 林小玲 就从我的指甲里 飘了出来 她出现的第一时间 不是面对我的 而是冲着唐胖子 做了一个很凶的鬼脸 这真的是鬼脸 我也出了一头的黑线 这一玩儿 真记仇啊 唐胖子还黑一阵音效 横道 小鬼 你还差点 不过是个一段厉鬼 想要下火 起码三段以后 现在我收拾你 都不会太费劲 好干活 不就是楚慧心 答案帮你报仇吗 胖爷也答应你了 认认真真地帮我探路 我回头找个凝杀点 帮你凝魂中火 只要你天赋不差 未尝没有机会进进 也许可以亲手报仇 也说不定 唐胖子的话 似乎戳中了 林小玲心中的某个点 我竟然看到林小玲双眼 红光闪烁 变得很亮 真是满意了 唐胖子打了个响指 说 你看 这不就结了 我之前灭你 是因为怕你害人 既然你和这小老弟 结了人鬼平等气 还是楚慧心帮忙弄他 那么咱们至少不是离人了 你也不用这样仇视我 如果没有这个 你依旧是一个一心只为了复仇的怨魂 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 更别说像现在这样 让我跟你好好说话 你要想跟我平等对话 起码要诡辩三的阶段才有资格 我插嘴说 胖哥 怎么看林小玲是诡辩记啊 唐胖子看了无言 笑道 你看他眼珠子是不是有一道黑线 那就是鬼的等级 变一次多一道 当九道皈依 就是传说中的鬼中仙 不过鬼仙啊 多少年没听说过了 起码千年没有过这方面的传说 可谓绝想 我这才注意到 确实如此 林小玲血红的眼珠里 确实有一道很细的黑线 如果不是仔细去看 根本看不出来 小梁 你同意了不 我问他 林小玲则直接顿入水中 用行动 给了我们俩答案 走吧 几分钟的时间必须找到路 否则就只能爬上来 重新开始 下去以后 注意安全 水下的事情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诶 难道楚方也是算计到了林小玲 这样的话 楚方对后续事情发展的判断能力 就有点可怕了 正因为这样 我再仔细回想 楚方说的那句话 竟然有些恐惧 他是连这个都算好了吗 每个人都发挥了他应有的用处 唐胖子有他的作用 林小玲也被算计在内 那唯独我呢 我应该处于 楚方算计中的哪个位置呢 可能是我想多了 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词 喜思极恐 唐胖子已经开始准备下水了 两只脚刚放进去 他就把五官都系在一起了 呲牙咧嘴地喊道 老子太冷了 要死了 要死了 最后是连串的交喘 那画面真的不敢再看下去 我啼啼嘴说 胖哥 要不我来吧 胖子哭上着脸 指着水窟窿说 你摸摸 我还真不信心 弯腰摸了一把身边的水 说我没说到 很温啊 一点都不冰 唐胖子也跟着补心说 不能啊 难道我生病了 我说 真的不冰啊 说这话 我还用手了起水 确实很舒服 感觉和体温差不动 一点冰的感觉都没有 唐胖子刷的一下 从水坑里窜出来 身手摸了一把 我蹲旁边的坑里的水 然后站起来就骂 你大眼的楚黑心 你二的真黑了心啊 坑自己胸盖 我他妈 要是傻了巴结的跳进去 动死我就算了 你他妈不是 把自己坑死了 叽叽喳喳 后面还有一大串 骂人的话 简直没法听 我被唐胖子一连喘的骂声 给惊呆了 等他骂够了 才气喘吁吁的盯着我 指着自己的鼻子 问我说 你说 你胖哥是不是看起来 傻拉巴唧的 我摇摇头 很认真地说 没 你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 都聪明 我 就我还聪明 来 你休闲场呢 来 冲着胖哥这脸 来下子 我怎么不活了 我 这一货 先是指着自己的脖子 然后抱着脸 蹲在地上 我安慰他 胖哥 你有啥想不开的 说出来 能好受一些 唐胖子抬头 用手指头 沾了点旁边的水 洒在脸上说 你看 你胖哥我受伤了 被楚黑心 被伤到了 我当的这兄弟 看他呢 在这个破地方 挖坑 坑你胖哥我 咱们回去吧 不就这孙子了 别啊 我一着急 冲火而出 咱们都到这了 您给个话 到底咋回事 胖子歪头看我说 你真不懂 我懂个屁啊 我 风水接触衣 还没看全呢 别不是这个坑 不对吧 我意识到 唐胖子郁闷的节点 在哪里了 唐胖子一排大腿说 就是这道理 这里是困隆局 一定要几个死地决境 所谓灵觉境而逢生 知道不 我刚才要下水的地方 就是决地 困隆局引煞的煞口 最是冰冷撤不过 而偏偏旁边就生门 楚黑信了干人的 这小子故意的 在这里故意坑我一下 他一定是算计好了 我不让你先下去 所以他是故意坑我的 我急忙说道 那雷小灵呢 唐胖子一歪头 耿着脖子说 楚黑信的 就是故意安排的 这个口 给那个小鬼下去 最适合不过 这里是昏龙局的煞口 那小鬼钻进去 对他凝炼身体的好处 不言而语 我这亏了心的 傻千刀的呀 我郁闷了一下 这楚风的心思 还真的是比女人还难猜 我指着温热水孔说 汉哥 要不咱们还是下去吧 这都六七个小时了 楚风郁闷的撇了我眼 一摔手道 没看到我伤心呢 扔狗日的楚快信 再多坚持一下 反正也死不了 我竟然无言以对 楚风啊 你说你这不是 自己坑自己的吗 六七个小时不吃饭 就算没事也饿呀 就这会儿 我就看到唐胖子 拿出一包 捡个力来 撕开就看 我还没来得及惊讶 他掰断巧克力 把馅饭节丢给我 赶紧吃 趁我下水 不用解释 赶紧吃吧 三口两口吃了巧克力 觉得肚子里 暖和了不少 胖子说道 走 跟我去就储黑心 那个 我问你个事 胖子站起来 站在所谓声门的 那个水洞前面 转头问我 你说 见到储黑心了 我揍他 你帮我吗 我嘴角直跳 连忙咬到说 我谁都不帮 行不行 行啊 那我就放心了 唐胖子拍着心口说道 我先说 你打得过厨房吗 胖子找出几个塑料袋来 这是之前买东西特地要来的 主要是为了装空气 按照之前预算的 每个人装三包 太大了人沉不下去 太小了 没啥用处 三个正好 是为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换气用 据唐胖子的说法 这在盗墓圈子里叫水废 准备用来走水路的 以前是用羊皮口袋来装空气 可以让人在水下 长勤15分钟以上 不过 我俩做的肯定就是水货 之前也考虑过 带上专业的潜水设备 不过第一个 我俩不知道去哪买 第二个 唐胖子说不可能有太深的水道 只是以防万一 所以塑料口袋成了我们俩装空气的水废 这一次唐胖子没有再跟着游泳 对我打了个眼色 是呼吸一口气后 直接跳了下去 看到两人之间的绳索 几乎到了极限后 我也跟着一头就扎了下去 扎进去之后 才看到不远处的灯光 唐胖子在那里指着一个方向 冲着我招了招手 我失忆地点点头 表示知道 跟随她的速度 往那个方向游过去 而后一道 红光极快地向我们游过来 耳边传了一阵低沉的叫声 是鬼叫 让我明白 那红光是林晓菱发出的 她很快就出现在我面前 宛如鱿鱼 绕着我转圈 因为没办法说话 我只能一边游动 一边比划手势 闻到前面安不安全 林晓菱也在用手比划 可我 我看不懂啊 我只能指着前面游动的唐胖子 示意林晓菱过去 可没想到林晓菱竟然画做一道黑烟 钻回了我的手指中 我这才猛然心情不好 前面有危险 我脸盲拽动 我和唐胖子之间安全绳 唐胖子停住身形 扭头看我 在他的耳朵旁边 比划了一个问号 是在问我 怎么了 我没办法开口 只能尖快速度游到唐胖子的身边 指着自己左手中指黑色的指甲 告诉他 林晓菱回了路 希望他能明白 之前他曾经怎么和林晓菱说过的话 这里没办法说话 林晓菱虽然是个小鬼 但他在用这样的方法在示警 里面有危险 这让我毛骨悚然 私下里不停地用手电搜寻 可能存在的危险在哪里 唐胖子终于发现了我的问题 准确地说 是林晓菱回到我手之后 给我带来的恐惧表情 他终于不再眯着眼睛 反而眼睛张得老大 跟着我四处寻找 大约几秒钟之后 胖子猛人对我招手 然后迅速地向着一个方向游动 我不已有他 算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但现在最好的做法 就是逃离这片水域 找到登陆的地方 一分钟过去 出了灯光所照的位置 周围一片漆黑 更麻烦的是 胖子似乎并非垂直潜水 而是不停地似乎在寻找方向 这让我心中多少产生了一丝丝交集 希望快点结束这种 处于未知环境中带来的恐惧 这时候 最关键的是寻找正确的前进方向 毕竟在水底的时间很是宝贵 绝对不能有太多的浪费 唐胖子在前面 先将手电打了四周 底部 反正是看不见也照不到 估计也没兴趣继续下潜进去 就算是想下潜也潜不下去 应要潜下去的后果 就是自己被这水压给压死 忽然之间 我的手电筒似乎在晃到了个什么东西 顺时 再照过去发现 是一条手腕粗细的铁链子 这链子不是在下面 而是在我们的头顶 头顶是上面 就是之前下来的时候 困隆局的八十一个洞口的石板 我却不知道这条锁链是用来做什么 于是我拉动了一下安全绳 看到唐胖子回身 我立刻手指头顶上方 手电筒也跟着照射过去 让唐胖子判断这个东西 唐胖子惊讶 然后脸上露出喜色来 指了指我和他 然后再指了下那根铁锁 明白地告诉我 跟着这条锁链走就没问题 这个水洞下方也不知道有多深 所以唐胖子和我 都很有经验的没有向下伸前 而是让自己的身体 尽量保持在水位上游部位 而后我俩非常默契地 顺着铁链延伸的方向 摇过去 七分钟后 唐胖子先受不了了 一只脚勾在铁链上 从腰部解下了第一个塑料袋 咬破一个小口 洗干了里面的空气 他示意我要不要吸一口 我摇头 表示自己还坚持得住 然后继续向前游 又过五分钟后 我停下打开第一个塑料水费 做第一次换气 而唐胖子则解开了第二个 若是再往前游 还不能发现上浮点的话 我和唐胖子只能够选择返回了 不然水费用完了 我还能坚持几分钟 胖子肯定得溺死在这水里 不过这时候 唐胖子似乎有了新的发现 在锁链位置旁边 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抓痕 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这石壁上拼命地抓脑骨 而且锁链也开始出现了断裂和破损的不味 我俩就跟沙利亚 拿着手电顺着光从这面看到那一面 别说 这时候水温还挺舒服 可我俩的感觉是浑身发冷 对视的时候都看到了对方眼神中的恐惧 这里有可怕的东西 看着架势 这锁链应该是用来锁住什么东西 但是那东西却挣脱了 并且是自己弄断了锁链 再看这铁链规模 锁捆绑的家伙快逃 绝对想不到哪里去 这个发现 让我们的心底被笼罩上了一层不云 天知道 满清在这下面曾经锁了什么玩意儿 不过 唯一庆幸的就是 这里已经被封存了少数有一百多年 就算是曾经锁了什么东西在这里 也应该是死掉了吧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竟然在打鼓 一股大恐惧 不知不觉之间竟然爬到了我的身上 在深水中 竟然也能感到毛骨悚然 我想要睁嘴喊叫 一连串的泡泡 从我鼻子和口中喷出去 慌乱的我赶紧掐入自己的脖子 吓死我了 我这慌乱的样子 倒是引起了唐胖子的注意 他停住前行的身体 回头比划了一个手势文物 大致就是 有事没事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 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和感觉 反倒是唐胖子似乎和我一样 按照逻辑排除了危险 因为 所住的东西不可能存活上百年 问题在于 她是否像我一样 觉得恐惧从未离开呢 就在这时候 林小玲从我的指甲中冲出来 指着侧方 然后又不断地摇手 再指着侧方 再摇手 脸上的表情 泄露出恐惧 这绝对不该是一个 厉鬼应该存在的恐惧表情 如同碰到了天敌 唐胖子也看到了这一幕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对我招手 表情也跟着脚灼起来 而就在此时此刻 我和唐胖子 同一时间发现了林小玲 只是出现了一点光亮 我心想一心 可算看到出口了 唐胖子同样惊喜的表情 挂在脸上 我没招呼林小玲 跟着向唐胖子 指着指那个光亮住 两个人打了招呼 开始发力冲着光亮的地方摇去 但林小玲猛然冲到我前面 用力地推着我 要知道 她能够接触食物的身体 只有手指 但力气极大 压在我的肩膀上 竟然一阵酸疼 她干嘛 不想让我出去 我一瞬间 想到了极重可能 但马上否决 因为看到林小玲的脸上 露出的是 焦急的神色 还带着恐惧 因为林小玲的关系 不但我无法向前游动 甚至还拖着的唐胖子 被我和他之间的安全锁 拖拽住 人向后一个列弃 而与此同时 林小玲的力气变得很大 她双手都压在我的双肩上 竟然推着我向后游动 我挥我双手 想要推开林小玲 可除去她的手指 我的双手 只能从她的身体上穿过 这一下 不但我跟着往后推了 连胖子都被拽着倒退 嘴巴和鼻子里 喷出一连串的气泡 估计唐胖子这会儿 恨死林小玲 我冷不定的 觉着那的光亮有些奇异 怎么那光亮距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 明摆着应该远了才是 我感觉到 林小玲推我的力道 越来越大 双肩的位置 已经变得很疼了 而那光亮好像 在追着我们跑一样 我慌乱中 手定扫过堂胖子 发现她也是一脸的懵逼 我靠 我意识到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咕嘟咕嘟吐出去 一连串的泡泡 林小玲根本 就是在救我 在那光亮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又一次拉近后 我总算清楚自己之前 那种诡异感觉的原因了 我俩的眼珠子 都快从眼眶里跳出去了 面前的光亮 哪里是什么出口的光线 分明是一只巨大的 水底生物的两只眼睛 那大小比灯笼似的 其绝大部分身躯 还是模糊 不可见 但是那体积 绝对是大的可怕 更像是一头鲸鱼 那玩意儿 应该早就发现了我们 一直 好争以下的 在原地看着我们 一点一点的 向它游过来 要不是林小玲 忽然横插一杠 现在胖子肯定 傻乎乎带着我 一头撞到 那个怪物的脑袋上 其实 这也是一些 水底生物的捕猎手段 以发光作为吸引源 吸附近鱼类 向自己聚拢 然后开始捕猎吞食 此时 似乎它感觉 距离我们已经足够近了 并开始 抖动去巨大的身躯 自黑暗中 现象而出 一张能狗一口吞下 一头牛蛋 血盆大嘴 迎着 向我们冲来 四周的水流 开始发生剧烈的激荡 唐胖子一阵惊呼 咕嘟嘟嘟的 吐出一连串水泡 跟我一样 去掐脖子 奈何脖子太短 手也太短 竟然掐不入 我只感觉一片黑暗 向自己清醒而来 好在 还有林小玲帮衬着 我们倒退的速度 还算够快 不过 按照这样的速度 被一口吞下去 也只是朝夕之间的事件 第四十集 就这么紧张的关头 我竟然想的是困龙局的问题 目前猜测 莫不是上面的石板子 想要困住的东西 就是它 我说没那个可能 然后眼看着那黑眼 越来越近 最后连林小玲都放弃了 扑扑化作一道黑眼 直接钻回了我的指甲里 似乎没了前进的动力 胖子那体重的优势 就完全凸显了出来 耍得一下 跟炮带一样 后发先至 一下子 冲到我后面去 我就看着它 撞在不远处的锁链上 紧接着 我眼前真的一黑 心想 反胆了 耳边 哭通一声传来 我整个人 泻入一片黑暗中 然而 外面的胖子 就在最后时刻 一处抓住了上方的锁链 所以 这怪物不光是 把我包在了嘴里 还顺带着 把我和他之间的安全绳 也卡在了嘴巴里 这使得怪物很不舒服 吞不下去 这么大一个活人 卡在嘴巴里 非常难受 所以 他不断地摇头 想要正断 我和唐胖子之间的安全绳 天地良心 卖绳子的人说 这个绳子 可以承受五千斤的拉力 关键时刻 坐牵眼绳 吊起小轿车 现在 他却成为了 我和胖子之间的羁绊 和救命的东西 真希望胖子 别在这时候 挤开绳子 自己跑掉 那我就真的死定了 这时候 我也无暇真的顾忌 外面唐胖子 到底会做何选择 我只觉得自己 被一团恶心的 粘稠分泌物 包裹着 一股巨大的吸力 自下面吸过来 我清楚地知道 自己要完蛋了 可现实地 去抓住 唯一的救命稻草 那根把我和唐胖子 联系在一起的安全绳上 我知道 自己绝对不能松手 否则 若真的被那怪物 吞入腹部里面 那估计 自己会被 即刻消化掉 天知道 这么大个头的 怪物 胃部里的 酸性溶液腐蚀力 有多可怕 估计 通个小胶汁进去 也能化干净了 其实 这时候 我反倒冷静下来了 感觉身体 除了被紧紧的 鼓住之外 也没有缺胳膊 少腿的 寻思了一下 就明白过来 还能活下来的原因 还能继续 正一下的原因 就是这怪物 竟然 没有牙 也不知道 是它本身就没有牙 还是因为 一百年时间过去了 原本有牙的怪物 或因为年纪大 或者是 因为被困在这里的原因 所以导致 牙齿消失了 总之 我发现自己 就是靠着这个 才侥幸还能 苟延窜窜着 不然 如果这个怪物 有牙齿的话 几下咀嚼之下 自己估计 已经成了肉泥了 我可以感觉到 怪物身体的晃动 企图一次来摆脱 我和唐胖子之间的 安全绳 可这绳子也是 我最后的希望 我甚至强行 在这紧错的环境中 滚了一圈 打死 也不打算松手 内心苦笑 这就是 皮肤汗术一样的 挣扎呀 可谓是 生死由命 成败在天 行不行 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外面的 唐胖子说了算 唯独好奇的便是 楚方怎么没碰到 这玩意儿 我不想放弃 也许 还有方法自救 我使劲地摸索着身上 我记得 我把行军铲 就放在背包的一侧 你想吃我 我还想弄死你呢 一狠心 我打算来干 鱼死网破 同归于尽 按照生物本性的角度 这要咬住的猎物 是不大可能 张嘴吐出去的 也就是说 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大了点 但总好过 我自己一个人死吧 说到底 我这性格里 还有这一股子野蛮的尽头 摸了两次 我就摸到了 挂在背包旁边的行军铲 这东西 当时卖行军铲的老板 给我演示过 一侧锋利得很 可以切菜 可以砍柴 现在 我要用它跟这个大家伙 同归于尽 我用力的向前一样 就感觉行军铲 戳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上 紧接着身体猛人剧烈摆动 那怪我疼得使劲摔脑袋 成了 我猛人一息 被你咬起来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靠不弄死你 弄不死你 也更死你 这就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我就没指望能够自救 甚至都不期望外面的唐胖子 能救我 事实上 就算唐胖子拆开 我们之间的安全绳 我都不会怪的 谁让咱命不好呢 再者说了 这么大根东西 只这一个人来救我 本身就不实际 不如来点实际的 同归于尽吧 再说外面的唐胖子 他傻眼了 怎么搞的事 那玩意儿 把人给吞拉 说心里话 他在那么一瞬间 真有心思解开安全锁 然后自己跑了 死道友 不死贫道吗 况且 才认识几个小时 谈感情什么的 都是假话 现在这种情况 怎么就跟钓鱼一样呢 只是不同的是 唐胖子抓着 那铁链跟大鱼较劲 第一次 那怪物挣扎的时候 唐胖子还能死死的 抓着铁锁 当第二次猛烈甩头 唐胖子显现 被甩出去 别说拆开身上的安全绳了 就是把自己固定住 都困难 心里把楚海欣 骂成了蜂窝没 唐胖子 也被那怪物 甩得来火 要么是脑子发热 要么是抱脾气 双手一绷劲 死死的勾住铁锁 顺势把身上的 一个爬山用的挂钩 扣在了铁锁的缝隙中 好吗 这一松手 唐胖子成了铁锁 和怪兽中间的 一个球 铁锁被固定的非常牢固 怪兽当年不知道 如何正通 显然也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他想要甩开唐胖子 但似乎又对铁锁 非常的顾气 不敢太过靠近 不然 依照唐胖子和怪兽之间的距离 他完全可以再来一次吞噬 把唐胖子也吞进去 可能就是这种 对铁锁带到骨子里的恐惧 救了胖子一命 不过现在看来 也把唐胖子折腾惨了我 唐胖子没被甩几次 就吐干净了肚子里的胖子 正打算把最后一个塞嘴里 猛然看到那怪物又一次剧烈的挣扎 紧接着从嘴里还吐出一片片红色的血来 唐胖子用尽全力把肚子里仅存的气都给吐出来了 手劲一松 最后一个塑料口袋脱手而出 唐胖子眼睛里露出绝望的色彩 那小子搞了什么 竟然把这个怪物弄出鲜血了 这下老子完蛋了 是的 我也要完蛋了 这怪物可能真的被我刺激到了 发狂的一样的甩动脑袋 你倒是张嘴啊 可我怎么感觉身边挤压的感觉越来越紧 耳边扑扑两声 很明显的告诉我 我的塑料袋被击破了 接着是整个身体处于一种大力挤压的范围 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不由自主的吐出胸腔里仅存的空气 这是要憋死我 我感觉到怪物又一次大力的撕扯 不由赞叹唐胖子 跟我一起竟然还不撒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然觉得腰间传来一阵大力的拉扯 紧接着耳边传来 如同开酒瓶时发出的扑扑声 就这一下我就被拉出去了 原来是那怪物甩动身体挣脱的太用力 一下子我甩出了嘴巴 周围急速的水流在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我这时候的意识已经有些潇洒了 人也迅速陷入缺氧状态 四周的水流再次开始振扎 那头怪物又一次冲来 几乎快要昏去的唐胖子 吓死的拉着锁链向上一蹬 正好带着我躲过了怪物这一次偷袭 但是怪物游过去时 带动的快速水流 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我的身上 一阵悬晕 胖子也同样不好受 抓着安全伤的双手不由地松开 铁链落下去 正好落在了怪物的身上 而且是卡在了类似于鱼鳃的一个围着 这一刻老天都站在我们这一面 与此同时 那怪物的双眼发出强光 只感觉我好像要被抽出身体 下一刻 我一直钻在手下里的虎身符 发出灼热的气息 将这种感觉一下子驱散掉 而与此同时 我感觉唐胖子挂在脖子里的东西 也散发出这种类似的气息 可以说 这个时候 我和唐胖子都已经失去了挣扎反抗的能力 但是那铁锁好巧不晓得正好卡在了 怪物的腮部 弄得怪物自己也有些阻辣 他自己也没办法把铁链弄下来 但是自己鱼腮被卡住了 又让他无比难受 怪物拖拽着铁链开始游动 而铁链又拽着我和唐胖子 像是一道水中的雷剑 而后 到了一个水域下方后 怪物扑腾一下冲了上去 并且跃出了水面 这时候 怪物身形才算是彻底展现出来了 这条体型和鱼差不多 却有着自己显出特征的生物 身长将近15米 有着短小的四肢 皮肤像是吸引 但是身上的其余部位 都像是鱼的外在表现 哪个头就是一颗大鱼头 却显得格外猙獰可怖 在他的身体正好处于磅空中时 他开始拼命抖动自己躯体 卡在其鱼腮位置的铁链 被鸡抖落下来 唐胖子在最关键的时刻醒来 也不知是不是苍天有眼 他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 短短的零点几秒 解开了链子上的安全扣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唐胖子肥瘦的身躯 就被那怪物的尾部一抽 砰的一声 我和唐胖子要如发球器中的棒球 直接被抽飞 我只来得及看到唐胖子 一口老血就从嘴巴和鼻子喷出去 还没有做任何的反应 啪 两个人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几乎是同一时间 唐胖子和我都顾不得摔得疼痛 爬在地上开始拼命地向外呕吐 肺部里呛进去的水 整个人也开始逐渐清醒过来 那头怪物也是重新落入水中 剪起了一片水花 嗷过之后 唐胖子直接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而我则惊讶地看着周围 低声问他 这什么鬼地方 唐胖子吐了一口血 哭着脸说 被兴趣的给害残了 胖哥 你没事吧 我勉强坐起来 把身后的背包放下 里面灌了太多水 然后也没站起来 爬着向唐胖子的方向过去 唐胖子努力地翻了个事 说 还死不了 你胖哥皮糙肉后 吐点血就没事了 接着扑扑 又是一口血 这是受伤了 我紧张地爬过去 想要看看 是不是骨头断了 可 可唐胖子身上的肉太多了 根本看不到 只能无奈地问他 胖哥 你感觉哪儿不舒服吗 胸口肋骨之类的地方 疼不疼 我现在还是十分感激 刚才唐胖子对我的不利不计 这兄弟 真仗义 唐胖子看着我真诚关起来的脸 不由得扭动了下身体 把脑袋测向另一个方向后 回答我 没事 让我缓缓 你那小鬼不错 救了我命名 小鬼 你胖也记恩情 这次救命的事 我以后还你 保证不让你觉得吃亏了 这份承诺来得不小 我感觉到 左手的中指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显然 林小玲都激动 唐胖子说道 老弟啊 你让胖哥躺一会儿 顺便警惕一下 那东西虽然不能上岸 可咱们 也没办法 越路返回去了 我意识到 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 似乎 微微醋眉 我一屁股坐在 唐胖子的身边 问他 胖哥 咱们走错了 那还怎么救处方 救 一定得救 找到他 玩儿那话 狠狠地揍他一顿 你就负责看着他挨揍就行 唐胖子咬牙切尘地说 嘴巴里还渗出 一丝丝血墨子 别提多狼狈 哭他 身后的水面响起来 巨大的身影 再次跃出水面 那灯笼一样的双眼 在半空中 直勾勾地 盯着我俩 但马上 又跌入水中 唐胖子说道 没事 那东西不敢上来了 我这才有心思 打量周围 这是一个 不算大的空间 头上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细碎地 贴在上面 发出淡淡的光 微微闪烁 宛如夜晚 明亮的夜空 让这里可以看到东西 周围是石壁 看上去不像人工 开凿出来的那种 之前的手电筒全丢了 幸亏包里还有备用 我翻出手电筒 打开手电 向上找去 发现上面 亮闪闪的东西 竟然是一粗粗的苔显 真的是神奇 胖子在一旁说道 那是万年兰 古墓里最容易栽培 这种的是人工培育的 自然间没有 你的意思是 这是古墓 我惊认于 我惊认于唐胖子的回答 唐胖子皮皮嘴 用衣袖抹了下嘴角 撑起身子 说 谁知道呢 看着不像 你休息过来没 我点点头 这会儿也算恢复了一些体力 看着唐胖子站起来 我也跟着起来 这才发现 唐胖子的背包不见了 胖哥 你的包呢 没了 刚才掉水里了 唐胖子苦笑了一下 这一下好了 他里面东西可金贵着呢 处方的那个 起行怪状的 葫芦斗墨斗 唐胖子祖传的铜镜子 好一些东西 可都在他身上 可现在 我觉得哭的心都应该有了 唐胖子倒是看得开 说 减条命就不错了 东西沉水底以后 能捞出来 也不算就 至于那个东西 早晚弄死他 你帮不是还在吗 有吃的就想 饿不死人 就有希望 我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这里面有怪物 给守着包 比方保险 跪裂都安全 唐胖子拍了拍 哭腿子 到 走吧 这里应该是一个 临时的安全出口 咱们要找 储贺信 困难重重啊 顺着石壁 最终 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一个 比狗东能大一圈的涌道 唐胖子 哭着脸 看着这个涌道 扭头问我 你说 胖哥 能钻进去我 我也跟着汉眼 这事 真不好说 唐胖子 太肥了 这个洞似乎 有点窄 胖哥 要不咱们 再找找出路吧 我真的把 唐胖子钻进去 再卡在中间 那就彻底完了 到时候 没死在怪兽嘴里 也饿死在洞里 唐胖子先后左右走了几步 回头问我 老弟 你信我报 我立刻点到处 信啊 那就行了 一会儿我走前面 如果碰到我过不去的 你就在后面 时间踹我 我估计 这个涌道 不会太长 应该能过去 唐胖子掰着他那 短粗胖的 手指头说道 我苦笑着说 哥哥 你这是玩命啊 唐胖子黑黑一笑 指着我们身后 不远处的那个水坑 使劲地挺了一下腰 难道回去 跟那个东西来一下 要知道 里面还有一个 十五米走的大家伙 等着我们 我的行军铲 还卡在那家伙的嘴巴里呢 看着唐胖子如此激动 我打去的 您这是升等不计啊 那么大 你也有兴趣 小片懂什么 走起 包给我 唐胖子跟我说的 我说 哥哥 这包你得保护好了啊 唐胖子掰了我一眼说 得嘞 哥哥我懂 我先说 懂 你还丢一个 胖子拿出安全绳上的卡扣 直接扣在了双肩背的锁扣上 好在 我们买的这种登山包上 本身就有 为卡后预存的铁环 胖子扣好铁环 拍了下双肩背说 看看 这回妥妥的没问题 我说 胖哥 你身上的马甲 你能脱下来 能缩小一些体积 胖子瞪了我一眼说 确信眼了 是 什么都能脱 就这个 必须留着 关键是个救命的 我哀了一声 没再说这个话题 唐胖子 先把双肩背包 塞进洞口 然后回头跟我说 记得啊 关键是否往死里踹 千万别让我卡撞 我黑黑道 放心吧 胖哥 踹不死 我不是你兄弟 啊 唐胖子哀怨的 看了我一眼 将口袋里 被用的一枚 微型手电筒 耍在嘴巴里 一口 就坐了进去 我 唐胖子很艰难的 钻进去了 一位安全上的员工 我距离 唐胖子 不超过三米 这个洞很干燥 甚至连碎石都没有 除了凹凸一些的石块 在爬向的时候 会让人觉得 个膝盖 偶尔发现一片 干枯的树叶 我刚用手指摸一下 就化走了肺灰 这 有点不太正常 唐胖子的声音 在前面传过来 哎 干什么玩意儿 这这个汤 老古怪 小黑点 我刚看着这样 我还有一个 开心的东西 我很好奇 我已经看到了 枯叶化作飞灰 难道还有什么事 更不开心的 紧接着 我就看到了 让我开心不起来的东西 一片 指甲盖大小的鳞片 这种鳞片 我也见过 只是比它 小很多而已 但确实 没少见过 所以即便是 手指甲那么大的鳞片 我也能一眼认出 我停住爬行 拉住 唐胖子问他 胖哥 蛇脸 第四十一集 我知道 唐胖子 往前爬了一下 一直到 我怀疑 一直到我俩之间的 安全绳绷紧 他才停止爬洞 那你想回家 跟那个玩意儿 再弄一擦 我郁闷地说道 可这么老大的玩意儿 咱们碰到也是死啊 胖子 胖子想回头 扭着屁股 扭了几下 没转过来 郁闷地说 都运气呗 万一真碰上了大家伙 咱俩总能活一个 回水里 咱俩都得死 我实在没勇气去说 我挡着 你跑这样的话 谁不怕死呢 这时候 我的左手中指 忽然跳动了一下 但不知为什么 我就没有说出来 这个事情 换了个话题问他 胖哥 水里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看李小玲 似乎很怕的 一条鬼头龙里 正常也就 一只左右上 这个是变大的 很大的鬼头龙里 本来只对 妖魅魂魄 有克制能力 现在可以吃人了 干嘛的 这么大个的 头一次前大 唐胖子吐槽 一样的解释道 难怪了 我点点头 差点 没撞到后脑勺 我和胖子 继续爬动 直到十分钟后 胖子停了下来 我以为 唐胖子卡住了 赶忙问 胖哥 你卡住了 没 差道了 唐胖子说道 差道 这下好玩了 我们算不算 被困在这里了 别说困隆了 人都困住 我郁闷的说 你说楚方 留下那几个字 是不是也是坑你呢 那倒不是 他说的对 我做错了 唐胖子好半天眼 我觉得 他是郁闷了一下子 才这么回答我的 怎么解释 我惊呼一声 没想到看着聪明的唐胖子 竟然犯了错误 我之前一直深深地以为 楚方真的黑了心肝 在这种严谨的时刻 还能开玩笑 可没想到的是 唐胖子竟然承认错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胖子没有选择岔口 而是选择停下来 似乎前面的位置挺宽 他竟然能够坐下 缓缓说道 这次的事是胖哥坑你了 下挂 生水 不是分开的 他的意思是 下挂生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分开些 但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是我错了 不该按照平常理 稀稀嗨嗨的想法 去看待厨房的这几个字 唐胖子用手 按了按周围 似乎在寻找什么 但嘴巴没停 接着说 下挂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挂项 如果生了水 不如说是前途不明 有险有阻 所以他真正的下挂生水的意思 是让我们避开水路 再想别的办法找的 我相信他一定是从水路进去的 也肯定是发现了那条鬼头龙里 取而复犯 匆匆留下几个字 如果我猜的没错 最开始 他应该只留下下挂儿子 给我们一个选择口而已 生和水两个字 应该是指甲后 再次回来后匆匆写下 这才有了字体之间分开的错觉 让我以为是独立的 我不明白 我绝着屁股 觉得难受 想坐起来和唐胖子一样 发现 就我所在的位置很矮 我干脆趴在地上 让脸贴在地面 感觉还很舒服 干燥 而且没有细沙粉尘 干净的有点过分 细细的用鼻子清秀 还能闻到一丝丝 说不出来的味道 挺好闻的 唐胖子那边说 水路是一定的 只是他留下的位置 是下挂生水 避开下挂 走生门水位 如此一来 我们走的方向错了 如果我估算不错 我们愚蠢的撞上 那鬼头龙里 其实是处方用了手段 引走到下挂区 从而 安人从生门水位 进入想要进去的地方 你胖哥我 猪我 只要再多考虑一下 也不至于犯这种 低级错误 等一会儿 要是真碰到大蛇 咱们弄不死他 胖哥给你顶着 你撒腿跑就是了 算胖哥把坑你的这次 还给你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呢 刚才还想着真拼命的时候 不管唐胖子呢 可以转眼 人家说这话来了 我反而不知道 该怎么接了 难不成说 我刚才打算放弃你 一个人逃命 这想法让自己 都觉得扫头 偷偷给自己抽一巴掌 胖子没看到我 静止说道 现在问题出现了 咱们跟楚黑信 肯定走的不是同一条地方 最重要的是 关键东西丢了 还迷路了 还走丢了 这日子 没法过了 我怎么觉得 这肥伙前面还在忏悔 后面又不正经了呢 难道 这一会儿 我竟然看到 唐胖子不断地 抖动肩膀 还没等我问 他竟发出了 哈哈的笑声 我一都以为 这会儿是不是 被目前的情况 刺激疯了 妈的 又被骗了 听着唐胖子的一声嚎叫 我就一个哆嗦 都快被吓出精神病 哥哥 你能不这样吗 我在后面 弱弱地说 唐胖子黑黑一笑说道 听哥哥跟你说 这里边的蛇 没那么大 顶多到哥哥腿 这么错顶天了 我郁闷了一下 蛇不大 顶多是不被蛇弄死 可哥哥 这里怎么出去 才是正经事儿吧 不过眼前这个难关算是过去 别不是这胖子自己 玩菜蜜游戏 得出的答案吧 唐胖子猛然扭头 一脸乌糟糟的 中我咧嘴笑 问我 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我咧咧嘴说 好的 没有这么粗的大蛇 他比量了一下自己的腰 然后还稍稍地 扩了一下 这也算好消息 那坏的呢 坏的就是 很有可能 我们会碰到 一握一大腿 那么粗的蛇 我觉得 我可以用绿 来形容自己的脸色 纯得不行不行的 宛如青岛啤酒的瓶子 这东西 我不由自主地 骂出人来了 平常我几乎不骂人的 因为一直觉得骂人 是一种很低级的表达方式 可现在我真的 没办法不骂人 唐胖子 黑黑一笑说 对了 你喜欢走左边 还是右边 唐胖子侧身 不过 挡得依旧太严实了 我根本无法 遇过他的 瘦大身躯 看到前面 正准备回答 左手的中指 忽然跳动了一下 向右侧 挪了挪 我意识到 这是林小玲 给我发出的信号 我忽然想到 这一点之后 低头询问 小梁 你能不能出去看看 唐胖子 呵呵一笑说 别指望了 我忘了告诉你个事 什么事 我疑惑地问他 看到这种石头没有 我看着周围 这石头灰涂涂的 有什么干的 唐胖子道 不懂吧 这叫蜂魔石 这种东西 研磨之后 参入土里 烧制成罐子什么的 可以蜂破蜂魔 懂了没 虽然不怎么稀有 但对鬼怪的克制力更强 我现在很好奇 我们处于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界 混龙局压制了一条 那么老大的鬼头龙里 其实就是大片大片 蜂魔石在这里 这里 绝对是封印着 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说到这里 唐胖子摇头道 别指望你手指头 里的小鬼了 在这里 他绑不上任何忙 能跑出去二里地 就得魂飞魄三 我这才知道 林小玲为什么 给我抖动手指 却不出来 我说道 刚才林小玲 一动我的手指 让我向右 你觉得怎样 胖子松松间 思索了一下 说道 嗯 这一小鬼说的 不是没道理 舌内聚集的地方 一定阴气很重 他选择右边 是选择阴气重 还是让我们避开阴气 要问清楚了 可惜林小玲 似乎不能从手指中飞出来 所以 我只能冲着手指头问他 小玲 胖哥说的有道理不 你是选择阴气重的方向 还是让我们避开阴气的方向 很快 我的手指跳了两下 我说道 胖哥 他的意思是避开 唐胖子笑了笑说 避开 也只是避开 最浓重的地方 剩下的 看运气不 这地方 不是胖哥我乌鸦嘴 我觉得这里的古怪东西 有点太多 小下为上 有点多 我恨不得咬死他 这是多吗 一个鬼头龙里 差点吃了我 现在我们坐在这个 明显是一条巨大的蛇洞 之前以为是狗洞 现在 倒更希望是狗洞 这还只是开始 我们迷了路 先不说找到处方 能够自己活着出去 都阿弥陀佛 回去拜三十遍菩萨 唐胖子选择了右边 这一侧爬行中 明显感觉到逐渐开阔 头顶和侧方的距离 不断地扩大 差不多了 老爹 你要小心点 胖子忽然在前面说话 事实上 这个宽度我已经可以蹲下来了 只是这样走不如爬而已 我看到胖子 从腰带为止抽出一把刀来 这是我们之前都预先准备好的 只是我的比他那把小一些 更像是水果刀 可惜我的行军铲 还留在那个鬼头龙里的嘴巴里 不然拿在手里更安心 不过 有宗比没有墙 我也翻出那把小刀 这是弹红刀的一种 侧面弹出刀刃 是军品店的老板 用这把刀 用力戳几一块红砖礼号 我才决定买的 锋利 坚固 小巧 好刀就是这样 当然了 唐胖子那把刀 横着砍断三根钉子 就不说了 我发现唐胖子盯住我过后 周围的墙壁和地面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湿润 和之前的干燥相比 有了明显的差距 而且空气中传来 微微的兴起 再爬行五分钟左右 唐胖子停下了脚步问我 那个赵明棒是不是在你包里 我连忙回答说 我那里有五根 再来一人一半 记得吧 唐胖子郁闷地说 真后悔掉了包 你那面分开安全绳 恐怕前面要变故了 我不解说的 不是选对了路吗 舍我懂吗 怎么只能是一个 你手指头里的小鬼 顶多帮咱们选个少点的 而且 唐胖子说到这里 咬了咬牙 说 而且 心里有点恐惧的是 我的猜测 猜测 我说胖哥 我觉得你应该闭嘴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胖哥扭头对我苦笑 我也不想啊 好吧 那你能给我说说 想到啥了 既然躲不过 那就尽量多知道一些 只有这样 才能去想对策 我 我在想 这里是封藏 还是镇压 唐胖子说道 有什么区别吗 我追问 当然有 一个呢 叫做宝藏 而另一种叫做 巨大的风险 唐胖子认真 回答了我这个追问 而且一脸的严肃 这么大的城市 咱处在城市的中央 然后咱俩跟着处方钻进来 然后现在 您说这里有宝藏 我说胖哥 我怎么觉得 不靠谱呢 我盘膝 坐在唐胖子的对面 这个地方 已经足够宽敞了 只是身上湿答答的 连这里的地面 都跟着 有种湿答答的感觉 令人不舒服 唐胖子看了 不靠谱呢 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呢 更远之前呢 我屏住呼吸 是啊 我怎么把这一刀给忘了 您是说 这里是一百多年前 弄出来的 一百 我现在怀疑这里 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产物 说不得 有咱们不知道的历史因素 现在想来 处方应该知道一些 不然 他不会下来 咱俩傻呀 傻兮兮的钻进来 说不定 还得死那边 唐胖子一脸苦笑 跟死了亲媳妇一样 我一搓手 心一横 冲着唐胖子说 胖哥 既然进来了 咱们就弄一家伙 万一真碰到股东 咱俩弄出去 卖钱行不行 里边分 算上厨房一个 咱仨分 唐胖子白露也说 想什么事呢 就算弄到股东 要上交给国家 咱们绝对不能 私下里做这种事 操天谴的一说 最重要的是 对功德有损害 记住了 咱们可以通过 自己的手去赚钱 一百个风水区 在房子里卖出去 就算黑死人了 老天爷 都不会下来劈死人 但如果你摆个 温病局之类的 去害人 想一下你下辈子 会投个什么胎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关于钱和下辈子之间的关系 可以如此解释 但没想过的是 不就这弄个古董吗 竟然也和功德扯上关系 唐胖子看我不解 说道 记住就行了 这里如果不是梦 还好一些 要真的是死人坑里 扒出来的东西 不过可实际上 咱们都不要沾 记住了没 我点点头 因为唐胖子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很认真 是在告诫 不顾我依旧好奇 胖哥 为什么要过个实际上 唐胖子说 因为 能够有值钱 陪葬品的木坑里 原本的主人 一定是一个生前 向尽极极富贵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人死了 能安心投胎吗 我摇头 不能 对呀 不能的话 一定怨气很重 十有八九都会被困在木坑里 多少年去 几百 一千年 那都是少的 怨气您该懂的 对活人有很大的伤害 你像一个物件 被浓郁的怨气 熏了个几百上千 甚至几千年 会怎么样 怎么样 我不得不追问 因为 真的不知道 有那儿的东西 一件就可以 让一个普通的魂魄 变成厉鬼 甚至于 比你手指 那个小家伙更凶 而一个坑里 有多少这些东西 当然了 这些还是小事 这还是小事 杭胖子 砸砸嘴巴 继续说 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碰到个 类似的家伙 谁拿了他的东西 都要死 你觉得你 还是我 还是楚慧仙 可以挡住 几百上千年的 老鬼的东西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 功夫不当 就不要沾这些东西 除非身上 富贵命中的 并硬的 可以磕死 一大群人的 再就是 命中可以拿他 保留不沾因果的 事实上 每一件物品的 最后归属 或者说 中间拥有他的过客 都是注定的事情 你如果强行插手 一定会出问题 唐胖子 虽然有点唠叨 但这件事情上 解释他太明白了 甚至详细 明白了 谢谢胖哥 我真诚地 对唐胖子道谢 这真是 活到老 学到老 如果没这种人教你 你用某某然地 闯入四眼这个圈子 就等着吃亏去 走吧 说到底 咱们还得拼一把 躲躲运气好了 胖胖子转身 要继续爬走 我忽然问道 胖哥 你不是会 补挂算项吗 要不 咱们算算 你当我神像 补不算极 当局者迷 这也不懂 咱们现在是 瞎子典当 屁用没有 唐胖子郁闷地 叫一嗓子 那你猜测的是啥 我跟着也爬起来 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要问的 唐胖子说 你 真想知道啊 那 肯定想啊 我回答 我怀疑这里是 连环镇压局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要面对的 东西就太多了 小面交代在这里 都不算事 就怕死了以后 连魂魄都不能保全 唐胖子说道 说完了 也不给我 说话的机会 扭着屁股 继续向前爬 唐胖子的悲观 心思很重 完全没有了 之前的轻松和愉快 难道 连他都对这次 活下去的积累 感到渺小了吗 处方真的知道 这里是什么吗 还有 其实 我还有一件 好奇的事情 既然唐胖子家的爷爷 能够算出 处方有一截 怎么算不到 唐胖子本人呢 还是说 因为唐胖子的错举动 影响到了什么 唐胖子忽然停下 说道 老弟 人的命数千变万化 不算一道 也只是推测 和看到最贴近性格 和行为方向的那个 刚才我算错了处罚 从见到 那鬼头龙里之后 恐怕咱们三的命格都变了 一切小心吧 这时候 怪人家唐胖子根本没啥意思 反倒是让人小瞧了自己 我笑着说道 没事 人家不是说四大铁吗 咱哥俩这么过去之后 起码能碎铁吧 唐胖子扭头说道 要是咱俩这次能出去 你就是胖哥的兄弟 最甜那种 抽了请你出去 黄斗图 其他的你开口 胖哥绝对顶你 第四十二集 我觉得吧 咱们死不了 我笑着说 我也觉得咱们死不了 尤其是处害性 可能没事 唐胖子哼哼地一下说道 而事实上 几率处方下达到这里来 已经过去快九个小时了 这条通道终于可以 让两个人并肩爬行 而我也在追上唐胖子的同时 和他同时停住了爬行的脚步 不顾膝盖和手掌出来的疼痛 被眼前的景色吸眼住了 这 这太美了 我看到眼前的景色 不由得低呼一声 但是下一刻 唐胖子脸色就变了 哆嗦嗦着嘴唇 我 我 无读鲜花 啥鲜花 我一时没听清楚 却看到唐胖子拽着我的肩膀扭头就往回爬 胖哥 你干啥 我急眼了 这花海多大 起码 梁母帝 上面是满清新鲜的那种发光的苔藓 下面是五色花瓣的花中海 就差一些蝴蝶在上面飞舞了 这景色美得不要不要的 和胖子的脸色呢 跟吃了皮鞋做的果冻一样 差点死了 唐胖子瞪了不厌说道 走 咱们回去 跟舍不干一下 说不定能不死 你要下去 保证现在就死 这哪个哪儿啊 哥哥 你说清楚了 这就是一些漂亮的花 漂亮的花 还花呢 这是绝命的东西 老天爷啊 我们是多大的运气 竟然没被毒死在这些洞道里 我现在都觉得 自己应该回去 拜天尊拜菩萨 连土地婆婆 我都不放过 唐胖子咬着牙 呃狠狠的冲我发吼 胖哥 就是一些花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我不可置信 但唐胖子的态度 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看他赶回头 去对付群蛇 也不愿意下去 走一圈就知道 唐胖子再次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知道什么叫五毒鲜花吗 这东西 应该是失传的东西 早该绝种了 没想到 还存在这个世界上 还能量的这么多 我只在记载中见到过 最后一次圈内传出 看到这个东西 是六十年前 在南疆有人拿着 一株五毒鲜花 弄死了一个 传承了四百多年的 阳谷家族 只是把那株五毒鲜花 丢到一家人 用的井水里 房源四公里 但凡是活着的 都死光了 唐胖子停住 不再往前爬 靠在一旁说 据说 五毒鲜花不可闻 不可碰 未可绝人 实之绝人 是天下制毒的东西 老天爷 这里到底藏了什么鬼 混龙局挂在入口 那么老大一条 鬼头龙里 放在水坑里坑人 老子这么粗的蛇 居然都能有一条 还有这五毒鲜花 这里要是没有大秘密 打死我都不信 唐胖子急了急 本来就小的眼睛 问我 老弟 等胖哥达到 挂树六段了 咱们再来这里 拽着楚黑心 不行 再找几哥们 非得把这里挖开 看看不可 到时候 算一份 唐胖子 都啥时候 你还听见这个 咱俩现在是困这里的 好不好 能不能活着出去 还两说呢 我苦笑着说 嘿嘿 胖哥 咱俩先活着出去 再讨论这个行不 唐胖子 铁了下嘴唇 跟着我苦笑 说那事 走 咱们回去 干大事 其实 我觉得 如果小心点 我们或许可以从 这片花海中间 过去 我再次建议 唐胖子说 别想了 我忘了跟你说 要养活这种花 需要一个极为特殊的生态圈 生态圈 这花叫什么 五毒鲜花 不是鲜花 不是鲜花 是鲜花 神仙的鲜 中华的华 五毒是说 这花的生态养殖结构圈 鲜花的意思 就是神仙吃了 也得死 懂吗 唐胖子直接对我说 什么生态圈 五种 很特殊的毒虫 每一袋都是靠着 五毒鲜花的枝叶生存 死后 融入泥土 再被五毒鲜花吸收 一袋袋 一层层 一次次的 过滤 凝联出的毒素 你猜有多可怕 我们可以绕过 五毒鲜花 可你敢保证 躲开那些毒床 说难听的 一口下去 彼此无疑 唐胖子忽然对我张手 冲着我点了一下 吓得我 向后一躲 太吓唬人了 我吓得直拍胸口 有种苦衷作乐的感觉 这真的挺不错 口中不喊 说 胖哥 你再这么吓人 回头卡住了 我真揣你 揣 你可劲揣 杭胖子一挥手 大咧咧地出 我黑黑笑道 我就怕你记仇 杭胖子白了我眼说 知道怎么叫 新宽提胖吗 你胖哥 我都肥成这样了 能记仇 前面的花海是进不去了 在临走前 我深深地看了一眼 也许 有朝一日 我们还会回来 回到之前的岔路口 其实这会儿 我们已经从营救处方 变成了自救 我先说 处方啊 你真的要自求多福 千万别先把自己玩死 之前林小玲帮我们选的 确实是一个阴气比较少的地方 但是 就这美丽的致命环境 现在我们只能转头军面对群蛇 这是唐胖子 推测出来的 而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地步 身后是鬼头龙里的威胁 后路算是彻底断掉了 右侧出口 是莲母帝左的花海 可花海本身就是剧毒的 花海的下面 还有被唐胖子称作 小生态圈的五种剧毒的毒虫 繁衍生息 只要一种 就足以让人死命 左侧 左侧实在没法说了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真的不再是为了处方 而是为了刺激 这个古怪的地方里 有太多的谜团和可怕的东西存在 唐胖子在前面爬行 扭着屁股跟个毛毛虫一样的向前爬 他说道 老弟呀 这次要是能活着出去 隔带的出去 一条龙 大宝剑 我立刻说道 胖哥 我不嫖 你这把质物 我说嫖了吗 徐桑那按摩一条龙 洗脚泡茶 把火锅的大宝剑 想什么呢 汉哥 我也是正经人 我有媳妇呢 唐胖子在前面 急急沙沙地喊道 我纳闷地问 就这个呀 那你说的这么认真干啥 你嫂子管的严啊 平时毛络边上碰着漂亮的妹子 看一眼都能挨顿揍 这回可算出来了 你说胖哥能不出来 好好舒服一下 唐胖子这算是苦中作乐 先自己在这里开了脑洞 我说 你说的这些也没啥影响吧 我嫂子就那么霸道 霸道 胖哥我就喜欢他的霸道 可是偶尔也要出来放松一下 是不是 男人嘛 多少都有些贱皮子 总是喜欢在压迫中 找到一些仿客的东西 来填补一下 就这么说定了啊 咱们出去好好乐乐 躺胖子在前面低声说 我这里连忙回应 行 我请客 嘿嘿 就等你这话呢 躺胖子黑黑笑的 啥意思 和这 你没钱啊 我倒是不在乎钱 只是觉得躺胖子有点意思 这么抠呢 真能算计 没钱啊 买包烟 都要提前小半天申请 这次来你们这 那也是我家老爷子发话的 你胖爷 我可不像处心那么能钻影 赚钱跟印刷一样 日子过得苦啊 你以为我这钻盘的称号怎么来的 始终娶了媳妇 不算这点 怎么火 躺胖子抖了抖 那一身的肥肉 可算从这一个忽然凸起的地方 勉强挤了过去 让我心生少许失望 我心里不知不觉就同情起 躺胖子来了 这典型就是一个现代版的 另类房玄灵啊 恐怖 房玄灵是被管着不让纳妾 我笑着说 行了 胖哥 这活着出去 海桥全送我的 行了吧 不就是吃吃喝喝吗 多大事 胖子撅着屁股 脸从两腿之间露出来 倒着脑袋冲我说 真是好兄弟 每次处回信 都不肯请我 就你仗意 我忽然觉得 好像掉坑里了 就这时候 唐唐子忽然 夹着嗓子喊他 快 快退我吧 卡住了 还真卡住了 胖哥 你坚持住 我来踹你啊 这话说的相当改例 神清气爽 我先想办法 你过来自己 头后脚前 然后向前挪 挪到唐胖子的身后 小心翼翼的 用脚丫子 比量了一下距离 唐胖子焦急的喊道 老爹 快点啊 问梁王说 别急啊 找个好下脚的地方 你还真喘呀 推一把就行 那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 砰 双脚一用力 只觉得喘得好带感 只听到唐胖子 哀呦一声 接着是 依浮丝里的 呲啦声音 接着就是唐胖子的怒吼 小子 你太缺德了 我黑黑不语 这些事情 这辈子也就一次了 算只是才认识 我觉得这时候 下手更方便 熟人了 还不好意思呢 唐胖子揉着自己的屁股 哭笑不得 日水被这么狠狠的 来上一脚也难受啊 但总算是过来 不过唐胖子心里 也多少明媚一点 这是人家对自己的惩罚 谁让自己 蠢带错了路呢 还连累身后的小老弟 差点没丧在 鬼头龙里的肚子里 更别说 跟着自己 酸狗冻的事情 一脚而已 小面都快没了 一脚的事情 也无所谓了 等我从那个 偷袭的位置 过去的时候 发现 还是很轻松的呀 这才对自己 和唐胖子的厚度 有了大概的对比 这差距 估计想要追上去 起码得用 半辈子的青葱年华了 过了这个坎 似乎前面的路 好爬了不少 说真的 就算我这个农村 出来的孩子 这会儿 有点守不住了 现在潜水被鱼吞 紧接着 跟鱼闹腾了一下 还没闯口气 又开始钻狗洞 见到了一片花海 还是带剧毒的 这会儿一阵疼 一两个小时都过去了 说不累 那是假话 手上磨破了皮 膝盖也跟着 非常的不舒服 显然也破了 但我之所以 咬牙坚持了 是看到前面 我爬向的路径中 开始在路面上 有了些散落的血丝 唐胖子也受伤了 而且他肯定不如我 皮糙肉厚的 他倒没叫出来 反而还在用力的 向前爬 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是对危机意识 更强烈 知道在这种地方 不能久留 连唐胖子都拼了老命了 我也不敢矫情 其实在这种洞里 爬行的距离不会很远 可难点在于时间太长 行走的路线不明确 更重要的是行动不变 就在我紧跟着唐胖子的时候 冷不定的听到 叮的一声 紧接着唐胖子低声喝道 老弟 小谢谢 我刚干掉了一条蛇 眼睛贼一点 那东西很小 只有手指那么长 我连忙硬理上 这会儿也不敢掉以轻心 真在这里被小东西咬一口 没毒还好 有毒 就死定了 而且这地方能没毒吗 很快我就看到被唐胖子看死的小蛇 真的很小 大约只有一根烟的长短粗细 只是那头很尖 看上去更像是一根 没有笔毛的铅笔 浑身上下 乌黑乌黑的 若不是被唐胖子砍死 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发现的 想到唐胖子脸上那一双小眼睛 不要想到一句老话 大眼露神 小眼聚光 再往下的一段路程 可谓艰辛 唐胖子在前面的刀声 就没怎么停过 到最后 我们都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已经开始 有漏网之蛇 顺着唐胖子的空隙 钻过来 我只能小心翼翼的应付 大约十分钟左右 我们才算清理了干净 唐胖子说道 前面应该是出口了 你包里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用的 我思索了一下说 火柴算吗 咱们那个包 好歹是防水的 我里面有两盒火柴 在冰我的时候 是来的 唐胖子说道 行 他可以了 然后没等我说话 就看他 扭着屁股往下脱裤子 我猛道 胖哥 你这干啥 弄点东西 别好用 说着 非常非力的脱掉裤子 然后就听到 撕拉的声音 很快唐胖子 撕了两条布 绑子膝盖上 剩下的被他 钻在手里 又递给我一份说 火柴一人一盒 过会点着了 能不能逃出去 就看运气了 我说 我裤子也可以点火 唐胖子说 没必要 这要是逃不要 就是把衣服都烧了 也白费 一会儿找个机会 你就跟着我跑 知道不 行 我也不废话 这时候说啥都是白大 关键只看 怎么活下去 我忽然有点后悔 要是能学会一些 屈蚊虫的风质局 该多好 不过现在也清楚 就算会 也需要东西来布置 唐胖子忽然说道 剪下蛇 放在布团里 叠火之后 小心点 烧了那玩意儿 也不知道有没有毒 我不解的问 还要烧水干嘛 可以延长燃烧时间 而且还能起到了 一定的驱赶作用 行了 你准备好没 唐胖子解答之后 我连忙说道 行了 接着 唐胖子丢给我一盒火柴说 彼此 三四根同时点 知道了 和唐胖子预估的没错 在这些小蛇之后 很长的一段距离里 之后 零零散散的 一些小蛇出没 只是个头 却打上了不少 已经发展到 手指粗心 等我门着头 刷到前面 一头撞到唐胖子 屁股上的时候 才发现 不知道唐胖子 什么时候 已经停了下来 前面就到地方了 老弟 点上 能不能出去 就看这一招了 唐胖子说道 而我这在发现 周围已经不再是 狗东通道 反而更像是一个 扩大的洞穴 个头不大 大约两米左右 这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前面已经可以看到 发光的万年栏 挂在上面 只是很稀少 没有形成那种 可以看清楚周围的光 到了吗 我小心地问 事实上 人生第一次的事情很多 面对幸福的时候 第一次会感动 会哭出来 可面对恐惧的第一次 我想 没有几个人 会感觉舒服 唐胖子说道 别拿手电到处找 咱们先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和水分 事实上 我们俩现在 确实又可忧 我整个人都有 虚脱的感觉 嘴皮子都是 干干的不行 唐胖子找出 两个铁盒罐的 打开之后 递给我一份 然后又找出两瓶水 分了我一份给我 却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莫不作声地 认真吃起来 小小的罐头 能有多少东西 三口两口 我就吃光了 吃完之后 就看到唐胖子 认真地用他的军刀 切个那个铁罐头盒 不由眼皮一跳 问他 胖哥 你在做啥 唐胖子说 等一下 把你的罐头盒也给我 我不懂唐胖子 要干嘛 但还是按照 唐的话罩子 这是一种信任 唐胖子接过 我给过去的罐头盒子 顺手递给我了个东西 拿着 把这件 五裤子上的东西 都缠上去 我一看 给唐胖子点赞 他竟然用罐头盒子 做了一个 小型的火把架子 前面还是那种 另一竿上的U型 动手能力真不错 厉害 我这么说道 然后一道道的 往这个架子上 缠上布头 顺便把之前 搜集到的蛇的尸体 给缠绕进去 充分利用空间 等到唐胖子也 缠好之后 我们剩下的 就是面对了 再次面对恐惧 尤其是我脑海中 不停浮现出 各种密集 恐惧症的图片 尤其是弹药 连碰两个字的 我更是毫无缘由的 哆嗦了一下 哪怕明知道 那只是PS的笑 我发现唐胖子手里 还有一小团 就开口问道 胖哥 你这团布 怎么不绕上去 唐胖子对我说道 唐罗勇 我判断 在我前面 应该是下坡路 或者是个小断口 我先弄个小团的 火球丢出去 看看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暗自赞叹 还是唐胖子细心 这种事情 哥是想不到的 也心中暗自庆幸 亏的是跟着唐胖子进来 否则我自己的话 估计早就 葬身于腹了 唐胖子背起背包 想了一下 又跟我说道 你打开包 在里面拿一盒灌道 一杯水 干啥 一方万一 唐胖子说的非常严肃 我只能照做 其实心中 还是不想有个万一的 唐胖子说道 记住了 关键事个别管我 行 你也一样 我对他说 既然决定做兄弟 就别太自私 我想了想又说 我万一死了 我有个瞎了眼的奶奶 你有空 去照顾一下 万一他老太太死了 找个地方埋了就行 不用管风水了 反正后代没了 也不用殷疾子孙 唐胖子呵呵一笑说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反正我家里有媳妇呢 天塌了 他都能顶住 第四十三集 我粗句的说 可不是 妇女能顶半边天呢 唐胖子一条大目鸽 笑着说 不错呀 这水瓶可以 哪里哪里 这是领导们 缠挂在嘴边上的 唐胖子撇了别嘴说 那个不说 你这个硬是硬紧 我笑着推了他一把说 行了 胖哥 咱俩解压结束 开工吧 唐胖子点点头 点燃了他手中的小团布 一边点一边说 胖哥刚才没事 切了一些小舌 愣是从他们身上 劈出来不少油 我一愣 没想到唐胖子竟然这么细心 可见 我要跟他们学的东西 还是太多太多 刚才的话 与其是说的 不如说是教我的 我郑重地对唐胖子说道 胖哥 谢谢你 唐胖子呵呵一笑 并没有回答我 点燃了手中的小布团之后 他羞涩地推开手臂 让布团尽量远离自己 随口说道 并着呼吸 我赶忙着做 而下一刻 小布团发出 滋滋滋的声音 火石健忘 唐胖子退后两步 小布团 跟着背在身后 紧接着 猛人 他向前跑了两步 用力地贴着地面 就丢了出去 火光滑过前方 不错 是一个小洞口 目测高度 不会超过三米 紧接着 火光继续 划着弧线 而这一次 我看到了 惊悚的一幕 也是同时听到 唐胖子道夕 一口气的声音 就算是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算是我已经对 密集恐惧症的恐惧 进一步加深心理克制 就算我和朋友 可以大口大口地 喝蛇羹汤 你难免不在这个时候 毛骨悚然 密密麻麻的蛇 放眼望去 全都是蛇 有多少 根本无法确定 只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面多得吓人 多得令人头皮发麻 浑身发抖 胖哥 我只能说出 这么三个字来 唐胖子也一脸 淡疼的忧伤 他扭头问我 老弟 你说 咱俩回去 跟那鬼头龙李 干一下咋样 我都不知道 该不该同意 这种事情的时候 忽然 眼角一跳 似乎看到了什么 联盟推了一下 唐胖子说道 胖哥 你看 唐胖子扭头看过去 正好看到 布团落地的地方 只看到 无数条蛇 扭动着黑色的身躯 向着旁边窜 很快 火团的周围 就扩开了 大约一米左右的空间 有戏 唐胖子高兴的说道 而我只针前面的 那团即将熄灭的火团 急声道 你看 那里还有东西 唐胖子眯着眼睛 看了一下 忽然问我 敢不敢跟胖哥 出去读一把 露什么 我紧张的 看着光束 那都是情况 小火团 已经开始慢慢 见面 可能温度还在 蛇群 并没有靠拢回去 看到那骨头没有 我能看不到 那骨头 如果还是一条蛇的话 起码水缸那么粗 就这样 那森森的白骨 给人一种 可怕的视觉冲击 尤其是唐胖子的手电 光束转动 最后定格在 那巨大蛇身的头部位置 两枚尖锐的红色梁牙 正静悄悄的 平落在蛇头的上额 光束黄光 竟然泛起淋淋的光 最重要的是 周围密麻麻的蛇群 竟然没有一条 靠近那蛇骨的 最近的一个目测 巨历都在一米开外 看到了 我认真地点点头 唐胖子说道 这些蛇 肯定是那个 大家伙的紫色猴蛋 骨子里 对这种凶残的祖宗 带着恐惧 咱们的机会 就是冲到那骨头旁边 看到那对疗牙没有 再来一人掰洗根来 敢不敢 我 我咬了咬牙 实际地泼了一口口水 不是在山里的孩子 见识少 我现在就想到一个词 龙潭虎穴 村里人 把蛇通常叫做小龙 现在 我算是真的体会到了 一把什么叫 闯龙潭虎穴的滋味 可 敢不敢呢 不敢也得敢了 敢牙子上架 都不需要这方法 我苦着脸 对唐胖子说 哥哥 您觉得 我有选择吗 嘿嘿嘿 没有 唐胖子 爽冷地笑道 这群长虎 发现我们了 看到没有 脑袋都立起来了 唐胖子 用手电筒 扫了一下 果不其然 这些蛇 已经靠过来了 一些性子累的 已经张开了嘴巴 露出了红色的獠牙 我以为唐胖子 会马上跳下去 却不想 却不想 唐胖子 又不着急了 而是拿着手电筒 左右扫了扫 小眼睛 翻来覆去的 寻找着什么 难不成 在这蛇窝里 还有宝贝 我低声问 唐胖子 胖哥 找啥呢 唐胖子 指着 一窝蛇说 一见到 大个的没 什么大个的 我推开 自己的手电筒 在舌窝里 绕了两圈 他们的爹娘呢 你觉得 这么一窝蛇 没个大个的对吗 况且 这么一大圈白叶 靠着什么活着 这可不是 五毒仙环里的 小生态圈 总不能 大舌头小舌吧 唐胖子 严肃的说道 真的呀 我瞪大了 眼睛惊讶 确实如此 大蛇 怎么没看到呢 难道 都出去了 我手电筒 光是我 能够触及的地方 几乎 涵盖了整个蛇穴 周围不可能 再有别的大蛇出没 除非 埋在这群蛇的下方 而后 我更是在那 巨大的蛇骨后面 看到一个洞口 大约一人高 深不可见敌 胖哥 你看 我指着光束 看到的洞口说道 唐胖子微微醋眉 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早就注意到那里了 不然我让你 拼到蛇骨那里干嘛 问题在于 没有大家伙在这里 就意味着那里面 还有潜在的危险 万一那里是 大家伙 窝身的地方怎么办 他说的有道理 真要是 貌貌实实的冲过去 才会来个 前后佳祭 要么 喂群小蛇 要么喂大蛇 反正死是一定的 一想到这个 我就是一头的冷汗 原本已经干得 差不多的衣服 也在一瞬间 又被冷汗打湿了 要不是唐胖子指点 我从近来 不知道得死多少回 那现在咋办 我意识到 还是跟着胖子保险 不再主动追求自主权 再等等 唐胖子先后退了两步 这样回答我 我倒是很惊讶 以为唐胖子会有什么 高招妙术 却不想来了这么一手 我道 胖哥 真等啊 楚方还能坚持多久 唐胖子回头看我 四笑非笑到门 能饿死吗 我摇头 那不就得了 咱俩现在要死了 知道 出去就是个死 这一瞅黑线 我敢打赌 在这里咱俩死了 他都死不了 唐胖子 直直脚下 认真地告诉我 他这是 对楚方 多大的信心 喝着 咱俩死了 楚方还能 活蹦 乱跳的 你还急急忙忙地 进来救他干嘛 我郁闷了一下 实际上也知道 这是唐胖子 早上的乌龙情况 不然没准 这会儿早喝 楚方胜利会试 坐在门口的 火锅店里 喝酒吃肉了 唐胖子 忽然做了一个 近身的动作 爬上 他低声说道 我梁王跟他 一起爬下 然后慢慢地 向前爬 爬到洞口的地方 探头向下望 关掉手电 唐胖子催促了一声 我赶忙 关掉手电筒 这时候 只剩下头顶上 依稀的万年蓝 散发出的 盈盈的光 当有不到一分钟 我们俩就 适应了这种黑暗 虽然看不清楚 满地扭曲 盘接在一起的蛇群 但视野 却因为这样 而变得开阔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 一阵阵 沙沙声 从对面传过来 大蛇 我低声问他 整个人浮在地面上 大气都不敢喘 天知道是什么鬼 声音不像 看看再说 唐胖子 吞了一下口水 小心谨慎地 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一口就咬住了 唐胖子的胳膊 那家伙 一和心 也咬住了 自己的胖爪子 然后扭头 恶恶恶地 瞪了我一眼 不为别的 眼睛那一幕 太吓人了 就看到山洞那里面 出现了大量的 蜈蚣 每一个都说他无比 最后成年人 大腿那么粗 那么长 他们的眼珠子 闪烁红光 密密麻麻地 出现在 对面的洞口里 唐胖子松开嘴巴 因为 我也松开嘴巴 最初的恐惧 经历过之后 出了心头跳得快 我现在想 逃跑 我看了眼唐胖子 他给我摇摇头 别动 他用口心 这样对我说 眼前出现了一场 惊险刺激的战斗 一群大腿粗膝 长短的蜈蚣 像狼戒了羊群 蛇 一般是不会发出叫声的 但是 当数百上千几千条蛇 一起吐信发出的摩擦声 却足以证明 这是来自地狱的恐惧 只是恐惧的似乎 不是两个趴在 断口上的人类 而是 他们自己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得不咬耳朵 贴在胖子耳朵旁 低声询问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这么发生在我面前 唐帕子低声回答我 还能干什么 那些蜈蚣开饭了 看 可他们吃的是蛇呀 我有些不能理解 这些蜈蚣 虽然看起来挺凶猛的 个头也是大的吓人 可毕竟只是蜈蚣 是爬虫 蛇呢 下面盘着的 手臂粗的 大腿粗细的 也不是没有 这样这些蜈蚣 当晚才敢吃了 怎么可能呢 可下一刻 我不得不收回自己 刚才的想法 只见这一群蜈蚣 真的跟狼钻戒羊群一样 口气开合 别管是大蛇 还是小蛇 统统减断 蛇嘴巴里接入的獠牙 根本刺不破 接应他蜈蚣讲 天啊 我嘀唬一声 胖子一把压住我的嘴巴 狠狠的瞪我眼 低声说道 你他妈不想死 就别大呼小叫 我连忙点头 唐胖子松开手 我就自己用手压住嘴巴 这种太惊悚 就有震撼性的画面 要是有台摄像机 记录下来就好了 我大致的数了一下 这种蜈蚣大约一百多条 他们屠杀的非常快 有一小部分蛇群被杀死 堆积在蛇骨后面的那个洞口外沿 他们将战略品丢在嘴里 甚至一些蜈蚣的知足上 也插满了蛇的尸体 看上去好像烧烤串 然后悉数退去 来得快 屠杀的快 走得更快 这一期不过十多分钟 起码图灭了三十分之一的蛇群 尤其是蛇骨靠近洞口的位置 被清理的几乎没有活着的蛇 但这还不算什么 正在我打算爬起来的时候 唐胖子用力压住我 不让我动着 而下面的事情 再次颠覆了我对蛇的认知 因为还残留了不少蛇的尸体 一些还活着的蛇 开始缓缓的移动 最终开始吞出起自己的同类来 我点恶心 异族相残还能称之为为了生存 可这种呢 我不忍看下去 扭头看向唐胖子 唐胖子的表情更加严肃 我用鼻子发出嗡嗡的声音召唤他 唐胖子扭头问我 怎么 我说 胖哥 这些是怎么回事 早日 现在还只是推测 再等等 我想一会儿就要答案了 唐胖子低声地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唐胖子所谓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 所以只能跟着唐胖子 在这里耐心地等待 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估算了一下 现在外面的时间最少在晚上十点钟了 我们进来了三个小时左右 而这三个小时 可谓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小时 用一步一生死来形容罪不为过 我发现胖子凝重表情越来越厚 一直到我爷爷听到某种声音在这个幽暗的洞穴中响起的时候 唐胖子表情变得更加凝重 但凝重之中似乎还松了一口气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大群个头比牛蛙还大的东西就一窝蜂地从蛇骨后的洞口窜了进来 这不是又要拿这群蛇当夜宵吧 我惊艳于此 却看到想不到的画面 一群蛇开始让开 滚在一起 竟然空开了中央的位置 那件东西就一蹦一跳地冲到了蛇群让出来的空间里 足足数百只大小不易的东西 赖蛤蜂 我低声问唐胖子 反正这时候 蛤蜂的叫声大得吓人 几百只那么大的蛤蜂呱呱乱叫 声音别提多大 唐胖子点点头说 看到没有 这回是蛇群的正餐来了 我眉头一跳 他的意思是 这群蛤蜂是喂蛇的 不对啊 我猛然意识到 生物都有对死亡的恐惧 既然属于天敌的话 那就无功找上门来还能说得通 毕竟属于吃的一方 可现在掉过来 这一群航班明显是被吃掉的一方 怎么还能主动过来 你看那洞口里 唐胖子为我解答 手指对着那洞口一点 我仔细地看过去 要不是唐胖子指给我看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洞口里还另有乾坤 那是一双火柴和大小的眼睛 时不时地扫过 尝尝的蛇信很长 具体的比喻很难说明白 大约是一张A四者的长途 星红的信息吞吐不定 大蛇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 然后嘀唬出声来 幸亏这时候 呱呱的叫声大大吓人 我这声惊呼 在这种声音下被压制的 只能靠近我的胖子 听得到 没错 大蛇 这下我算明白了 唐胖子低声回答我 明白什么了 这里的生态系统 还记得 看到这句说的时候 你问我的问题吗 我点点头 我问的是 这些东西吃啥呀 现在知道了吗 唐胖子指了一下 下面数本只癞蛤蟆问我 这个时候 鬼坐在蛇谷后面 洞穴的蛇终于出现了 好家伙 左右半个胖子那么粗 长着倒三角的脑袋 两只红色的 宛若宝石一样的眼睛 挂在舌头的两侧 蛇心在半空中吞吐不定 唐胖子提声说道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吗 吴公进来吃了蛇 而蛇现在吃蛤蟆 我点头称 是 真的太可怕了 那吴公是站在这里的最顶层的食物链 唐胖子 白了我眼说 生物圈不懂吗 应该还有两种猜对 两种 我一眨眼 马上想到了一个词 你是说五毒 没错 就是五毒 这谁呀 弄了这么个拐权 太可怕了 五毒之间的平衡 竟然没有被打破 而且延续到了今时今日 这个布置这里的人 太可怕了 老楚家的那位祖宗 绝对没这个本事 别说当年 就算是现在也不行 唐胖子一口否决了 处方家族中那位老祖宗 我跟着点头 虽然不懂 但不明觉厉 而这个时候 巨大的蛇已经爬了进来 程度应该在十米左右 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长度了 再计算他的宽度 老天爷爷 这么大的家伙 如果被外面的人发现 一定当成国宝来看待 而我现在和胖子 最想做的就是弄死这国宝 碰碰 碰碰碰 巨大的蛇竟然挥动尾巴 砸向那聚在一起的来行 尾巴甩动之间 砸到地面都砰砰作响 而同时 蛤蟆们在这样的激荡下 粉身碎骨 一旁的蛇群开始骚动起来 他们相互纠缠在一起 缓慢地向着中心的方向挥去 我俩就傻兮兮地看着一群蛇 跟疯狂的样 冲到那群蛤蟆血肉中 去大口吞噬 完全忘记了那群 无功进来的时候 是如何这样对他们的 似乎这些血肉 激起了这些黑蛇的野蛮凶性 这些蛤蟆明显不过 这么多小蛇吃的 于是 蛇群陷入了另一场厮杀之处 出现了大蛇吃小蛇的事情 一些凶性大气的大蛇 转头吞向了周围的小蛇 一口就吞下去 丝毫没有在乎 这是否是自己同类的事情 这种事情发生的极快 几乎是一眨眼之间 一直到那本身最大的一条蛇 用尾巴甩动 击分了几条比较大的 凶性失足的蛇后 这种情况才得到了缓解 真的是野性世界呀 弱弱强食也不过如此 蛤蟆的声音彻底没有了 只剩下千百条蛇 吐着蛇信发出的嘶嘶声音 我低声询问唐胖子 胖哥 咱们也要出去赌一把不了 第四十四集 唐胖子对我轻轻的摇头说 再等等 你看蛇群还没把中间的圆盖掉 你的意思是还有一波 我惊讶于这个想法 唐胖子点头 小小小微妙 再等等 小灭是自己的 我到最后翻牌的时候 绝对不能出手 我意识到 我眼前这个胖子 似乎和之前派出了两人 之前还有些大意 但 这只是因为处方的关系 属于朋友之间 窦心眼的结果 而现在关乎自己的时候 唐胖子竟然冷静地吓人 完全没有了一脸 笑容带来的喊吼 但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安心不少 小心 其实 从那之外 还有这野性一样的狡诈 这个胖子 真的不简单呢 好 就等等 我越来越相信 这个胖子 如同 我无条件 相信楚方一样 哪怕我们之间 好一些小心思 但在大事上 我已经开始选择 相信他们了 唐胖子 没有我这样的心思 反而死死地 盯着前方 那里是蛇骨的地方 也是洞口 那最大的黑蛇 同样 绕过蛇骨 缓缓地游走到 洞穴的另一层 周围的小蛇 纷纷染开 似乎有些恐惧 它的存在 大蛇把自己 含成一团 蛇头 搭在身上 蛇心 无端地吞吐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 我觉得自己 都要睡着了的时候 只感觉 唐胖子轻轻地 推了我一下 我刚想说话 嘴巴就被捂住 人立马就精神了过来 别出事 唐胖子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我连忙点头 不得不说自己太嫩了 竟然在这个时候犯困 使劲地咬了自己一口 让自己清醒过来 耳边传来了又一阵 刮刮的蛤蟆匠 还有大蛇 我惊讶极了 一条那么大的蛇 已经危险的 不能再危险 没想到还有 唐胖子这时候 才稍微大一些声音地 对我说话 两条 必须是两条 蛇也是生物 不可能无性繁殖 怎么可能只有一条呢 我疑惑到 那个蛇骨只有一条啊 我也想过第二条的事情 也许在这里 也许只是开始 就放弃了一条 唐胖子对我说道 我点点头 这个地方不知道 存在多少年了 或许真的 和唐胖子猜测的一样 也说不定 但不管怎么说 这并非是一件好事 两条那么大的蛇 再加上这一群 老天爷呀 现在想不死都难了 我忽然想到 之前楚王说的 功德和运气的问题 苦笑着问胖子 胖哥 你觉得我 功德积累的够不够 能不能逃出去 唐胖子怀了无言说 我觉得选 要不一会儿你开路 万一被咬死了 我下回组团回来 给你报仇咋样 算我没说 我直接闭嘴 怎么这家伙 除了嘴瓶之外 还损呢 蛤蟆在此出现 这次似乎比之前的还大一些 也就是冲到蛇群周围 空荡的地方 紧接着是巨大的三角蛇头 和之前的那条 不相上下的体积 两条了 心都要跳出来了 一会儿就要从 这些东西的周围 冲出去吗 真的能吗 依旧是刚才那种 开放的模式 这次似乎 刚才吃过的小蛇 都不再动了 包括野性十足 吞噬了周围同类的黑蛇 也不再张嘴 等这些蛇 吞噬得快要结束的时候 唐胖子忽然站起来说道 准备给我跑 啊 现在 我惊讶于唐胖子的决定 而这个时候 唐胖子已经开始 往身上背双肩包 说道 就是现在 中间是空的 用火把开拢 衣袖都拽下来 给我一条 我联盟伸出手 让唐胖子用刀子割开衣服 两条袖子 一人手里 钻着一条 唐胖子说道 记住了 冲过去 就把那蛇骨上的牙齿 定调隔着衣服 如果那两条大的过来 用蛇牙 戳狗日的 我觉得 你的刀 都被压好 放屁 这刀子 怕是看不看那蛇皮 听胖哥的 咱们读一把 唐胖子对我低声说道 当他这句话说完 忽然道 妈的 要被发现了 赶紧电话 我瞥了一眼 就看到 最开始回来的 那条大蛇 已经抬起了头 蛇心正在私下捣痛 蛇头高昂 蛇尾巴 也跟着竖立起来 明显一副 戒备的模样 唐胖子说完 就已经点燃了 三根火柴 很快手中的 解一火把 就点燃了 火光不小 还带着燃烧之前 小蛇蛇肉的香味 我跟着凑上去 趁着他举着 火把的功夫 给自己的火把 一点燃了 从这里跳下去 高度大约是三根 火光升起 那两条最大的蛇 都展开了戒备的姿态 勾着蛇手 尾巴甩动 才发出 呱啦呱啦的声音 响尾蛇 这么大的 之前咱们没听到 甚至下面的蛇群 都没有出现过 邪魔卫蛇的特征 完全不合道理 可惊讶 也仅仅于此 唐胖子 甚至不去看 那两条 昂首的巨蛇 反而 经手中的火把 丢了下去 火把落在 群蛇的上面 最靠近火把的蛇 立刻开始窜动 绕开火把 一根比之前 小布团 燃烧到更多的火球 直接 在几十秒的时间里 就驱开了 半井约为 两米的巨大空间 唐胖子 喊了一声 飘 人 就好像啤酒一样 从三米的断口 飘了下去 哎呀呀 这时候脚强 就是找死 看到唐胖子 落地 我跟着就是一个字 跳 砰 人重重的 落在地面 得快有唐胖子 他在关键时刻 接了我一下 不然我要吃亏的 唐胖子冲我伸手 喊他 火把 我以为是他要地上的 忙打算弯腰去捡起来 却不想手中一空 手里的火把 已经被唐胖子拽了过去 顺手丢出 两米开外的地方 这 紧接着 唐胖子弯腰捡起之前 丢下来的火把 小心地吹了一口气 祝然 这才急忙说道 跟着我 我这才发现 原来 唐胖子准备 两个火把的目的 他是想用 交替的形式 在这重重巡舍中 开辟出 一条道路来 显然 他成功了 可两侧 最靠近边缘地方 发出连续的 喷喷声 唐胖子合道 快点 快点 那两个家伙 再驱赶小舍冲过来 我这才注意到 原来 卫光聚火的群舍 开始了不小的骚动 很显然 他们正试图 克制内心 对火炎的恐惧 想要 弄死我脸 快快 我和唐胖子 一秒钟 都不敢耽搁 甚至 唐胖子已经 挥舞手中的刀子 开始做周围的清理工作 一些胆子大的黑蛇 已经窜了过来 没错 是窜 如同跳跃一样 弹射向最前方的唐胖子 这已经是超出了我们预料的范围之内 要不是唐胖子反应鸡鸣果断 刚才就会中招 一条跳出来的蛇 直接冲着唐胖子的手 嚼射一口 唐胖子只来得及用刀背敲打 惊起鸡飞 但下一刻又是两条 老弟 你来开路 杭胖子拿出刀子 左手插上 我刚才撕线的袖口 撑着我喊道 这时候有矫情 杭胖子虽然看着肥瘦 实际上 动作比我灵活多了 再说 这时候 也不敢说 信不信得过的事情 听天由命好了 安安心心 做自己的事情 能不能活下去 一个看唐胖子 另一个看自己的命 好不好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在这里 看的就是命 唐胖子站在我旁边 我弯下腰 去解活把 然后丢出去 驱散掉群蛇 直接往前爬 我怕影响到唐胖子的视线 万一 有小蛇 飞到我面前 怎么办 事实上 我这种做法 是最对的选择 唐胖子 胖子确实 也是一个可靠的队友 当一条蛇 冲着我的脸扑过来 一张嘴 几乎张了 一百八十度的时候 唐胖子一刀挥过去 直接派飞 随后身边 掉落的蛇的尸体 也多了起来 唐胖子喊道 剪些身子 蛇脑袋踩碎了 幸亏我们进来的时候 穿的都是军品店里卖的正品军钩 结实耐用 席地据说可以抵挡住刀子的风润 踩蛇脑袋 是什么感觉 各脚 No 一个 两个的时候 还只只感觉各脚 等后来满地 唐胖子跟一名绝世刀壳一样 挥舞军刀 切割下来十几二十个 最后满地都是舌头的十号 踩下去的感觉 就是粘活 甚至恶心 腥味是最大的恶心点 周围还弥漫着一股的怪味 唐胖子提示我 尽量屏住呼吸 丢 捡起来 丢 捡起来 不是重复这样的动作 唐胖子更是大声 我们几乎是在两三分钟内 就推进到了 蛇群未来蛤蟆 空出来的地方 唐胖子几乎是嘶吼的方式喊着 跑 我抓起两个几乎要燃进的火把 一只手还抓着三五条粗细不等的蛇身体 尽量是那种长的 而失去脑袋的蛇身还在扭曲 缠绕在我的手臂上 下一刻 我冲入到那巨大蛇骨下方 身后是唐胖子一头撞上来 直接撞到蛇骨上 引得蛇骨哗啦啦的作响 我呢也就是呼吸了几次 然后不约而同的站起来 跑到舌头的部分 一人抓住一根红色的牙齿 一袖也只是沾上去 就感觉一阵阵刺痛钻入手心 唐胖子喝的 摆起来 中毒也死不了 肯定有地方可以戒毒 进去之后找重核心 就算是僵尸咬了也能救回来 这会儿信不信都无所谓 不拼是个死 拼了也许还能活呢 刺痛就刺痛吧 嘎嘣 胖子转心摆下了那个蛇牙 似乎这一下子激怒了蛇群 目视范围内 蛇群大幅度骚动 响尾的声音 不再是两条大蛇独咬 反而整个蛇窝中 都发出嘎啦嘎啦的声 而大蛇呢 老天 他们已经怒了 直接碾压小蛇 在他们的身体上冲过来 高昂着蛇头 尾巴甩动砸飞 砸死身后的小蛇 得嘞 我们这算是挖了人家祖坟不 好在他们跳不起来 冲过来的速度虽然快 但毕竟距离远了一些 堂胖子也是够狠的 直接冲过来抱着我的腰 一用力嘎嘣 直接帮我掰断了另一个蛇牙 然后转头就跑 跑啊 愣着干嘛 这一货一边跑 他一边叫 哦 对 跑 我赶忙站起来 就往外跑 这时候也顾不到什么 反正蛇骨的后面 也没有小蛇回去 堂胖子绕过蛇骨 冲着巨大的骨头 踹了一脚 蛇骨哗啦作响 这货又来了一脚 发现蛇骨没动 堂胖子倒退了几步 一头就撞了上去 嗯 他不傻 不是用脑袋的 而是用背后的双肩背 哗啦 整个蛇骨都散架子 胖胖子捡起一根 魂形骨就往前面扔 似乎整个蛇群都害怕这玩意儿 几条被压住的小蛇 跟受惊的小马一样 直接跳了起来 冲向一旁 而我这时候已经快冲到洞口了 唐胖子冲我喊 过来 追来跟 我赶忙撒腿就往回跑 那蛇骨跟水缸一样大小 最细的地方 有我手腕那么粗 我直接的搂在怀里 然后跟着唐胖子就往洞口跑 这一面的洞口很大 高度有一位两三米 唐胖子把我们遣过来的蛇骨 放在洞口 一只脚踩住户口 另一只手肘勾在另一端 整个身体用力 鼻子里哼吹一声 哼哼 嘎嘣 这魂形骨头被直接掰开 唐胖子将两个骨头 贴在洞口旁边 又冲我喊他 愣着干嘛 按我的方法做 我连忙丢下手里的蛇牙 胳膊承认 没你力气大 但也不是脑肿 给我开 我双臂用力 腰部用力 全身都跟着用嘴 嘎嘞 那骨头就跟生锈了一样 只发出嘎吱的声音 就是不给我分开 唐胖子那边着急了 喊到 我刺什么呢 快点啊 我一瞥眼 妈呀 那却舌已经扑过来了 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铺天盖地一样的黑色海浪 最大的两条距离我们 不过十几米 昂着蛇手 吞吐蛇心 快点 唐胖子是真急眼了 嗷嗷的一嗓子 我这一哆嗦 只听到脚底下 嘎嘣一声 蛇骨断了 唐胖子直接 是用抢的方式 抢走了我手中的 和脚下的两根骨头 横在洞口的地面上 放下之后 他更是站起来 举着手中的红色蛇牙 这蛇牙 作用一尺多长 红通通的 看着就像红宝石一样 最神经的是 一点杂质都没有 透着亮 他高声喝倒 解天天灵 雨滴地灵 神鬼通明 神通神灵 神门开 神魂壮灾 给老子尖架 这最后一句 绝对不是咒语 我发誓 不知 唐胖子手中 那一尺多长的獠牙 被刺入坚固的地面中 要知道 这可是石头地面啊 真正的岩石 我记得厨房说过 越稀小的东西 又容易刺入 坚固的物体中去 反倒是粗的 运用起来会很难 当初李小玲 诡章中呈现出来的画面 那老头拿着一根拐杖 就能把人切开 跟刀子切豆腐一样 举重若轻 就是实力的表现 而如今 唐胖子用这种 獠牙刺入岩石之中 未尝不是一种 实力的表现 但 却需要咒语 来借助鬼神天地的力量 你那老头使用的是 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林小玲啊 这条帮你复仇的路 不好走啊 得嘞 说的有点远 现在不是帮林小玲复仇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活着出去的问题 唐胖子将蛇牙 抽进了岩石之中后 拉着我就开始往洞里跑 我回头去看 看到那两条大蛇停在洞口 左右徘徊纠缠在一起 就是没敢冲进来 我不由得佩服唐胖子 他竟然可以瞬间到这一点上 连蛇牙和蛇骨头都不放过 但唐胖子却在我一旁 一边跑一边喊道 快点跑 那玩意儿挡不住多长时间 我再回头看去 果然出现了一些变数 那两条最大的蛇 竟然用尾巴扫起不少的小蛇 像丢东西一样 劈里啪啦的往洞口丢 那些飞过来的小蛇 就开始扭动身躯 直奔我们冲过来 这一下子 好像麻烦还是没有解除 也幸亏 这一面的通道大了很多 可以让我俩站起来跑 否则只是爬的话 肯定没有舌的速度快 可即便如此 我们总有体力耗尽的时候 况且这一路下来 其实已经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能不能坚持下去 坚持多久 全都是未知数 胖哥 这路不对啊 我跑着跑着 忽然发现一些问题 唐胖子问道 咋啦 这路不是直线 我说 不直吗 现在滚不了那么多了 身后还有什么药 唐胖子问我 我一看 这家汇京满身满脸都是汗水 很明显是勒道 回想一下 刚才他施展咒语 应该和这个有直接关系 我回头用手电照了一下 发现后面没有蛇追上来 说道 要不歇会 不能停 赶紧找下一个出口 唐胖子拒绝了我题 只是速度放火了一些 胖哥 这里到底什么情况 你刚才也没说明白 现在说说咋样 我故意提出一些问题 我怕唐胖子会泪滑下去 用这种方法 后续可以分一部分 他紧张的心理压力 虽然我也紧张 我也压力巨大 但身体情况要好过唐胖子 最重要的是 我怕他整个人类崩了 完全跑不动就麻烦了 我可不想背着一个 二百斤的胖子跑 我保证 跑不出三十米 我就可以削菜 唐胖子感激的看了我一眼 开口说道 目前咱们看到的是 五行逆乱局 那个就是咱们进来的时候 黑咕隆咚的地方 不分五行 不通四项 不是专业人士 根本无法走进去的地方 其次 就是坐落在水台上的 咕隆局 那个东西 接风饮水 靠的就是 一口潭水成局 镇压水潭 属于相辅相成的东西 但是我和楚黑星 都没那个能力造出来 除非能打倒 风水五段 才能借助人和法具 勉强布置成功 而且 绝对没有那水台上的持久 这是实力差距造成的 第四十五集 唐胖子实劲地 揉了下胸口 我看到他脸色有些发紫 关切地问道 真的不行 就休息一下 唐胖子对我摇摇手说 坚持一下 我要找到一些东西 才敢休息 找什么 暂时不知道 找到了才清楚 我刚才说到哪了 唐胖子咳嗽了一下 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回答我 我说 你说实力差距太大 对 实力差距太大 我现在风水两段 扶住两段 家族不算 三段刚出头 实力也算是 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但楚慧心 厉害 这小子 本家修为 最少在四段的返潮 他们家老祖宗 不是三百年 最接触的第一人吗 你知道 楚慧心被约什么 唐胖子问我 我哪知道 摇头说 难道是 四百年第一人 能再高点吗 让楚慧心听到四百年 他肯定哭 不过 这一小子的天赋 也确实够强的 我们这些家 关系不错的老头子们 曾经在聚会的时候说过 楚慧心 最少是五百年内敌人 甚至可能更高 如果他能在三十岁之前 突破五段 可以称之为 千年内 年轻一代第一人 唐胖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真的 用羡慕的语气说的 风水五段吗 我问唐胖子 唐胖子呵呵一笑 白了我一眼说 你还不知道咱们 四野圈子里的事情吗 不管是风水 补算还是符咒 都只是辅助的东西 几段几段 只是表示成就而已 真正和量一个人的能力 不是这些 而是凌威 凌威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不错啊 就是凌威 前那人实力的标杆 唐胖子回答我 凌威 我疑惑地看着唐胖子 不认为他会欺骗我 但这种事情说来 怎么跟仙侠漫画一样 还太等级了呢 之前曾经想过 关于风水几段 符咒几段的分级 但好歹还算是挺接地级的说法 可凌威这玩意 唐胖子终于坚持不住了 停了下来 手扶着旁边冰冷的墙壁 头顶上是万年蓝在发光 手中原本的火把早就烧了干净 两根用罐头盒做的火把 被我攥在手心里 抽了个空 揣刀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宝贝 能不丢就不丢 跟着唐胖子一起休息 知道奔跑之后 不能立刻躺下来 或者坐下 就学着唐胖子的样子 扶着旁边冰冷的墙壁 跟着大喘气 恢复体内的氧含量 胖哥 你说咱们这么跑 也不是个事啊 怎么感觉前头渺茫呢 我看着唐胖子 发现他正大颗大颗的低汗珠 整个人处于一种 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胖哥 你没事吧 我紧张起来 可千万别出事 不然麻烦就大了 唐胖子对我摆摆手 没一开口说话 张嘴哇的一下 吐了出来 这是剧烈运动后的肠胃痉挛 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吐 吐干净之后 喝水缓冲 我也顾不到许多 拉开唐胖子身后的双肩背 从里面翻出一瓶水 扭开盖子 顺手搁着双肩背 使劲地帮着唐胖子拍美 他又吐了几次 才算是晃过劲来 切碰我手中的水瓶 大口地喝起来 一瓶水 很快就被他喝了个干净 这才脸色晃过来 苦笑着对我说 可可丢人了 没事 您这是常年不断练 回头出去了 跟我们帮你 报个健身房 咱们一起锻炼身体 我笑着说 顺便还帮着他拍背 别帮我来吧 村里孩子出身 怕山翻山凉 是常年的事情 底子好 我笑着拍拍自己的胸口 唐胖子白了我眼说 你尝试着 欲几次 你比我还惨 真当你胖哥 我虚胖呢 我黑黑一笑 果然和我之前猜测的一样 唐胖子将蛇牙 抄入原石 应该是非常勉强的事情 我说 胖哥 我说错话了行吧 没刚才那下子 您早甩我巴里地了 咱现在就别争这个了 你还想不想 我出去经历 吃饭 经历喝酒了 唐胖子拼了我一眼 哼哼了一下 摘下了手间包 递给我说 算你小子有眼光 得来 痛完之后舒服多了 咱们赶紧的 还没找到关键点 这地方完全 唐胖子认真地说 我也跟着惊讶 我想要搀扶一下唐胖子 却要找了一个大白眼 算了 我耸耸肩膀 跟着唐胖子一路小跑 一直到头顶上的万年蓝 忽然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唐胖子才停下脚步说 休息一下 再往前应该是插路口了 我惊讶于怎么还有 唐胖子道 直接蛤蟆和武功的事情 记得吧 我说 那肯定不能忘 那你说 他们俩能住一起不 我立马摇头 怎么可能 明白了 唐胖子问我 我善笑一下 用力地拍下自己的脑门 这真的是蠢的死 竟然忘了这个 唐胖子指着 头顶上的万年蓝说 看着头顶上的万年蓝 一往前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他们的区别 找到插道就看看 南门浓郁些 咱们就往南门钻 如果有第三条路 咱们就走第三条 那你呢 我惊讶于唐胖子 竟然我自己往前走 别不视前面有危险吧 不过 这个想法一转念 就丢掉了 我觉得唐胖子 还做不出 那么没品的事情 那你注意安全 我知道 要是我问 什么之理 你行不行之类的 肯定伤唐胖子的自尊心 这一货看着稀稀哈哈的 其实骨子里跟处方一样 属于特骄傲的那种人 行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 就歇个脚的事 唐胖子用手背对我扫了扫 示意我赶紧去找下面的路 我正打算走 唐胖子说 把那个舌牙包起来 放包里 那东西也许有用 别丢了 我说 好 包了舌牙 放进双肩背 我这才发现 刚才抓着舌牙的手 变得通红 还有一些斑斑点点 出现在手掌上 微微皱眉 但却没有多想什么 只感觉在后来的时候 手心没那么刺痛 仔细回想 似乎是左手的林小玲 传递了不少的冰寒气息过来 抵挡住了那骨子刺痛 但现在林小玲无法出来 我也没办法沟通 只能先放一边 其实走得也不远 也就是跑个三五分钟后 我就看到了头顶上 万年兰的分布情况 开始出现了差距 左侧的会稍微少一些 而右侧则多一些 继续向前没多远 就看到了两个岔口 左侧的万年兰 已经少了很多 顶壁上 感觉就好像赖里头一样 东一块 西一块 而右侧则非常均匀 患有强迫症的人 肯定闹心这样的情况 出现在眼前 应该是这里了 我嘀咕了一句 忽然觉得脚下 好像踩出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我头皮都砸了 地上密密麻麻地堆了 一片小摩执大小的蜈蚣 和半个打虎鸡大小的癞蛤蟆 刚才光顾着看头顶 放进了脚下 这一脚下去 真是的 孙爽 我意识到 刚才唐胖子的推理 现在已经成立了 在结合之前 在蛇群之前的事情 已经完全能明白 这种环境中出现的情况 蛤蟆和蜈蚣近在咫尺 头皮麻木的感觉 也跟着越来越激烈 因为看过蜈蚣 那残忍杀戮 都是蛇群的样子 也看过 那一个个赖蛤蟆 被蛇群通光的场景 除了头皮发麻 太阳蚀 突突突地跳过不停之外 我还能忍受 小心翼翼地向后退 不敢再唐吐 这两种东西都很可怕 大蜈蛤蟆能够成为 五毒之一 绝对有它的绝活 回忆一下新闻里 那两个断了 蜈蛤蟆的小伙子 我也没办法 分辨到底是蜈蛤蟆危险 还是蜈蚣更可怕 围巾之计 回头 回头找唐胖子删量对策 或者他已经想到了办法 就看我们能不能安全地走了 似乎是蜈蜂一样 我就是递上了一堆癞蛤蟆 蜈蛤蟆 就是一顿萌菜 反正鞋子结实 也不怕这些 可下一刻 就吓到我了 那些五孔还好 踩碎的时候 还能出点 琵琶的脆响 可惨了那些蛤蟆 就出了大问题了 心中后怕 得亏是自己的年轻冲动 不然这一头钻进来 恐怕要吃大亏的 我看到那些 只有半个打火机大小的蛤蟆 背上喷出 比牙签还细的白色泡沫 落在我心味上 竟然发出滋滋的声音 一股股 细细的小白眼 飘起来 我大叫一声 跳脚躲开 这什么玩意儿 我意识到 自己的冲动 似乎发现了 不得了的东西 赶忙倒退 离开这些玩意儿 还好 他们似乎不知道追杀我 在我远离了 大约几米开外 只有零散的小东西 晃悠悠的冲过来 被我直接踩死 深吸一口气 这种发现 应该要和唐胖子 伤了一下对策了 两条路 一条充满了口气锋利 大腿那么长的五股 而另一个 癞蛤蟆本身 以为好欺负 可没想到 只有火柴盒大的东西 喷出的白色毒液 就那么可怕 腐蚀性强的惊人 我这个 可是正品军钩啊 本身就耐腐蚀的 刚才用刀子挑了一下 露下白色毒液的地方 竟然腐蚀了一个小坑 虽然没有腐蚀透 可仍然惊人恐惧 这再多大点 要是来个 再大一些的咋办 这些喷到鞋子上 喷到身上咋办 那不是 一喷就一个窟窿 我一想到这个 就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太吓人了 等我带着这些发现 回转去找唐胖子 却在原来的地方 看到他 躺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胖哥 我惊讶急了 怎么会这样 完了完了 麻烦了麻烦了 麻烦大了 我几乎是冲过去 扑在了唐胖子的身上 喊道 胖哥 我去 你别死啊 我是真的急了 声音都带着哭泡的 也怪我够重的 唐胖子闷哼了一声 张嘴说道 老弟 要压死我了 我差点没跳起来 因为这祸诈尸 然后惊喜的喊道 胖哥中招了 你小子怎么 啥事都没有 他疑惑地歪头 看了我一眼 我拿手的遗诈 我累了个去 满脸的紫青色 两只眼睛的瞳孔 都竖了 眼白多 黑瞳少 弄得 给蜥蜴演出似的 这可把我吓得不轻 连忙说道 胖哥 你可千万别吓我 没你跟着 我肯定出不去 胖胖子呼啸一声 说 我估计 我挂定了 我要是死了 你弄点东西 把我烧了 行不行 前面你可以走 武功那条路 或许能过去 把我点了 能有用 再绕多 他说着 还摸了摸肚皮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胖哥这话说的 我心酸 我咬了咬牙 对唐胖子说道 哥哥 就算是背 我也把你背出去 咱们相交时间短 但也算是 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我仰慕还没有落个 丢下兄弟的习惯 你别说话 老老实实的休息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不就是二百来斤吗 哥们当年砍木头 挖树根 也曾经背过 还能翻个山梁呢 唐胖子也不说话了 谁不怕死呢 能不死 就不死吧 弄了弄嘴唇 唐胖子苦笑着说 谢谢了兄弟 别靠近 我万一我跑的时候 背后有东西追我 也有个挡箭牌 你看 我其实挺坏的 我黑黑一笑 这时候 逗笑总比说丧气话好 这个主意不错 我饶多 唐胖子顺着我的话 笑着回答 行了 胖哥 前面的路 我发现了插口 不过 不过麻烦也很大 需要你的帮助 千万挺住了 不然 正要拿你当挡箭牌了 我将唐胖子扶起来 想背着他 他摆一摆手 不用我背他 说 站着我就好 站着我就好 这会儿 换过来不少 快点走 舍就要过来了 我也不勉强 胖胖子终究 还是要面子的 现在死撑就死撑吧 真的坚持不住 再想别的办法 他露出我的肩膀 好家伙 真够重的 两个人尽量提升速度 向着玉香看过的地方 慢慢走 路途上 我把之前遇到的东西 输给唐胖子 他微微错眉 虽然身体疲软无力 但脑子还能飞快地运转 我看了一下 投射的曼年兰 已经接近 两个岔路口的地段时 唐胖子才问我 你想从哪里走 我停下脚步 实际上 这个问题 我已经考虑过了 但我怕自己 考虑得不全面 所以犹豫了一下 说道 不想听你的意见 我有个疲倦 唐胖子显得 有些萎靡 几乎整个身体 都挂在我的一侧了 胖哥 这你现在还活着 赶紧给老弟 这条明路吧 我不得不开玩笑 趁着口吻都变得轻跳 实在没办法 唐胖子的状态 好像真的不咋地 唐胖子眼皮子都在下坠 谁不知他脑袋 也跟着向下跌一次 我只能用手拍了一下唐胖子的脸蛋 结果发现他正在发烧 热得厉害 连忙摸了一下额头 再试探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不好啊 情况太不妙了 胖哥 胖哥 我拍着他的脸 连续好几次 唐胖子 再用鼻子嗡嗡了两下 整个人根本无法回应我 坏菜了 刚才就不敢让唐胖子逞强 这走了这么多路 现在中的毒随着血液扩散到身体里 真的是 你说你要什么面子 放下唐胖子 我把内沉的背心撕下了一条 我记得我们带着的物品中 有急救用的退烧药 似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当时每个人都塞了一把药片 在身上的马甲口袋中 我嘴巴里咬出手电筒 开始翻找马甲里的药品 很快就找到了 标注着退烧的药品 其中好一份标注急救抗毒的胶囊 希望这些可以管用 我看了眼唐胖子 这一会儿真的是听天由命了 是死是活的 全得靠你自己扛着 兄弟我能做的就这么多 万一你真死了 顶多我给你带出点身上的零件 这地方像点火都没柴给你烧 砍个手脚应该也凑合 我更喜悦地想到 如果砍了人头带出去 会不会比较方便 可以看那硕大的脑袋 估计得有二十斤 还是算了吧 我赶忙甩掉这种傻瓜一样的想法 将这两粒药都塞进唐胖子的嘴巴里 这时候只能司马当火马医 再拿出一瓶水来给他灌进去 剩下半瓶被我收回背包 唐胖子这会儿已经昏迷 发出无意识的声音 看样子之前很痛苦 这家伙一直在强忍着 直到现在才算是 彻底的被打回了原形 胖哥 你这是何苦来的 现在好了 弄不好咱哥俩 就都挂这里 我苦笑一下 看着栽在我间马上的唐胖子 幸亏这货个子不高 不然我就算是力气再大 也拽不走他了 想了想 我把双肩背挂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翻出之前的安全绳 绕过唐胖子的双肩 又在他胯下带了上来 这是典型的农村妇女 背孩子的吊绳方式 考虑到唐胖子的尊位 我不得不为他担心下半身的问题 但现在 看你运气了 要是都不能活着出去 那玩意儿 也没啥用 要是能出去 顶多 顶多 我让嫂子揍我一顿 总好过的 死在这里夹 现在的问题在于 我该走哪面 是走唐胖子之前 设定好到蜈蚣那边 还是走癩蛤蟆那边 如果唐胖子清醒 我一定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唐胖子 确实有水平和能力 第四十六集 可现在呢 我一个普通人 就算我会四几个又怎样 我总不能 就这一圈蛤蟆唱歌吧 就算能 我也不敢 除非我想弄死唐胖子 和我手指里的林晓菱 那东西的威力 我真的不敢去尝试 或许 我退回去 算了 那一圈蛇呢 回去死定了 这下好了 从近来那一刻开始 怎么就是这么个局面 倒退是死 前进也是死 要不是蛇血的时候 唐胖子 不停的算计 现在我脸 早就在一群蛇的肚子里 安家了吧 现在没了唐胖子 到底 该怎么办 我意识到 如果不能尽快的 做出选择 很可能会让我们两个 彻底死在这里 走蛤蟆的洞穴 我为自己 确定了一个方向 原因是 蛤蟆虽然喷毒 但毕竟 本身杀伤力不够 有机会规避 可一群 大腿那么粗的武功 没有唐胖子的技术支持 我和他 默默然冲进去 结果只有一个 死 而且 我隐隐约约觉得 我们或许有机会 安全地冲过去 只是不知道 这个想法 到底能不能成 如果万一成了呢 起来 我一咬牙 就把唐胖子 这二百多斤 给背在了后背上 老天爷 真诚 但好在 我还扛得住 背着唐胖子 一只手 拎着唐胖子的军刀 而另一只手 从背包里 拿出刚才 包起来的蛇牙 我忽然眼皮一跳 冲着拿着 蛇牙的左手问道 雷小亮 刚才是不是 你帮我的 手指头动了一下 果然如此 我立刻意识到 或许可以有方法 救唐胖子了 连忙问道 能不能帮我 给胖哥驱毒 左手中指 微微摇摆 我错没问道 只是暂时的也行 只要能救了胖哥的命 你以后也有好处 但很厉害 跟处方差不多 左手中指 依旧微微摇摆 看来是行不通 那你帮我抵抗一下 这些手上的毒行不 能扛得住吗 我问道 其实我很担心 林小灵的安全 这里对于林小灵来说 太压抑了 而这根蛇牙上的毒 对身为鬼魂的林小灵来说 到底有没有影响 很难讲 左手指跳动了一下 这是说 可以帮我抵抗住蛇牙上的毒 我问 对你有影响吗 有的话动两下 很快 林小灵动了两下 这一下 有些作拉的感觉 难道这牙毒 连鬼都不放过 对你危害大不大 一下是大 两下是可以接受 我再问 必须搞清楚这点 否则我的计划就未必行得通 林小灵控制我的中指 动了两下 这才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说道 行 那就靠你帮忙了 能不能冲过去 就看老天爷的了 事实上 我现在的心里别提多孤单 说到底 在这种事情上 我真的太弱了 根本无法与唐胖子和楚方 来相提并论 本身我只是个打酱油的 小弟的角色 没想到 走到现在 我竟然成了主角 唐胖子因为中毒 差点挂了 林小灵本身是厉鬼恶魂 本领不足 可偏偏 这里限制了她的出现 最后 就剩下 我这么个打酱油的 来称场命 人生艰难险走 最重要的是 要艰难的活下去 为了这个理由 拼了 我的预测是这样的 完全是按照之前 在蛇学中看到的东西 来判断 唐胖子说过 这类就是一个 小型的五毒生物圈 而我也亲身经历过 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 一群瘦大的蜈蚣 冲进蛇穴 砍瓜切菜样 吃了一大堆 小蛇不爽 临走还带走了不少 这说明 群蛇的上层食物链 是那些大条蜈蚣 偏偏没一会儿的功夫 两条大蛇 分别用赶羊群的方式 赶来了两堆大蛤蟆 这些蛤蟆叫得很慌快 但我知道 那是对死亡恐惧的吼声 这说明什么 说明蛤蟆对蛇的恐惧 是来自骨子里的 我手中还有 挖了人家大蛇祖坟的 一根獠牙呢 或许 这上面的气息 存在的东西 可以让蛤蟆群感到恐惧 这就是我的判断 如果赌输了 我和胖子难逃一死 如果赢了 嘿嘿嘿 我要不要弄只蛤蟆虎身 像是这么像的 但实际上怎样 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拍了拍 挂在我肩膀上 胖子的手臂说 胖哥 咱俩赌一把 你把命都交给我了 万一真不行 我撕你前头 在黄泉路上 给你带路 也不知道 是不是唐胖子 听到了我的话 还是无意识地 嗡了一声 随后 我迈着坚定的步子 向着蛤蟆所在的岔路口 走了进去 胖哥 我就当你同意了 咱哥俩进去 赌一次我的判断 如果成了 我出去请你喝酒 输了 咱俩黄泉路上做伴 我对着 已经泄入昏迷的 唐胖子说道 唐胖子依旧 嗡嗡嗡嗡地回答我 可我知道 现在只能是 靠着我自己 活或者死 凭的不再是兄弟扶持 唐胖子挡在前面 胖哥 你保佑我 看着这伙 笑眉眉的时候 像个弥勒佛一样 希望他的属性 也能跟弥勒佛一样吧 再次面对那些 小小的癞蛤蟆 心里还真打鼓 最担心的莫过于 那牙签一样的 白色毒液 落在身上会怎样 那只是小小的一个呀 再大一些的呢 射速 高度 浓度 老天爷 这个选择 真的靠谱吗 我连自己都不太相信 毕竟 我经历的太少太少 几乎空白 现在别说 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自我安慰的话 人家起码还能说一句 交学费 我直接 交了小命 小赖蛤蟆似乎挺气愁的 在我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后 一阵阵 细微的蛤蟆叫 从他们那微弱的身体中 传出来 紧接着 蜂拥我面前 成不成的 看手中的这个东西了 我举起红色的獠牙 看上去更像是红色的宝石 在前面晃动了一下 但下一刻 令我惊得的一幕 发生了 我不知道 这根蛇牙 自带什么属性光环的 反正 就是我贴着 那地上的小蛤蟆们一晃 距离我半米之内的小蛤蟆 全发了肚皮 也不知道 是不是死了个干净 反正 四条腿一蹬 直邦邦的 躺尸一动不动了 这是搞什么呀 这全都是意外惊喜呀 我都快跳起来了 如果不是唐胖子压他太重 我估计 我这会儿 能跳着轻快的脚步 哼着小曲儿 冲进蛤蟆窝 当然 如果乐极生悲 谁说给我听的话 那么我觉得说的太对了 蛤蟆这个涌道中的宽度和高度 还不错 我以为吧 怎么着 也会一帆风顺 可问题在于 当你面前横着 四只脸盆 那么大的蛤蟆时候 会怎样 甭以为蛤蟆就没有表情 它们神色戒备 浑身上下的脓包 起起伏伏 脊背上方 最大的脓包上 有一个小孔 正在开河 随时可以发出致命的毒液 老天爷 这么老大个的蛤蟆 我估计碰到就会要了我的命 它们没动 站在那里一排盯着我 周围的小蛤蟆 刚被我用蛤蟆 放翻了挺势 这下算不算 当是人家家长的面 欺负玩 四只蛤蟆 轮番开口狂叫 我只感觉 蛤蟆的声音越来越多 但不理解这其中的意思 正学死着 要不要退 耳边呼人传来 唐胖子的声音 那两条大蛇刚来 弄走一群蛤蟆 他们以为也是大蛇的同伙 来找蛤蟆 本能地抵抗你 是因为 你再杀下去 会打破整个圣母圈 胖哥 你醒了 我惊醒了教导 差点激动地跳起来 唐胖子的声音 很虚弱 他说道 抱歉 小弟 拖累你了 瞎说 没你扛着 我早死了 哥哥趁着精神到话有 赶紧说怎么办 现在不是叙旧的好时候 我要趁着唐胖子 还能说话 赶紧问事情 唐胖子苦笑一下说 要是我还能懂 打死都不走这里 会破坏平衡的 都要死了 还管平衡不平衡的 我咬牙切实地说道 这时候还管这个 唐胖子苦笑说 不能不管啊兄弟 这上面是城市 人口密集 到时候 别说功德无量了 你会造成无边杀业 这一辈子 都别想好过 所以 平衡绝不能现在打破 就算破坏平衡 也让他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咱们出去以后 还能找长辈高手 回来补一下 我以为 凭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呢 我苦笑了一下 就算为了活命 我也不敢真的去做了 上面 上面可是有着 几百人口的城市呢 这么多毒物 就入城市中 简直就是 莫大的灾难 唐胖子说 先退了吧 退回去 这些毒物之间的平衡 要是破坏掉 顶多的是流算出去 但这里还镇压着东西呢 也不知道 镇压的是什么凶物 想用这么大的 五毒剧来镇压 真的放出镇压的东西 恐怖算是最可怕的 好 我只能这样回头 那四肢蛋蛤蟆 也没有追过来 反倒是 脚底下零散的 没有被放翻挺身的 小蛤蟆 正跟潮水一样的退去 听吧 不能再走了 唐胖子忽然说道 怎么 还没到岔路口呢 我说 出不去了 外门舍已经来了 他们也害怕 不会平衡 不确实的阶段 是不会就是这里的 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岔路口 等着我们 胖子的声音 开始断断续续 有气无力 那 我该怎么办 总不能等这两头蛇 来这里觅食的时候 再带着你冲过去吧 就算我想 也没本事跑得比蛇快啊 我焦虑地说道 现在真的是 进退维谷 没了唐胖子 我根本 就是在抓下 我晃了一下肩膀 叫了两声胖哥 发现唐胖子 又昏了过去 这是天液 我不得不这样 去看他问题 自从认识了 楚方以后 我对之前的任何逻辑观念 都充满了疑问 包括 现在这种情况 我把唐胖子 从背后解开 放在地面上 然后 把之前插入在 手腕上的护身符 也摘了下来 挂回脖子 深吸一口气 我记得 这个双肩胖 是防水抗腐蚀的 也不知道真假 所以 我决定试一下 地面不远处 还有我之前 放翻挺实的蛤蟆 我用刀子 戳了一只 在双肩胖的旁边 滴了一滴 蛤蟆毒 白色的毒液 果然顺着 双肩胖的表面 流淌下去 没有出现 腐蚀的现象 真好 我对昏厥的 唐胖子说道 胖哥 你在这里等着 哥们找那几只 蛤蟆谈判去 我也是犯魂 现在这种情况 说什么谈判 实际上就是想仗着 手中的蛇牙 去威胁一下 如果真的有效更好 如果真的没有效果 就算是 背上天大的夜果 我也不想 现在就死 打不了以后 疯狂的赚钱 修桥补路 做好人好事 强行扶老奶奶过马路 下辈子 做牛做马呗 我提着蛇牙 左手拎着双肩包 当作盾牌 挡在身前 再次走回 谈判是不可能的 我打算尝试下方法 至于这种 尝试行不行 我不知道 只猜测如果成了 我俩活 不成 我俩死了 就这么简单 我问林小林 小梁 如果蛤蟆毒 碰我身上 你能挡住不 因为之前我知道 我之所以没有中毒 就是林小林的功劳 舍牙上的毒 尚且可以挡住 或许蛤蟆的也能 按照习惯 一下是试 两下是拒绝 我的左手中指 跳动了两下 哎 原本还以为 可以再带一层保险的 没想到 这个还不行 算了 本来就是问问 没打算当作底牌 我原路走回那些蛤蟆 聚集的地方 也不知道 它们之间 是否有沟通 在看到我回来的时候 地面上那些小蛤蟆 竟然躲开了 给我让开了一条路 有门啊 我惊讶了一下 既然它们懂得避开我 就意味着 能够有机会 当再次走到之前 背着唐胖子 冲到的地段时 四肢吸脸盆大小的蛤蟆 警惕地看着我 我摇动了一下 手中的蛇牙 深吸一口气 将背包挡在身前 继续向前走 脚步很轻 身体也随时处于一种 可以随时移动的状态 因为我不知道 这四只蛤蟆 啥时候会射出毒液来 那太可怕了 我坚定地相信 只要一滴 就可以融肉穿骨 比那些小蛤蟆 带来的可怕腐蚀相比 简直是天地之差 更关键的是 巨蛇 那两条巨蛇赶进来觅食 说明人间有不怕的地方 但更多的是 它们之间微弱 又可怕的平衡能力 也就是说 最大的几只家伙 比如巨蛇 比如蛤蟆 比如五骨 最顶尖的一批 应该是完全平衡的 平衡 就意味着实力上的平衡 可我不确定 这四只脸疼大小的蛤蟆 有这个资格 如此一来的话 我不由得皱着眉头 真正的危险不在这里 而在更里面的蛤蟆洞中 拜托 拜托 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着 希望这次可以如无所愿 在距离四只蛤蟆 一米左右的时候 四只蛤蟆 开口降落起来 极粗 而且尖锐 这是警告吗 退吗 不 解决不能后退了 退回去 肯定是个死案 就算我能活下去 唐胖子也死定了 可我能吗 我肯定丢不下唐胖子 仗义这样的词 说的就是我 好吧 趁这没人 吹一下自己 这时候就是赌命的 谁弱了 谁就是案板上的鸡 弱鸡没人愿意做 我对面的蛤蟆们 恐怕也不想做弱鸡 所以当我向前走的时候 它们急速的叫声 甚至可以称之为刺耳 一直到距离 它们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看到 它们背后的 鼠标大小的笼包 已经开开合合 酝酿着喷射毒液 可身体依旧 坚挺地站在那里 不曾有一丝一毫的移动 这几乎就是 面对面的交锋了 蛤蟆的叫声停止 背后的毒囊 不停地鼓动 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开口说道 让开 我只想过去 我在赌 我在赌人的声音 是否可以传递别的信息 我虽然拿着蛇牙 但我不想因为蛇牙 被这些蛤蟆误认为 是它们天地的巨蛇 但也同样 因为有蛇牙 我还要让这些蛤蟆 在内心中产生恐惧 就好像在山里 遇到狼一样 你如果先跑了 第一时间弱了 等待你的只有死亡 可如果在第一刻 你和狼对冲 表示无畏的话 你至少有两成的机会 下退狼群 道理是这么简单 可事实上 能够成功的 只有极少数 我就读那极少数的成功率 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漏洞 是大自然当中 强者制胜之外的驴子 这里提到的驴子 是一个典故 一头没见过驴子的老虎 被驴子连续下退 好几次的故事 我就读那几次的几率 只要尝试成功一次 就足以让我 带着唐胖子冲过这里 至于后面到底有什么 我的娘的真的不知道 我的花言落下 猛然听到里面 出了一声巨大的蛤蟆叫 这事真的很大 就好像是供奉机 放到最大的声音 震耳欲聋 然后就看到四只蛤蟆 就跳了起来 我以为失败了 立刻将双尖杯输到前面 却不想再下一刻 这几只蛤蟆 竟然向后跳去 什么鬼 紧接着地面上的小蛤蟆们 也开始向着我周围两侧移动 这是一条路 我意识到 我竟然赌对了 当洞穴的蛤蟆首领 意识到我不是天敌 就要能够产生巨大威胁的时候 竟然主动地让开了 我立刻想明白了这一点 转身就跑 再跑回去的时候 看到唐胖子 躺在地上 脸色变得很难看 看来 解毒药的作用失效了 胖哥 坚持住啊 我大声地叫着 然后快速翻出 唐胖子口袋里的解毒药 一共一人一份 我的那份 已经给了唐胖子吃掉 还剩下一份 只能继续给他吃 至于能不能挺住 我真的没办法保证 第四十七集 塞药是个麻烦的事情 这家伙嘴巴咬得很紧 我只能用手中的短匕首 直接掰开 甚至还崩掉了 唐胖子的一颗门牙 不过这时候命第一 大不了出去以后 给唐胖子像一颗金牙 跟鬼水灯里的大金牙一样 这么一下 还挺有法耳的 最后再把之前 流下的半瓶子水 给唐胖子塞进去 小匕首不小心 还划泡了唐胖子的嘴唇 拽出一张创刻贴 简单地处理一下伤口 最后 再麻烈地用安全绳 将它和我捆在一起 这时候 也不说什么两百多斤 死沉沉的废话 做好这些之后 我背着唐胖子 拔腿就跑 当冲到洞口的时候 四只蛤蟆依旧站在一旁 就好像欢送我 或者迎接我一样 不管怎么说 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小细意的顺着蛤蟆们 留下的小路 缓缓地踏足 到蛤蟆的洞穴中 这是他们的领地 里面可能会有成仙 上万只蛤蟆 在等着我们 头顶上的万年蓝 散发着盈盈的光 下一刻 没有洞穴才知道 蛤蟆的领地 是多恶心的地方 到处是恶臭的味道 大约 深没到狡猾的泥 散发着恶臭 偶尔好一些 毛茸茸的黑色的东西 插在上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最后我借助微弱的光 赫然看到一只巨大的蛤蟆 正死死地盯着我 一瞬间 我毛骨悚然 差点 想丢个糖胖子 这么大 目测这只蛤蟆的体型 跟一头五百斤重的猪 没有多大的区别 它低附在地面泥泞里面 背后竟然有一排 电水壶大小的毒囊 不是一个 是一排 足有六个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它似乎对我的到来 很不开心 屁股觉得牢高 整个身体向前轻 背后六个毒囊 开合不定 这要是窜出来 最少是手指头那么粗 这还不算 还是六个呢 咬命了 死定了 我不敢轻松 但这时候 惊讶地发现 迷命的地面上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蛤蟆 唯独 我脚下 有大约一尺宽 左右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更为有意思的是 这竟然 还是一条路 难道说成了 那巨大的蛤蟆 两侧塞鼓起 冲我 呱了一声 好家伙 差点 没让我聋了 声音巨大 竟然带着 声浪激荡起一阵狂风 腥臭的味道 比这里散发出来的 还浓了几倍 我差点 没忍住吐出来 我跟着大吼一声 也不管那只 巨大的蛤蟆 听不听得懂了 别叫了 我追就走 说完 准时我就顺着蛤蟆 给我流出来的小路 窜出去 当然 只能用窜的方式 这里太泥泞了 完就可以用 粘稠来形容 每一次落脚和抬脚 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不 也不是 落脚的时候 根本不费力 身上挂着个 两百多斤的货色 怎么可能费力 但难度是 抬脚的时候 费力的很 几乎每一步 都是一次考验 没十几步 我就感觉自己 双腿打慌 头上的汗 一滴滴的渗透出来 咬着牙 我看到 大鱼十几米外 就出口了 虽然明知道 那是下一次的冒险 可疯狂的我 还是觉得 那是天堂 一步步的向前挪动 人生从来没有过 如此费力的时候 心里 总有一个小人 不停的跳出来跟我说 赶紧把唐胖子扔了 扔了 你就可以自己 轻松愉快的跑了 我一次次的放弃 这种诱人的想法 扔些兄弟 不是我个性的 更何况 唐胖子对我 还有救命之恩 就中这个 我都没有放弃 唐胖子的道理 身后的蛤蟆叫声 又一次出现 带着催促的感觉 令人头皮发麻 冷汗 也跟着出来了 我就怕 那最大的蛤蟆不耐烦 现在 我背着唐胖子 真来那么一下 最先要命的就是 他唐胖子本人 喝着真被袭击的话 唐胖子没准 就应了我之前说 拿来当挡家买的话了 这可不行 我急忙加速脚步 顾不得这样会对身体 带来伤害 总比死了强啊 那只该死的巨大的蛤蟆 连续两次急促的吼叫 终于迫使我 背着唐胖子 走到了另一侧洞穴口 这里的洞口更大 已经接近了三四米的高度 洞口边缘有很多污泥 还有很多细碎的小坑 落在污泥上 胖哥哥 我感觉自己 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 再走下去 不用这里东西弄死我 你就能压死我了 背着唐胖子 在污泥中走了这么久 人已经快到崩溃了边缘 但身后还有威胁 能让我坚持下去的东西 只剩身后的大蛤蟆 和背上唐胖子的生死 一步步顺着 这个巨大的洞穴 向前走 身后的蛤蟆声音 越来越小 最终一点都听不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松立高气 贴着墙边 将唐胖子放了下去 一揽的解开安全绳 反正我这体重 也压不死唐胖子 两个人跟面条一样 溜着墙根就坐在了地上 胖哥哥 死里逃生啊 我都想哭 我说话的时候 都在这哽咽 实在是太刺激了 太惊吓了 从窟窿局进来开始 简直就是噩梦 谁能想到一根蛇牙 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 只可惜唐胖子 能跟蛇牙 为了挡住巨蛇 插在了地面上 不过这样也好 那蛇牙 差点要了我们俩的命 如果不是林小玲 我估计这会儿 跟唐胖子一样 挺失了吧 如果按照这个算法 林小玲竟然成了 我和胖子的救命恩人 厨方啊 连你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一天吧 时间变化真的是 奇妙非常 恐怕这样的事情 就算是唐胖子家里 那个老家伙 也未必能够算得明白 命运这个东西 变数太多 除了死亡 是不能更改的 剩下的一切 都在不经意间被修改 要不然 咱们有一命 二运 三风水的说法 命运这个东西 最难更改 也最奇妙不可言 但运气 就可以根据一些 特殊的手段 进行调整 不然也不会有 那么多江湖骗子来举 管你 没运当头 当破一下的说法 风水 风水就是改动 运气的手段 我最近参悟学习 风水基础一 和符咒基础一 最大的感触就是 只要不是你上辈子 作孽 今生必须要活的那种 基本上 都可以通过直接 或者间接的风水 改变命运 民间流传最广的 一句话就是 祖坟上冒烟 坟头上长草 你可以理解成 另外的含义 那就是风水 要不然 为何古代帝王将相 对选择目的 有那么大的兴趣 和爱好呢 因为好的风水目的 可以给后代子孙 带来巨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 会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到 后代子孙的生活 一些武侠小说 最盛行的一种说法 不就是龙脉吗 龙脉是什么 无非就是 决定的风水格局 只不过 这种格局 都是自然形成的 至于人为能否摆出 决定的风水格局 我就不知道了 至少风水基础 医力肯定没有 换过劲来 我拆开跟我和唐胖子 绑在一起的安全绳 看了一眼唐胖子 发现他的脸色 恢复了不少 看来 抗毒药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就是不知道 还能坚持多久 摸了一下唐胖子的鼻息 呼吸的还算平稳 胖哥 你在这里等下 我去探他路 我对昏迷的胖子说道 这会儿 也真没力气 再带着他走了 前面的路途 依旧未知 为了避免麻烦 趁着这里还算安全 还是自己过去看看吧 这一路上 头顶上的万年兰 越来越茂密 到最后 似乎整个头上都是 地面上 开始有干枯的万年兰 铺在地面上 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些 红褐色的种子 也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成活 不过 这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 我发现了一些 奇特的事情 而且是令人真正 头皮发麻的事情 不是我这个人矫情 很多时候 人会害怕蛇呀 蜈蚣 蛤蟆这类东西 但多数是因为 他们的毒性 但有一种人 不幸的成为一种 对毛茸茸小生物的恐惧 比如我 我看到了脚底下 不知何时爬满了毛茸茸的白色蜘蛛 妈呀 我尖叫一声 整个人都不好了 嗖的一下子向后窜 转身就跑 虽然之前 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知道五毒之中 肯定有蜘蛛 但谁知道那么毒啊 放眼望去 我刚才所看的地方 竟然是一片白 宛若北方五月初时 落地的阳絮 扑满地面 密密麻麻的样子 让我差点没哭出来 小时候被毛茸虫 遮得后遗症 一下子爆发出来 回去 就算是跟蛤蟆干一场 也比钻戚 这种的洞穴中强多了 这简直是 挑战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挑战底线啊 我的底线就是小的 带毛的 别让我看到 我会发飙 当然 一个两个 我直接踩死 这么多的话 我可不敢想想 满身爬满白色的小蜘蛛 是一种 怎样的可怕感觉 况且 这里还是五毒中的蜘蛛 老天爷呀 我会死的 不被蜘蛛毒死 我也会被自己恶心死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我算回到了 唐胖子的身边 唐胖子呼吸的 还算均匀 但整个人 已经陷入了 深度的昏迷当中 我坐在唐胖子的身边 低声说道 胖哥呀 我迈不过心里那个坎 真的不敢走了 那里面 跟休息的盘思通 没啥区别 到处都是 指甲盖大学的支柱 唐胖子肯定是 没法搭理我的 只是偶尔 抽出那么一下 看来距离挂了 也不远了 不行啊 这样的话 唐胖子真的死定了 我看着 靠着蜘蛛纳闷的涌道 再看看一脸紫青 不知道啥时候 就死的唐胖子 心中又犹豫起来 要不要直面恐惧 可万一还是 救不了唐胖子呢 这该死的地方 怎么就出不去呀 处方啊 这时候 我真的无比地想念你 万能的处方 就这样 耽误了十分钟左右 唐胖子已经从 偶尔抽出一下 开始加速了 原来是三五分钟一次 现在已经变成了 两个分钟左右 就会抽一下 为了防止他 咬了舌头 我撕下他身上的破布条 团成一团 塞到他的嘴里 塞完之后 发现手上 有些不对劲 再仔细一看 我的老天啊 唐胖子流鼻血了 不好 这是 真要完蛋了 我连忙呼喊 林小玲 赶紧出来 出不来 就跟我说 能不能暂时 救下唐胖子 我已经没办法 跟他好好商量了 林小玲 跳动了下 我的左手中指 能行 我叫他 赶紧救他 我一只手 跌着唐胖子的鼻子 然后发现自己 还塞上了 这祸的嘴巴 差点没憋死他 赶忙松开 结果 两个逼宫 刷的一下子 窜出一大堆黑血 还带着腥臭的味道 这一下唐胖子 怕是熬不住了 这时候我是记得满头汗 真心的开始 为唐胖子的生死 感到担忧了 之前还能琢磨 唐胖子功夫高深 发力无边之类的 现在看来 也就那么回事 碰到蛇毒 弄不好 照样得嗝屁 为了兄弟 拼了 我一咬牙 死死地瞪着蜘蛛洞 那门眼 眼泪不自觉地 就流了出来 儿时的可怕阴影 太深厚了 不是我吓哭的 是回忆起来 身体自然的反应 使劲地抹了一把眼泪 再次把唐胖子 背在身后 带着哭腔地说 胖哥 出去以后 你请我吃饭 必须请三顿 少一顿 我都骂你 唐胖子的回答 是一阵阵抽抽 一股子热流 滴在了我的脖子上 又出血了 走 不就是小蜘蛛吗 多大的事 其实 我自己无论是精神 还是体力 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人说垮 就能垮下来 可现在不敢啊 不但自己的小命不保 我还想抱着唐胖子呢 不然出去以后 咋和处方交代 没有唐胖子 那一下子挡住蛇裙 我俩早死了 再次见到满地 如羊血的蜘蛛 我直接咬破了嘴唇 实在是怕得不行 心里上的恐惧 大到了一个极致 每一脚踩下去 都会听到啪啪的声音 然后我的鞋面上 裤管上 逐渐开始爬上来 白色的小蜘蛛 我甚至可以清晰地 看到他们的副眼 那种恐惧 竟然让人 有一种眩晕的错觉 我实在受不了了 在这种空空的洞穴中 大声大声地吼叫 来啊 来啊 你们这帮龟村 来 出来受死了 我举着双肩背 还拎着唐胖子的长刀 蛇牙被我憋在了前面的裤腰带上 其实 我现在都知道自己不惺惺 犯魂呢 奈何 只有这样的状态 逼着自己疯下去 才能暂时地忘掉恐惧 这里的洞穴真的很大 而且比这些蛇窝带着一小段断牙 蛤牧窝里都是泥泥来比较 这里真的干净多了 除了到处都是白色的蜘蛛啊 除了一根根树立地面的石柱子 你们老大呢 老大呢 来个大的 给爷杀个痛快 我直接忽略掉了脚下的蜘蛛 已经从指甲大小变成了 粒子那么大的石柱 更是看到偶尔趴在石柱上的 拳头大小的蜘蛛 直接一刀就躲下去 连犹豫都没有 人陷入疯狂 是可以做出很多正常人 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我现在就是这样 竟然不感觉到一点疲惫 骨子里竟然兴奋得不行 在面对恐惧的时候 我选择发疯 来放弃恐惧带来的阴影 来啊 来啊 我大吼大叫 这里太大了 我绕了好半天 都没有找到出口 整个人都要疯了 出口呢 出口呢 我撕下张望 总感觉自己 跌入到了迷宫当中 该死的 出口呢 我的回音不断地在周围回答 可就是看不到出去的路 是的 该死的地方 该死的地方 我不停地咒骂 人陷入了深度的疯狂 只知道跟个傻子一样 不断地找找找 想要找到出口 当然 还要看到石柱上有大蜘蛛 就一刀砍下去 直到最后 我只知道不停地走 不停地砍 但心中还惦记着唐胖子 也不知道 连小灵答应能救唐胖子 至少不让他死 是怎么个救法 直到最后 我不能动了 才算从疯狂中清醒过来 只来得及看眼周围 哭笑着说 这下 彻底完了 紧接着眼睛一黑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感觉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的样子 身体又困又饿 头疼得厉害 想伸手去摸一下脑袋 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了 似乎绳子给捆住了一样 胖哥 我站后喊道 因为明显感觉 唐胖子不在我的后面 难道 他真的被林小灵 揪过来了 我挣扎了一下 怎么感觉自己距离洞顶 那么近呢 难道在昏厥之前 找到出去的路了 想要起来 却发现 这不是自己无力 根本就是被困住的感觉 胖哥 我惊恶极了 再次挣扎 发现全然无法动了 使劲地扭头 感觉自己的头发 脖子 后背 都被固定住了 酸疼的感觉 让我根本感受不到皮肤 传递上来的感触 直到我 左右扭头 才看到自己 斜下方的糖胖子 然后 我才注意到 自己的处境 简直是 毙了狗了 直径起码十几米 小手指粗细 每根上面 都沾着无数颗 鸡蛋大小的 叶底的白丝 如果我不蠢的死 如果我还不缺心眼 我应该大概或许是在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上 蜘蛛网 我的老天爷爷 立刻一动都不敢动了 这是要玩死我吗 我偷偷地向着四周张望 听说蜘蛛的眼睛是没用的 它不是需要感受来自蜘蛛网上的震动 但是 我怎么上来的 胖哥 立刻梁 我开始叫他们的名字 我想抬头去看 我感觉不到手指的跳动 胖子也没有回答我 这下 我真的感到绝望了 然后很放心地躺下 一动不动地等死 算了 五字久了 太累了 第四十八集 能支出这么老大的一张网 能把我和胖子都弄上来 恐怕蜘蛛的个头肯定不小 听说蜘蛛是先把猎物缠绕上去 然后注射毒液 死得很快的 我费力地回头望下看 发现自己距离地面最少五米的高度 就这高度 我自己跳下去 运气好的话 屁事都没有 运气不好 摔断腿也是可能的 再转头去看唐胖子 他有人掉下 十有八九重伤 现在已经濒临死亡了 再摔一下 呵呵 不用活了 等死吧 我很安逸地躺着 一动也不动 就等着来个大家伙 把我用蛛丝裹进去 然后弄点毒 弄死我算了 人生走到这份上 主动寻死 不对 是放弃反抗的 恐怕真不多 累了 太累了 就算我能逃出这里 又怎样 没了唐胖子 离开楚风 我连出去的方式都不懂 不毒啊 铁定是一个圈子 也就是说 这个洞穴其实 就是一个圈子 说不定 我还会绕回到蛇那里 或者鬼头龙里那里 怎么都是个死 不如 舒舒服服地 等死算了 可就在我等死的时候 耳边忽然听到 一阵击沉的声音声 紧接着 我猛然转头 去看向唐胖子 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张开了眼睛 胖哥 我惊讶地叫出声音来 还没死啊 咦 再死了 唐胖子 缓缓地对我说 谢谢啊 兄弟 我竟然还活着 是林小玲救我的吧 我感觉 心脉附近 有鬼迹缭绕 在周围 正在帮我 过滤掉毒液 我没想到 林小玲不知什么时候 钻到唐胖子的身体里去了 而且之前 林小玲可是回答我 救不了唐胖子的 没想到现在 竟然这样 难道林小玲骗了我 唐胖子的话 解开了我的疑惑 他说道 这下可坑了 这个小鬼了 降级是一定的 说不定 还会伤了本源 你胖哥我一辈子 从来不欠人情 这次欠大了 说着 还露出一个苦笑给我 我跟着苦笑 然后躺着 唐胖子就算这样了 又能咋的 还能翻天呢 唐胖子也发现了 自己的处境 跟我哭着脸说 老弟啊 咱们咋这样 这是刚上牌啊 还是等着厨师 来加工一下 我说 都可能 反正我昏死过去了 然后醒过来 就在这上面等死 以为你死了 所以就没打算活下去 扯淡 唐胖子激动的 想动一下 但脸色一变 马上老老实实的 一动也不动 他妈道 你小子是不是缺席眼啊 你把老子一扔 自己跑 还跑不了 被驴踢过 不懂自己跑吗 带着我干嘛 你说 你带着我干嘛 这算是夸我吗 还是感激我 总觉得唐胖子 直接好嘴巴里 说出来的感谢 都带着点别的 反正 不直接说就是了 我哭笑着 任命他在那里骂我 唐胖子骂了好半天 看样子 谁真的活过来了 才转头对我喊了句 老爹 胖哥欠你一份人情 这人情 小子胖哥 用命还你 扯淡 老实点等死好了 咱俩这样的 还指望着活着出去吗 我认真地躺着 然后扭头 对唐胖子说道 我已经放弃希望 反正没打算活着出去 身体累垮了 醒来之前 疯狂的时候 用力过度 我发现自己 除了扭脖子 不会疼之外 浑身上下 没有不疼的地方 感觉两只肩膀 疼得最厉害 你说伤了 唐胖子问我 我回头对他说 你受伤 但是现在一点都动不了 浑身疼得厉害 刚才背着你跑了很久 我来发疯 看到蜘蛛就砍 看到小的就踩 最后 泪抽过去 再醒来就是这样 连我俩中间的绳子 怎么断开的 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想折腾 如果唐胖子 还有一战之力 我或许 还能生起点 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但是现在 唐胖子除了 斗嘴之外 和我没啥区别 而事实上 我现在 也除了斗嘴之外 浑身上下 都不能动 我俩干瞪眼的等死 是又不再说话了 事实上 真没啥说的 一苦思甜 还是追往事 都是屁话 关键是我俩都不想死 可现在除了等死 好像 没啥能做的 就这么简单 唐胖子忽然 开口喊道 那个小鬼 别的娘子 给老子 过来毒素了 赶紧自己跑吧 我也歪头 冲着唐胖子那边说 李小良 我行 你就自己跑吧 唐胖子 黑黑一笑说 嘿嘿 劲儿劲儿 你过来了毒素 自己也倒霉 胖友还欠你个 天大的人钱 下辈子 还指不定 还不还得上呢 趁你现在 没啥影响 赶紧跑 这里虽然 有镇压的效果 但终究 只是镇压 胖师上的手指道 你随便看着 哪个不错 自己弄断了 当个藏身处 我笑着说 胖哥 你倒是祸的 万一李小林 看着了 下面咋办 唐胖子 呸露一声说 对 拿去 反正也没用了 但 唐胖子话言刚落 不然 一泪声说 老爹 你从别的洞口 来的时候 有看过 这个东西吗 我一阵问他 你说什么 头顶上 你仔细看看 那是什么东西 我把目光 顺着唐胖子 看的方向望过去 猛人发现 一个边角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 大约四五十公分 宽度的洞口 那洞口 斜着在上方 也不知道有多深 我说 可能是通风口吧 这些没注意过 唐胖子扭头问我 声音有些尖利 小点 你到底能能懂 干啥 距离我少说五名 你不是想让我 从那里 钻出去吧 我苦笑着问他 唐胖子有些激动 快速的说道 你小子到底想不想火 我说 当然想啊 但现在咋跑 怎么挂在中间呢 上面距离四五米 下面最少五米 对了 我还特别怕蜘蛛 现在估计不怕了 而且 打算把自己 为了知主 别那么飞 老子要了一个野心伤 你赶紧动弹动弹 唐胖子急急忙忙的说道 身子跟着抖动 但看得出来 他依旧动弹不得 毒素侵入身体太多 这会儿能保住命 还能给我吹 都是李小玲 在唐胖子身体中 偏命过滤毒素的结果 李小梁 我再次叫了一声 没打算接唐胖子的话头 反正就这么回事 浑身疼得根本 懒得抬起手指头 更别说挣脱起来 况且 这蜘蛛网厉害得不得了 我要使劲起来 粘性极大的猪叶 估计可以撕掉 我后脖子上的一层皮 唐胖子忽然骂 梁牧 你怎么有病啊 能动他 赶紧给老子起来 救命的事情 你当人戏吗 老子不用你救我 逃上去 学了本事回来 给老子报仇就行了 怎么跟个娘们一样 老子不惜害你殉情 我说 胖哥 你省点力气吧 我要是能动他 早就动了 真能弄来个打之中 老子一刀子弄死 就在这上面也挺舒服的 问题是我真的动不了 你以为我没办法杀死这些这种 但是 我不能那么做 能杀 能杀在这里 别吹牛逼 赶紧给老子起来 唐胖子真羁押了 连话都不会好好说 直接骂人 我也不生气 骂一下 又上不了一颗肉 笑着说道 我会唱杀伤曲 但是我控制不住 这首曲的范围 在范围之内的 都会被我杀死 杀什么玩意儿都没用 还范围 挺胖狗的 赶紧咬牙过 你说什么 杀伤曲 扯淡 那东西早就失传了 你真的会 唐胖子激动的 差点没跳起来 但也只是让整个蜘蛛网晃动了一下 我左右看了看 也没看到 意想中的大蜘蛛出现 楚方知道的 我说 唐胖子愣了一会儿说 难怪了 我就说 楚黑心怎么可能 拽着一个 思流不懂的小则肉行 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说 你看 我确实有办法杀死 这里所有的蜘蛛 但前期是 要包括你和林小玲都会死 再一个 就是你说的 破坏掉这个脆弱的生态圈 就这么简单 简单个屁 都要死了 还给我那么多 你决定你真的会杀生血 唐胖子再次问我 需要我来确认 我说 干嘛骗你 这会骗你 也没啥用处 没想到唐胖子居然 咧着嘴 狂笑起来 朕的娘的 骗住我也 老子至少 不用喂蜘蛛了 小刘 你听到没有 赶紧加把劲 先帮胖爷控制住 你只手 一只手就够了 咱俩能不能活 就看你的了 我被唐胖子站的表情 给说愣住了 问他 胖哥 你不是受刺激了吧 对呀 你小子早说呀 似乎是感到了什么 唐胖子先视脸色一变 紧接着 恢复刚才的语气 接着说道 你知道胖哥干嘛的不 不知道 胖哥家传的本事 是不挂算运 我们家最大的本事 叫做趋吉避害 这我控制一下 应该可以让我和 体内的这个小管 活下去 懂吗 别人没那个本事 屏蔽掉杀伤区 带来的可怕杀伤力 但是胖哥 我可以呀 小管 再加快点 胖爷现在 一点都不疼 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唐胖子的脸上 整大颗大颗的 滴出灰色的汗珠 其实 这是读的外在表现 胖哥 你开玩笑吧 我真的惊讶了 连处方都不敢 让我尝试尝出杀伤曲 唐胖子竟然说 可以做到防御 杀伤曲带来的伤害 你确定不是骗我 我再次追问 唐胖子 出去了再想办法 好了 我手可以动的 那个李小梁 你回西脉上去 不用那么费劲的 给我过来毒素 保证不让我昏过去就行了 然后唐胖子 然后唐胖子对我说道 一会儿胖哥我做好准备 你就唱歌 听到没有 我没有回答 而是认认真真地 再次对唐胖子说道 胖哥 你跟我说 你到底是不是骗我的 唐胖子举起手 没错 举起了一只手 搓成发射的手势 跟德国鬼子似的 举得高高 老子发誓 如果骗了杨姆老弟 让我不得好死 一辈子关棍 你骗鬼呢 厨房说你有媳妇了 我怒道 唐胖子一转头 喳喳也问我 你知道啊 废话 你敢不敢 换个天大五雷轰的 行 唐胖子说 我发誓 如果骗杨姆 让我生不出儿子 生不出闺女 生个孩子 天眼没有 肚心没有 这恨不恨 唐胖子咬牙切齿的问我 我说 你真恨 这种都敢说 唐胖子哼哼的 哼 因为我真没打算骗你 我们老唐家 有点本事 可以暂时将自己 隔绝出这个世界 隔绝出这个世界 嗯 说多了 你也不明白 反正这个本事不错 但是要命的很 所以你成功做好快点 不然 我就算不为你唱死 也会从这里 扑的一下消失 唐胖子在说扑的时候 还张了一下手 表情非常认真地告诉我 真的假的 弄得跟穿越似的 我惊讶于唐胖子的解答 唐胖子黑黑一笑说 嘿嘿 这叫B 玩有损天气的时候 怎么办 真等着老天爷 来个雷披萨 家穿的绝学懂吗 跟你四季哥里的 杀伤菊样 属于绝学 行不 行 我说 然后我说的 胖哥 咱就算弄死了这些蜘蛛以后呢 在这里 接着能死啊 等个屁 你出去找人啊 不是找那黑心干的吗 找他回来救 结果 唐胖子刚说到这里 就换了个语气 瞪着眼睛 看着我侧边的上方位置 直接叫道 你他娘的干净颤颗 我靠 好大的一只 听到唐胖子的惊恐叫声 我几乎是用可以扭断脖子速度 转头去看 果然 好大一只支柱 左一米二 圆桌那么大 正从我侧面不远的地方 拽着一根 蛛丝缓缓地往下坠 敷衍闪红光 两组菜刀那么大的口气 相互摩擦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也不知道是盯着我 还是盯着唐胖子 现在知道我怎么上来的了 也知道我和唐胖子之间的绳子 咋断开的了 然后 真清醒醒来的时候 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我深吸一口气 喊道 胖哥 你准备好了 告诉我 唐胖子直接喊道 准备好了 快点快点 我扭头去看 发现唐胖子不知何时 已经攥住了脖子上的小算盘 嘀嘀咕咕地念叨了几下之后 我就觉得唐胖子忽然离我远了 不是距离上的 而是空间上的那种远 很奇特的感觉 如果一定要比喻一下 就好像是电脑视频 时候两端 明明是面对面 实际上却相差很远 唐胖子大声的喊着什么 我竟然一个字 也听不到 但他焦急的神色 说明现在的情况 真的很糟糕了 我摒弃宁神 感觉到 那只大家伙 已经落在了蜘蛛网上 整个网都跟着晃晃 看来 拼力气 肯定拼不过 很快 我就找到了唱杀声曲的那种感觉 朦朦胧胧之间 感觉中卫一下子明晰了很多 一瞬间 我就可以接触某种神奇的力量 感觉整个洞穴的大小 还有这里的白色蜘蛛的多寡 甚至 我可以感受到唐胖子 和他体内的林晓玲 在什么地方 只是这种感觉 回馈给我的意思是 需不需要 破开那种避障 进行攻击 我当然是拒绝的 但不得不承认 这种力量真的很可怕 来吧 让我也尝试一下 吸收掉生命力 给自己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歌声开始渐渐地 从我的嘴里唱出来 古怪的腔调 古怪的声音 四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六只 大小蜘蛛 每一只身上 都有或多或少的生命力波动 有的很低 在闪烁不定 随时都可以吸命 有一些闪烁的很均衡 更有几只 老二十二寸 大屁股彩电那么大的 褐色蜘蛛身上的 生命力波动 竟然可以和 我感觉到的唐胖子 楚方那种生命 一样强盛 这是不是说明 这几只蜘蛛的命 可以像人一样 活上几十 上百年 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身边已经慢慢向我走来的那只最大的蜘蛛 它身上的生命力波动 竟然雄厚地吓人 那几只大蜘蛛夹在一起 似乎都不如它一个胸口 来吧 我大声地唱着沙声曲 然后感觉到 小蜘蛛身上的生命波动 开始溃散 就好像 洗劫精倒入油屋中 好像收割机就用麦田一样 在唱歌的一瞬间 我有了一种掌控整个世界的错觉 但这种感觉又那么的真实 剥夺 我可以剥夺感知到的任何生命 不过是人的 还是这些虫的 歌声带来的感觉 就好像让自己成为了另一个自己 而知识的我 则成了一个坎坷 多么似曾相识的感触 当初在林小玲家门口 也曾经出现过 那时候 我是抗拒的 而现在 除非触及到唐胖子 我竟然无比地享受这种 近乎魔鬼一样的力量 来吧 这些生命力 不是说可以分开我一部分吗 我拿来看看杀伤局 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后果 我内心在喊叫 就好像上演了一样 随之而来 是那些弱小的 大一点的 更大一点的生命波动 好像飞鸟头鳞一样 冲入我的身体 下一刻 我竟然不自然地 发出声音声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只感觉原本分离出来的精神 一下子 回到了身体当中 整个人的身体 处于一种 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 像冬日里 泡在温泉 像夏日里 吹着空调 舒服 之前浑身的疼痛 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无比舒坦的感受 我知道 这股子旺盛的力量 来源于 抽取了四十万只 支柱带来的 原本只有一点点 如同针尖一样的生命波动 巨少程度 巨沙成塔一样的 汇聚在了我的身上 哪怕 这股波动被神秘的 杀声曲 接走了百分之九十九 我站了起来 嘴巴不停 继继续唱着 感觉脖子的皮肤 被撕裂开 但刚摸到一点血 就感觉 脖子后面痒痒的 再摸一下 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是三五分钟的事情 当歌声停下 我失吸一口气 只感觉 浑身充满了力量 脑海中 不断出现一个念头 如果 我把唐胖子 和李小玲也吞掉呢 这样的念头 刷得一下子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竟然地让我 感觉到恐惧 第四十九集 但恐惧之下 我竟然发现 我很想这样做 可我不知道 此刻我的表情 有多么的猙獰 转头去看唐胖子 然后 我看到唐胖子 一脸的恐惧 惊呆地看着我 原本闪烁在 真和贾之间的身体 一下子变得真实起来 我虽然歌声停止了 可不知为什么 那种对生病的渴求欲望 竟然丝毫没有减少 甚至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 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不需要唱歌 可以在顷刻之间 将唐胖子的生命 手归即有 老弟 客手本心啊 唐胖子叫的 那就一个凄惨 两只眼睛 都睁得大大的 我 老弟 听我的 客手本心 不要被这种力量征服 力量是人来用的 是人来决定的 不要被力量迷失 不要被这种力量 作用你 一旦你变成了 力量的载体 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唐胖子喊的 死生力竭 声音都沙哑了 我不为所动 这种屁话说了 有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自己可以 做得更好 只要力量足够多 我就能够变得更强大 没看到现在 连这么可怕的蜘蛛 都在我的歌声下 死得干干净净吗 我铁了一下嘴唇 一步步的 向着唐胖子的方向迈进 不知怎么的 我想去站在唐胖子的面前 高高在上地俯瞰他 然后一点点吸收掉 他可怜的生命力 鸭猫 想想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 你这样顿入魔道 是不是你想要的 唐胖子冲着我大声地喊 我停下了脚步 低头看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鞋子 已经碎掉了 刚才走了几步 鞋底就被可恶的 蛛丝上的粘液粘住 使我强大的力量 撕着开整个鞋子 军钩啊 竟然挡不住我的脚步 我感觉自己 有很强大的力量 可以轻易地做到 在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 我弯下腰 一根手指就勾住了 那麻生样的蛛丝 只是稍微一用力 只听到 如钢丝崩断的嘎崩声 一根蛛丝 就被我轻易地扯断 我咧开嘴角笑问 胖子 我强大吗 我还能更强大 只要稀疏的生命足够多 我觉得 我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真神 你疯了 杨某 你疯了 你是人 不是神 这力量 不属于你 太多地受有这种力量 你肯定会死的 唐胖子挥动 唯一可以动弹的手臂 大声地冲我喊叫 我问他 你说我会死 那么你看 我现在活得多好 强大的力量 无所畏惧的心 我想要的都可以得到 只要有足够的生命 而且你知道的 这里是有很多的生命啊 蛇 织竹 蛤蟆 蜈蚣 还有我没见到的蝎子 还有昆龙居下的 那只巨大的鬼头龙鲤 好多好多 我吸收掉它们 这难道也是业障吗 这是功德 天大的功德 你说是不是 是你大爷 杨茂 听胖哥的 赶紧压住这种可怕的念头 你会死的 唐胖子焦虑恐惧地 冲着我喊叫 我啼啼嘴问他 你在怕我什么 是 我怕你 但是我更怕失去兄弟 你和我闯进来之后 几次三番地救我 我这条命 便给你都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这样沉迷下去 唐胖子使劲地咆哮 挣扎着 然后用手砸他的心口 喊着 林小林 快点快点 要不然会死 此时此刻的我 拥有这从没有过的骄傲 在我的眼里 这个世界上 谁都不会是我对手 我感觉自己掌控了一切 似乎是觉得自己 还不够强大 我笑了笑说 胖子 我等你 现在你继续挣扎 我要去吸收那些生命了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重 等我再次回来 我亲手吸收掉你的名 唐胖子 胖子 胖子 喊着 杨木 老弟 听胖哥的 不要去 你只是普通人 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那么多可怕的生命力 我比划出一颗肌肉的动作说 你看 我现在强大胆可以砸碎山石 以后我还会吸收更多的生命 到时候 就算是神仙 也只能做我的手下败将 我最终会强大到 让世界颤抖 唐胖子骂的 颤你骂个蛋 你会被人杀死 会被人家生命力撑死 会被天道规则灭掉 这种力量 就不该让你掌握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修点 听我的 控制住你的心 别让这种力量左右了你 我冷笑一下说 那你等着看吧 我还就不杀你了 我会带着你 但是你去看看 我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说完这句话 我直接抓着唐胖子的手脚 稍微用力 就把它从蜘蛛网上撕扯下来 唐胖子被我暴力地 从猪网上撕扯下来 粘性巨大的蜘蛛粘液 撕开了它背后的皮肤 我走又找了一下 看到之前的背包 被丢在地上 还有唐胖子的那把长军刀 我只是轻轻地一跃 就从这六七米高的地方 跳下去 手中还踢着唐胖子 人重重地砸在地上 两只膝盖和腿骨 都发出咔嚓的一声 碎了 断了 巨大的疼痛 还没来得及 传递到我的脑袋里 浑身中充满的生命力 就跟潮水一样 淹没了伤魂处 用肉眼可见的修复 来形容都觉得满 因为碎裂的一刹那 就恢复了过来 我倒提是唐胖子笑着说 你看 这样的伤害放在之前 我会躺在医院半年 甚至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 可是现在呢 只是一眨眼 你还觉得你说的对吗 唐胖子呵呵笑道 杨梦 你真的疯了 没有 我只是在对你 承受一个事实而已 只是你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 你在嫉妒我的强大 道法算什么 咒术算什么 风水又算什么 我有了这样的力量 就算是神都杀不死我 我大声地咆哮 这种感觉难以抒发出来 唐胖子冷笑道 杨梦 你会后悔的 我发誓 如果你继续错下去 总有一天 为自己做的事情 感到后悔 永生永世 都无法原谅你自己 我摇动了下手臂 将唐胖子举起来 令他大头朝下 对他说道 我就让你看看 我后悔的那天 会不会重现 行了 我看着 唐胖子冷笑一声 我拖着唐胖子 就好像拖着一条丝狗一样 毫不理会唐胖子 身后的鞋 已经沾染了一路 唐胖子一路上都在骂我 竟然一个重复的都没有 我在往回走 背后背着包 因为里面还有吃的东西 我叫了几次林小玲 他都没有回应我 看来 他已经和唐胖子 站在同一条站线上了 我咧嘴冷笑 只对林小玲说 看我现在的力量 你的仇人如果出现在我身边 我可以轻易地 扭断他的脖子 你竟然想要背叛我 唐胖子立刻喊道 你疯了 林小玲是对你产生了恐惧 你现在看看 你还是个人吗 怎么不是人了 我有手有脚 四向健康 还积极向上呢 我撇嘴回答道 似乎真的是这种可怕的力量 给了我无穷的自己 在那之前 我总是觉得自己太弱小 太穷 等等因素 而不敢在人前抬头 甚至于 面对唐胖子和楚方的时候 我都是一副 小心翼翼的模样 可是现在 我可以拽着唐胖子 跟拽死狗一样 而我如果遇到楚方 只要他不阻拦我的话 我决定放过他 毕竟 他让我体验到了 有钱人的生活 哪怕只有一点 再者说了 我是个有恩必报的人 之所以不杀唐胖子 是因为他救过我 但是我也救过他 不是吗 慢慢的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 那群蛤蟆生活的地方 一些小蛤蟆 开始摄警的呱呱叫起来 四个脸盆大嚼的蛤蟆 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我竟然变态似的 深吸一口气 哪怕浑浊的空气中 充满了腐烂的味道 我竟然觉得香甜 闭上眼睛去看手 一万多只大大小小的蛤蟆 生命力的总和 竟然和之前的蜘蛛差不多 看来这里真的和唐胖子说的那样 是一个脆弱又完美的生态圈 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多的生命力呀 至少让我的力量 更上一层楼 我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的贪婪 渴望这些生命和我融为一体 我只是张开嘴巴 深吸一口气 大团小团的生命力 就从那些蛤蟆的身上 剥离出来 杀生取的力量 完全被我所运用 再也不需要尝出来了 我微笑着感受着 这些力量融入我的身体 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壮 伸手去抓身旁的舌头 非常轻易的 就将手指都插了进去 我回头看地上 唐死狗的唐胖子 闻他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的力量 你自己需要念咒语 才能够把一根蛇牙 插入到岩石里 而我呢 看看我的手 你还觉得我是入魔吗 不 我只是变得强大了而已 你疯了 彻底的疯了 老天爷 我他妈刚才怎么不死了 让你唱什么杀生曲 这事罪过大了 你小子出去杀人 肯定要算我头上一份 应过报应的 唐胖子狠狠地 用力砸在地面上 手都出血了 他毫不在意这点 只是眼神中恶狠狠地 想要杀了我一样 我摇头说道 胖哥 就算你现在完好无损 你觉得你有能力杀死我吗 唐胖子苦笑了一下说 如果是楚河新就好了 他一定有办法弄死你 楚方 我当时想知道 他要什么本事弄死我 现在的我很强大了 不过是四段左的水准 你这以为你多强呢 唐胖子冷笑 我毫不介意地说 是吗 现在的我只是四段水准吗 这么强大的力量 才只是四段而已 你只是身体力量罢了 就你 永远都不会明白 什么叫法力通天 法力无边 肉体的力量再大 也不过是强中意义的肉而已 强大的法力 各家的绝学 老一代人 哪一个出现 都可以轻易地 一直碾死你 唐胖子说 唐胖子 你不实在 我只是吸收了两次而已 吃了有多少活物 你是知道的 我都吸收了呢 如果我出去 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呢 我竟然一点都不惊讶于 我对人类生命的末世 反而跃跃于世 我站在蛤蟆洞口 并没有马上走进去 反正里面的蛤蟆 都已经死绝了 凶手风险唐胖子 任凭他的腿 摔在地面上 我想要的 从今天开始 可以轻松拥有了 四野的圈子 也不过如此 我自己就是圈子 我自己就是圈子 只要给我时间 给我那无穷的生命 我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 我霸道地宣布 唐胖子涂掉 嘴里的血 问我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生命 都被你吸收了 你真的愿意这样做 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生命的世界就会毁灭 就算你全部吸收掉 硬怎样 到时候 若大的世界 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到时候 连只苍蝇都看不到 你确定 这是你想要的 我震住了 然后转身蹲下 看着唐胖子 问他 不是有天庭有地府吗 科技这么发达 早就说过 还有外星人呢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阳梦 你真天真 如果真的有这些玩意儿 我们还在这里 玩什么风水 弄什么符咒 早就集合人马导弹 开路杀过去都好 你真以为 就靠着你肉身无敌 生命无穷无尽 就可以进去 做你的春秋梦吧 你死不了 就没办法进入地府 你没有功德 就没有办法触及到天庭世界 你会造飞船吗 你他妈连火箭都弄不明白 摩托车坏了 你都要推到修理部的货色 还外星呢 去你大爷的 就算真没人治得了你 你也是个倒霉蛋 最终这个世界 就剩下你一个人 一辈子 还是一千年 一万年 据说这个地球 还能存留几十亿年 你个孙子 几十亿年的孤独 你啃石头铁吧 连屎都吃不到的可怜虫 倒霉蛋 唐胖子大声地喊叫 却好像一把刀子呀 处处戳我的心底 他根本不停歇地喊着 到时候 你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我听说 你还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上 可你呢 你会亲手杀死你的亲人 朋友 兄弟 也许还有你未来的媳妇 没准 还有你的孩子 总之一切跟你有关的 没关系的 都会死 就算我们这些家族的老家伙们 杀不死你 就算他们也会被你杀死 你又能得到什么 肉身的力量 可以迫害虚空吗 你他们以为神话故事呢 你得蠢蛋 小时候看多了吧 这是现实社会 不是他们的玄幻修正 你个蠢蛋 唐胖子骂得很过瘾 口水纷飞 我蹲在他面前 任凭他的口水飞溅 然后我轻易地笑着对他说 谢谢你的提醒 我决定要控制一下 控制 你 唐胖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把头转到另一面说 你如果能控制 早就控制了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说 我现在感觉好得很 而且世界这么大 我就算 想要断掉整个世界 也需要很久的 你不会成功的 杀上去不是没有出现过 算只是传说 小子 听哥哥的一句话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唐胖子不死心地劝说 再就要放弃这种力量 回去 继续给你们做小弟 我冷笑一声 怎么可能 我现在这么强大 怎么可能去做人家的小弟 就算做 也是他们做我的小弟才对 我冷笑着 然后举起手 轻轻地拍了唐胖子的胸口一下 直接撒到他吐鞋 这才对 这才对吗 不要放抗 还得闭嘴才行 我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连我之前 还要养尸的唐胖子 也经不住 我轻轻地一巴掌 这才叫力量 这个圈子里 注定要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笑了笑 看着吐血的唐胖子 低声说道 四爷的圈子 我来了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但当我想要继续前行的时候 猛然发现 自己的脚 被人抓住了 唐胖子吐着血 一只手 还拿着一根 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骨头 刺入我的腿里面 小子 这一位胖爷怕你 李小灵 看你的了 就在这一刻 我竟然有些恐惧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似乎恐惧唐胖子的所作所为 要干什么 我弯腰 想要去拔掉 刺入腿上的 那根细骨头 可唐胖子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竟然能动了 他猛人爬坐起来 一把抓住 我的腰带位置 在我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猛人 对着我的腰一拍 我只感觉 整个人哆嗦了一下 就好像泄气的感觉 忽然出现 紧接着 浑身剧痛 人竟然不能动了 你干什么 我惊恐大叫道 简直不敢相信 唐胖子 还有这样的手段 唐胖子 咧着嘴 牙齿里带着血丝 小子 你还真的很嫩 老子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就为了这一下子 你入魔了 老子必须帮你 找回自己 我怒道 你才疯了 我这是力量 未必强大的力量 你不懂 你不懂 不好 老子也想用力量 最好是七段八段那样的 做个陆地神仙 但是那要自己的本事才行 修炼得来的才可以 你这种算什么 抢来的 偷来的 还是丧心病狂 用别人的生命 堆解起来吧 小子 听我的 现在放弃这股力量 咱们以后还是兄弟 就说你救过我两次 希望我谈关水 对你不离不弃 只要你不做 损了应得的 缺德的事下 胖哥都可以站在 你这边挺你 我冷冷说道 你真的不怕死 我就算动不了 也可以杀你 唐胖子 有用力地 对着我的腰 拍了一下 我只感觉有东西 卡在我脊柱骨的缝隙中 可身体动都不能动 根本无法去 揪出这根刺来 第五十集 唐胖子黑黑一笑 整个人 跟贪软的面条似的 顺着我的腿 滑下去 滴倒在地上 比格游的惊贪 更专业 那你试试 我死了 你只能在这里等死 就少试试 唐胖子的话 让我怒火中烧 现在的我 多骄傲 多自豪 多有成就感 他怎么可以 就这样毁掉我的未来 唐管事 到底要怎么样 让你变回原来的你 被力量左右的阳墓 还是阳墓 唐胖子笑着问我 然后剧烈地咳嗽 嘴巴里 再次渗出血死 你看 我要死了 咱俩这些 都没得活了 唐胖子 他人在一旁 很认真地说 还抗了林小玲 讲解是一定的 真希望我死了以后 这小鬼还能活着出去 至于你 老弟 要么你散掉 这股力量 答应我 从此以后 不再使用它 要么陪着胖哥 死在这 此时此刻的我 想要拒绝 更想 杀死这个胖子 或许正是因为 力量带来的膨胀 让我满足不了 自己这种私欲 竟然让我 变得如此自私 和刻薄歹毒 我竟然冷笑出来 那就一起死吧 唐胖子惊恶 或许 他从没有算起到 我会真的选择 同归于尽的路子 那 唐胖子惊恐的笑 叫出声音来 猛然看到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 而这一幕 也是此时此刻的我 觉得不可思议的 我惊讶地喊道 怎么会这样 唐胖子忽然笑道 果然 老子就是天才 阳墨老爹 老子跟你说过 你是凡人 是普通人 他妈的 妄想 拥有神的力量 哪怕只是神的身体强度 乃是执行 妄想的事情 现在好了 本来还一起出去的 结果真的要 一起死在这里了 碰 碰 碰碰 我惊恶地看到自己身上 就好像装了无数个 电影中的血包炸点一样 再一瞬圈 炸出十七八个血窟 紧接着 原本 密所在体内雄厚生命力 竟然顺着血窟窿 喷出去 不要啊 我惊怂地喊叫着 这是我的未来 我的力量啊 从强壮到虚弱 只是一瞬间 从天堂到地狱 也只是一刹那 唐胖子呵呵呵地笑着 我看到 喷泊而出的生命 化作一颗颗 针尖一样大的星星 满天飞舞 有不少都落在了 唐胖子的身上 唐胖子舒服地伸出了 我不敢了 我大叫着 就感觉整个人 越来越虚弱 在看到唐胖子 已经能坐起来的时候 我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 我 这是在哪 我虚弱地问他 这是我醒来的第一句话 我看到唐胖子背着 在一处 幽暗的地方走着 但声音很冷漠地说 行了 我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刚才唱歌太用心了 然后就啥都不知道 这杀声去真的不能随便乱唱的 用心 啥都不知道 小子 我说你说的真轻强 唐胖子冷哼一声 我想要动他 却发现身体一点都动不了了 身上也疼得厉害 一时也没有多想 对唐胖子说 胖哥 我这是得罪你了 你真的杀了我 唐胖子咧着嘴回头喷我 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在唐胖子的眼底 看到了一丝恐惧 而这份恐惧 竟然是针对我的 我当时就郁闷了 我干了啥上天汉里的事了 不过 我微微醋眉 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哪儿的得罪了他 仗着之前 同声共死过 我跟唐胖子之间 自我觉的似乎 没什么隔阂了 聊天的时候 也能拿着朋友的方式说话 只能无奈地问道 胖哥 咱讲点道理行不 我真没得罪你啊 别不是 我这一百多斤让你背着 觉得亏吧 哥们可是 背着你这二百多斤 一路狂奔呢 唐胖子苦笑了一下 停住脚步问我 你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说 记得什么 我唱歌那会儿 唱得挺爽 然后就感觉 吸了不少的生命力 然后就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记忆 断片了 然后我就听到唐胖子 叹息一声 悠悠说道 说到底 还是胖哥欠你的 这下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算不算还干净 小子 出去以后 记得提醒我 找一个阴沙浓油的地方 你吸收那些力量之后 身体受不了 那些纯粹的生命力 受了重伤 你养的那个小鬼 为了帮我排毒 让我起来 降了一级 虽然还是怨魂 他已经不再是厉鬼了 没有他帮我撑到最后 咱俩都死定了 知道不 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口忽然很疼 那我现在 不能动手 对你做了一点辅助 现在有点麻烦 所以得等出去之后 才能让你动他 唐胖子对我说道 我一时也没多想 说 那麻烦胖哥了 还得让你背着我 没事 只要你没事就好 唐胖子对我说 我哭笑了一下 谁叫没事 浑身上下疼得不行 连动弹都不能 还没事呢 不过 好在我发现 自己的精神头不错 既然唐胖子不愿意说 我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纠缠 换了个话题问道 判哥 这是哪 不知道 我迷路了 唐胖子满脸的憋屈 说这句话的时候 十分的心许 迷路了 哥哥 你这是带着我 坐哪儿去了 我问他 唐胖子说 你还记得 唐那蜘蛛网上的时候 我让你看着地方吗 我说 当然记得 不过呢 我去 胖哥 你不是真的上来了吗 还把我也弄上来了 唐胖子把我放下 揉了揉自己的肩膀说 可是不容易 把你弄上来的 我惊眼于 看到另外的事情 唐胖子背上的衣服 都是撕开的 上面还存留着一些血迹 可裸露的皮肤上 一点伤口都没有 哪怕 头顶上的万年蓝光芒 不是很重 可我依旧可以看到 那些衣服 是被强行撕裂开的 胖哥 你的身后 唐胖子听到这个 身体僵硬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 没事 刚才不小心撞到他 因为我是被唐胖子 放在地面上坐下 这时候忽然发现个问题 我的鞋呢 准确地说 是鞋底呢 脚趾头 全露在外面 这身破破烂烂地不说 我的军膏啊 小两千块买的军膏 鞋底都没了 等我回去 一定找军品店的老板 有赔偿 胖哥 咱们进来多久了 我问他 唐胖子摇摇头说 这个难说了 我昏迷了一段时间 而你 风摸了一段时间 正好咱们两个的时间 都错开了 就刚才你昏迷的时间 最少三四个小时 唐胖子说得很轻巧 可我却听出另外的问题来 我昏迷了这么久吗 如果再加上之前 进来的时间 再加上一些 错开的时间段 这么说 我和唐胖子进来的时间 最少有十个小时 甚至更多 如果加上厨房进来的时间 接近二十个小时了 胖哥 你带我到这个洞上面的永当 应该不是随便想想的吧 唐胖子扭动了一下腰杆 然后坐在我一旁 从背包里拿出食物和水 嫌恶我要不要 我一点都不可不 只是浑身的疼痛 尤其是不能动 带来的不少的安全缺失感 有些严重 唐胖子自己吃了一点东西 喝了半瓶水后 才对我说 那五毒局 应该是毒力存在的 作为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从下面走 那么会找到那五毒局的核心 那么会进入更下面的位置 而且现在五毒局 已经算是破了 破了 我惊讶地叫道 难道 我杀光了所有的执着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错 之前我确实唱了杀声曲 但没想过杀光的 唐胖子看了我也说 对 死光了 平衡打破了 要不了多久 下面的五毒局 就会彻底乱起来 除非他们之间 还能找到新的平衡点 否则早晚会出大问题 那我先留个疑问 咱们不是从这个洞 钻进去的吗 这里这个洞 又是怎么回事 唐胖子叹息声说 嗯 楚黑心的黑火 根本就是个混蛋 他自己都没做么明白 这里就默默然的冲进来 再来就是倒霉蛋 知道吗 这里的局肯定是个超级大局 没准就是借势而成的地方 昏龙局算一个吧 五毒局算一个 我来想 能想到的 无非是三材 四象 五星这类局 套局后转换成的阵 但就阵法这个东西 几千年都没有见过 有人弄明白过了 一个阵千变万化 运气好的可以找到生路 运气差的就死在阵里 所以 我们最开始钻的狗洞 其实就算是运气好的生路 差不多吧 现在这个 也算是其中的一种 唐胖子郁闷了一下 接着说 问题在于 我们上去或者下去 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所以 我带你钻进来 只能说碰运气 我笑了巧说道 那总比在县门 直接等死墙 你是不知道 我刚才躺在蜘蛛网上 是一点求活的心思都没了 我不知道 这时候的唐胖子 对我失去之前记忆的事情 正在打鼓 正密切地关注着 我的细微表情 我自顾自地说着 要不你说 可以暂时隔离自己 我是宁可再来一起死 也不想杀了你 那个杀生曲 真的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知道 能不能控制住 所以不到关键时刻 绝对不敢用 你看 我现在杀生曲用完了 整个人都废了 还拖累了你 我没注意到 当我说杀生曲的时候 唐胖子不由自主地 哆嗦了一下 眼神中 闪烁出一瞬间的恐惧 不算拖累 没有你 胖哥我也早死了 咱哥俩这也算是 过命的交情 说这些就见外了 唐胖子摆摆手 笑着对我说 我嗡了一声 问他 现在什么打算 你说这里跟迷宫一样 是什么意思 唐胖子说道 这里是各大风水局的连接点 活物很难感受到太多 除非风水造质很高的 才能这里感受到 他们之间的联系 只要胖哥我不行 如果河心肝在这里 应该可以感受一些 如果他脱困的话 最可能介入的地方 也应该是这里 所以你的意思 是我们就在这里等处罚 我惊讶地问他 扯淡 在这里等死 咱们要想个办法 先找个出口才行 唐胖子摆了我一眼 要不我胖哥 你自己先找找 找到了 再来接我 我建议到 唐胖子再次摆我一眼 用看白痴一样的表情 看着我 你傻呀 这里错综复杂 分开 你就死定了 我没话说 身体不能懂 脑子也生锈 跟白痴一样的怎么 唐胖子认真地看着我 很忽然的那种 我竟然不自觉地 感觉到害怕 难不成唐胖子才要 那方面的爱好 我闭着眼睛 惊悚地说 胖哥 你 你 你别乱来啊 累你大 唐胖子忽然伸手 实际地在我脑袋上 敲了一下 怒道 你小子思想很误 我哀哟地叫了一嗓子 真疼啊 跟着妈的 你大呀 疼 疼吗 不疼 我看你很爽呢 扯淡 我学着她的口吻说道 唐胖子说道 睁开眼睛 看着我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我不知道唐胖子用意是什么 但还是睁开眼睛看着他 唐胖子说道 你真的不记得你婚之后做了什么 哥哥 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唐胖子越什么问我 我就越是有些迷糊 你真的不记得 他再次追问我 我已经一头的迷雾了 真的不记得 难道我婚了以后 还能撒酒疯 我看到唐胖子揉了揉他的胸口 叹息一声说 不记得呀 那就算了 不过答应胖哥一件事情 你说 只要不让我做伤害害理的 我都答应你 我笑着回答 唐胖子对我一字一句地说 永远不要再用杀声去 胖哥 我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 自己似乎做了一件 很差劲的事情 甚至伤害到了唐胖子 我闭上眼睛 去努力地回想 那断片的记忆 但似乎一丁点都不存在 却好像完全 被删掉了一样 张开眼睛 我苦笑着对唐胖子道 真的想不起来了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胖哥 如果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这里跟你道歉 那一定不是 我的本心做的事情 我就怕这样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行吧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自己 断片的记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头雾水 但我肯定 我一定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 甚至让唐胖子 都觉得恐惧的事情 以我的能力 能让唐胖子恐惧 我到底做了什么 随后 一阵头晕 让我再次昏厥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 已经坐在了一处台阶上 胖哥 我发现身边 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的万年蓝 没有那么多 但是头顶似乎 还有别的发光体 看着好像烦心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我感觉自己的脖子 都可以轻微地转动 但身上其他的地方 依旧无知觉 这时候 我其实心里 马上就产生了恐惧 别不是唐胖子 放弃我了吧 而且 我更担心自己的身体 不过 唐胖子说 只是用一点手段 出去以后还能弄回来 可现在 胖哥 我在此大吼 但是声音其实没多大 但是声音传出去 连个回音都没给我 周围很大 稍远处似乎有重处迷雾 让人看不到身处 我们的登山包 在不远处放着 这倒是让我觉得 唐胖子还没有把我丢掉 只是唐胖子怎么叫 都没有回应 应该是不在这里 我左右慢慢地学试一下 发现附近的一个墙壁上 竟然有一盏灯 只是早已熄灭 没有了火头在上面 我眯着眼睛想要看清楚 可惜距离还是有点远 看不清楚 正在我焦急的时候 某人听到远处 传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紧接着 唐胖子的声音 从远远的迷雾中传来 这么的吓死我了 出黑线 那么轻价 没用的 这里是鬼无名仙局 能够冲出来 是我真正踏足 三段风水的结果 你要是不来 我也很快就出去了 楚方的声音出现了 紧接着唐胖子骂道 吹 你就吹 没有我 你出得来才怪 没有我 你也出不来 楚方的声音在反驳 行了 你那个小弟还在外面呢 赶紧出去 别让什么东西 给叼了去 唐胖子的声音 没事 他命硬得很 咱们死了 他都能蹦的 楚方说 我怎么觉得 这话这么耳熟呢 我怎么记得 这话是唐胖子 说楚方的呢 我喊道 我还没被叼走 你看 就说他名映 楚方这么说 紧接着 两个人的声音 越来越清晰 不过看上去 两个人的状态 都不算太好 尤其是楚方 精神有些萎靡 好在还算健康 我笑着说 可算安全找到你了 楚方走到我身边 从上到下 打量了我一遍才说 你这身上的衣服 都成破烂了 不过身上没伤口 很奇怪 演技好呗 我笑着回答 杭胖子直接 拽起双肩包 扯开后 拿出吃的 丢给楚方 别撞 早就饿抽了吧 赶紧吃点东西 喝点水 咱们想办法回去 这地方 小爷儿一分钟 都不想待了 楚方接着东西 也不说话 撕开包装 就开始吃 确实是饿坏了 具体被困住 在这里多久 我们仨 都没有个准确的计算 我问唐胖子 胖哥 我又活了多久 唐胖子说 这回 真没印象了 看到那黑心肝 手里的东西没 那是咱们最后的粮食 你口袋里还有一些 给你留着的 我没动多少 要不要吃点 我喂你 第五十一集 楚方忽然看了唐胖子 和我一眼 但是没有说话 依旧细嚼慢咽 但是绝对不慢的吃着东西 我说 不用 感觉不到饿 给四爷吧 什么四爷 那是外人叫的 老弟 你要乐意 就跟我一样 叫这货 黑心肝的 除黑心 咱们兄弟知道不 唐胖子忽然坐在我身边 抱着我肩膀说道 这样我有些不适应 刚才还对我恐惧的唐胖子 至少在我印象中是刚才的事情 实际上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前 现在却抱着我的肩膀 十分的热情 这样我非常的别扭 不过我现在浑身上下动都动不了 当然也没法反抗 只能厚着脸皮说 那个 四爷是我老板 这个是尊成 屁的尊成 听谎的 唐胖子不死心的蛊惑我 楚方这时候 也吃掉了最后一口的东西 随口说道 听算盘的 四爷是外行需要对我们的尊成 叫楚哥 或者方哥都可以 屁 还叫哥 要不是你冒冒失失的进来 我和杨老弟 也不至于差点死在这里 就叫这伙 黑心干的 楚黑心 实在不行 你咬咬牙 叫声黑心哥 唐胖子笑着说 我摇摇头 还是说道 嗯 叫四爷习惯了 一时也改不掉 以后 我慢慢改吧 随便你 楚方说 唐胖子郁闷了一下 对楚方的 楚贤 这里到底能不能出现 楚方喝了一口水 含在嘴巴里 润了润嘴唇 说 能 乃至必须冲锋的谜局 在往里面 有影响人心神的东西 很多东西靠不住 只能凭起自己的本身硬扛 问题是 他看向我 很显然 我又成雷坠了 看到我这个表情 楚风依旧是 人精的样子 海口接着说道 杨默 你想多了 我说的不是你 而是你身上的 林小玲 小玲 我立刻想到林小玲了 当初我昏迷之前 林小玲是在 唐胖子的身体中 被唐胖子过了毒素 据说 还掉极了 可我竟然该死的 忘了问林小玲的安危 我低头去看 自己的左手中指 果然 指甲又堵上了一层 灰黑色 我试着问他 林小玲怎么了 唐算不说 李小玲也为救他 先离走 我怕他扛不住 你居住的幻境 处方微微醋眉说道 幻境 我惊讶地问了一句 唐胖子在旁边说道 一种影响浑破的东西 反正原理 现在说不清楚 咱们三个凑一起 应该可以扛过去 问题是需要一些时间 而那手指里头的小鬼 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没有救我 他应该可以扛住 毕竟是厉鬼 层次还算可以 现在 却有点复杂了 说到这里 唐胖子看了我一眼 说 你不想放弃他吧 我点点头 肯定不行 唐胖子怂了怂肩膀 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处方学的 反正 唐胖子本来就没脖子 这么一耸肩 好像是脑袋 掉进了胸口一样 愣是做出了滑稽的笑点 连处方都不由自主地吐槽到 真能干 唐胖子翻了一下白眼 说 我也不能放弃这个小鬼 咱答应的事情 还没做到 帮这个小家伙报仇 还得找个阴霜浓油的地方 让他恢复过来 最好能再接一接 四爷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问处方 毕竟 从某种心态上来说 我还是比较相信 处方的判断力的 唐胖子很悠然的 看了我一眼 看来 同生共死也抵不过 处方 是我老板的事实 处方思索了一下 说道 要是有个什么东西 让这小家伙 钻进去就好了 我的护身符行不行 我急忙说道 处方摇头 不行 那胖给他算盘呢 提点有建设性的 唐胖子在胖吐槽 建设性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 坚固的东西 但必须是带活性的 处方说道 活性的 牵硬的 我看了看胖子 胖子看了看我 总不能砸掉颗 大门牙吧 再说来 这样肯定不行 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配合才对 处方接着说道 我曾经阅读过一本 关于 李头吴家的方术 这种最古老的 巫术之处 有个方法 可以接见使用 我好奇地问道 什么是 李头吴家 一种无敌的说法 曾经很强大 几乎无敌 唐胖子在一旁 悠悠地说道 语气的深处 还有这一丝丝相目 楚方冷喝一声说 唐官耍 你最好不要这样的心态 任何一个 李头吴的传人 都会被剿灭 那你还用 我说是借鉴 楚方轰了一声说 对 借鉴 好像 时间没点 借鉴的东西似的 唐胖子 黑黑一笑 我看到楚方 懒得搭理唐胖子 估计是对他这话 一点都没有反驳 这倒是 让我觉得好奇 李头吴家一方面 被说成了剿灭 而另一方面 似乎唐胖子家族也好 还是楚方家族也罢 却都又不停地研究 我忽然想到个事情 转头问唐胖子 胖哥 我的牙还在吗 牙 什么牙 唐胖子一时 可能没听懂我的意思 反复我 我说 就是那根蛇牙呀 四爷不是说 要活性的东西吗 那根蛇牙 很适合呀 有硬 有时候糊涡身上 粘下来的 虽然死了很久 但也曾经是 活着的呀 林小玲能屏蔽掉 那个毒 四爷应该 有手段扛住吧 我这算是对楚方 盲目的崇拜 首先先拍一个马屁过去 楚方没有借我这茬 反而扭头问唐胖子 说牙 你刚才说 中毒的玩意儿 唐胖子嗡了一声 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来来看看 也许能行 楚方没有再说什么 反而自己主动 取翻双肩背 我现在 就跟个肺渣一样 拖后腿 都像我麻烦的类型 所以我干脆 什么也不说了 这时候总觉得 他们在无意之中 看到我的时候 有点不一样 或许 就是我断片了 那段时间的问题 既然不能说 就闭上眼睛 装自己是病号好了 反正真的是病号 什么都动不了 我耳朵听到楚方 谈论蛇牙 眯着眼睛看了一下 发现他很谨慎 并没有拿出来 其实论狼狈 我和唐胖子 参加一个狼狈 用唐胖子的话说 自己的小聪明 造成了这次愚蠢的事故 如果不偏信楚方 或者干脆用不着 费那么大功夫 就刚才 我才听到 他们俩聊天 楚方只说了一句 愚蠢 就奠定了唐胖子 愚蠢的事实 而事实上 楚方的第二句话是 省微落水 横走15米 你看 就这么简单 结果被唐胖子 搞得各种复杂 屡次把小面 都差点搭进去 人传就要承认 唐胖子非常好的 包容了楚方的几次 愚蠢的评价 笑嘻嘻的不当回事 如此一来 我和唐胖子身上的宝贝 几乎都没了 除了客自 剩下的护身符 几乎一无所有 而楚方虽然被困在了 那鬼障民先局里 二十多个小时 实际上 楚方已经完成了 大半的搜索 唯一的麻烦 只是出不来而已 不是能力达不到 而是实力达不到 唐胖子进去 给楚方增加了 破开那民居的实力 然后 二人虽然也狼狈 但好歹 真的出来了 难怪唐胖子一直 对楚方能力上的推崇 是从来不遮掩 至少唐胖子 不止一次提到过 年轻一代 楚方第一人的说法 是多么正确 但当楚方第一次 提到愚蠢 来形容唐胖子的时候 唐胖子终于发飙了 只诞人的回来去 听说 他出山来 找你了 楚方立马牙活 这什么情况 说楚方不狼狈 是因为 楚方还带着 不少的符纸 他在符纸上 做了一些改动 然后贴在蛇崖上之后 对着唐胖子说 你的符咒 就可以隔绝的东西 你竟然值得拼命 对你的至上 我现在觉得可以 零容忍来形容 唐胖子撇嘴道 老子又没符纸 再说了 当时情况你是不知道 多紧急 要么等死 要么冲过去拼死 叫你这种人 上嘴皮子 碰下嘴皮子 说得清楚 楚方指着 他的衣服说 符不一定用纸 衣服也行 这小子还是童子身 带着童子先天洋气 完全可以用童子鞋 在铺片上 合幅生灵 你自己蠢 就要承认 唐胖子哑然 然后再憋嘴 我真的听说 他出来了 你可以闭嘴了 楚方冷冰冰的 来了这么一句 我看到唐胖子 笑得很爽 嗯 非常爽 这难免让人心生好奇 但这时候 我也不好出人家 处方伤口 跑唐胖子那里八卦 再说了 我也动不了啊 万一处方 恼羞成功的 揍一顿杂肠 接着 唐胖子在一旁 黑黑冷笑 好吧 暂且称之为冷笑 总之 唐胖子笑得 不怀好意 就是了 我还纳闷呢 结果 唐胖子凑我身边 用肩膀 撞了一下问我 想知道咋回事吗 我八卦火 刷了一下子 就烧起来了 要不是全身不能动 我都想抱着 唐胖子的大腿喊着 不过就这样 我也没闲着 连忙点头 想 我估计这会儿 是要给我装个椅吧 我能把它摇成螺旋桨 一旁的处方 似乎根本不在乎 我们之间的聊天 更不在乎 威胁唐胖子的话 就好像 这个八卦 在窝纸里引爆之后 楚方竟然 唯讹不动 这也算什么态度 你的恼羞成怒呢 你的愤愤然呢 都没见到啊 气氛就显得 有点古怪了 楚方在一旁 用符纸写写写画画的 看样子 制作的应该不少 唐胖子 则神经质地跟我说 我一直想告诉你 年轻一代敌人后面 还有一个括号的 唐胖子说这话的时候 不但有些神经质 怎么还能让我看到一大堆 落井下石 柴人台的感觉呢 括号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唐胖子则迅速地捕了一句 有个我们公认的大姐 嗯 其实也就比我和楚方 大个一两岁 然后呢 楚海心这家伙 从小就被人挂到天上去 直到这位大姐 横空出世 好家伙 几乎是一路 横推所有人 说到这里 他还挪挪嘴 冲着厨房说 包括这家伙 最惨 这伙缺心眼 不服输 我说的 年轻一代敌人的括号里面 是男生 懂吗 不包括那位大姐 然后呢 我好奇心被勾起来了 唐胖子伸出手时 竖起一根来 说 第一次 我们八个 知道吗 八个世家弟子 各个的家族中 排得上号的 齐刷刷 去挑战人家一个姑娘 唐胖子露出 开始回忆的笑容 继续说道 被人一个给虐了 对 知道为什么 我要听那黑心干的吗 我们都输了 不过不要紧啊 人家比咱们多学了两年 输了也就输了 没啥好伤心难过的 可那黑心干的不乐意 觉得咒术风水比不过 比体力 你懂吗 体力就是打架 结果 被揍了 揍得还挺惨 他一个 我不由得咧咧嘴 这还真有点 脱离了处方的那种画风呢 唐胖子撇嘴说 八个 一条八 把我们八个都给揍了 我如果手能动 我一定拍着脑门子 你们八个大老爷们 打不过一个女的 也是服了你们了 我冷不定地问了一句 你们那时候多大 十四 胖子肯定地说 十三岁半 楚风冷不定地接了一句 差不多差不多 反正我们八个 都给人给走了 最惨的就是 这黑心干的 最后抱着人家大腿 不撒手 让人家一脚 就给踹晕了 唐胖子 往死里挤的处方 这肯定不是 你要说的核心 我肯定地这样问了一句 唐胖子 摆了我眼说 你胖哥 我被人揍 你都觉得不是和谐 不是 我用唯一能动的脑袋摇摇 这个梗肯定不在 挨揍 是八个人的身上 唯一的解释 就是处方 唐胖子 黑黑一笑 特见的那种说 你小子 有骨子从没劲 也不知道 那你阿们怎么想的 从那之后 就针对黑心干的 明天跑来 揍楚和信一顿 听我的 是真揍 我这下 可真张大了眼睛 不知道 该怎么评价了 难怪唐胖子 说了老半天 处方 都没任何意见 感情这意思 你的意思是 四爷挨揍的时间 又到了 我自己说完这句话 多想笑 没想到 在我眼里 无所不能的处方 竟然还有这样 一回事 一个老娘们 对对 被唐胖子带坏了 一个女孩子 从十六岁开始 明天跑来 揍一顿处方 现在处方多大了 二十六 二十七 还是二十八 十来年啊 就这么坚持下来的 也就是 处方十来年 一次 都没扬挂 我忽然觉得 头皮发麻 处方这是 惹了个什么崽星 竟然落了个十来年 一直挨揍的局面 难怪处方 是年轻一代第一人 你妈 我碰到这个 我也能成第一人 虽然是 后面带括号的 因为你架不住 每年挨揍一次 放在谁身上 都闹心 都想报仇的 苦练十年 结果 年年还挨揍 哭得哭死了 我拖延了一口口水 忍着头皮 放完的感觉说 那 那这次四爷 跑来这里 从不能追来走吧 追来 我看悬 他要说胖哥 带你去看 看不看 看啊 我一激动 声音变得有点大 引来楚风 愤恨的目光 和和的瞪我眼 差点 没把我给憋回去 唐胖子显然不在乎 楚方正的表情 黑黑笑道 嘿嘿 那就行了 我估计啊 要快也快了 指不定就是这个月 或者下个月 这时候 楚方开口了 怎么 过来帮个帮 来了 唐胖子站起来走过去 该震惊的时候 唐胖子从来不耽误 我从刚才的八卦思绪中扯住 看着他们哥俩 在那忙活 说实话 从开始我就觉得 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现在也同样 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们懂的 我完全不懂的 即便是我现在 去开始恶博 但年龄和学识上的差距 不是勤奋就可以弥补 除非我下一刻变成天才 怎么才能让自己变成天才呢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觉得 楚方就是天才 号称几百年的第一 可唐胖子却说 有个姑娘更厉害 每年都走 处方一顿 那就是说 起码还要再加个几百年 凑个千年第一 忽然发现 他们的关系不适合的 却又非常融洽的 套上几个字上去 跪圈真乱 别以为我是凑字数的 以后这姑娘来了 好吧 跑天了 接着说 我想琢磨自己 怎么才能成天才的事 可想了好半天 都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才能变成天才 总不能跟红毛鹰母一样 见谁都先自嗨地来一句 我是天才的仰慕吧 正瞎琢磨 忽然听到 唐胖子和他 别 你傻了 这么做 内灵就乱了 那小鬼钻进去 还不是跟掉进 十几级大风里一样 这能不死才怪了 楚风的声音传来 你不能这么理解 你拿这根牙 充满灵气 虽然有毒 但毒只是一种灵气的表现 这点你应该清楚 我让普通的毒所 根本不会这么凶利 说白了 这灵是毒 而不是牙有毒 最后到这个地步 这条蛇在死之前 酒精要成精了 怎么可能留下一根毒牙 别为了 紊乱的灵气 会形成厮杀的力道 那小鬼现在挺虚弱的 唐胖子继续反驳 就是不同意 你挺在乎那个小鬼 楚风第一次发出疑问句 这种疑问 很难从楚风的嘴里出来 唐胖子呵呵一笑说 没办法 欠那小鬼一条命啊 不还上 我心不安 这我知道 楚风淡淡地回了一下 然后想了想说 那更要这么做 啊 唐胖子惊念 站起来 差要弄到 姓丑的 胖爷都跟你说了 这样不行 你压着非要跟胖爷 顶牛是不是 楚风停下手中的工作 抬头说 说你蠢 以前是骂你 现在我觉得是夸你 来给个解释 我让我出去 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他打电话 告诉你在这里 唐胖子威胁起了楚风 我看到楚风 用手掌下风 实际地揉了揉额头 然后换了一副表情 问唐胖子 你觉得我打不过他 不是觉得 是一定 你如果这次有信心 我就把哥们们 都叫来观摩 扬眉吐气一次 咋呀 唐胖子黑黑说道 楚风哑火了 得 吹牛 吹破了 第五十二集 随楚风赶忙 换话题 说 我给你解释吧 真觉得你无药可救 我问你 这眼里面是什么 连我都知道吗 有毒的灵气 刚才不是说了吗 本来我刚才 是闭着眼睛听的 可就在唐胖子说 不行不行的时候 我就张开脸去 但目光始终落在 他们俩的身上 直到这一刻 我猛然发现一件事情 眼珠子瞪得老大 那蛇牙上 什么时候带着一层 粉红色的雾气了 我之所以惊讶 是因为处方 还没有处理那个蛇牙 也就是蛇牙 还处在我当初 拿着的那种状态 可现在 我就看到蛇牙周围 包裹着一层粉色的雾气 非常的漂亮 我咳嗽了一下 打到他们哥俩的对话说 我想说个事情 什么事 唐胖子转头 看见我问他 我说 那 那个蛇牙处理过没 没有 处方回答我 我先是欧了一声 然后说 你们看到 蛇牙上的粉红了吗 那个 之前不是这样的 什么 唐胖子张傻眼 本来眼睛就小 挤在一起 更看不出来 不过他马上回味过来 愣实地问我一句 你说粉雾 你看到什么 厨房也跟着转过头来 直勾勾地盯着我问 你说 你看到粉雾 有什么不对吗 我忽然意识到 好像哪里出了问题 尤其是两人忽然对视一眼 露出的惊恶表情 让我有些心虚和害怕 唐胖子用他绝对 不能匹配 体重的速度 刷的一下子 出现在我面前 紧接着 还没等我开口 处方也跟着 窜了过来 这要是三堂会审 还是要 开刀问斩 弄得我心里 突突突地乱跳 不知道 该做怎么搭话了 唐胖子弯着腰 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 然后左看右看 看完之后 粗没说 没什么奇怪的 怎么就开了呢 看什么 我现在也识地问 楚风也在一旁收到 少是真的 再做一次判断 就知道了 这话说得我 云身雾罩的 愣是没明白 而反过来 唐胖子则拍着手说 不错 正好之前 这小子问我 灵魏的事情 我还没说完 不如 试试 楚风思索了一下 点头说 可以 我来试试 两位哥哥 你们到底说的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 我郁闷地问他 唐胖子呵呵一笑说 傻兄弟 别问了 一会儿你只管说 你看到什么就行 看 看石崖上的坟窝 我还是一头的雾水 楚风向后退了几步 对我道 看着我 然后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就可以说 我看到你穿着衣服 我稍微来了个冷幽默 反正我总不能说 自己来个透视眼 可以看到你大腿上的胎记吧 再说了 万一蒙对了咋办 楚风撇撇嘴说 看清楚了 现在看看 我身上有什么 我刚想说 啥都没看到 可还没等开口 只听到楚风话音落下 如下忽然 无缘无故地 冲起一道风来 激荡四重 紧接着 我看到 我竟然看到 楚风的背后 准确地说 是从双肩 到头顶上方 大约十多公分的地方 出现了一道光环 这是什么鬼 我愕然记得 当初我唱安魂曲的时候 也曾经在倒车镜中 看得过自己头上 有这么一道白光 但当时以为自己眼花呢 可现在呢 楚风的背后 出现一道白光 比我当初 在倒车镜中 看到自己的不知 明亮了多少倍 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楚风 简直是 目瞪口呆 但是 这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 气浪在起 楚风的头上 光圈又出现了一道 紧接着 是第三道 以及 隐隐约约 不成形 但已经有了 轮廓的第四道 这 紧接着 唐胖子 也站在我面前 距离楚风 稍远几步的位置 也是脚下 气浪忽然炸开 背后 尖连出现 三道光圈 只是第三道 还有些不稳定 但比楚风 那第四道光圈 凝练许多 你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楚风问我 我抖着嘴唇说 我 我看到你身后 有四道光圈 第四道光圈 刚有了那么点形状 他呢 楚风指着唐胖子 问我 三道 第三道光圈 稍微有些松散 不是很凝练 我如实地回答 与此同时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们在展现出 光圈的一刹那 整个人的气质 是大变的 楚风的气质 非常的正义 我上学少 能凶的只有这样 就是正义 带着那种正气 一看就是 非常正人君子的感觉 而唐胖子 本来挺猥琐的气质 竟然一下子 高大上起来 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 君王了 总之 太怪异了 在我还没品味 什么怪异的时候 楚风和唐胖子 身后的光圈 忽然消失不见 然后唐胖子 哈哈笑道 小老弟啊 你真的让胖哥 嫉妒死了 胖哥 我 唐胖子摆手 让我停下 接着说道 嫉妒一下而已 不用往心里去 我 我就不知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 我郁闷地说道 楚风在一旁说道 你很特殊 非常的特殊 这下完了 我以为楚风 能给我一个解释 唐胖子 一拍我的肩膀说道 老弟 别这么看他 这确实 算是解释得很清楚了 不清楚的原因 只因为 你知道的太少了 这个我倒是认同的 再跟这两位比起来 我确实太菜了 楚风问唐胖子 再试一下 唐胖子 闲了想说 行 可以 楚风点点头 转身走到蛇牙附近 抓几张符纸来 唐胖子阻止我 想继续问下去的问题 说 看好了 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而此时 楚风已经盘膝坐在 蛇牙的前面 粗质成剑 他的背后 忽然闪烁出 一道白光 这有一道 而且还不是之前看到的 那么凝聚和明亮 聚灵 一服送真灵 转乾坤 道法会聚 乾坤逆转 以前 我总觉得 服应该是高大上的东西 是什么 精气神 需要三合一啊 什么天地人 合一之类的标准 可自从我认识 楚风以后 我觉得 画幅的难度 其实没那么高 至少不需要 像小说里那样 沐浴斋戒 然后才能得到 上苍认可 审明给点赞之后 才能使用 至少 从这一刻开始 我觉得不是 在我的眼中 明明看到的一道光 从楚风的背后 光圈上 跌落下来 融入指幅之中 紧接着 指幅闪烁一道白光 然后忽然 内敛进去 下一刻 扶椅上的自己 逐一闪烁 最终 整张纸上 都闪烁出 盈盈白光 你看到了什么 楚风抬头问我 我说 我看到 从你背后光圈里 掉下来一道光 进入符纸中 现在整个符纸 都包裹着一层白光 我画音落下 就看到楚风 和唐胖子对视一眼 然后两人 都跟着点点头 似乎在一瞬间 达成了某种故事 唐胖子说道 看来 是真的 胖哥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唐胖子问我 你记得我对你说过 灵魏的事情吗 我连忙点头 当然记得 我还惦惦这事呢 唐胖子说 灵魏才是根本 一个人修炼得好不好 不是风水 也不是符咒 更不是我家的补算 或者武力之类的东西 灵魏的多寡高地 才是横着一个修炼者的 最直观的表现 但是这个表现 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被看到 我茫然了 然后根本听不懂 还有一种石 天生就可以看到 楚风在一旁 拨了一句 然后趁着唐胖子 跟我解释的功夫 我看到 他直接把灵符 贴在了蛇牙上 紧接着 那浓浓的粉色雾气 就好像飞鸟头鳞一样 刷得一下子 缩了回去 整个蛇牙 依旧红得如同宝石 却没有了粉雾 紧接着 楚风制作第二张符咒 而唐胖子 则忽然来了一嗓子 楚河县 你真打算这么做 我看得出来 唐胖子是真急了 都顾不得忽悠我 就知道 他对这件事上的态度 其实有多么的认真 楚风做好第二符 并没有适用 反而是放下手 问唐胖子 你真觉得 我会害吕小玲 你这就是害他 你用逆转符干什么 疯了那蛇毒 可令你的灵气 会成为炫雾 别说这小鬼 现在降了一级 就算没降级 进去都能被暴怒的灵气 撕成粉碎 我先听到的是 惊讶 然后是惊恐 但我发现 楚方始终 没有做出反驳 反而是等着唐胖子 碰完了唾沫星子后 才缓缓开口说道 说你蠢 你这是骂你 现在是夸你 第二次了 要不要脸 不能换个说法吗 这句话的背后含义 太深邃了 能气死人 会让人越想越生气 我尚且如此 唐胖子更是 跟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脚喊道 你很有理了你 你要说不说过 四四五六来 我就宁可用自己的 本命血来擦擦小鬼 我发现 唐胖子 好玩这句话的时候 楚方的眼皮在 跟着使劲的 跳了几次 然后楚方低沉的说道 你倒是真敢输 唐胖子撇嘴说 逼急了 我还真敢做 大不了 行了 楚方打断唐胖子的话说 你们躺下 就不适合走 俘虏的路线 天生跟着东西没缘分 又不是你一个说 唐胖子竟然毫不建议 不以为耻 反而挺自豪的 这是什么画风 感情 唐胖子真的不行了 这话不能说出来 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楚方没搭理这茬 接着说道 这里的毒很纯粹 其实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李小灵也算 因祸得福 经过这次洗礼之后 说不定以后 还能有更好的机遇 还洗礼 还机遇 混鬼呢你 唐胖子根本不吃这套 楚方微微醋眉 很显然 他很了解唐胖子的为人 看着胖乎乎的一脸憨厚 偶尔闪烁一些小精灵厚 又会给人一种 扮猪吃老虎的感觉 但实际上 唐胖子太重情重义 有些时候固执的厉害 真为了情意 你让他跳火坑 他都坑 这种人天生就是个 没法做坏人的料子 当然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 最好跟他说清楚 不然 他要理解了还好 不理解就 比如现在 楚方猝眉之后 梳火了一下眉头说 他帮你催掉了体内的毒素是吧 唐胖子点头 嗯 你当时不知道 是灵气之毒对吧 楚方再问 然后我看到唐胖子 非常尴尬说 没主意 没想那么多 当时要知道是这个 就不会出现 后面的纰漏事了 楚方倒是 很淡然的说 所以说 说你蠢一点 都不是在骂你 如果这次没有 李小玲 你死定了 唐胖子点头 确实如此 如果不是林小玲 唐胖子死定了 如果不是我 唐胖子死定了 如果不是碰到楚方 我们四个都死定了 总之 这跟个死循环一样 说到底 楚方的好奇心 坑了我们 所以我发现 楚方其实有内疚的表现 只是这个人 无善于表达 但从他做这件事情 就已经看得出来 他确实没有害 林小玲的意思 所以到这时候 我不得不开口说道 胖哥 我觉得你应该 听一下四爷的说法 你也觉得他对 唐胖子最惊讶的 应该就是 我来力挺楚方吧 可问题是 我不是力挺 只是站在中间的角度上 来看他问题 竟然发现 楚方不加恨林小玲 为什么不给他 一个解释的机会 楚方看了我一眼 忽然笑了笑说 唐胖子 我决定以后 不叫你算马了 你除了斤斤计较之外 臭你的相终 所以 我决定以后 跟杨木一样 叫你唐胖子 唐胖子一点 都不介意地说道 这不关我事 名字 绰号 小名 任何一种 都是用来称呼的 你就是叫 阿猫阿狗 到最后 不也是叫我 呵呵 我在一旁乐了 我发现 唐胖子这个人 一般不认真 认起真来 真的能气死人 你说阿猫阿狗 都可以当作称呼你 可偏偏就不乐意 听楚方的解释 我说 胖哥 听一下 万一不对 咱们再反驳 再找别的办法呗 唐胖子哼哼地一下说 呵呵 想啊 看在你面子上 如果这黑心肝的说的 方法真管用 就用他的 如果不行 我宁可用本命血 我微微醋眉说道 什么是本命血 因为我看到过 楚方听到 本命血的第一反应 是惊愕 唐胖子哼哼了一句 就是本命血 你不懂 说了你不知道 这是不打算告诉我 可本能的我感觉到了不对 转头看向楚方 问他 四眼 能给个解释吗 我心里在打鼓 这件事情似乎 有些超出了判断范畴 本命血的意义 好像不只是资面上那么简单 处方说的很简单 但是却令我震撼 这样一段 就一滴本命血 我的心咚咚咚咚咚 跳到嗓子眼了 好大的手笔 好大的气魄 这样的人 这唐胖子 将敢这样 按照当初他对我说的 一段想要生上去 需要用个十年八年 天才也要三五年 也就是说 唐胖子他们属于家族中的天才 要想生一段上去 需要三五年时间 楚方今年也不过二十多岁 属于真正的天才范畴 可就是这样 楚方不是才三段吗 我意识到 或许我真的想了解一下 所谓的凌威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系了 而本命血 竟然需要自降凌威的等级 才能得到一滴 这一滴包含的可太多太多了 唐胖子一白手 毫不在乎的说 就这么决定 你要解释不清楚 胖一我 就用本命血 也要护着那小鬼 楚方极为无奈的 看着唐胖子 最后说道 李小玲帮你过滤毒灵气 身上的鬼气 也跟着沾染毒液 现在是个好机会 可以一举两得的时候 也事与他运气来了 竟然被你们带出 这么一根宝贝 只要让他在里面熬练一下 一身鬼气 全部转化成鬼毒 未来的成就 将不可估量 况且 我自然有方法 避免他受到最大的伤害 有些伤害是难免的 那还是有伤害 唐胖子跟 护毒子的老母亲 叫了一嗓子 楚方向下压了下手说 急什么 还没说完呢 你说 唐胖子脾气上来了 楚方道 这样的过程会很痛苦 但得到的好处 却不是他一个小鬼 在未来岁月中 能磨练出来的 而且 机会难得 你什么意思 唐胖子有些动容 说真的 他其实挺相信楚方的 但前提是 便是自己担心 有些是 还欠着一份人情的时候 唐胖子自然不愿意 楚方道 摸掉那小鬼身上的力气 用毒素 换掉他的怨气 你说这小家伙 会变成什么 唐胖子微微醋眉 徐自了一下 不确定地说 你想让他 以毒正当 算不上那么高端 就是换个活法 一个连鬼都害怕的毒鬼 你觉得会怎样 这样吗 唐胖子捏着 看不出来的下巴 小眼睛 滴溜溜地 转了几圈 挤上把瓦 五中以上 就算失败了 你回头再找个 合适的坑 把它一埋 顶多三四年的事情 如果你舍得下架手段 这个时间 还能大大的缩短 反正人情 只要你不死 早晚还得上 这是有史以来 楚方非常认真地 给一个人解释 我不得不插嘴 真的没有危险 因为我也同样地担心 而且还担心 另一件事情 如果林晓玲变成 浑身都是毒的小鬼 还能住在我手指里头吗 还是单纯的鬼吗 楚方思算了下说 应该不影响 其实这算得上 是人为的一种计划干涉 鬼其实也算是 生灵中的一种 只要是生物 就有计划的可能 而且是 无限制计划方向 人也同样 修炼就是一种计划 成仙式 成神式 变成鬼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也是进化后的一种体现 第五十三集 唐胖子在旁说道 很心肝的这话 说的不假 据说在很久很久之前 世界上是魔鬼的 人死了 最后把全部 都还给这方天地 而后来慢慢 有强者出现 再留下来灵魂 再留下子嗣 这种进化来得缓慢 千万年之后 人死后 就不再是什么都没有 反而有机会变成鬼 有了轮回 有了灵魂的区分等等 说的跟小说一样 我笑着说 我笑着说 人死变成鬼魂 不是应该属于天青 第一的事情吗 怎么到他们嘴里 反而不是了呢 怎么样 行不行 处方问 这让我听出 他的耐心 也快要摸得差不多了 唐胖子一斗脚说 真的能想 我不想说第三次 处方的回答是这样的 行吧 唐发在最终 还是一咬牙 一斗脚同意 虽然 我说不担心是假的 但可能是我懂得太少 所以没有 唐胖子那种的担心 处方对我点点头说 你的事情 咱们一会儿再说 也很重要 说到这里 处方对唐胖子道 给他说一些基本的 以前我没说过 唐胖子点点头说 行 这个交给我 然后 厨房拿着符纸 折了一个小纸儿 走到我身边 拿起我左手的中纸 用纸一划 一道伤口出现在中纸上 紧接着 把纸人贴在伤口上 道 来 下一刻 纸人变黑 指甲见淡 其实 从头到尾 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讨论 却从来没有人去 征求过林小玲的意见 但我想到这点的时候 处方已经开始了 她的动作 背后依旧可以让我看到 三道半的光 挂在脑后 真的很神奇 而我也看到 承载着林小玲的 那个指人 周围缠绕着 一道道灰色的气息 这就是鬼气呀 以前只在林小玲 让我看到的情况下 才可以清晰可见 而现在我似乎 就这么看到了 这种感觉 真的来得挺奇怪的 处方在一旁 继续做一些指服 而他航胖子 已经坐在了我的身边 对我说道 浪贤 既然处黑心答应了 就是有把握 咱们要做的 就是等等 我呃了一声 现在除了这个 我也说不到别的 这么专业性的东西 还是留给处方吧 我只能默默地担心一下 仅此而已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系列对我们三个 不尊重人家 林小玲的事件 竟然一点抵触感都没有 就好像 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心疼一下 阿猫阿狗一样 路上见到小猫小狗可怜 会产生同情 但处方的表现和行为 更像是受益 要不要给小猫小狗 治疗的行为 产生于我们三个之间 却不可能去问一下 小猫小狗同不同意 那这就是这样的心态 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或许这就是 人和非人之间的 主要区别吧 无论怎样 在我心底 在处方 在唐胖子的心里 始终没有真正将林小玲 放在人的角度去考虑 最大的障碍 莫过于沟通 我竟然自己觉得 这样考虑 这样去想 是应该应分的 苦笑了一下 却没有再说什么 反而是唐胖子对我说 老爹 你也算半只脚 踏锁这个圈子了 有些东西是可以知道的 我可以知道一些什么 这时候 其实我的心态 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不能动 整个人都有些美金 打财 刚才的刺激过去之后 也仅仅是惊讶了一阵子后 竟然觉得 习以为常 或许 真的不能用 普通人的视角 再来看待这些事情 而我 或许已经从一个普通人 迈出了 另类的进化脚步 人 一旦站在 更高的角度上的时候 所看待的事物 和事情 都会跟着高 这话 其实是没有错的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 其实就是一次次 进化的结果 这种进化 不光是身体上的 还包括精神上的 比如奴隶制 就是计划 带来的精神结果 每周被发现的时候 土著的印第安人 成为了被屠杀的对象 那时候 殖民者没有选择 询问一下 土著是不是同意的问题 非洲被发现的时候 无数的黑人 变成了奴隶 那种骨子里的奴性 曾经统治了 一代又一代黑人 直到近代黑人 依旧是被人歧视的人种之一 而这些 都是精神上的进化表现 精神上 你认为他们是 列挡民族 不属于人的时候 他就不是人类 当你站在奴隶 上层的圈子的时候 你就是主 而奴隶不过是 两条腿的身口 阿猫小狗 不需要修认 不需要征求 而楚方 他们所在的圈子呢 在面对非人的时候 其实态度和这个 真的很像 甚至会更过分一些 就像胖子说到那样 我也算是半只脚踏足了那个圈子 这个圈子就是另类人的计划方式 站在那个圈子之中 可以高高在上啊 或许吧 唐胖子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正在讲述 关于这个圈子里的一些常识 比如 林威有九个段位 从第一段到第九段 分别代表 不同的力量层次和差别 每一层都是一道坎 是 听见 在这里不会像小说中 那样玉极秒人 玉极挑战的事情发生 因为 能量的总量 不是靠着质量 就可以聚升的 就算你把质量 打磨成了最锋利的针 同样无法面对面的抗衡 当然 这只是单纯的面对面 形成的等级压迫 如果借助天地大势 风水扶助手段 就可以另说了 我好奇地追问了一下 那 你们口中的那位女神人 暴走四眼 就是靠着这个 压着的吗 唐胖子黑黑回答我 嘿嘿 那是了 只要不出意外 楚河新这一辈子 都别想翻身了 真惨 我评价了一句 唐胖子跟着不道 何止是惨 听老一辈的意思 他们俩挺有缘分的 还打算撮合他们 揍上一对 真的假的 我眼皮子跟着乱跳 楚河这辈子 摊上这么个厉害的 死定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楚方悠悠开口 他手上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四五张符纸 分别闪烁光的强度也不同 被均匀的贴在蛇牙上 然后那些光相互缠绕 似乎渗透在蛇牙之中 我眯着眼睛 看到蛇牙内 好像有漩涡在滚动 但比之刚才所看到的 要缓慢了许多 而楚方依旧在贴符纸 然后忽然抬头问我 看到了 我点头说 可以看到一些 那就行 估算一下 差不多描标 转动的速度的时候 告诉我 你看不到 我惊艳于这个发现 因为 从没有真正 往这个方面去想 楚方摇头说 能看到一些 不是很多 令你清楚 这就奇怪了 他的意思 是只有我 可以看到这些吗 胖胖子在胖说道 现在就是 我要跟你说的 九段零压 你已经看到了 以后 你要看到脑袋后面 挂着光圈越多的 你就赶紧跑 一道圈 代表着一段 如果你仔细地看 你看看 楚方脑袋后面的光圈 是不是一道 比一道错 我听完之后 认真去看 果然 不但一道 比一道粗 而且还一道 比一道更加凝炼 从这个来判断 那么光圈更粗 更凝炼 就代表着实力上的 强大了 我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 而且目前三人之中 只有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而已 而唐胖子的解释 弥补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的原因 他接着说道 修炼到一定程度 人可以开启不同的能力 但最重要的 被定义在 灵威九段上 只要达到了 就证明是九段内 必须拥有的 主核心还差一些 就可以达到第四段 到时候 他会和你一样 你等一下 我打断 唐胖子问道 我到底有什么能力 为什么我要 四爷却需要 第四段才能要 你的意思是 我天生的 唐胖子笑了笑说 你看 心急就这样 听我把话说完 我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 不再随便插话头 唐胖子终于 切入了正体 说道 其实 你要知道的东西 就在灵威九段上的 名字中 就有答案 我眼睛一亮 听着唐胖子继续说 他接着说道 这个段位实际上 是两千多年前 才确定下来 灵威第一段 叫做风水洗 意味着 当你踏足 拥有灵威第一段的力量时 可以真正借助 风水之力了 那时候 一抬手 一跺脚 一步一动之间 就有风水 只不过 这种风水之力 大小多寡 也就是 跟灵威有关 曾就有缺心眼的 用一辈子的时间 打磨第一段 灵威风水之力 最终的结果 确实可怕 但注定 太偏门 走得不长 也浪贩了大好时光 我点点头 是以唐胖子 继续说下去 这一东西 挺好玩的 唐胖子看了一眼 楚风 可能是 楚风觉得 不太保险 或者 有留下什么后手 所以 他的动作 并不是很快 而且 还时不时地 拆掉一层纸幅 重新勾画 他趁着唐胖子 停下的时候 问我 现在 看到什么 我眯着眼睛 仔细看了一下 鼓塞了一下说 还是太快 知道了 你继续 楚风继续 低头琢磨 看来 这对他来说 也是一大挑战 也没有他说的 那么轻松 唐胖子也看出来了 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问我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说 休什么 这要说出去 治不好 这辈子都要躺 出来了 现在的心情 有些低落 而且正在 逐渐变坏 唐胖子拍了拍 我肩膀说 相信胖哥 我下手 又翻窜 我呵呵一笑 算一直不知道 断片时候 发生过什么 但一定是我 断片后 没有老老实实地 哄过去 所以才惹得 最后唐胖子出手 不得不这样 至少 其实我现在 虽然烦躁 心情低落 但并不恨 胖胖子似乎知道 我的想法一样 说 总之 记得答应 胖哥的事情 一定要放在心里 我点点头 但对断片后的事情 始终是一个心里的疙瘩 只是现在还不适合 第一个是没机会 第二个是没实力 说的难听点 人家拿咱当兄弟 是因为 有顾名的事情 摆在前面 可不代表 除了这个之外 可以透露出别的 从之前 他们俩的对话 就可以看出来 承认我 是因为 我半只脚踩进去 而这半只脚 我想 还和我可以看到 楚风身后的光 蛇牙上的粉朴有关 唐胖子说 灵威九段的第二段 叫做 符咒灵 到了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用符咒了 看到没 楚黑心符咒手段 就是这个级别的 到了灵威第三段 也就是你胖哥 我这个阶段 就可以修行 我家的绝活了 叫通阴阳 阴阳 可不单单指 阴阳两界 还分别指天地 乾坤 懂得推算 时间前后的事情 这个阶段 叫做通阴阳 知晓前后 都是一些 正和反上的东西 这时候 其实也是 修行者的分水岭 是选择走正 或者反的关键 我默默地点点头 原来如此 很多东西 就是总结出来的 但是 这份总结 却是前人的 无数心血 唐胖子他们 作为后来人 只是成了的而已 下一个阶段 就是你现在的状态 而胖哥 我最羡慕的事情 莫过于此 天生会眼 会眼 对 第四阶段 叫做会眼看 可看人鬼分别 可见万物真伪 可会阴阳风水 乾坤变化 我们想要达到 这个阶段 普通的修炼者 没有四五十岁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即便是 楚黑心 这种天才 想要打倒 也要在 一两年以后 我要是能在 三十岁之前 打倒 就算是 天才犯畴了 懂吗 说完这个 唐胖子 还很嫉妒地 看着我说 我现在怀疑你 这会眼早就有 深知 是在你 说到这里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停下来说 反正羡慕 能够天生 开会眼的人 几百年 才出现一个 老天爷都嫉妒 老天爷都嫉妒 我装住这句话 追问下去 唐胖子想了想说 还真是 天度才对 说到这里 唐胖子忽然 歪着头 看向我 疑惑地说道 不过 也不对 你怎么没事 说完这句话 唐胖子忽然开始 在我身上摸起来 这给我吓得 连忙喊着 胖哥 你干啥 你干啥 别摸这里 我累了个去的 别摸了 唐胖子不管不顾的 给我身上摸了一个遍 然后还撩开我衣服 看了看 杜琴儿父亲 心口父亲 然后 我看到他满脸的疑惑 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回头问处方 楚慑县 好像天生慧眼的 几乎都没好下场吧 跟九阳九燕一样 活不过十八岁 对不对 楚方嗡了一声 说 早就查过了 他全身上下 什么疯眼都没有 就是个正常的普通人 这不可能 唐胖子很郁闷 然后看着问 老爹 你给胖哥说说 你从小到大 有没有碰到过 冰雷死亡的事情 今天算吗 不算 以前的 我闭着眼睛 琢磨了一会儿说 那 没有了 打戒指开始 就没碰到过 什么危险 唐胖子一屁股 坐在一旁 脸上的神色 有些阴晴不定 郁闷地说 这不现实啊 三灾九难 都该落的 何况 还是有个 天度的眼睛 怎么着 也不可能 活这么大 屁点的危险 都没遇到过 我也意识到 似乎自己 有些正常人不同 但自己到底 不同在什么地方 还不清楚 总不能跟人说 我是天才吧 呵呵 苦笑一下 不现实 楚风忽然开口说道 忘了和你说过事情 两件 楚风伸出两根手指道 什么 唐胖子眼睛亮了一下 第一个 这小子四十五寨 但是身上 没有半点功德 楚风收起一根手指 好死不死的 留下的是 瘦着的中指 唐胖子 没带了这茬 其实听到这个 点点头 可下一刻 跳起来说 那就更不可能了 四十五寨 还没功德 一点都没有 哎呦 楚风认真地回答 唐胖子 粗眉道 不对 肯定是哪 不对 这小子身上 邪乎啊 不对 不是邪乎 简直是邪门 没错 非常邪门 然后你说他会唱 杀声曲对吧 楚风说 唐胖子不由自主地 微微抖动了一下 不错 他会和传说中的 一样的 很可怕 但是你不知道 他不准会杀声曲 四几个 他都会 楚风 再次说道 什么 怎么可能 唐胖子已经不只是 惊讶那么简单 唐胖子已经惊讶地 站起来绕圈了 口中说道 不对 楚风认 这是不对 四季哥 试穿了多少年了 就你们家 曾经得到过完整的 但也是 一千多年前的世界 只是得到过 但是没人学会 对不对 是 很久之前 后来又失传了 老祖说过 这家祖不该得 对 当时差点 因为这个东西 弄得十二家 彻底崩裂 但后来忽然失踪 连当时 连当时你们家的老祖 以折魂发誓 对朱天神 启示言 说如果不是丢了 而是藏起来的话 就让楚家 彻底断绝所有血脉 所以 再让剩下的家族 都相信了一世的事实 唐胖子 杨梦 你别担心 我来说的都是 一两千年以前的事情 怎么还是个普通人 不但记住了 还能唱出来 唐胖子点点刀说 确实问题不少 这么看来 这一小子身上 一团迷音啊 说的 我都想去见见他奶奶 这个到底是个 怎样神奇的老太太 第五十四集 我说 我奶奶就是个 瞎脸的老太太 在村里 给人摸骨算卦 赚点钱 所以啊 有机会 一定要去拜访一下 你奶奶 或许只有她 才知道为什么 楚方悠悠说道 说完之后 继续调整 手中的蛇牙 我去错眉不解 问他 你的意思是 我奶奶还是什么 也是高人 也不是没可能啊 唐胖宰胖笑着说 扯淡 我耻之以鼻 我自己奶奶 我还不知道 打小就是个 下眼的老太太 要不是会些 乡下把身算过的法子 我们俩俩 早就饿死了 至于我的护身符 我奶奶说过 这是祖传下来的 只是我冷不定 想到一件事情 难道他们俩说的是真的 当时在林小林的家门口 那护身符中 传来霸气的怒吼 那应该不是幻觉吧 这件事情 始终是埋在心里 从来没有说出去过 本来已经不在意了 却不像今天 又被勾了起来 我弄弄弄嘴唇 想要说这件事情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唐胖子说 老弟啊 你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 主婚信能完这些 咱们就去冲局 想办法 回到地面上去 我摁了一下吧 出过那个误区 就能回去了 不知道 他这么说的 唐胖子笑着说 我发现 在某种角度上 来看待 楚方的时候 不光是我一个人 会去无条件的信任 连唐胖子对楚方 都会非常的信任 这不同于 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 唐胖子 可也是四叶圈里的高手 竟然也会 无条件的信任楚方 这说明 楚方在这方面 真的很优秀 我决定将这些 古怪的想法 都放到一边去 现在还不是 适合我思考的阶段 唐胖子 也没有了继续给我 解释下去的欲望 但我也算是 半了解自己 母亲的情况 唯独有些麻烦的事 什么叫天生会 会遭天动 他们说 我能活到现在 又是什么意思 看来 别说他们俩了 我自己 都对我产生 无数好奇了 而这份好奇 我打算暂时 压在心里 等我出去 等我养好了身体 我要带楚方 回去之前 单独回趟老家 亲口问一问我奶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 发现自己有些困倦 人也变得没精神 闭上眼睛 打算打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唐胖子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这小子睡得够实的 小心他 就在密局之前 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状态 不然很容易 被盗入梦中 分不清 真实与虚假 这是楚方的声音 紧接着 我脸上被一只手 拍了几次 行了行了 有姑娘来找你 这是唐胖子的声音 我茫然地睁开眼睛 看到唐胖子 近距离地看着我 我就笑道 不好意思啊 胖哥 我要睡着了 没事 你现在试睡 证明身体在恢复 出去了 把他拿个刺 过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恢复如初 别说泡妞了 一夜八次 都没问题 我可没这哀号 结果 唐胖子不让我 笑着说 哎哟 没看出来 你还不喜欢女色呀 我没那意思 我敢往边 结果 越描越黑 唐胖子追着说 知道 知道你对女色没意思啊 不过你对胖哥 我这种的应该 也不喜欢吧 你喜欢楚河心 那种小白脸 其实胖哥 还认识更白的 回头介绍给你 我差点激动的 吐他一脸 但马上眼珠子一转说 胖哥 其实我喜欢 你这种类型的 强壮 富台 体格好 耐内格 拱蛋 唐胖子直接 笑马里去说 楚河心 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的对 那小鬼 就如舌牙 确实不错 正在接近一次转化 果然是机会难得 等胖哥出去了 再给他选个好地方 一埋 说不得 再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惊人的变化 我笑着说 也是他的造化 看看 真会说话 不想楚河心的 说句话 能够呛死人 行了 走起 唐胖子一转我 直接 落我到他的背上 站在那迷雾之前 我才真正感觉到 他的诡异 里面就好像是 吴炯的海浪 在相互拍打 毫无规律 但给人一种 莫名的气势 林立站在他的面前 就有一种 心生敬畏的错觉 楚方说道 进去之后 一定要谨守心神 且不能误认为 之类的东西出现 不过 好在你不能动 所以 不要大喊大叫 如果你的回忆 看到了什么 记得第一时间 告诉我 我令我说道 放心吧 唐胖子说道 老爹 自己注意点 这种地方 更诡异 我和楚河心 摸过一次 完全没摸明白 他的运行轨迹 最终是通过 制造爆炸 得到一瞬间的空隙 跳出来 但那个 只是一只 游走在他的外围 透过外围 进入核心 再从核心出去 才是我们的目的 外围还好点 没那么强烈的幻觉 但是进入核心区域 会怎么样 就很难讲了 所以 一定要记住 谨守本心 绝对不能 被幻觉作用 我笑着说 我就那么惨 信不过我呀 真的信不过 你不懂这种东西的 考拔之处 它能够完完全全 影响到你的判断 如果你不能 时刻保持警惕 就会在一瞬间 泄入他的迷惑之中 迷先局 那是连神仙 都能迷惑的东西 哪怕摆下这种 迷先局的人实力不足 但能够摆下 也必须达到 零位六道以上的水顺才行 懂吗 楚风认真地对我说 竟然说了好大一堆 可见 他对这迷先局的态度 也不怎么看好 奈何 我们不从这里出去 似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看得出来 我们三人里面 我最弱 而且似乎 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 所以 连楚风都对我 非常的不信任 这点 我从唐胖子的眼神中 可以看得到 他们之间 一定有什么 是瞒着我的 而这个时候 我却不得不开口 因为 这关乎我们 或者说 我的安全 两位哥哥 你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没什么 记得 收解先生 咱们进去了 唐胖子没有说话 楚风 则这样对我讲 行吧 我对自己说 到底就是实力不够 托人家后腿 鬼木迷先局 其实就是一套 影响人心神和判断的风水局 进去之后 你觉得自己是往前走 实际上 你正在侧着走 或者倒退 道理上 有点像 鬼打墙 但实际上 更高级一些 鬼打墙 只能困住普通人 显然 我们哥三 不是普通人 所以 注定 鬼打墙的作用很低 反倒是这种 尼仙局的威力很大 外围还好一些 我只觉得有些头晕 而之前 楚方也探过这里 虽然被困住 但并不影响 他本身的判断力 在外围的时候 楚方带着我们 一路前行 时不时的楚方 会问一下问题给我 来判断 我是否被迷惑住 说了奇怪 我出来有点头晕 什么反应都没有 楚方最后的评价是 可能天山慧眼 也是有原因的 但当靠近中心去的时候 最先出现问题的 将是背着我的 唐胖子 他整个人还正中 然后转头 就避开了 楚方走的方向 写着另外的方向 大踏步的走过去 我连忙叫道 胖哥 胖哥 我的叫声 引起了前面楚方的注意 但是楚方竟然 没听到一样 自顾自的走了 只是几步剧烈的功夫 楚方的身影 就消失在我的眼前 任凭我如何的努力 都看不出 重重的迷雾 胖哥 醒醒 你醒醒 我没有任何办法 唐胖子似乎 有自己的想法一样 根本不给我任何回复 向着某个方向走 完蛋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紧接着 我做出一个决定 把能动的脑袋 掉动起来 张开嘴 冲着唐胖子的后脑勺 就是依靠 嘎嘣 感觉牙都要掉了 一口下去 你说有多狠 紧接着 唐胖子后脑勺就出血了 窜起来的那种 直接喷了我一脸 唐胖子跟着尖叫一声 但 他还是没有回头 甚至加快了脚步 胖哥 唐胖子 我着急了 要不是身体不能动 我肯定一棒子打翻他 现在的情况危险极了 我百分之百肯定 唐胖子 受到了这迷先局的影响 失去了本我 根本不知道 外界发生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在于 如果他迷失了 就代表着我 也跟着要遭殃 可我马上意识到 为什么自己没事 看刚才处方的模样 好像也中招了 不然那么近的距离 他竟然毫无反应 怎么他俩中招了 反倒是我一丁点事情 都没有 我似乎意识到 这种情况应该出乎了 他们两个的判断 所以才会造成 现在的情况发生 但不管怎么样 情况已经发生了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他们俩都舍在这里 顺带着 把我也弄死 想到这里 我惊出一身冷汗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难道就死在这里 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可不甘心又怎么样 我现在 就是个等死的废人 全身上下除了脖子 就没个能动他的地方 胖哥 我嗓子都快喊破了 可唐胖子依旧我行我俗 到最后 他松手了 是的 松手了 丢开了我 猛然来了一句 可不来 然后 在我孤独的目光里 他的身影 深陷在迷雾当中 被唐胖子这么一摔 我整个人都晕菜了 张张嘴 想要喊出声来 却发现自己根本 叫不出半点声音 然后背后传来 钻心的疼痛 下一刻 我晕绝了过去 心想 我算是交代在这里了 死胖子 你真不是人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感觉自己 在摇晃 耳边传来一阵阵声音 似乎离着很远 但又仿佛近 怎么样 X光显示 他的腰椎上有一根 大约十厘米长的针刺 虽然避开了骨髓 但是就压制住了神经 估计就算取出来 也会影响到下半身 很麻烦 通知家属了吗 已经通知了 但是家属不方便过来 这样的吧 先安排手术 他的朋友已经支付了费用 这个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肌肉蠕动 骨骼微动 都有可能破坏骨髓外壁 产生的后果无法预测 好吧 通知手术室 好 我感觉自己好像出来了 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 意味着我活着出来了 我心里有些开心 也有些不开心 但说不上来 昏昏沉沉的眼皮太重 也抬不起来 看不到周围的情况 更不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 总之觉得一团糟的样子 胖子呢 厨房呢 他们为什么没在我身边 随时感觉自己被人搬起来 身上的衣服也被脱掉 然后还没别的感觉 就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醒来 只觉得光很刺眼 却无比的亲切 下时的举起手 挡住刺眼的光 却惊喜无比 我能动了 却看到手背上插着针管 耳边的什么机器 发出 滴滴滴滴的声音 紧接着 脚步声从侧门传来 我扭头去看 看到几个穿着白衣的人 出现在我的眼前 其中一个问道 你醒了 感觉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 想要张嘴 却发现嘴巴像粘住了一样 干渴得厉害 是医生啊 我在医院里啊 我回过神来 笑了笑 把目光转到天花板上 活着真好 问问医生吩咐身边 跟随而来的护士 去拿点水给我 说道 你刚醒来 暂时不能见识 给你一小口 伸了盐水 热热喉咙 我点点头 笑了笑 医生走到我身边 用手捏了脸我的腿 问我 能感觉到吗 我点点头 这时候自己口水 溶开了嘴皮子 声音感觉很沙哑 很好 尝试着动一下 医生说道 我发出一声鼻音 然后尝试着动了动腿 感觉膝盖 慢慢的弯曲起来 自己也跟着笑了 起码证明自己没残废 这只试试 医生又说道 我连忙配合医生 对身体做出检查 四肢 脚趾 躯干都进行了简单的检查 结束之后 一声笑道 很好 看来那根骨头 没有伤到你的神经 只要恢复一段时间 做一些恢复性训练 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这时候 小护士 点点跑来 拿着一瓶生理盐水 给他喝一口就行 他的朋友刚打电话过来 中午来看他 你去通知一下他的朋友 哪个叫厨方的 好的 护士清脆的回答 麻烦你了 我对护士说道 小护士对我 微微一笑说 没关系了 医生拍了拍我 恶许地说 好好休息 你的情况很好 多注意掩饰 尽量不要吃 辛辣刺激的食物 还有不要抽烟 我笑着答应他 然后看着医生们都出去 很显然 后面的一些根屁虫 是失息的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安全了 这是我最踏实的地方 很快 处方就出现在 我的病床前面 行了 他笑着问 我笑着说 给你们添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呢 说到底 胖子那里 我还要感谢 你的救命之恩 楚风走到 陪会议坐下 顺手拽了个橘子 拨开 问我吃不吃 我摇头说 忌口呢 那行 我一会儿帮你 弄点粥回来喝 我就忽然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却说不上来 我以后都问道 我之前干嘛去了 什么之前 你被咋傻了 楚风丢掉橘子皮 手指头放在嘴里 做了几口 很随意的 在我的床单上 擦了下手指头 我想说 我之前做了什么 我们不是在 我忽然想不起来了 我受伤了 对 但是 我怎么受伤的 这王刚才说的是什么 砸死胖子 我救了他 那我之前 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在工地啊 不是 真杂傻了吧 厨房上来 摸了摸我的脑袋 工地啊 我恍然大悟 脑子里 忽然闪烁出 工地的画面 一个二楼的工人 将几块砖头 摆在脚手架上 结果一脚踢了下来 正好我和唐胖子 站在下面 我直接推开唐胖子 紧接着 几块砖头落地 却不知道怎么 砸废了一根 羊骨头 是的 一根狠细的肋骨 刺穿了我的衣服 我晕了过去 后来就在这里了 对的 原来是这样 哦 想起来了 胖哥没事吧 没事 估计等你康复了 房子也盖得差不多了 胖子已经开始对外出手 这次做好了 咱隔三亿人 几百万 倒口袋 很轻松 对了 你说留一套房子的 想哪套 你不是说 想给你爸妈留一套吗 楚风站起来 可能是觉得 窗口的太阳光 太热 把窗帘放到一半 屋子里瞬间 按下去不少 楚风的背影很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却感到一阵阵心酸 好像她的话触及到了 我的某个伤心处一样 怎么了 楚风回头看到我 关心的问我 我却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不适应 楚风的关切 我的某个意识里 楚风是个又冷 又傲的家伙 不到必要时刻 从来不会跟你 多说一句废话的人 可刚才的楚风呢 就好像老婆一样欢快 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了 我尝试着说道 楚风和和一下说 有什么不对的 难不成你还在做梦 我问谷医生了 你最多五六天后 就能起来 康复训练做个二十天 就可以出院了 然后每隔三十天 做一次检查 半年后基本上 就是个正常人 要不是我让胖子 在宫地盯着 这会儿 他肯定跑来对你 三过九寇 个恩戴德 我笑了笑说 没那么免重 我们是兄弟 同生共死过的 为什么同生共死过 我和唐胖子不是大学同学吗 只不过处方和唐胖子 比我大量接待 对 我是学什么的 我 我好像是学土木工程的 一段段记忆 翻翻而来 好像在帮我填补记忆的共决 行了行了 还同生共死的 不就是毕业的时候 喝到住院吗 这句话你和唐胖子 都说了几百次 弄得好像你俩搞对象一样 楚方挥手 笑着对我说 然后这段记忆 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他们毕业的时候 我因为学习成绩非常不错 连续几次修分都高高赞上 最后竟然提前结业 跟着大王两家的处方 唐冠水 一起成为了毕业生 毕业了 自然要喝酒 结果不剩酒量的我和唐胖子 双双喝到住院 人生的第一次 就这么送给了医院 第五十五集 而后来 本是打算一起考研的 结果唐胖子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 接到了一单工程 我们三个从此踏上了 工程间里的不归路 两年后 也就是半年前 依旧是唐胖子 用我们三个名字 拉了一笔 数额非常大的贷款 跟一家建筑公司 共同开发了一块 不算很大的小区 我们三个负责 承建一栋楼房 这有十二层 但是如果都卖掉 我们三 会顺利地还掉贷款之后 每个人还能赚个几百万 几百万 幸亏我没瘫痪 不然几百万 哪够我下半辈子的 我苦笑了一下 楚方拍了一下我说 别那么扫心 这要是贪婪 哥们养得起你 我兴了小说 没必要 不过我现在没事了 告诉胖哥 别内疚 楚方说道 唐胖子吓死了 一个劲地说 对不住你 行了 饿了吧 我去问问医生 看看让你吃什么东西 我买了给你 对了 你要不要 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楚方第二次 提起我父母来 我的脑海中 立刻出现了父母的形象 生动 而且亲切 行 我知道了 手机给我拿来 我对楚方说 但不知怎么的 我感觉不该去用这样的口吻 对他说这样的话 可偏偏 我说出来之后 好像又非常的适合 就好像 真的是多年老友一样 毫无芥蒂 用我的 楚方丢过他的手机 然后转身 出去找医生 而我拿着手机 却没有着动 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感觉到一丝丝怪异 在我的那些深处 似乎有一种 很强烈的抵制感 这种感觉 非常的强烈 好像魔鬼 要冲出牢笼一样 我不断地压制 这种感觉 不想让它 占据我的心 看着楚方离开的背影 我发现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空白 每一次被提及到 空白的记忆时 记忆才会纷纷出现 就好像现在一样 我一点都不记得 我能接触 父母的手机号码 可偏偏 当我去想号码的时候 却忽然出现了 不懂手机号 我深吸一口气 听到那一面 有一个温柔的中年女性的声音 出现在听口里 夏初 阳墨怎么样了 你这时候打电话是 这个女人的声音 一下子从我的感知中 从陌生变得非常熟悉 熟悉之中 还带着莫大的安全感 而与此同时 我那内心中 如魔鬼的情绪 竟然在一刹那安静下来 似乎也在贪婪地 去体会这种感觉 我的口中 像是地说道 妈 是我 那美的声音带着惊喜 大儿子 醒了 身体怎么样 你爸爸还有两天才回来 妈妈在机场 希望我就能到你那里 你安心养病 小楚和小唐 把你的事情跟妈妈说了 可怕这两个孩子吓坏了 妈 我挺好的 刚才医生检查过了 说我顶多一个月就能出院 让你担心了 告诉我爸 我没事了 你也不用过来 等我过几天出院了 我回去养伤 不行 你老老实实地在院里 妈妈下午就到了 好好地 那面 是我的母亲 好亲切 好温柔 好令人迷醉的声音 那些那个魔鬼也很安静 也在贪婪地享受这种母爱 我不自觉地去闻他 你没有母亲吗 没想到过母爱和父爱吗 他只是挣扎 不断地挣扎 想要冲破出来 安静些吧 我对他说 他继续挣扎 叠后那面 那温柔的声音继续传来 儿子 你想吃什么 妈妈下午过去 就做给你吃 不过你不能吃肉 应该多吃些青菜 电话的那面 母亲的声音好像 急关枪一样 不断地说说说说说 说起个没完 从邻居家的狗丢了开始 一直说到 楼上的某一家男人 回家发现自家的媳妇 正骑着邻居老宋 被抓到了 那媳妇还说 正在练习骑马 母爱 有的时候 全都可以难括在 两个字上啰嗦 可不知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 听母亲的啰嗦 似乎和内心中的 那个魔鬼一样 有着贪婪的念头 直到母亲说 上飞机了 才挂掉了电话 而这个时候 楚方也回来了 临着衝 对我晃了晃说 鸽子粥 医生说可以吃这个 补补元气 帮我把床摇起来 还有那个床头桌 帮我扭过来 我指挥处方帮我 他笑呵呵地答应 内心的那个魔鬼 在咆哮 我在想 自己可能得了精神分裂了 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加上这次受伤引起呢 我要不要去看看精神衣裳 楚方在这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没过多久 我脑海中 那个母亲形象 和门口的一个中年女人 重合在一起 她不漂亮 甚至有点胖 个子也不高 穿的衣服 有些显旧 还拖着一个大箱子 脚步匆匆地冲了进来 看到我就开始哭 我好严安慰了很久 她在止住眼泪 摸着我的脸 温暖的手竟然让我想哭 似乎很久很久 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柔 妈 努力下嘴唇 我终于开口叫出这个字来 她有万金钟 傻小子 醒了 好好休息 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对我这样说 带着笑容 带着看到孩子的满足感 带着心疼 伸手 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摇了下头 带着假意的愤怒 动画有发型 臭小子 乱糟糟的 鸟窝脑袋 还发型呢 母亲笑着对我说 然后伸手帮我 平顺了一下头发 你不懂 这叫做艺术头 彭科艺术 你别去 真的妈妈不懂呢 母亲笑着回答我 然后问我 中午吃的什么 我如实相告 然后母亲笑着说 那怎么行 你住的地方在哪 妈回去 给你做饭去 妈 你大老远的跑来 休息一下 不用找去这个 晚上厨房来了 让她给你买份就好 买的不好吃 还不干净 你们都是创业的 别乱花钱 妈做给你们吃就是 叫厨房和小胖子 一起回来吃 我笑了笑 脑子里的记忆告诉我 母亲节俭了一辈子 她是不可能听我的 所以我笑过之后 拿起厨房留下的手机 给唐胖子 打了个电话 唐胖子第一句话就是 老弟呀 胖哥 对不住你 别承诺用的 厨房在你身边不 在哪 你找他呀 等一下啊 接他过来 我说 你告诉他一声 让他来一趟医院 我妈来了 咱仨住的地方 我怕他找不到 母亲在一旁说道 小胖子 晚上回来吃饭 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 唐胖子那边 显然听到了 笑着说 哎呦 好久没知道 你妈做的菜了 晚上我早点收工 厨房 干嘛呢 赶紧过来接电话 姚母的 算了 你别接了 赶紧去医院 姚阿姨过来了 用工地的那个武林 我跟那边经理打个招呼 等这次赚了钱 咱哥三 说啥一人扔一台车 唐胖子在那边 巴拉巴拉的唠叨 最后跟我说 行了 厨房开项目部的 能够武林洪光过去了 拉着咱妈回宿舍 我去里面看看 晚一点回去看你 我说 你妈 定点工程进度 还有质量 一定要把握好 知道了 天才少年 唐胖子挂掉了电话 我笑了笑 摇动手机 对母亲说 厨房一会儿来接你 妈 我晚上能吃饺子吗 我馋了 行啊 妈晚上给你包饺子 再给你炒两个菜 母亲笑着 拍了拍我的脸颊 那骨子温暖 竟然让我想落泪 内心的那个魔鬼 也沉寂了好久 似乎 好像是从母亲 出现的那一刻 就沉寂了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我在医院 已经住了一个多星期了 所谓的康复训练 其实自我感觉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 我现在不用跳跑 完全都没有问题 人好都不能再好 唯一感觉麻烦的就是 心底藏着的那个东西 它的力量 似乎越来越强了 尤其 是在我在机场 送走父母的时候 它几乎要冲破出来 工地的事情 也快要结束了 半年多的时间 陆陆续续地 跟各种人打交道 嘴中封顶 整到房子 已经预售得差不多 只要做好 最后的绿化工作 验收合格 就可以交房给住户 而我们的兜里 每个人就多了 上百万的回头钱 直至除去 带款之外的利润 都是自己的 师爷 酒桌上 我们哥三儿 推杯换盏 胖哥 谢谢你 我认真地端着酒杯 对唐胖子说道 唐胖子 呵呵一笑说 别讲 你小子 可救了我一条命呢 那我是不是 跪起来 给你开俩头 一马跪一马 毕业两三年 咱们同期毕业的 混得好的 不是没有 可说口袋里封厚的 除了比爹妈之外 咱们算是 扒了头筹 楚风说 没错 咱们三儿算是 迈出最坚定的 第一步了 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 等着我们 我也感谢胖子 一直觉得 你小子的人脉 挺神秘的 不过 不过这么多 感谢你 咕咚 楚风一口 干掉了二两的白酒 脸刷的一下子 就红上来了 我也不甘示弱 说 对 这杯酒必须 感谢胖哥 我也干了 然后 也跟着一口 喝了下去 狠狠地打了一个酒格 冲着一大块 五花肉 就夹了下去 丢进嘴里 笑着说道 我爸跟我说 喝酒一定要吃肉 这个解酒 是吗 那我也来一块 胖胖子跟着我学 怎么都觉得 这是在为了吃 五花肉找借口 我们三个 使劲地喝酒 是真心的高兴 从下午喝到晚上 三个人 员呼呼地回去 然后 挤在处方的床上 呼呼睡大觉 直到一个电话 在半夜忽然响起 谁的电话 敢接下 我迷迷糊糊地 听到处方说话 唐胖子的呼噜声 根本就没被 这电话的铃声吵醒 我摸着黑地 找到电话 所在的地方 翻出来 也不管 这电话是谁的 点了接听 还不等我说话 那边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唐老板 你快了 公地吧 出大事了 我一下子 头皮发麻 整个人 在一瞬间 精神起来 立声问他 老公 什么大事 发生什么了 我的声音 吵醒了楚方 他跟着站起来 问他 怎么回事 我比划了一个手势 接着问他 老公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在公地 现在几点了 最后一句话 是我问楚方的 楚方已经走到门口 打开了卧室的灯 他看了一眼我 然后找到手机告诉我 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楚方低声说 卢公的老丈人 好像是 公地一般大羹人 我点点头 那么卢公接着说道 老板 你们最好都过来看看 事情很邪门 反正你们赶紧过来吧 我 我岳父跟我说 说什么 说咱们坐在这栋楼 不干净 惹了不干净东西 卢公黄黄对我说道 我嗤之以鼻 都什么年月了 还不干净的东西 好 满过去 那我等你们 卢公挂掉了电话 我试一处方 把唐胖子弄起了 然后自己去洗了一把脸 出来的时候 胖子正迷迷糊糊的坐在床边 低着脑袋摇摇晃晃的 看着就是还没惊身头 我也不管他 说了一声 我先过去 你们赶紧的 对了 不得不说 上午的时候 我们哥仨出去装了把裤 到4S店全款 一人弄了一台 齐压K5 晚上回来 全靠代价 行 注意安全 楚风对我说 然后出门的时候 我隐隐约约听到唐胖子的遍博声音 但是不真净 因为心急工地的事情 也没有再回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开车到工地的时候 大约是晚上10点10分左右 在门口 不知是谁正在烧纸 等车靠近才发现 是卢工的那个老岳父 他正在一边烧纸 一边念叨着什么 时不时的冲着周围磕头 而卢工则一脸焦急的 站在工地的门口 左右徘徊 看到车灯 他立刻迎了上来 把车停好 卢工小跑过来 看到是我 他先是一愣 然后问道 他们两个呢 在后面 我推门下车 然后问道 出了什么事情 说得清楚一点 这个 我觉得还是等等 楚老板和唐老板 一起比较好 卢工说了这么一句 我有点生气 看我年轻 有点小不解我 我板着脸说 那你在这里等吧 我先去看看 转身 我打算去门卫室里 找个手电筒 但是我便立刻被卢工 拉住 阳老板 干嘛 我回头看他 卢工满脸的尴尬 其实卢工 比我们都大一些 大约 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他尴尬 他尴尬又谨慎的说 那个 我还是觉得 等一下唐老板 和楚老板 一起比较好 您听我的 别自己过去 我甩了一下手臂说 没事 我就进去看看 里面灯不是打开了吗 是不是有人 来偷电线 这种事情 经常会发生在工地 很多小偷就盯着 进宫之前的一栋楼 几乎是大摇大摆的 将一栋楼内的电线 统统抽出去卖掉 卢工一斗脚 脸色有些 不正常的说 不是 我们不是被捣了 是 是 哎呀 反正太邪门了 你最好 别自己进去 行了 我就进去看看 他们俩一会儿就到 他们来了以后 让他们也过来 你说的邪门到底是什么 这个 我也说不准 总之等一下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等了 我还不信 这年头有鬼 我笑了笑 转身去门卫 找了一些手电筒 试了一下 就冲着工地里面走去 我们的那套房子 在工地的最里面 所以距离上 还有一段 可我离车好远的时候 就听 砰砰的声音 从工地的身处传来 我寻着声音 慢慢地向着 我们那栋楼的方向走去 越靠近 那种砰砰的声音 就越强烈 就好像有人 在高处不断地 丢砖头一样 我顺手在工地旁边 抽出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筋 拎在手里 手电筒打开前光模式 冲着楼上喝道 谁在上面呢 有病吧 供出来 这真是 勤壮怂人胆 放着钱 我真不敢这样诈唬 现在不怕 有钱 真他妈来人了 干呗 打死了赔钱 打不死 也赔钱就是 所以 我这一嗓子 非常的洪亮 但是没人回答我 反倒是 那个砰砰的声音 络绎不绝 咣当 还没等我靠近 一块砖 就落在我脚底下了 差点没砸着我 你骂他 谁啊 我壮着胆子 大吼一声 咣当 我话音还没落地呢 又一块砖 砸了下来 我这才意识到 事情似乎 朝着邪门的方向 发展过去了 原因很简单 风顶了呀 山本清理掉了很多东西 一些砖石都在外面 在我的脚下 但是楼顶上的 少之又少 不能说没有 但是不可能这么多 从我进来开始 这个商业就没中断过 而在这之前的 四十多分钟呢 我意识到 恐怕我自己进去 不太妥当 难怪 卢公说邪门 却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我慢慢地向后退 走到一个 商业的位置 手电筒挨个窗户 溜过去 忽然 我似乎看到 顶层有一块砖 正在缓缓地 往外移动 对 就是移动 一块不应该 是被牵在 砖墙内的一块砖 正在缓缓地 向往移动 很快 那块砖 就晃悠悠地 从上面跌落下来 先是砸在 三楼没有拆完的 脚手架上 然后碎裂 跌在地上 我没有立刻行动 而是凭借脑海中 忽然出现的 砖业知识 进行分析 很显然 这很反常 唐胖子 楚风 或者说我 我们三个在砖上 都算是不错的 这栋楼凝聚着 我们三个人的心血 自然在建立过程中 不可能出现 放水的事情 至少水泥标号 每一次我都会认真比对 一块砖如果单独 在砖码上抽出来 非常的容易 可如果一块砖 已经被弃在了墙体 和混凝土混合在一起 几乎不可能出现 刚才那种抽抽屉的情况发生 哪怕是水泥标号 扎到一定程度 从重量到粘合度 都达不到标准 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 这种情况就确确实实地 出现在我面前 而且 还没等我一会多久 又一块砖 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而它是在二楼的窗口下 如果有人的话 我意识到 这种事情可不是 没可能发生 或许有人用了我不知道的方法 我几乎是用冲刺的方式 冲进门洞 然后急速跑向二楼 我看到的那块砖的地方 老子不信 堵不住你个孙子 出来 我堵在那个砖头掉落的二楼往后 大声吼叫一声 紧接着 只感觉一阵冰冷的风 从屋子里吹出来 刹那之间 让我嘟嗦了一下 整个人的头皮 都是发麻的 但这只是一瞬 我连点歪蟹子 都没飘起来 只因为很紧张地 盯着房间里 生发蹦出来两个 飙行大汉 第五十六集 可好半天 什么声音都没有 正在我纠结 要不要进去的时候 猛人 外面传来 砰砰砰赶 砖头掉落声音 难道真的 碰到邪门事情了 这一刻 我才真正地意识到 卢公说的邪门事情 是什么 而后 我缓缓地 向着房间里走去 这里还是毛坯房 我静止走到刚才 掉落砖头的房间里 然后蹲下身 看着一个空洞 就那么出现在 窗口下方 这怎么可能 我用手 扣了一下旁边的水泥 纹丝不度 那块砖头 所在的地方 我用手摸了一下 除了冰凉之外 还有光滑的感觉 就好像 别说掉出去的 那块砖头 再三千几块 都可以轻松地 从这里面 给推出去 这不可能啊 我有点纠结 然后把手电 放在地上 用手中的钢筋 用力地砸向 空洞旁边的红砖 咣当 钢筋返回回来的力量 震得我手发马 可除了 被我砸出一个坑之外 那块砖 纹丝不动 这真是邪门了 我后脖子有些发凉 这种事情 还是第一次遇到 本身受到 唯物主义教育的我 怎么可能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呢 可偏偏事情 摆在眼前 水泥啊 我用手摸过的地方 光滑如镜 世界上最优秀的泥瓦匠 也做不到这一点啊 除非用搅磨机 进行抛弓打蜡 或许才能形成这种 如镜的一样光滑的手感 而且只能是一面 可这里面 四角四边都是光滑的 宛如 不锈钢方管一样光滑 而这个时候 外面的脚步声 哗啦啦的响起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侧耳俱听 知道那是处方的声音 杨某 你在哪儿 这里 我通过手电发出的光 给他们指示 我所在的位置 赶紧出来 楚风喊道 你们上来 这里的事情 真挺邪门的 我对他们招手 唐胖子忽然跳下喊道 杨某 你他妈给老子下来 胖哥 你有病啊 骂人干嘛 我定讨厌骂人 尤其是自己兄弟之间 我连脏话都不说 胖子和楚风也尽量 避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脏话 可这时候 唐胖子竟然还对我厚荡 骂你 你他妈有本事 骂回来 要是不骂我 你他妈就是松子 狗娘养的 你 我气得直兜子 这唐胖子发什么疯 紧接着 楚风旁边 一只站着的老头 卢宫的老丈人 忽然冲着我喊道 杨老板 你赶紧骂人 快点 还有赶紧下来 别回头 千万别回头 你们 你他妈快点 照着这老头说的错 快点 唐胖子跳起来 小冲进来 但身边的楚风 还有那个老头 都死死的拉住唐胖子 我看到他们的脸色 都变得非常不好 我觉得 好像应该 可以照着他们说的错 我清了清嗓子 问他们 真的要骂人 骂 动作快点 你没多少时间了 那个卢宫的老丈人叫道 快点 眼前 卢宫 唐胖子 楚风 和卢宫的老丈人 都在疯狂的叫喊着 紧接着 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 开始破口大骂 这一下给我吓倒了 知道事情可能不是 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也跟着开口骂起来 这年头 不骂人不代表 自己不会骂人 而后我听到 我听到处方喊我 千万别回头 请从窗户跳出来 二楼啊 我先说 虽然有没拆掉的脚手架 可这黑乎乎的 接着 卢宫的老丈人也喊道 对 对 从窗户出来 千万别看后面 与此同时 我终于感到了 一些令我不自在的东西 正出现在我的身后 不要回头 赶紧出来 接着骂 卢宫的老丈人 再三叮嘱我 我深吸一口气 这时候 不能不相信 虽然 我还是不觉得 这个世界上有鬼 但我却看到了 他们四个人脸上的神色 从原来的焦虑 变成了恐惧 我不得不小心 我张嘴开始骂人 然后弯着腰 从窗口爬出去 也不敢回头我去看 只觉得 我在钻出窗口的 那么一瞬间 好像有一双手 抓住了我的脚踝骨的位置 想要扯住 那只手 冰冷的吓人 一瞬间 我的左脚 就被冰麻木了 跳下来 卢宫的岳父 大声的喊叫 我不敢犹豫 这会儿别说 跳下去会不会崴脚 就算是摔断腿 也必须跳的 很幸运 我直接跳下去的时候 脚下正好是之前 存放沙土的地方 非常的松软 落地的瞬间 唐胖子几个人 一下子冲了过来 卢宫的老孕妇 更是冲我说道 你玩怎么胆子这么大 这栋楼都变邪性了 你还敢上去 差点为了恶鬼 你知道不知道 我抬头看了一眼 和唐胖子 竟然对大羹的老头 非常恭敬 老头子坐在 门外的板床上 冲着唐胖子和楚风 还我说 你们三个玩儿 到底是谁 进来的那个东西 邪性的厉害 赶紧说说 赖这么下去 早会要出人命的 唐胖子向前一步 小心翼翼的说 老爷子 那个是我请的 都请了好些年了 直到一个多月前 才出现问题 我还打算 过两天回趟老家 问问家里 当年帮我请 这个东西的老人 该怎么解决 那老汉 盯了眼唐胖子 从兜里 发出一包红梅来 自顾自的 点着了 沈西一口说 你这玩儿啊 不懂事 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还敢拖着 现在不受控制 要你命来了吧 唐胖子点了点头说 上车要不是 我这个兄弟 我就死在楼下了 他指着我 我则跳着眉毛 满脸的惊讶 事实上 我从来没去问过 我住院的时候 是谁给我 垫付的医疗费 而且 也从来没想过 还这个说法 都是兄弟 真说出来 我把他们笑话 但这现在 我瞧问上一句 胖哥 你给我垫的医疗费吧 唐胖子 对我拱手说道 哥哥对不住你 我呵呵了一下 没说什么 反正问那个老头 老爷子 抱歉啊 真不知 咱们这小工地 还有您这样一尊大佛 老头摆摆手说 我可不是什么大佛 想从把势 行 你也别谦虚 我觉得我们哥三 是一姓兄弟 我把他们俩 都当成 我这辈子最好的兄弟 朋友 亲人 不过您也看到了 结果我这个兄弟 已经还瞒着我 您老能给个解释吗 我到底碰的是什么 这胖子说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非常的生气 对 非常生气 而我心底的那个东西 也在咆哮 似乎更加愤怒 我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看了看处方 又看了眼唐胖子 他们两个的目光闪烁 我不有的再次 呵呵 笑出了声音 真是兄弟啊 看了这件事情 他们俩早就知道了 是吧 只有我一个人 还蒙在鼓里 当个傻子一样 似乎看出我的想法 楚风低声说道 杨梦 不是你想那样 等一下我和胖子 接着给你 我重重地点头 好 等你们的解释 唐胖子也对我 牵引地笑了笑说 老弟 我不是有心骗你 但是骗你 绝对不是坑你 相信我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唐胖子叹息一声 冲着那老头问 大爷 您给个实话 您能不能弄一下 钱不是问题 您开口 多少钱我接了 卢公的岳父 用鞋底 碾灭了烟灰 说 娃儿 不是老汉不帮你 这东西来的邪门 你又断了养的 现在他野了 你又用了邪门的手段 困住他 现在要么 废掉那栋房子 要么 你找当年 送那牌子的人 回来收了他 别的辙 老汉也没有啊 唐胖子从没说到 真的没有 那老汉撇了一眼 楚方说 还有个方法 你们三 放一个进去 满足的 这不行 楚方第一个反对 说道 这种事情 不可能拖进去人 顶多我才想别的办法 那个困住他的法 是你娃儿 给找的吧 老汉看着 楚方问他 楚方点头说 不错 确实是我找到的 只是按照一些 道听途说来的东西 没想到管用了 但是也出现了 可怕的后果 老爷子 你要是有办法 尽管说出来 钱真的不是问题 老汉六十五了 唯一的闺女 也嫁出去了 生活还不错 我这女婿呢 也算赚钱 老汉不缺钱 老头摇头笑着说 脸上的皱纸 显得愤愤明显 卢公也跟着说道 再问老板 我和我岳父 真的帮不上你们了 刚才我岳父 已经替你们 烧了纸钱 按照我岳父的说法 那东西 已经缓和了许多 最少能缓上三天 这三天 你们还是赶紧 想办法吧 不然 这房子真的要出大事的 老汉在一旁点头 我问他 那到底是个什么 你们谁给我解释一下 老汉站起来说 玩 你们自己解释吧 年纪轻轻的 一个别心思那么重 我跟老爹出去晃晃 再跟那位捎点纸 哎 卢公点点头 跟着他岳父 从门卫室中走了出去 两位哥哥 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真的很好奇 有什么事值得对我隐瞒的 你们是杀人了 还是放火了 还是做了什么 上天海里的事情 打算遭天堵 受报应了不敢说 我冰冷冷地问 话里都带着刺 你说吧 这时候也别瞒着了 把一切都告诉杨木 楚方对唐胖子说道 然后自己走到床边 也不过那床其实挺脏的 行 那我先说 唐胖子点点头 冲着我说道 老弟 本来如果不出这档的事 真的不打算告诉你 你先别瞪眼将 咱们哥们 好歹也是四五年的交情了 我还真把这几年的情分 看得比什么都重 可就是这个 可就是这个 胖哥 我才不好跟你说 那现在怎么说了 别带刺 胖哥现在比你难过 这么说吧 先说头些天 你救我的事情 其实按照那天 应该是我遭劫 应该是我死了才是真的 那天啊 我要是死了 也就没这么多事了 多亏了你 但也害了你 差点出事 这个略过 我不想听你跟我在这里说这个 你是我的兄弟 救你是我该做的 就算是那天 救你我死了 我也绝对 不会愿你一分一毫 我耐着亲子说 行 这句话说的 比万金都值 老弟 这是怨我 但去 不是我想要的 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 咱们都去用那叮当响 咱三个情况 你都知道 家里也没什么门路根子 想帮个大腿 都找不到腿在哪 老心里话 当初我不拦着你 现在 你还是研究生吧 我点点头 胖子翻出一包烟来 问我要不要 我摇摇头 他就自顾自的点上一根 使劲地坐了一口说 你知道 我是条件 就算考了研究生 估计 也没钱 读下去 家里不允许啊 所以我就想 还是出来工作 在家淘宝店里 打零空 赚那伙食费 说重点 听着就是 很多事情 都是重点 唐胖子 白了我一眼 然后哭笑下说 哎呀 如果你让我选这辈子 还要不要 再进那间淘宝店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我肯定要进去 不然这辈子 就是个给人打工的命 胖哥我不想要 我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大把大把地赚钱 可咱们啥都没有 考下个经理账 顶多一年十几 二十万 顶天了 你闷心自问 大城市为啥 把学区房 炒得那么高 还不是为了下一代 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 然后出人头地 我白了他一眼 不明白 他这话说的 到底有什么意思 唐胖子说 你别这样看我 你自己想想 假如你明天就结婚 生孩子 后天孩子要上学 你当时也只有 辛苦攒下的三五十万 然后孩子学校 你选不选一个好的 你可以拍拍新考 问问 如果当年你从小 就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你的大学 还会是这里吗 也许早就进了 一流的名牌大学吧 我不得不承认 唐胖子说的有道理 事实上 就是这么个概念 最好的教育 不只是课本上的那点东西 家庭辅导 试问哪一个优等生 没有从小就用到 别的孩子在玩的时候 富足的家庭 给予的优质教育 让别人孩子玩少的时间 变成自己孩子进步的瞬间 我点点头 表示赞同唐胖子的说法 唐胖子又作了一口烟说 所以啊 我就想着创业 可创业需要资本啊 怎么有啥 屁都没有 我苦笑 却不说话 他接着说道 就在那淘宝店里 我听说了一件事情 我很心动 尤其是几个负责打包的妹子 一口一个灵眼的 说到我觉得 自己的春天来了 机会来了 我眼中的瞪大 知道 关键的东西要出现了 唐胖子扯开衣服 露出一条筷子搓的红绳 说 就是这个 我在淘宝店听说 可以通过淘宝买到 泰国高僧 加持过的邪服牌 只要每天坚持 用血来涂润它 只要一年 就可以让自己的运气 好到爆 我咧着嘴 表示不行 真要有这样的好事 全世界的人 就没有运气差的了 唐胖子接着说 你这表情 我猜你在想 要是这样的好事 就没有倒霉的人士了吧 我梦不作声 算是不反对这样的猜测 唐胖子手里提着红绳 那红绳的下面 吊着一个大约半个火柴盒 大小的玉砖 说是玉 它好像又不是 因为 这不算翠绿 还套着白茫茫的玉砖 似乎裂开了很多细小的裂缝 裂缝的颜色是暗红的 唐胖子指着他说道 看到没 就是这个 三千块 当时我一咬牙 用最后一学期的学费买的 最后还是老鼠跟他爹 借钱帮我垫上 最后一学期的学费 我都不知道 该说唐胖子点什么好 这家伙竟然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拿自己的学费当赌注 真不怕死吗 唐胖子继续说道 但是效果真的好 大四最后一年 毕业那会儿记得 我拉来的第一大马 我点点头 如果不是那一单 我绝对不会听 胖子和楚方的建议 放弃学业 但我现在也同样 不后悔这样的决定 毕竟两年都过去了 现在我们都算是 需要成就 车有了 房子也有了 钱也算有了 就找个媳妇 唐胖子说 你知道 李正他是怎么来的 我扬扬头 以为真的不知道 唐胖子从来 没跟我提过这个事情 但是这两年多以来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很顺利 不对 我忽然意识到 我曾经一直忽略的问题 不是我们很顺利 而是唐胖子 在外面做外联 他充满的事情 都会变得非常顺利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后 看向楚方 楚方对我微微点头 又歪了一下头 实际我继续 听唐胖子说下去 我深吸一口气 沉下心继续听唐胖子 把刚才的话继续说完 后来我才知道 那狗屁的佛派里 供的不是邪佛 而是一个小鬼 一个贪了无度的小鬼 唐胖子说到这话的时候 浑身发抖 楚方也跟着 派了一下唐胖子的手臂 拉了下他 实际他坐在床上 唐胖子说 对 就是鬼 你胖哥我养了一只小鬼 来提升运气 他妈的 我竟然养鬼了 可是我没办法丢掉他 我找到淘宝店的人 问了情况 店主直接告诉我 既然开始用鞋养他了 就要养满十年 如果这中间断掉三天的贡品 小鬼就会出来祸害我 甚至弄死我 所以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们 他顿了顿 苦笑的呵呵了一声说 但是好处也有啊 这两三年来 只要我出面 都难搞定的人 都可以轻松搞定 我后来想 这小鬼养的职啊 不就是十年吗 哥哥我养的钱 就在贷款之前 我每次供小鬼的血 只要一滴 求他办点事 也不过是两滴血的事情 我也琢磨着 一天几滴血而已 我用的钱 还挺方便的 也就没当回事 倩倩的不在意这个了 直到贷款之前 我不断的碰壁 做什么都不顺 那段时间你记得吧 有那么两个月 咱们仨都快没工作了 而事实上 你们难道没发现 跑开我之后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点都挺败的 你有女朋友吗 你存到钱了吗 没有吧 都没有 不是你一个 我 除了 都没有 唐胖子有些激动 不 是真的很激动的吼叫 第五十七集 因为 烟鬼 会倒霉的 唐胖子的语气 变得阴森森的 那我们不是 我刚说出口 唐胖子就白手插嘴打到我 那是因为 我每天都用鞋喂养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不倒霉 才能保持好运气 而这个好运气 需要求他 你刚才说贷款之前 是啊 贷款之前 至少我们 没太差不是吗 有吃有喝有助 每次单子结束 总有新的单子 出现对吧 你不是一直好奇 我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人脉吗 不是我 是这牌子里的小鬼 弄来的 直到贷款之前 我意识到 难道我要一辈子 靠着小鬼 才能有工作 有知恶 那我们兄弟们 啥时候 才能出人头地 唐胖子再次站起来 晃动了两下手臂说 所以 我先去找了银行 想要贷款 当时的想法 只是咱们三 合伙开家装修公司 或者家装商店 却没想到 我又开始碰壁 被一个个老板 拒绝就算了 连银行的小职员 都能给我脸色 我知道 唐胖子和楚风 都是那种 很骄傲的人 能够让唐胖子 表情真的 如此憎恶 可见 他在跑贷款的时候 有多大的磨难 受了多少人的刁难 所以 所以 我在问过 那个淘宝店的老板之后 选择用催化的方式 来让自己 获得贷款 我以为 就是一次的事情 唐胖子说到这里 苦笑起来 我聪明问道 什么叫催化的方式 是血 大量的血 唐胖子不避讳地 对我说道 实则中露出惊恐 我苦笑了一下 对他说 得亏你肥 血多 屁 唐胖子被气笑了 扯淡 我肉多 不代表 血也多 行了 反正事情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以为 一次催化 以后下回 接着一滴滴地 养着就是 谁知道 他变得不听话 开始做取 大量的血 而且 一次比一次多 上一次在工地 你就我那次 其实就是他 跑了出去 想要杀死我 我点点头 算是明白了 转头问楚风 那你呢 楚风 耸耸肩膀 这种感觉 会让我觉得 非常的熟悉 不是我 是那个藏在 内心中的 那个东西 他反馈给我的感觉 楚风说道 后来 我就找了个方法 把它困在 那座房子里 至少这胖子 不用被放下放死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真的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鬼 我捏着下巴 这种事情 真的从来没遇到过 而且我们现在 也根本不知道 该找谁来商谈 所以 下时的问道 你说既然有鬼 那么谋山什么的地方 是不是道士 和尚 应该可以用用 因为我没找过 都他们骗人的 没用 一丁点用都没有 所以趁着这三天 我打算 去找那个淘宝店家去 那淘宝店在哪 泰国 唐胖子 咬牙切着地回答我 我看了看外面 虽然这个角度 看不到那栋楼 但我依然选择去看看 喜有欲记地问 所以刚才 我在二楼的时候是 是的 你背后已经站着 那个鬼影子 所以 你要是不出来 就会出事 楚方说道 果然是这样 和我心里判断的差不多 而且就算 我唯物主义 就算 我不信这些东西 不代表 我小时候 没少听说过 这类的事情 出现在身边 包括他们让我骂人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民间不代的方法 遇到鬼打墙 鬼这样的时候 就需要吐口水 使劲骂人 也不知道 说法是不是真 这叫做 鬼怕恶人 很显然 我其实不具备 当恶人的潜力 从小没打过架 没跟人吵过嘴 甚至没怎么说过脏话 所以 鬼怕恶人魔 这种事情 我恐怕做不来 我疑惑地看向主方 组织了县语言说 你们的意思是 拆房子的 也是那个鬼 准确地说 他在拆 属于我的那份 唐胖子一脸愚闷 我恶人了 这也行 我们是以哥三的名义 一起贷款的 一栋房子 自然有属于 唐胖子的三分之一 一栋楼的三分之一 这 这小鬼 还是真是有个性 拆得 都那么与众不同 拆得这么个性 有没有他商量 我小心翼地问 这事都是外行 可偏偏处方 可以找到方法 困住那个小鬼 说不定 还有别的土方法 可以试试 你觉得呢 处方在一旁 也语我 我笑了笑 也觉得自己 问的问题挺蠢的 换了个话头说 既然你能找到 方法困住 能不能找个方法 消灭他 处方制裁 他剪皮子 从我看过来 悠悠说道 没有 就算有 也不能用 嗯 这话什么意思 我看向唐胖子 发现他也在摇头 处方低声说 我死人的 会死人 不代表一定死人 有什么方法说出来 三天时间 给胖哥出去 找那个不靠谱的卖家 明显不行 说出来 咱们想想办法 说不定就可以了 我急速地说道 这种时候出国 那扯单呢 太冒险了 楚方博了一句 冒险好过 去找那个 不靠谱的店主 要不这样 你们把方法 说给我 我来做 你陪胖哥去泰国 找那个 淘宝店的店主去 不行 唐胖子 跳脚喊道 扯淡 送死的事情 那要让你去做的 不就是死吗 胖子我不怕 毒打的事情 我招来的东西 这罪 我自己瘦了 你们俩别管了 把嘴闭上 闭上嘴 我和楚方同时 冲着唐胖子喊道 然后忽然觉得 俺脸还挺有默契的 没白活了这么多年 随后楚方站起来 收回手机说 我最近在网上 碰到一姑娘 人挺好的 打算追回来 给你们做嫂子 是弟妹 唐胖子立刻纠着 楚方翻了个白眼 看来你没意见 你呢 我耸耸肩膀 人面好就行 如果可以 请让他学手的好菜 谢谢 那就行吧 进去弄死那个东西 然后我去相亲 唐胖子弄道 你他妈有病啊 送死的事情也做 听我的 这些事情 你们俩都被查了 不是好事 赚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话 现在说了没用 我回口就喷他 楚方无所谓的说 总得有个念想 才能认真地活下去 据说人没有叛道 很容易就下入绝望 你们是认真的 唐胖子瞪着眼睛看我们 我点头说 当然是真的 一世兄弟 一辈子 不能看着你去死 楚方则说 我是怕以后结婚的时候 连个闹赌方的人都没有 顿着顿 他补了句 别人 我信不过 你猥琐的小黄叔 看太多了 唐胖子送了一根中指 那就这么决定了 咱们三 干样的 我开口笑的 但唐胖子却摇头说 不 我还是决定去找那个店主 只有他才能给我们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拼命的事情 不到最后 不能做 我和楚方对视一眼 知道唐胖子是劝不回来了 只能无奈地说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决定 咱们就一起去 也好有个照应 楚方嗡了一声说 那我去找那个女孩 约她 一句去泰国 别 万一出事了 你怎么和人家家里人交代 回来 你随便跑 我赶忙阻止楚方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楚方想了想 顶着说 好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我和唐胖子都鄙视了他一眼 当夜 楚方通过一个师兄 快速地办理了一份旅游签证 唐胖子也在当晚 要到了那个淘宝店主 在泰国的信息 然后三个人直接坐飞机 直奔泰国 我以为泰国的那个淘宝店主 会躲着我们 但实际上 我多虑了 这位店主不但没有躲避 反而是主动来到机场 见我们三个 在我看来 这个店主看上去很慈祥 有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 中年大叔的感觉 这个胖乎乎的淘宝店主 很认真的双手合十 对我们弯腰说了一句泰国话 我以为这家伙 真的是泰国人的时候 他忽然话风一转 非常浓郁的东北考验就出来了 哥儿几个真料啊 那么样我都锁了 没个姐 你咋不信呢 哥们 你真没转 我跟你说 我这口法子困住了那玩意儿三天 今天第二天 我解决不了 就得死 你看这办吧 唐胖子举手 摟着这位东北大哥的脖子 这哥俩的身高 可是差了一头呢 唐胖子踮着脚 也真难为他 东北大哥淘宝店主 一脸无奈的说 兄弟 我真不知道咋回事 我以前迈出去的 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 得得不承认 我整的佛牌都是假货 可谁知道 这回整了个针的 还让你唠着了 唐胖子牙根做得大大响 横着眼睛问他 赶紧你骗人呐 都是混三火 混三火 淘宝店主特别的郁闷 明知道这东西在泰国非常的恐怖 一般人不愿意招惹 自己也只是订过了一批减货而已 谁知道就出了问题 他心里肯定 为了万八千 还不至于让三个人千里迢迢的跑到泰国来 这冲击的问题真的大了 这东北店主好歹 已在泰国住了十几年 以前是在东北 被出马仙 黄皮子之类的熏陶 本来对鬼鬼神神的 就是敬畏 这个 我订好了个小餐厅 文定特色 咱们过去变成变了 这个事情还真急不来 东北店主 有些不好意思的 招呼了一下我们 引着我们来到了一台面包车前面 你看 还是国产的大武林 店主说 看到没 咱们大武林 皮实耐用 正经的好东西 有个泰国高海鲜的泰国老 想跟我买这个车 我都没买 多好的豪华车 也不如咱这个 我们哥三 都没搭理他 挨杂地去 我们都看得出来 这个东北店主 是真没说谎 看样子 这事算是断了 不过我们三二都不死心 或许能从别的地方 找到线索 第一个线索方向 就是他进货渠道 东北店主把车 停在了一处小店前面 真的很小 只有三五张 桌不说 其中三张 还是摆在外面的 如果不是唐胖子 生死一线 其实 这个小店的风景 还是真不错 棕榈树下三张桌子 也是一种享受 东北店主 哇啦哇啦地 一通泰国话 冲着店里喊完 一屁股坐下 我们哥三 早就找好了位置坐下 唐胖子开头问他 哥们 你到底咋回事 我认在 你卖假货 好歹还不是害人 可你给我个真的 算咋回事 东北店主 看着我们哥三 江富云 一个人 送上了一个椰子 做了一口之后说 我爸 最开始是捣腾水滚的 结果头几年呢 被人给骗了 后来一直 没啥好渠道 东山再起 三四年前 我听说国内 对狗馒头迷的人很多 就寻思着 弄一些假的 骗骗国内的 那帮子傻蛋 我和楚风 看了一眼唐胖子 然后我想 买到假的是傻蛋 买到真的 算什么 东北店主 也跟着郁闷 三位 在实话实说 我卖假的狗馒头 是不对 但是本心上讲 我是怕害了别人 好奇的人多了 可好奇不能拿命来赌 是不是 我也是这么琢磨的 然后就借了一批假的 虽然卖假稍微高了 那么一点点 但是总要给那些傻蛋 一些心理安慰不是 我和楚风又看了眼唐胖子 这把唐胖子郁闷的 我买的是赚的 不算傻蛋 结果 这东北大哥 补刀神速 开口说 你作为倒霉蛋 对 这货真是个倒霉蛋 唐胖子郁闷坏了 说 对 我这是个倒霉蛋 我忽然想到 刚才东北店主 说的东西 问道 大哥 什么叫郭闷童 东北店主说 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们哥三 都摇摇头 唐胖子 更是说 我哪懂这个 有人给我介绍 说泰国有佛牌 特别灵验 就这么简单 东北店主酷笑 说 那 那你也信啊 山穷水尽的 不些行吗 唐胖子说道 结果 东北店主 身有感触的 点点头 赞通道 你兄弟说的不错 我要不是走到 山穷水尽的地步 也不会 弄这个来骗人 现在去吧兄弟 你给坑了 不过你放心 既然你们来了 那我一定想办法 给你们找到 方法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 他话头一转 小心翼翼的 问唐胖子 大兄弟 你不会 学行说 我是卖假货的吧 哥 我觉得你还是继续 卖假货比较好 真的 对你 对你的顾客 都是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和责任 我插嘴说 而且非常的认真 我也才这么觉得的 东北店主 一脸熔烟 相当的陶醉 大哥 你等会儿 先给我解释清楚 我打断这位大哥的 自我陶醉 先想 这位真给你们 东北人丢人 行 你们这么懂啊 你废话 能不那么多吗 我像大人了 第一次碰到 这么二的东北人 完全跌覆了 我对东北人的 期盼和理解 东北店主 呵呵一笑 也不好意思说 习惯了 习惯了 泰国人 就这个鸟样 说话三句话 能跑天 那我就解释一下 然后 随着东北店主的解释 我们才逐渐明白 躺碰着脖子上 怪兰那牌子 到底是个 什么鬼东西 按照东北店主的说法 古曼童 有许多种说法 比如 灵童 小鬼 神 和鬼 与古曼童 相关的各种 离奇传说 也不少美举 以至一谈到古曼童 人们总是感觉 非常神秘 所谓古曼童 来源于 太语的音译 本译是 金色男童 就是人们常说的 金童子 我和楚方见过 那也不是金色的 东北店主插嘴说 吊气了 好多顾客都反映 肌肤有问题 其实是加了一些 特殊原料的铜粉 你个死骗子 好了 继续 按照传说 古曼童是 夭折小孩的灵魂 不用法力放入 做好的牌 或塑像中 保人消灾 实现心愿等 有泰国人说 金童子神通广大 而且特别听从 主人的吩咐 能帮助主人 完成任何 难以实现的愿望 这些传闻听上去 简直难以执行 然而 在泰国 有些人 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 将此传播到 东南亚一带 在港澳台及内地 古曼童的知名度 也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商界 目前 泰国以外的人们 对古曼童的热衷程度 超过了古曼童的 起源国 所以这也是 唐胖子去买 古曼童的原因之一 拜菩萨求神 显不如养小鬼 是很多商界经的 流行活动 但实际上 这种可怕的东西 并没有真正的 传播开来 按照东北店主的说法 这东西本身制作 就非常的麻烦 不可能 大规模的流行开 所谓淘宝店 一百个里 九十九个 都是假货 另外一个 干脆就是骗子 连铜粉都舍不得 堵一层的 唐胖子这种的 应该属于 中了大乐透 头角的类型 连东北店主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东北店主虽然被我们打断了 但查课之后 还是继续解释 在泰国 关于古曼彤的最早记录 建于昆昌昆平一书 该书描述了 泰国大成王朝时期 昆昌与昆平两名将军的故事 话说 昆平将军把自己 未出世就夭折的儿子的尸体 制作成古曼彤 嫁以供养 在最后的战争中 古曼彤帮助昆平将军 不断取得胜利 而且没于意外 古曼彤都能帮助 昆平将军化险为夷 昆平将军 在古曼彤的帮助下 功成名就 且财富不断增加 这便是古曼彤 在泰国的起源 太乙中的鬼 还有灵魂的意思 所以说 泰国人都相信鬼 也指他们相信灵魂的存在 泰国人对鬼神 灵魂的灵异事件 比较相信 特别是在泰国北部和西部的农村 当地人非常敬鬼神 身着西装打着领带的 曼谷上班族们 上乡拜神 在曼谷街头也随处可见 虽然最初在起源时 古曼彤是含有小孩的遗体 或者骨灰成分的 但今天人们供养的古曼彤 不含尸体 在信奉和供养古曼彤的人群中 一些人走火入魔 为出所谓的灵验 高价购买 用婴儿尸体制作的古曼彤 东北店主推测 唐炮子很可能 买到的就是这种 用婴儿尸体制作出来的古曼彤 有什么方法可以杀死他 我最关心这个 东北店主思想了一下说 这两天 我也帮你们打听一下 知道某某街有一个居士 对古曼彤很了解 而且据说 有些手段 第五十八集 靠谱吗 东北店主的脸颊 抖了抖说 我也不知道啊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碰到 只能说我尽力了 成不成的 真的没法说 行 救他了 走 事不宜迟 赶紧找方法 我直接拍桌子 站起来做决定 东北店主也勤快地 张护了一下之后 带着我们开车 直奔所谓的 居士那里 到了居士那里后 经过店主的翻译 结果我们三个 我 包括东北店主 四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古曼彤 吸引了大量的血 已经化作修罗 因为是婴儿 所以根本不会分辨是非 除非 除非 再请一个佛牌 压制住他 再请佛牌 一个都已经要人命了 死一个还不搞 还要搭进去一个 老子不同意 唐胖子第一个 跳起来反对 那个居士向下压压手 受了一大堆泰国话 东北店主解释 说 他的意思是说 除了这个方法 就只能一等死了 如果这个方法起了作用 甚至可以让那个小鬼 重新回到佛牌里 回归最开始的 一滴血的阶段 只要你这辈子 不再求他 就可以平安到老了 他顿了顿说 还有一句话 能说不 哎 费什么话呢 你东北人好爽呢 他说 如果你们不累用 可以选择去求神拜佛 也许神明会下饭来 帮助你们 鬼扯 楚风哼哼了一下 明显这种提议 就是最不靠谱的 要真的需要求神拜佛 需要来泰国 我大中华的神最多了 随便出来一个 都无比的牛叉 这就是结果了呗 我觉得不可思议 大哥 居然这居士说求神拜佛也行 要不您问问东北亲戚 打听一下 有没有高手 来个黄大些什么的 我觉得比他说的靠谱 东北店主 苦荣满面 纠结说 大兄弟 我要直认识 这方面能人 我早就开第二职业了 前脚迈出去小鬼 后脚 我就让这个高人上门 再来一道多好 有道理 不会是做生意 做到外国的 这一想法 水果跟烧火一样 专门用来下刀子 我说兄弟 事不全宜 现在不是要命的时候吗 你再请一个回去 说不定就行了呢 东北店主 叽叽喳喳的说着 我微微醋眉 对唐胖子和楚方 使了一个颜色 出去谈谈 唐胖子一问了一句 我和楚方点点头 三个人和局势 东北店主 打了个招呼 走出小店 在外面 找了个被风地方 楚方问他 你怎么看呢 我开口说道 你们觉得像不像骗子 骗子 那哥俩眼睛一转 楚方低头倒 有可能 这个淘宝店主 未必会相信 我们遇到了小鬼 他开店这么多年 难免遇到一些 奇葩的客户 不胜没这个可能性 唐胖子也跟着醋眉 看来苗头是有些不对 说道 但是现在 还有别的办法 死马当 活马一了 我也没辙了 只能硬着头 别问 就再被宰一刀 宰 来都来了 不试试怎么知道 楚方一度叫 咬牙说道 胖胖子也跟着甩手 用肥厚的手上 拍在墙壁上说 对 试试看 不过这个靠本的 可能性不高了 如果真到了 没办法解决的份上 你们哥俩 一定离我远点 所以是我最后的请求了 我白了他眼说 我永远不会放弃兄弟 回去 我就发动关系 和尚道士 全国有的事 总有几个 有真本事的 楚方也说道 没错 不能找到困住他的办法 就一定可以找到 消灭他的方式 说完 楚方伸出手背书 兄弟弃心 我和唐胖子对视了一眼 笑了笑伸手搭在 他的手背上 齐声道 凄理断尖 既然决定被宰 但也不能当一个 纯粹的冤大头 何况 东北店主 还是个有钱客的家伙 正巧 唐胖子不是被坑过吗 滴血之后 什么感觉应该还记得 我就问他 你养那个小鬼的时候 还记得第一次滴血 什么感觉吗 咱们进去以后 那个所谓的居士 不是建议你再养一个吗 你到时候 只当着他的命儿 先试试 这种感觉对不对 我相信 滴血应该和店主 那个假货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唐胖子点点头 说 不错 确实不同 那东西滴血 进去之后 伤口会立刻结架 非常神奇 如果不是这个 我也不会去相信 小鬼的存在 那就行了 就按照这个路子来 我点到我说 转回去之后 我对东北店主说道 我们哥三个聊了一下 觉得可以接受这个 至少先把命保住 东北店主一拍大腿说 对呗 大兄弟 咱先把命保住再说 真整出人命来 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我满了这回言说 你整天卖假货就安心了 怎能不提此擦不 东北店主满脸郁闷 跟戳伤口一样 难怪堂晃子说 之前这家伙 一直很高冷 实际上 现在看来 不是他高冷 是压根 不想面对被聘的群众 减少心理上的负罪感 行 这个真的靠谱吧 西府下那个居士不懂中文 我直接当面再次问了一句 东北店主夸着脸说 大兄弟 我怎么知道靠不靠谱 但起码这个是 附近最有口碑的四夫 行 那就按照他说的来吧 你问问 都需要什么手续 咱们请法 多少钱 唐胖子直接说道 东北店主 急了咕噜的 冲着居士说了一大堆 然后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似乎那居士说了什么 不太好的话 最后他才点点头 转身冲着我说 大兄弟 我要做 他不要钱 你信不 你真敢说 别不是举刀子 等着我们自己开口吧 我小心意义的说 好家伙 不要钱 姑娘那些说着 不要钱的高人 哪个黑起来 都不是人的 东北店主摸了一把 头上的汗说 这个是真的 不过他说 请来的不是一般的小佛牌 所以最好 是你们仨同时请一个回去 不然怕一个人 想扶不住他 我不用自主地把眉头挤在一起 问东北店主 他到底要我们仨请个什么动下 东北店主 深吸口气说 大叔 让你请娜娜回家 娜娜 这是什么 东北店主似乎找到了某种之音 咧开嘴开始砍 这种北方人特有的砍气 绝对可以当大招放出去 还拿着手机 给我们找了很多有关娜娜的传说 还原整理了一下 东北店主口中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 按照东北店主的说法 这是一个发生在泰国真实的故事 从1969年流传至今 娜娜是庞卡农人 因为战争 她被迫和丈夫马哥分离 分离时 她已经怀有身孕 娜娜是个坚真的女性 即使她已死亡 鬼魂仍然守着家园 带着马哥的归来 一天天地等待着 马哥在战场上 经历了枪连弹雨 火乱 劣迹 因为胸前重弹受伤 差点让她死去 后来她被送去曼谷 因为高僧救回了她的姓名 就在她发高烧昏迷 与死神搏斗的同时 她的妻子娜娜 一样地和死神争夺着姓名 娜娜在天里工作 突然宝宝要临盆 她痛苦地求救 在产房 手紧紧撞着布条 拼了命地使力着 但 她注意难产 失血过度而死去 产迫贪心地 拿走她手上的戒指 将她的尸体草草埋葬 从此 潘卡农村庄 人人到了夜里 都会害怕地躲在家里 用棉被紧紧盖着 他们害怕这幽魂娜娜 以为有很多人死于非命 他们明白 那是鬼魂娜娜所为 马克师上的伤痊愈之后 高僧希望她皈依佛门 但 她一心牵挂着妻子 与孩子是否安然无恙 她告诉高僧 等她确定家人平安之后 她会回来皈依佛门 马克划着船 一路上看到 村庄荒芜 杂草丛生 水中有着蛇 鳄鱼 蜥蜴 远远的 她看到了她心爱的妻子娜娜 怀抱着孩子 在门前 等待着她 马克满心欢喜地 将妻儿拥入怀中 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她描述着 在战场中的种种遭遇 一件好友战死的消息 带回来 告知好友的妻子 但 娜娜却表示 要马哥休息 她去告诉好友妻子 就可以了 回到家园的马哥 觉得奇怪 为什么 好友见了她 装作 没看到 就赶紧逃跑 有一天 她去捕鱼 来到了产博处的地方 她就去看看她 一推开门 见到树枝汁 肉食西蜴 看食着产博的肉 吓得她 连滚带爬地跑回家 回到家中 对娜娜描述 娜娜镇定地说 产博已死亡多日 就在马哥回家那天过世 她见到马哥 已是兴奋 忘了告诉她 其实 产博是为娜娜吓死的 马哥的好友 冒着生命危险 告诉马哥 娜娜其实 已经因为难产而死 而孩子 是鬼魂的孩子 好友遭到马哥痛迹 愤怒地回到家中 将事情告诉娜娜 娜娜表示 全尊庄的人 倒排斥她 并且说她不忠 才会传出种种谣言 马哥的好友 当然又遭娜娜杀害 村民不愿在 生活在恐惧中 决定放火上了娜娜的家 四孙告诉马哥 娜娜已死 母亲和她生活的 是她的鬼魂 马哥不愿相信 高僧告诉她 心中有佛 弯腰见两腿之间 便能看到真相 马哥半信半疑 弯腰一看 果然见到了真相 婴下之鱼 躲到了寺院中 村民找来了 出没大事 他们敲开了娜娜的墓 在娜娜的头盖骨上 重击 遭到马哥阻止 但马哥终究 不敌众人 被打婚 除魔大师 也遭娜娜杀死 就在大家惊恐之余 曼谷高僧出现 她度化了娜娜 将娜娜的魂魄 收在她的头盖骨中 随身带着 后来 制成了兄贞 戴在身上 直到生命终了 兄贞后来成为 泰国王子的财产 没有人知道 她的由来 马哥也归一佛门 出了家 成了高僧 这些没人知道 兄贞流落何处 游魂娜娜的故事 却一直记载流传至今 以上军手 已经过争了的故事 中间各种恐怖的描述 都被我一一删减 反正 东北大哥的描述 这个游魂娜娜 都会成了 飞天顿地的超级反派了 所以 游魂娜娜 也叫做鬼妻娜娜 但是 还有少部分人 叫她鬼母娜娜 你只有她 才能享福一只鬼影 东北店主 认真地告诉我们 这样吗 我思索了一下 对唐胖子点点头 反正 都到这一份上了 人家感受的都说了 剩下的 就是咱们选择了 楚方也跟着 威威点头 唐胖子一咬牙说 行 就请她了 你给伯伯 多少钱 东北店主 立刻摆手说道 不要钱 在居室这里 从来都是 不要钱的 我们都是 工警居室 自发地来送饭 水电什么的 也都是 邻居给包了 基本上 不用给钱 蛤 不用给钱 这倒是新鲜事 还以为 会被 宰一刀的呢 没想到会这样 同样的 我们几个 交换了一下颜色 都露出了 一些不可思议 唐胖子最后 点头说道 行 那就麻烦军事了 这倒是态度 非常的恭敬 可刚才 完全不同 在这之前 我们防备心 还是很重的 既然对方 说不要钱 防备的心思 也就降了不少 军事站起来 请唐胖子 跟他走 东北店主 跟了上去 跟之前 对我们说 在这里等一下 没过多久 唐胖子 就跟居士 一起出来 只是 在唐胖子 出来的 那一刹那 我内心中的 那个沉寂了 好多日子的他 竟然猛然的 剧烈的活动 好像发现了 什么一样 十分的疯狂 我的脸色 顿时变得 非常难看 与此同时 楚方发现 我的不妥 问他 怎么了 我使劲地 压着胸口 冷汗哗哗地涌出来 整个人 靠在墙上 好半天 没缓过来 而在同一时刻 那个居士竟然 一步冲到我的面前 一巴掌 就拍在我的额头上 只觉得 一股子热热的感觉 从天灵盖 冲入身体 心里那个恶魔 好像是在 不断地挣脱 甚至是 反抗 这股热流 可怕的力量 竟然不断地冲击 而后 胸口不知为何 猛然 灼热起来 这股子可怕的 拙热力量 竟然不是保护我 而是在反抗 居士的力量 就在我惊恐 就在 唐胖子叫嚷 就在吼叫 想要拽开 居士的瞬间 我竟然看到 居士竟然 咬破了舌头 一口血 就碰到了 我的脸上 下一刻 只觉得一股 冰冷冷的气息 顺着血 会若天灵盖上 那居士带来的热流 交回之后 变得无比可怕 一下子 就压制住了 那内心的恶魔 和胸口 灼热的力量 而敢如此 猛然之间 胸口处竟然 发出一声咆哮 那声音 带着苍老的 老妇声音 却如此的亲切 竟然一瞬间 让我宛若 听到九位的 亲人的呼喊 可惊恶的是 除了我和 那个居士之外 竟然 没人听得到 那居士 滴了多噜 说了一串泰国话 又急又恶 表情变得 极为凶烈 楚方第一个反应过来 因为靠到最近 上去就是一拳 冲着居士的脸蛋 就砸了过去 也不知道居士 怎么做到的 在处方打到 他脸上的时候 他整个人忽然变得 好像不再是肉账 反而像是 钢铁铸造的一样 一拳上去 竟然发出 闷闷的砰的声音 楚方跟着嗨一声 满脸的不可思议 而这个时候 唐胖子也同样冲过来 仗着体中 猛人撞向居士 砰 结果 居士纹色不动 反而是 唐胖子跌了一个跟头 被反弹了出去 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也跟着惊 那个居士的吼叫声 越来越大 唐胖子跳起来 一把抓住 东北店主的衣领子 垫着脚吼道 这萌波带 做了什么 这孙子说什么呢 而楚方 则直接转身出去 从外面找出一块板砖 直接冲着居士的手臂 就砸了下去 咔嚓 板砖四番五列 可那居士的手腕 都没抖一下 东北店主也傻了 唐胖子开口追问 他就叫道 我不知道 我不懂啊 这也不是泰国话 这他娘的咋回事啊 唐胖子吼道 你是他住手 用泰国话喊 被唐胖子提醒 东北店主赶紧 叽里呱啦的喊了一筒 而这个时候 居士也松开了手 而我 则看着这一切发生 可身体好像被抽空了一样 竟然没有了半分力气 几次努力扎张嘴 都没有张开 那个居士放开手之后 先是看了看唐胖子 又看了眼楚方 这才开口说话 这会儿没用唐胖子催促 那东北店主赶上同步翻译了 直接跟着稍微落后的翻译道 居士说 你们这个朋友内心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魔鬼 那个魔鬼冲破出来 会毁灭世界 唐胖宰胖说了一句 扯淡 还他们毁灭太阳系呢 楚方跟着深意为然的点头 东北店主 只是看了一眼他俩 接着翻译说 居士的意思是 最好让你们这个哥们 留在这里 太后亲自做法 记住神父的力量 用四十天的时间 消灭掉他内心的魔鬼 如果你们同意 他愿意和你们去一趟内地 亲自收服那个小鬼 条件只有一个 需要你们这个兄弟 在之内的四十天 如果你们不放心 可以在这四十天里陪着他 我听到这个 内心的那个魔鬼 竟然在疯狂地叫嚷 只可惜 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但不知为什么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恐惧 不知是那四十天 带来的恐惧感 还是当这个居士说 彻底消灭我内心的那个魔鬼 才会让我恐惧 疑惑者说 我内心的魔鬼出来 会毁灭世界 我又心盲然了 唐胖子和楚方显然 没想到这个居士 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而东北店主子解释道 你们有所不知 居士已经在这里苦修了二十年 据说从来没出过这里的门 真正的苦修人 这到时让我们三个都跟着 倒戏一口气 而我这之后 体力也在逐渐地恢复 内心中的魔鬼 因为居士的手段 好像对我的影响 变得也没那么强了 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些力气 开口说道 我不信任他 是的 我不信任 他刚才的表现 哪里有一点点福门慈悲 完全是一种厌恶 一种恐惧 一种疯狂 就好像想要毁灭我一样 那根本不是什么苦修 更像是 更像是游戏中的关卡boss 就好像他本来 竟该存在于这里 我所经历的一切 都好像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第五十九集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那个苍老的老太太的声音 竟然让我觉得 是那么的真实 而恰恰是这样 就让我对现在的人生 产生了思思疑惑 怎么会这样呢 巨师非常的敌对我 是敌对我内心中的那个他 我发觉 当巨师称呼他为魔鬼的时候 我竟然生起了十二分不爽的感觉 那种感觉十分糊涂子 有如只能我自己称呼自己蠢才一样 别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 我不再称呼 心底那个可怕的东西为魔鬼 而是用他来替代 我现在使得某某胸口 刚才那个可怕的老人的声音 就是从这里闯出来的 感觉明明好遥远 却偏偏给我无比亲近的错觉 他又是谁 楚风走到我身边 滚起来帮我扶起来 低声问我 没事吧 我说 能给我找点东西擦擦脸吗 被人怕了依靠狗血 我真的很愤怒 带着巨大的厌恶感 楚风找来随身携带的湿纸巾 递给我 先操控一下 胖子 那个什么女鬼妈的 收了没有 收了 赶紧走 在这里等着吃晚饭吗 唐胖子说了一句 拿到了 咱们走吧 收完 唐胖子和楚风 一个人 揣着我的一条胳膊 就往外走去 那局势 鸡里咕噜 冲着我们 叫了几声 东北店主 急忙说道 局势说 最好让 身后邪恶的人 留在这里 不然会影响出 无边灾难 我们仨 嗤之以鼻 但内心 都有了一些 不太好的感觉 然后三人 见惑了像颜色 不理会这些 对东北店主说 行了 我们回去了 局势 没有再说话 这我无意中 看到他眼中 似乎的神色 不太对劲 出门的时候 低声说道 我看到那家伙的眼神里 带着兄弟 好像有杀人一样 唐胖子冷哼一声 咱们今晚 就坐飞机回去 楚风道 一会儿 能另外锤子防身 这个人太邪门 咱们小心 我嗡了一声 我嗡了一声说道 小小飞杀 我感觉 他想杀我 无知意愿 唐胖子说 南楚风学道 好 猫子 你让那个东北人 给弄个防爆棍 或者干脆弄个电棍 多少钱都行 如果能弄到清 最好不过 大不了 等到机场接案件之前 偷偷把这些东西丢掉 一切消消备伤 唐胖子惊讶 要这么喊 是小心 那个局势邪门古怪 刚才对杨木做的事情 也看到 总之 从那清雷那个小鬼 腐败出事之后 我觉得 咱们碰到的古怪事情 会越来越多 楚风低声说道 而这个时候 东北殿州追了上来 特别歉意地 冲着我们说 对不说 对不说 兄弟们 我实在不知道 居士会对这个小兄弟 吓走 完全是个意外 无伤 真的 绝对是无伤 我这时候 正抽出一只手 用湿指尖擦脸 听到东北殿州 这样解释 我笑道 那你觉得 啥不叫意外 这事其实怨不得你 看得出来 你也惊讶 只不过 我对你还是挺心寒的 你真的是我大华人 唐胖子也冷喝一声 对呀 白长这么高高壮壮的 看着自己 同胞被人控制 也不说帮一把 那东北殿州 一脸的空门说 我真的 我被吓到了 那是什么 你们哥几个也知道 这里是泰国 最盛行 那种东西的地方 政府不但不进枕 还带头稿 实在是 冷不定的 被熏陶的东西 给吓住了 我对不住兄弟们 我给你们道歉 今天的事情 怨我 怨我 这会儿 我请你们 吃东西喝酒 压静 行不行 我知道一家 东北饭店 绝对正宗 我请你们吃饭 算不得不适了 谢谢兄弟 跟着面子 楚风响了响 一声闻道 如果那个居士 来杀我兄弟 你说泰国的警察 会管吗 这是法治社会 杀人肯定要 这个 不能吧 居士在本地 很聪明的 就算是警察局上也 东北店主 刚准备激情下 冷不定 这点小火苗 就被无形地 浇灭了 楚风冷冷问道 你敢保证 刚才他那个样子 不是想杀人 东北店主 不敢说话了 确实如此啊 刚才那个 局势的一举一动 真的像杀人一样 而我现在 忽然回味过了 一件事情 那就是刚才 他确实真的很想杀了我 只是似乎没有成功 所以我才更加担心 这样的一个人 这么可怕的一个人 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他竟然对我动了杀心 刚才 那骨子杀意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 如果当时没有胸口 那骨子桌裸的气息 没有那一声吼叫 我恐怕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可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杀我 至于什么 我心底的恶魔 我感觉 那不过是一个借口 但更让我担心的是 我现在到底 处于在什么地方 我为中好像 窥破了某种东西 然后看到了 所谓的真实 我不经意之间 看到两侧的兄弟 这种感觉太过意了 他们难道 也不是真实的吗 我脑海中的记忆呢 父亲 母亲 家人 兄弟 一切的一切 我忽然开口问道 你们谁的电话 能打国际藏途 东北店主马上开口 我的能 来 有我的 说着 伸手递过来电话 接着给老家人打电话 就开通了国际藏途 谢谢 我接过手机 在唐胖子和楚风 惊艳的目光中 拨通了记忆中 母亲的手机号码 很快 母亲接到我的电话 一如既往的温柔和温和 儿子 你怎么想起 给妈妈打电话 我失去一口气说 没事 就是想你们了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回去看你们 行 什么时候回来 跟妈妈说 我让你爸 也在家等着你 给你做好吃的 你最爱吃的 母亲的声音 在电话的那边 回应我 而我依旧感觉得到 当我听到母亲的声音时 心底的那个她 就会非常的安静 好像和我一样 在享受这样的感觉 又聊了几句之后 我把手机递给东北店主 随后 在东北店主的热情邀请之下 阿世决定去吃一顿 他的道歉宴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我们三不吃这顿饭 他会内疚一辈子 然后唐胖子 言语了一句 你卖假货的 还能愧疚 东北店主 黑黑笑着 随后 吃过一顿饭 我们三个决定 找个酒店先出去 顺便定一张 最快回国的机票 然而 我们能定到最快的 简直后半夜 三点半里的 而且还不能落在 我们所在的城市 不过即便是这样 我们三合计了一下 还是决定定的 唐胖子提议 先休息一下 晚上有精神坐飞机 当然 其中还有我的衣服 我需要一身干净的衣服 来得太匆忙 我们几乎是 什么都没有带 就跑来了害过 回到酒店休息的时候 我叫了唐胖子 问他关于 什么鬼妈的事情 唐胖子这才坐下来 从那一胸口 掏出一枚胸针 看着就是 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他说 就这个 叫做鬼妻娜娜 或者鬼母娜娜 我已经低血在上面了 确实跟之前小伙子的感觉 有点一样 但是感觉上 更邪门 更冷冰阴森 楚方才也帮他说 我刚才也揍了一下 在本地一个中文论坛里 找到关于这个的介绍 比那个东北店主的 更邪门一些 怎么说 我问 唐胖子也跟着 收起耳朵 这个关乎自家姓名 确实无关大一 楚方说道 大致上说 整个泰国有很多娜娜的庙 最著名的一家 据说保存着娜娜的尸身 一个缺少了头盖骨的身体 被当作神灵来膜拜 最重要的是 非常的灵验 尤其是裘子和破小鬼 但是 有一样 那个论坛里的人 一再高级 千万不要 没事 请娜娜 这个女人善动 而且小心眼 非常难伺候 最重要的是 不能说这坏话 尤其是情人之间 非常的忌惑这一点 很多本地女人 会请一个娜娜来护身 但如果男人知道 对方请了娜娜护身 几乎分手的比例 高达90% 我挑了下眉头 闭嘴说 这么邪门 楚方点点头 嗯 非常的邪门 所以胖子 咱们必须保证这点 如果请了娜娜 来收服这个小鬼之后 咱们必须 想办法 在国内找更高的高人 来彻底 为你去掉娜娜 和你之间的联系 唐胖子苦笑着说 你当我不想啊 走一步算一步吧 忽然 他很诡异地笑着说 你们要不要 看看娜娜 滚 我和楚方 异口同声地说道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过 咱们还是做好一些准备 那个局势在本地 估计有不小的影响 如果他真的想 哈斯阳墨 很有可能 会在我们上飞机 或者干脆是 去机上的 这个土著下手 楚方 忽然说道 我和唐胖子 深以为然 但唐胖子 还是再问了句 严老爹 你真的感觉到 那个人要杀你 你们也看到了 他那么诡异的一面 也亲身体验过 我只能说 我现在感觉很害怕 我如实地回答 是的 我竟然感觉恐惧 非常的恐惧他 就好像 面临野兽 面临死神一样 那个局势 就是想收割掉 我的生命 行了 咱三 基本上一个人 抱着个锤子睡觉 这锤子带劲的 唐胖子 挥舞了下锤子 锤子是通过 东北店主帮忙找到的 是一个老头家里 花了大约 三百大花钱买来的 一头是正常的方头锤 但是 另一头 像个锤子 非常的尖锐 唐胖子说 这个是以前 修铁楼人用的那种 而东北店主 则叫它 刨 北方 口音的一种 楚方则比划了下说 那个人 不怕转头 这个东西来一下子 就算是铁铁蛋 也能砸出个坑来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东北店主竟然 还帮我们弄到了 一支 阻击弩 这个东西在国内 可是违信品 只有它会被 罚款和拘留的 但是在这里 东北店主 弄来了给我 还说晚上 连点过来 开车送我们去机场 至于我手中的东西 它负责回收 唐胖子当时笑着说 送他了 收拾妥当之后 我们仨就合一而眠 当然也不敢分开 幸亏 酒店的床够大 两张床 拼凑在一起 睡三个人 还算足够 况且 我们跑了一整天 这会儿确实 很累很美 在上来之前 通过吧台的服务员 约了晚上 一点半的 叫醒服 代价是 一百元的 大花钞 三个人睡得有点 昏天暗地的感觉 直到 隐隐约约 听到有人说话 我才勉强 睁开眼睛 看到楚风 正在关门 我离开坐起来 使劲地 用双手搓了搓脸 问他 哎 几点了 一点四十 服务员 敲了十多分钟的门 刚才看我 还怪怪的 楚风松松肩膀 笑着说道 我眨了眨眼 然后跳脚骂道 我靠 太缺德了 老子是这种人吗 唐胖子也醒了 迷迷糊糊地说 讲什么笑 你是什么人 我知道啊 我一转头 看唐胖子 还迷惑呢 向马来去 你是猪吗 楚风道 无所谓 安全第一 而这个时候 酒店的门 再次被敲响 胡风松 我去开门 估计是那个 东北哥们倒了 其实这货不错 人定实在的 唐胖子补了句 就是卖家货坑人 和他们不坑到底 竟然还有真家伙 我笑着说 这个算倒霉 不过没有他 咱们这几年 也不会风生水起 现在个个都是 百万富豪对不对 唐胖子说 也是啊 反正这次 真的能降服 那个小鬼 我这辈子 都不沾这个东西了 现在 有了点底子 凭着咱们哥仨 我不信 有了这笔钱 还不能让咱仨 飞黄腾打起来 我对唐胖子 一条大拇指说 没错 咱仨就是落地的凤凰 早晚能飞回酒店上 这时候 东北店主的声音传进来 兄弟们都起来了 走出去吃点宵夜 然后我送你们去机场 从出了酒店的大门开始 楚方和唐胖子 就一人坐在我身边一个 时色都很紧张 楚方更是左手锤子 右手阻击弄 唐胖子甚至把龟姆娜娜 挂在手心里 随时准备写记的 看来 那个局势给我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眼看着再过十分钟 就能到达机场的时候 我只透过前挡风拨雷 看到一道白影闪烁 紧接着 东北店主猛然踩下沙车 车子轮胎摩擦地面 往发出一只吱吱吱的声音 紧接着 只听到街面发出 砰的一声响 好像撞到了什么 怎么回事 楚方立刻出言问道 东北店主苦笑着回头说 不知道啊 感觉到它冻下了 可我刚才咋都没凑凿 说完这句话 他说 你们在车里等一下 我出去看看 好 我回答 东北店主推门下车 绕着车走了一圈 最后站在风挡前面 借着灯光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疑惑 甚至趴在地上 又站起来 最后站在外面 对我招手 是因为我出去 或者我们仨都出去 装人了 楚风低声问道 我摇头说 不但清楚 楚哥 你看到什么没有 唐胖子也说 没注意 但是刚才声音挺大 有点像撞到什么东西上了 出去看看 走 咱俩在一起 出去看看 也没啥 唐胖子说 我也跟着点头 三个人鱼棍 从车里跳下去 来到东北店主的身边 东北店主 指着他拿大五龄右侧 保险钢说 你们看 这啥玩意儿给撞的 我绕了车一圈 啥都没瞅着 可这个 我弯腰去看 这个真的好像是 撞到了什么东西留下的 前保险钢已经碎裂 并且凹进去了一块 要知道 我大五龄的保险钢 可是超强的 可不是日本车那种弱机 撞机都撞不死 照照看 停车还会得滑动距离 也许在后面 楚风说了一句 有道理 咱们过去找找 万一撞到人 不能留在这里不管 作为充满正义感 不怕扶老太太 过忙碌的好青年 我这样提 四个人 举着一把手电筒 没走出大约七八米 就看到地面上的摩擦划痕 消失 急刹车带来的制动距离 只有七八米 也就是说 其实东北建筑的车速 真的不快 就在这里急刹车的 咱们再找找 出风题 一分钟过后 我们四个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东西又凭空消失 有点像电影《隐形人》那样 到底怎么贵啊 东北电筑嘟囔了一句 但就是这一句 却惊得我们心惊肉条的 是啊 哪个局势能够让唐胖子请闺木纳呢 是不是有能力驱动鬼怪来袭击我们 甚至他都可以辅出面的 我相信 这种鬼鬼神神 古怪到死的人 一定有他们可受的本领 我能够想到 我相信剩下的两个兄弟也能想到 果然 我看向他们的时候 发现他们也露出了一丝恐惧的表情 唐胖子忽然焦急的说道 走走走 赶紧回车里 定多十分钟 去鸡场 快 东北电筑愣声下 说 可 可什么 没有就是没有 赶紧上车 咱们去鸡场 唐胖子推了一把东北电筑 脸色变得不太好看了 好吧 东北电筑有些不甘心 但也没办法再拒绝我们各三的要求 四个人转身打算回到车里 可就在转身的一刹那 唐胖子眼尖 提着手电冲着车后挡风扫了下 尖叫道 那什么东西 手电筒闪出白色的光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后挡风上的环了 那是一张 纸人 红色的纸人 哪有一张A4纸那么高 正贴在上面 我们四个停住脚步 楚方 命没问到 你们谁刚才看到过 这个东西 没有 没 没作业 我们三 都跟着摇头说 楚方说 快了 刚才我回头看的时候 也没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下一刻 那车窗上的画面 给中置了 只看到 那张纸好像 好像活了一样 第六十集 有动身体 四肢无动 然后竟然 一点点地 从车窗上 向上爬 紧接着 周围传来 哗啦啦的声音 小心 楚方立刻发出警告 整个人跟着 警惕周围 唐胖子也同样警惕 我就更不用说了 紧张地 手心里都冒汗 这次简直就是 无望之灾 本来是来陪着 唐胖子来泰国 找救他命的方法 谁知道 这才一天的时间 情况就急准之下 变成了泰国的 一个本地大牛 打算 要我的命 我们眼瞅着 那个纸人 一点点地 爬到车顶上 然后 站在车顶 举起一只手臂 唐胖子手中的 手电筒 向着四周 扫了一圈 然后低呼一声 我操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何时 周围竟然出现了 一大堆 红色的纸人 一个个都是 A四肢那么高 一个个都站在不远处 宛若土匪黑帮一样 把我们四个大活人 圈在了里面 这 有点扯吧 唐胖子惊愕了一声 小心点 这玩意儿邪门了 楚方提醒道 而我则 醋眉低声 说了一句 刚才撞的 不会就是指儿吧 不可能吧 身边的人 低声跟着惊呼 国内的鬼故事里 可我不少这样的例子 我低声说道 而且神色变得 更加严肃 看起来 比我想的 还要糟糕了 楚方子硬喝倒 不错 很可能会这样 谁带大火机呢 刚才说要去机场 那玩意儿 丢酒店没拿来 我说 我不是烟眠 没烟没火 东北店主苦笑说 我的 在车里呢 那就没办法 开车冲出去 或者找到大火机 这东西是只做的 不管它威力多大 一定怕活 楚方 错没分析 我们几个跟着点头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只是眼睛的样子 有些吓人 才会让人 短时间内 出现大脑躲落的现象 来 显示这玩意儿 到底是不是只老虎 糖胖子炸毛一样 估计是这些天 郁闷的关系 好不容易感觉 带着了软茄子 想先试试水 小心点 楚方叮嘱了一下 放心 糖胖子直接 拿着手中的锤子 冲着距离最近的侄儿 来了一下子 效果不是很好 侄儿被锤子轻易地砸飞 但是飞不出去多远 就落在了地上 轻飘飘地站在了那里 然后正面朝着我们 再次一步步地走过来 这样不行 我手里东西不趁手 唐胖子说道 而就在这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我们确实东西不趁手 需要更好的东西 来打开现在的僵局 只是不清楚 这些指人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明明很弱机的东西 数量再多 也没有意义啊 楚方指着旁边树 说 用手指 用手指抽纸 好主意 我站了一下 却看到 周围密密麻麻的纸儿 忽然觉得 有些的头疼 这东西到底 有没有杀伤力 万一这东西 有杀伤力怎么办 唐胖子嘀咕了一句 兄弟们 我感觉特别不好 我有事啊 我拉住唐胖子 不让他冲动 反倒是楚方 趁着我拉住 唐胖子的功夫 主动走到 距离我们 最近的一个指儿旁边 伸出脚 对着指儿 轻轻地 踢了一下 结果发现 那指儿只是 拖在了 楚胖子的脚面上 危险性很小 但是这东西 扑过来的时候 力气很大 感觉有些雷脚 楚方伸手撕开 那指儿的头 指儿立刻 从他的脚上 滴落下去 我咕嗦了下 摇头说 这么多指儿 如果都扑到身上 你能受得了不 楚方眯着眼睛 看了一圈说 不能 但是我怕这东西的 力量会叠价 就更麻烦了 看来 还是要看着这些指儿 才行 我低声说道 问题是 怎么过去 这么多指儿 就算是跑过去 也有十几米 楚方指着 不远处的一棵树 说道 那是典型的 南方榕树 上面有不少 出现来的 藤条一样的东西 喝酒 可以试试 唐胖子 突然开口说道 然后 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猛然冲出去 我操 大哥 你能省点心吗 唐胖子的冲动 差点打漏了我们的阵脚 这指儿一动速度不快 反倒是 不用那么担心 可唐胖子冲出去 不管不顾我们的感受 也不管那些指儿 这拼命散量的精神 用到这里 万一吃了亏 被人厌了命去 都没法回去 跟唐胖子家人交代 可正当我们担心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唐胖子经过的指人 竟然统统跳起来 趴在了唐胖子的腿上 而且还不断地往上趴 唐胖子闷横了一声 看来指儿多了 确实有伤害 而且唐胖子那种 皮操肉厚的人 也在这指儿的攻击下 吃了很亏 唐胖子挣扎地跑动 可明显和刚才的速度不一样 脚步也出现了一些起伏 明显出现了问题 受伤了 但好在这时候 唐胖子已经跑到了榕树下 用力地拽出一根 手指头搓到枝条 离这很远都能听到 咯嘣一声 崩断了一根 小心点 先抽掉纸 这东西太诡异了 楚方提醒 唐胖子说 怎么行 看我的 唐胖子啪啪一下 真的很心那种 也不管自己的腿脚 能不能受得了这种鞭打 就狠狠地抽了下去 但发现 这条不管用 就弯下腰 直接用手撕 还好 不过是十张八张指儿 很快就被唐胖子撕掉了下去 同时 他也在咧着嘴 看来是真的很疼 而这个时候 最近的指人 距离我们已经不足两米 唐胖子站起来 再次发力 蹦蹦 又折断了几根 快步往我们这里跑过来 在指人的背后 抡起那藤条就抽 果然 藤条是有效果的 抽到指人的身上 直接撕裂纸 使他失去了攻击能力 变成普通的纸片散落 同时 唐胖子用力一丢 喊道 接住了 大概四五根藤条 一起飞了过来 东北店主身材最高 一张手就抓在了手心里 然后递给我和处方立着一根 咧嘴说道 这玩意我专业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冰面上 打冰嘎 说着 东北店主会无手中的藤条 半弯腰 从侧面一抽 藤条竟然在半空中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几乎就是横扫一片 至少二三十张纸被扫住 直接在半空中解体 唐胖子在对面 看得最直观 高叫一声 漂亮 然后 他有学有样 也跟着横扫 果然比他那种 竖着冲地面扫下去的效果 好得多 同样 我和处方也照着葫芦换瓢 效果显著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 这几百张纸 就为我们扫得干干净净 但与此同时呢 我和处方 还有唐胖子的神色 都变得有些深沉了 东北店主 一堂条扫碎了 站在车顶上的纸后 我们仨 则站在车子的旁边 处方说 如果那个局势 就这点手段 我倒是真不怕了 可现在就这么点事情 反而却让我觉得不安 不错 我也不太安心 这感觉就好像 高射炮打蚊子 完全不在力度上 和他之前 面对我出现的杀心 简直不是一个频道 我也跟着附和 我就怕 这只是开飞菜 楚方低声说道 我跟着点头 然后看向楚方 忽然问了一句 你到底懂不懂这个东西 不然你怎么可能 找得到那种 困住小狗的办法 是的 这个问题 究竟在我心里很久了 直到今天的这个时候 我才问出来 不为别的 如果他楚方 真的有这个本事 或许是我们 唯一的出路 楚方苦笑了一声说 你高看我了 我确实知道一些 也确实撒谎了 但是 也只是隐瞒了 我懂得那么一丁点的 这个真相 你要说我懂多少 真的高看我了 那 就说你懂的 现在咱们哥们 都不敢开车 生怕再出现 别的情况 东北店主 说了一句 兄弟们 咱们回车里呗 你不怕被人一把祸 烧死在里面 最好别进去 那个局势 明显居心不良 这个东西 就是他弄来的 我回过头 阴沉沉地 对东北店主说道 他一缩脖子 从车厢里 翻出大火器和烟 举过头顶问我们 谁要 唐胖子从他勾勾手指 东北店主 自己给自己 拽了一根点上 然后把打火机 塞进烟盒 一起丢过来 唐胖子给我俩 一人分了一根 点上之后 我问唐胖子 你腿脚没事吧 唐胖子甩动了一下 就要说 没事大问题 楚风低头看了一眼说 先和裤子看看 唐胖子含笑道 真没事 打开就知道了 楚风的脸色有些不好 唐胖子嘟囔了一句 就得谢耳贼 胖哥 你受伤了 我也算是后知后觉 然后经了之后 感觉对唐胖子的感激 如果不是他冲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唐胖子撩开裤腿 上面很多青紫色的斑块 好几道明显是脸子 被自己用藤条抽出来 唐胖子苦笑着说 咱们缺心眼 这事我就没好意思的说 咋缺心眼了 唐胖子道 找什么藤条 咱仨仨都裤腰带 拽出来 比那唐条好事多了 我和楚风对看了眼 果断放弃这个问题 你妈太丢人了 用复数都不足以评论自己的IQ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一阵风出来 我们开始也没当回事 至少觉得后续的手段 应该不会是指的时候 马上听到汽车的发动机 隆隆地发动了 紧接着 那东北店主放下车窗 嗷嗷叫 赶紧上车 怎么了 唐胖子窜到副驾 隔着车窗门的 我和楚方 也急步走到车门附近 准备上车 东北店主脸色惊恐地 指着车的后方喊道 看那啥玩意儿啊 结果当我们回头的时候 也跟着惊恶起来 然后飞快地拉开车门 喊一声 上车 赶紧跑 不等车门关闭 我大武林红光 已经跟离心的剑鸭 冲了出去 身后是一股奇怪的旋风 卷起那些 散落在地面上的碎纸 而后 在他们的不远处 一个大约 三米高左右的东西 正缓缓地 向着我们走过来 唐胖子吐了一句 这你们有逆袭吗 说是缓缓 实际上 他已经做了奔跑的举动 但车速刚提起来 就远远地看到 之前的碎纸纷纷冲入那个东西的身体里 随之整个身体跟着凝食起来 楚风低声说 邪叔 我们上当了 上当了 我惊呼一下 虽然不懂 但楚风似乎真的懂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这是大学多年 而后相识多年 他从来没有露出来的事情 楚风也不隐瞒到 我只知道一点 这确实是邪数 我们上当的原因 是我们四个人不该动手 杀死指人 那个跑起来的框架 就是为了吸收我们杀死的使人 来确定我们的力量和气息 你看 他变小了 像个真人一样大了吧 楚风指着后面 我和唐胖子也看到 那原本三米都高的家伙 变成了大约 一米九走的高度 而且不算是一个框架 而是一个人 一个浑身是红色的人 接着的肌肉 猙獰的面孔 还有可怕的速度 我和唐胖子只来得及 叫一声小心 紧接着人 就跟着向前冲了出去 车子在一瞬间 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这一次 不是之前那种虚惊 而是真真实实的 撞了一下 挡风剥垒之鞋 碎裂成大小碑的碎片 车子如遭重击 后屁股甩起来很高 在重重的落地 下车 快点 楚风大叫一声 一脚揣开车门 我们跟着跳下车 几个人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听到身后 砰的一声巨响 再回头 就看到一个 一米九的红色大个 站在车顶上 我威武的大武林 红光的车顶 都凹下去 这 是什么鬼啊 唐胖子 吞下了一下口水 有些震惊地问他 我是冤魂 楚风小心戒备 口中解释道 小心点吧 咱们国家在传说中 也有这个东西 咱们国家 什么传说 是什么东西 撒到成名 黄金历史 知道吗 楚风 作哑说道 很显然 这玩意儿可不是 吓唬人那么简单 还真有这个东西 我倒吸一口气 这玩意儿不是 传说中的吗 连三阔里 都只是传说 当年不就是 张角号称 可以撒斗成兵 拥有八百 黄金历史吗 这个是偏门的 但本质上 是一样的 楚风回答我 这时候 那个所谓的 黄金历史 应该叫做 红皮历史 跃下我大武林的车顶 咚的一下子 落在我们面前 楚风喊道 小心了 千不要跟他拼力气 想办法一回 刚才大火机 在谁手里 想办法 弄点交出来 他怕活 东被念住 嗷嗷的一嗓子 大 大火机在车里 想办法进去拿 他的目标 是阳墓 胖子 你跟他去想办法 弄点火出来 杨墓 小心点 这东西 主要就是针对你 他不一定要杀你 记得 躲避 要害攻击 我激动的嘴唇发抖 问楚风 你 怎么知道这么多 楚风说的 我爷爷就是个游风的道士 四十多岁后 才结婚生了我爹 算是家传的 了不起 你早说你懂些这个 咱们哥们 早就给人看风水去了 国内的那些风水大师 哪个不是负得流油 我笑着赞叹 紧接着 神色紧张起来 那个东西果然是冲着我来的 楚风何道 小心了 我攻击他背后 这东西还有可能 刀相不入 力大无穷 我已经看到 他力大无穷的一面了 简直不是人 跟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一样 谁知道 在泰国这种地方 竟然还有人 真的会这个东西 而且是针对我的 唐胖子和东北店主 已经绕了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红皮历史 直接操起身边的 一块凳子大小的石头 冲着唐胖子两人 就砸了过去 小心 楚风大喊一声 因为那个红皮历史 丢出去石头的一瞬间 竟然直扑向我 这一声小心 竟然同时提醒了两面 还好 我一直在盯着那红皮家伙 他冲过来的一瞬间 我跟着转身 就向后跑 道路两侧 有不少的椰子树和冰榔树 这种树很高 虽然生长得不算密集 但也足够我折腾一下 楚风叫我跑到路旁的树林 跟着喊他 好机会 动作快点 唐胖子直接跳进车里 出来的时候 已经拿着一件衣服 和一把扳手 楚风喊道 快点 快点 杨木介受松林 是 我已经冲进去了 趁着那红皮家伙 冲向我的时候 在每次最关键的时刻 都会来一个急转弯 紧接着 我发现这个东西 虽然力气大 跑得快 但是身体非常的僵硬 在转弯和急停动作的时候 就会变得卡顿 并且需要进行一定的停顿调整 才会重新追我 很好 在短时间内 我可以遛狗放风筝了 剩下的 就给楚胖和唐胖子 我打定主意 然后小心翼翼的 和这个红皮历史对峙 随之 准备逃之夭夭 那红皮历史 不断的追逐我的脚步 我不敢跑得太远 就在大约 七八棵椰子树下面绕圈 不规则的跑动 但那个东西追逐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我发现 它还在不断的适应 怪了 这东西还能计划不成 不对 我虽然不懂这个东西的原理 但是我发现 它确实动作在越来越熟练 比之刚才的经营来说 已经缓和了很多 越来越接近灵活 这个范畴力了 厨房 胖哥 这东西不对劲 你们动作快点 我大声的喊叫 一种莫大的压力 竟然在发现这个红皮历史 开始越来越灵活开始 而变得大起来 喊完之后没多久 我不小心 脚下没踩好摔了一下 紧接着 人就地滚 只感觉一双大手 啪了一下子 就砸到我刚才摔倒的地 一幅 紧接着 那个红皮历史 并没有站起来 而是扭头转过来 看向我 我的脑袋 嗡的一下 在那么一瞬间 竟然有一种被人盯住的错觉 不对 那不是人 而是一种可怕的生物 那些那个被压抑住 很长时间的他 忽然出现了 挣扎着小冲突的心里放线 我听到 是就是 准备了 画在这 那边 季 我 发 我